再说常玉春 可这一枪不要紧啊 方国珍受不了了 舅舅的两膀发麻 虎口发热 他在马上摇两摇 晃两晃 差点没摔下去 两只手 虎口阵裂 鲜血之流啊 是从他的手里硬夺出去的 方国珍疼痛难忍 哎呀 好厉害呀 常玉春把枪一横 哈哈大笑 哎 姓方的 凭这点能耐还来港考 今日六爷手下留情 饶你不死 放你一条狗命 快找着你的脊 回家看孩子去吧 常玉春这句话 把方国珍的脸 扫得跟红不一样 甭说脸呢 脖子都红了 甭说脖子 连脚后跟都红了 心想黑的个儿 哎 你好损呐 怨不得陈有亮吓的 连个屁也没敢放就跑了 感情这家伙力气太大了 我又知道这样 这么厉害 还不如跟陈有亮一块出去呢 也省得丢这个人呢 方国珍又是气恨 又是羞愧 硬着头皮 离开 言不长 就在这么工作 一阵马挂 周伯岩和方国珍有八代之交 金兰之后 又是方国珍的小舅子 看见姐夫输了 想给找着面子 他催马来到梅花圈内 要打败长玉春 替姐夫喜学耻辱 周伯岩外号 人锤太宝 吃屎锤的力气都大 不那么句话吗 插锤棍棒不可敌 箭矢硕的不可期 都有劲 又练了一身好武艺 他觉得自己上阵满有把握 挂后标明完毕 进了演武场 和长玉春两个人通罢名信 周伯岩轮霜锤流星赶月 照着长玉春就打 长玉春一看 小将来势凶猛 赶紧挺枪迎战 来个举火烧天 驾住双锤 两人来来往往 没战三个回合 猛然周伯岩一失神 堂堂 长玉春把那双锤 给打落在地 周伯岩拜出演武厅 紧接着 卢州王左军臂 催马 来到了演武场内 没有几个回合 被长玉春 升琴活捉 扔到马下 长玉春 马踏公愿墙 下走陈有亮 战败方国珍 立即周伯岩 升琴左军臂 这是威震 物科长 这种情景 那古轮铁木槐王爷 在彩山厅 看得清清楚楚 哎呀 这个反贼太厉害了 怪不得我儿三门野汉 也扮在他手 听将军说 我儿子被他打败之后 长玉春是死追不放 从此 我没见到我儿子面 连尸体都没找到 我怎么能问问他 他把我儿子怎么了 他还抱一线希望呢 书中安表 石门王三门野汉死了 朝野上下 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死在了荒郊 衣服被人扒了 而是啊 下级军官不敢报告 怕老王爷伤心着急 悄悄掩埋算了 治政皇帝可妥妥呢 俩的心情就不同了 二人一对眼神 意思是 多亏我们用计 把他们匡入大都啊 困在了武科长 这要在各省 没个抓呀 就一个长玉春就惹不起呀 那治政皇帝 看长玉春在场上 像生龙火虎一样 看到二目发直 不知不觉的首付龙叔案 他身子站起来 就在这么工夫 猛然从下一边 一道寒光 冷森森 搜 一只凋零剑 射过来了 直奔皇帝的耿嗓咽喉 谁射的 书中暗表朱元璋 朱元璋干嘛要射冷剑呢 因为方才他和武服武殿章 看了刘伯温的信都吓坏了 场上几千人 性命难保 可这些人都不知道 一个个乐乐呵呵在观战 都想金榜提名 尤其是长玉春 打了四刃 哎呀高兴 端坐马上 战马围着梅花圈 来回来转 还在矫正 哎呀这怎么办 朱元璋说 这有一个办法 我冒冒险 我射一箭 要把皇上射死 我们就可以脱离虎口 想着这 朱元璋提马直奔梅花圈 在梅花圈外走了半圆 离彩商厅相隔有一百步 再看台上台下 所有人都在看长玉春 演舞 聚精会人 朱元璋一看机会到了 这才取功搭建 任寇天贤 射了一箭 这支凋零箭 奔昏君的耿嗓咽喉 他们没想到 这治政皇帝 可是马上君王 他也会射箭 金锋一响 他本能的一低头 就听到苍狼一声 这支凋零箭 正射在了皇冠上 吓得皇上胆飞浑散 啊 他趴那块不敢动 两旁边的武士和文武大臣也吓坏了 还是妥妥 有胆子 急忙走上龙台 扶住了治政 取下凋零箭 哎呀 万岁 受惊了 啊 朕可曾还在人世 哦 万岁 我主上安 建设龙关 吼 治政皇上 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 慢慢的扶着桌案作文 老爱卿 你快看看 剑上 柯的名字是谁 快给我抓刺哥 是 驼驼一看 在剑杆上 可找 豪州 朱元璋 哦 万岁 这支剑是朱元璋设的 那朱元璋是何人 呃 陈文朱元璋 曾在郭子兴手下 当过统兵总领 文桃武略 高人一筹 郭子兴去世后 其子无能 朱元璋 弃光而去 后来到陆家庄 与武殿璋 胡大海 常玉春 郭英等 七人结伴 联络各地能人 图毛推翻我 大元朝 哎呀老外亲 既然如此 你赶紧派人 捉拿朱元璋 常玉春 哎呀万岁不可 朱元璋 弟兄几人 已经进了武科厂 就是刺头罗瓦 不用抓 如果现在抓他 等于打草惊蛇 他必然要联络 天下叛逆 以死相拼 恐怕咱们的京城 就得被他们 叫得天翻地覆 我们那几条计 也就没用了 以臣之见 先不理朱元璋 只当没有这么回事 传下旨意 叫那朱元璋 再战一劫 叫他们自相参杀 如果有人能胜了 常玉春 那个人就把他杀了 如果没人能胜 常玉春 就点他为状元 把他选上采商厅 量他也难逃我们的三杯玉酒 到那时管教他死在咱们眼前 然后再点燃恨炮和大炮 不管什么武殿章 朱元璋还是谁 休想活命 还得说 这妥妥老奸俱华呀 智政琢磨琢磨点点头 嗯 好 小雨常玉春 再胜一劫 就点为状元 是 有人传指去 刚才我说了 朱元璋射这一箭 就想啊 把这场子搅乱了 可万没想到 这支箭射出去了 踩山厅 乱了一阵 很快平静下来 厂里的众英雄 不知道踩山厅上 发生什么事 是啊 大家都看 常玉春呢 谁还顾皇上呢 只有朱元璋 哥几个在那等着 一看没动静 哎呀 真着急了 牛头再看常玉春 在演武场上 手托杖八点钢枪 威风凛凛 魂事全场 武殿章想叫 叫不得 喊 听不见 急得直冒热汗 朱元璋说 大哥 别急 皇上为何不动呢 嗯 一定有高人指点 这是要放长线 钓大鱼 好歹都的计谋 大哥 现在只能用第二个办法 让老六去办 解救天下英雄 呃 事已如今 也至好如此了 可是老六平时过于 莽撞 实在是让人放心不下呀 两个人正在说话 只听传职官高喊 开 常玉春听着 万岁有旨 命你再胜一劫 就点你为新科武状元 带挂元帅 苏恩旨 常玉春高兴啊 只要我当着状元 又成了元帅 大元朝的兵马就归我管了 到那阵我们弟兄 在大都就推倒昏君自立天下了 所以他冲着武科场内坐着个螺圈衣 众位年雄年帝 各路英雄好汉 方才 长矛 大战方国珍 战败周薄言 升勤佐军弊 皇上命我 再胜一劫 如果你要胜了我 状元是你的了 如无人来战 状元可就是我长玉春的喽 这些英雄 文婷一个个交头结尔 议论纷纷 刚才都看见 长玉春 马踏 公圈墙 下走南汉王 陈有亮 不仗而退 打方国珍的事了 谁还敢过去啊 这武科场就有规矩 打死不敌场 这就真刀真枪的 可不是闹着玩的 长玉春这个人身高力大 钻拳如铁锤 身手四不善 掌中大枪 二百四十斤重啊 枪头像个小簸起一样 跟他打 一时人就得掉脑袋呀 谁找这个不自在 这个说你下去 我可不行 你呢 我可不是个儿了 我只当进京 看看热闹就行了 是啊 得状元感情不是那么容易的 看样子 我再练十年也扛不动 长玉春那杆枪 那干脆 咱们这泪蛤蟆也别想吃这口天鹅肉喽 大家密密相去 无人出场 至正天子不行而立啊 怪不得玉帝石蛮王死在他手 这黑贼果然勇猛过人 中原有这样的英雄 对孤江山时时日不利 今天点他为状元 赐其欲酒 结果他的性命去了我一块心壁 想到这 他要传令 无人再与长玉春比试 就要给他双叉金花 十字皮红 叫他到彩山厅 前来听风 传指官 灵指下殿 照着皇上的话 重复一遍 话音未落 就听有人大喊一声 好像晴空打个劈类一样 朕的满场人都是一愣啊 压丹 长玉春 某家来 呀 哔 哔 哔哔哔哔哔 化道人道 语 语 语 此人勒马轻枪 和长玉春打了个对头 长玉春抬头一看 嘿 好谓英雄啊 这个人三十上下岁 蓝娃娃一张脸 门露头朱砂梅 赤发红须 长得威风啊 金盔金甲 蓝蒸袍 胯下爱叶青棕兽掌中 擎着一口九尔八环刀 一看着刀背走一寸多后 这人力气很大 刀牌上挂环子 谁啊 长玉春一看认识 正是方才向胡大海要攻的那个蓝脸大汉 胡大海一看乐了 啊 蓝电壳下场了 蓝电壳嘞 你呀 找着丢脸呢 真是谁啊 这可是有名的大将 此人家住湖北渔桥镇 姓于双鸣金标 叫于金标 人送外号 花刀太岁 这个于金标不但无意高强 为人仗义书才 侠干一胆 因不满 元朝朝廷腐败无能 脏官污吏 仗势欺人 在渔桥镇呢 养装兵 维护一方百姓 这次到大都来呢 一是开开眼 见识见识 二是以武会有 一直在一旁观战 没动 见长玉春 连胜四阵 他心里着急了 哎呀 像长玉春这样的汉子 不能实之交臂 我要不下场 这次白来了 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还剩最后一阵了 凭我的本事 我琢磨 能胜了长玉春 胜不了 也能打个平手 谁不想人钱显贵呢 我要试试 故此催马 来到长玉春的近前 抱拳兵手 满脸带笑 在下 于金彪 就问长将军大明 今日相见 实乃三生有幸 于某自幼 学的一些刀马功夫 愿在您的面前献丑 还望长将军指教 长玉春 听了半天 大眼珠子 逛了逛的 他在琢磨 于金彪 这名好熟啊 谁跟我说过你 哦 刘先生刘伯温 他是刘伯温的朋友 这个人是好人 见着他 客气客气 对 客气客气 嗯 想着这 他赶紧还礼 于将军 你可是了不起的人 威震 京香 鼎鼎大明 如来逛耳 你既来到这 盐舞场 长毛情愿 奉陪走上几当 向你多学几招 哎呦 这句话 把个于金彪 听得 哈哈大笑 长将军 过千了 你都胜四镇了 我这 给你搭把手 请 说声请 各自搏战马 跑猪 摆步 开外 圈回来 拉开阵势 纳鱼金彪 拿起 九尔 八魂刀 这口刀 明慌慌 亮堂堂 冷气森森 夺人 二目 透人 肝胆 故一身 接近 挥动 大刀 哗 马打对头 奔着长玉春 顶梁来个 雷皮花山 打 鸭顶 砍下来 长玉春 里脚一敞当 外脚 一颗凳 急忙闪身 呱 躲过来了 于金彪 反手 刷又一招 长玉春 也闪过去了 连着三刀 长六爷 没还手 于金彪 一愣 赶紧 勒马 横刀 于 长将军 你为什么三刀 不还手啊 长玉春 抱拳 禀手 于将军 你别急 这三刀 不还手 似有 不还手的原因 头一刀 不还手 念我们都是 五圣人的 门徒 长玉说 人不亲 一亲 一不亲 刀把子亲 一笔写不出 两个五字 实际他也不知道 这五字怎么写 这是听人说的 咱们是一家人 因此让你到 第二刀不还手 我九木 于将军 既困 腐围 有求必应 我爱你是条汉子 这叫英雄 爱英雄 好汉 敬好汉 第三刀不还手 武艺好学 掐手难练 刀枪无眼 剑挤无目 我让你到位的是 倘若一招失神 扎着碰着 磕着 割着 你可 灭怪长矛 心狠一毒 三刀让过 于将军 受长矛 无力已了 我可要进招了 就这番话 于金标 更敬佩 长玉春了 他说完话 催马宁枪 阴阳把 砰 一颤大枪 奔于金标 分心辨刺 于金标 双手脱刀 捧龙出水事 咯噔 给架出地枪 也连着 让三招没还手 嘿 好人呢 长玉春新的话 于金标 大人大意 想 两个人随后 马打盘旋 刀枪并举 搭在一起 这才是 一个是打虎将军 一个是花刀太岁 这是戚风对手 将玉良才 这一个 手中枪 有分量 抖一抖 四怪莽 颤一颤 放光芒 扎两肋 侧胸膛 发头顶 扫太阳 要招架 两手忙 手一持 透心凉 眼一慢 开了膛 不留神 一命亡 那一个 更是殷雄汉 手中大刀 千万变 离手带肩 带背砍 燕子超水 上下翻 刀头直下 四闪电 刀嘴离心 点 点 大鹏斩翅 萧留错 凤凰斗铃 刺孔川 孔雀开平 莫秋刀 仙人解带 拦摇斩 花棱棱 刀环响亮 刷刷刷 寒光骗骗 惊人魂 破人胆 稍不留神 活命难 脸上这一打 全场的英雄都看直眼了 个个竖起大拨鸽 人人喊好 最后都看直眼了 五个回合 十回合 十五回合 到二十回合 脸上累的 汗石争袍 马四尼龙 再看这些 勒鼓助威的军兵 也都高兴 今天开了眼了 长了见识 几股助威 咚咚咚咚咚咚 陀陀在采山厅 暗暗发恨 好 陀陀在采山厅 暗暗发恨 好 反叛们互相残杀 这是绝胡记中的第一条 要是把有本事的反叛都杀死或累死 我们就省事了 另外两下截下仇 一辈子他们也截不开 与金镖一边打也着急 我们两人总这么打 得打到明天早是也分不出胜败 非得累死不可 常言说 将在矛而不在勇 丁在精而不在多 逢强者自取 欲弱者活勤 常与春立下 应该一巧破千金方能取胜 莫不如用暗器伤他 用大将铜锤 将他击落马下 就算胜了 于金镖拿定主意 要是打将锤取胜 为将者 二听六路 眼观八方 于金镖 吸了一动 眼神这么一转 常与春就看出来了 你别让常与春 干什么事都粗啊 可就是对武艺上 他比别人都戏 配巧 呀 于金镖 没安好心眼 不好 要使绝招 嗯 别看跟你怎么客气 当场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倘若于金镖使出绝招 我就得甘拜下风啊 得了 我呀 先迎你吧 先下手 围墙 想着这 这手机眼快 抢先使出六合身枪 一抖大枪 这大枪这么一拆 这可是力气味啊 来个乌龙白尾 好似 怪莽翻身 抖大的枪鹰 想拨起大 挂动着风声啊 枪花也变了 当时出现九个枪头 当然这里 有真有假 就一个真的 挖个假 这九个枪头 分上中下三路 直奔鱼金镖 第一路 奔天的湖 第二路 奔钱雄挂 两类第三路 奔马头 马腿 九个枪头 是硬功夫练出来的 你架哪个 哪个是假的 不架哪个 哪个是真的 于金镖的刀 一架上不着枪头 坏了 中间的枪可就过来了 顺时 那是快 枪头躲开了护心镜 挑开了蒸袍 撩开假叶子 奔着于金镖 刷 就是一枪 这一枪 就把于金镖 肚子给挑开 于金镖一看 完了 招架来不及了 想躲躲不开了 只好把眼睛一闭 哎 我命 休一 就等死了 可是长玉春 这个枪已经挨上于金镖的肉了 当时他手就停住了 他爱惜于金镖 豪爽义气 光明磊落 是条汗色 刘伯伟也好 朱元璋也好 都佩服他 不让我伤人 哎 算了吧 饶着他吧 他把枪一撤 用枪鹰里的钢钩 挂住于金镖的战群 网过一带 撒的一声 扯下了 半服战群 于金镖等着死呢 呼听撒拉一声 自己的战群 被撕下半服 他心里明白 这是人家留着情呢 又是惭愧 又是感激 赶紧带马挂到 下的座骑 抱拳禀手 多谢将军 饶命之恩 在下 甘拜下风 日后 又用我于金镖之处 包缠火海 万思不辞 长玉春赶紧下卯 用手相干 于将军 言重了 原谅我 粗鲁无礼 多有得罪 哎呀 别说了 惭愧呀 惭愧 他翻身上马 冲出盐屋场 走了 长玉春 目送于金镖之后 自己又铁枪上马 掌身躯 他发现 朱元璋冲出队伍 冲他连招手待寒 六弟 你回来 快点 大哥有话说 哎 长玉春赶紧回到弟兄们跟前 他见哥哥兄弟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心身不定 连最爱闹的胡大海脸上也没了笑容 心中纳闷 我夺了状元 哥哥们应当高兴 为啥这个模样啊 大哥 你叫我回来 有什么事吗 武殿章 武殿章就把刘伯温在信中所说的事对常玉春说了一遍 哎 六弟呀 赶紧快想办法 不然我们谁都活不了了 常玉春温厅 双眉倒数虎目渊真好啊 温君 竟然想害我们 待我杀上金殿把他杀了 把彩山厅给他放个个儿 哥哥们 你们等着 说着要走 慢着 兄弟 你不能去 怎么 六弟呀 你虽然武艺高强 可是单词不成县 孤母不成林啊 你看那彩山厅上 玉林军 文武官员 还有托托和古轮铁木槐 哪能让你随便靠近皇上 你再看 供门外两旁 用红布蒙的 你知道什么 是四尊红衣大炮 考场内 地底下埋好了暗雷 单等选出状元 被招到彩山厅上 饮完玉酒 这考场就得乍翻个儿 成火海呀 大哥 那你不让我过去杀皇上 等死吗 不 我们要活着出去 光我们活不行 不能不顾其他人 这里七千多赶考举子 这都是精英啊 不能这么死 要是死了 就中了皇上的奸计了 我们应该把他们 带出去 至于说 现在要看你的了 你得救大伙 怎么办 你叫你四哥 告诉你 四哥 你快说 什么事 怎么办 不是一会儿 皇上给你敬酒吗 你想办法 把皇上抓住 你要把他抓住 就算破了他的诡计 我们拿皇上做人质 他们的暗雷也不敢响 大炮也不敢轰 还得乖乖的开门 放我们走 你记住 把他抓住 行 你说 要活的 要死的 要活的 死的 不管用 抓活的 比抓死的更难 你可千万小心 长春急的 抓耳挠腮 汗都出来了 刚才打了几阵 他都没着急 这回着急了 怎么 他是直肠子 四哥 那你说该怎么办 才能抓活的 我怎么抓的呀 六弟啊 这回你可得动动心眼 世亲的成败 都在那三杯玉酒上 那三杯玉酒是毒酒 瞻唇既亡可不能喝 嗯 我不喝 不喝 还不行吗 兄弟不行 皇上赐的玉酒 你要不喝 他们不能答应你 有准备 非抓你不喝 那可怎么办呢 你需要 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这么办 然后再 这么这么办 非这么办 不可 哎呀 四哥呀 我记不住啊 四哥 你再说一遍 朱院长 耐心的又说一遍 哎呀 他还是记不住啊 就这这儿 彩山厅上有人高喊 万岁指一下 找新科状人 保护皇上 告诉战殿将军们 你们严加防范 那长玉春一块来了 他武艺高强 力大无穷 不能让他靠近皇上 又叫马帮祥 小雨场内的官兵 单等长玉春上殿 严九身亡 传令官手中 采气一晃 全部由岸道 彻入皇宫 这事全办妥了 才召见长玉春 书中按表 五科厂 力胜五截者为状元 可不是这么个胜法 你想 七千人 就几个人下场 胜五镇 就为状元 哪有那事呢 岸道里应该有 初考 服饰 决赛 所说的力胜五节呢 这里可以大有学问了 比如说 现在考生是七千人 五个选一个 那就是应该选出 一千四百名 服饰的时候 从一千四百名里头 还是五个选一个 选出二百八十名 按道理 这都是进士 再从二百八十名进士里 五个选一个 以此类推 选出榜眼 探花 最后 才是状元 最少打个三天 五天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绝不像这次 这次特殊啊 七千人 看热闹 只有几个人下场 这是恩科 是骗局 草率收兵 咱们回头再说 皇上指一下 长玉春 哼 胸揪揪气 昂昂穿过人群 直奔踩山厅 来着窃静 摔登下马 过来两个 当兵的 进了长玉春 满脸待笑 上千师里 状元爷 给您道喜了 长玉春牵着马 点点头 嗯 大家同喜啊 我们给您道喜了 啊 喜啊 道喜 留点喜钱吧 哦 可惜我分文未代呀 这回啊 算该着你们喜钱 下回重状元 一块给吧 两个当兵那听心想 我们都没听说过 喜钱还有欠着呢 真丧气 又不敢说出来 哎 状元爷 我们不是来掏喜钱 给您开个玩笑 那你们干什么来了 给你老千马来了 您上彩山厅建架 就把马交给我们好了 教你们 那哪成啊 尝一春心的话 大将军没马 如同剁去双腿一样 把马交给你们 一会儿打起来 我骑什么 哎 不用你们给我牵马 这匹马认生 瞧见生人就咬 咬上你 你可就活不了了 那我们在后边 给您看着还不行啊 不用不用 这匹马踢人 那我们俩在旁边 给您瞧着 更不成了 他要是拿马尾巴 收你们一下子 怎么办呢 行了 那这匹马我们不管了 你啊 你自己看着吧 说完扭头走了 常语春一看 人家不管了 他往周围瞧瞧 没有说完马的装决 他拿起大枪 大枪的千钻 是三棱透甲锥 一样 他砰砰地下一插 哭插的一下子 嗯 进去有两三尺身 哎 这地这么松啊 不对 他就拽出来 不稳当 砰 这一下子 又进去 二三尺身 用手 晃了晃 嗯 还算结实 他把马的缰绳 拴好了 转身走 这匹马 刚才打着半天仗 憋着呢 这阵啊 没事了 他尿了抛碎 喝 弄半桶啊 把地下晕石一大片 你可记住这茬啊 长玉春戳枪拴马 可救了五棵场的橘子 那长玉春有人领着 上了彩山厅 看 上边是万岁 哦 赶紧磕头 哦 是 长玉春堆尖山岛屿柱 跪在龙鼠岸前 草民长玉春 前来见驾 皇上一看 长玉春跪在地上 也七尺来高 头如麦斗 眼色刚铃 好似烟熏太岁 活了金刚 正气凛然 不怒自为你 把他恨得咬牙切齿 脸上 皮笑肉不笑 呃 长爱卿 你连胜五节 微真五颗场 五一朝全 独占嚎头 真 别你为恩科 五状元 长玉春 磕头谢恩 这时有个太监 高声喊道 状元郎 灭香外贵 犹太师 替万岁给你 冒叉金花 十字 披红啊 按道理应该皇后 或者皇上 给冒叉金花 十字 披红 今天 让太师代替 为什么这么做 是妥妥的主意 他们怕 长玉春 趁皇上 给插花 披红之计 冷不防 把皇上抓住 那可要坏了大事 那么由他代替皇上 插花 披红 于礼上 也说得过去 皇上 又得安全 妥妥来到 长玉春背后 从一个侍从手里 拿过了一条红绸子 亲自给 长玉春 披在身上 十字交叉 他在胸前 接了个大红球 又取一对公花 插在长玉春的头盔上 长玉春再次谢恩 这是皇上说话了 长爱卿 太师妥妥 年过七旬 难以执掌率印 故这次 才加恩科选拔状元 代掌率印 谨将军 威震天下 足以胜任辞职 爱卿 先夸官三日 然后金台败帅 接管兵符帅印 为给爱卿庆功 姑要 亲赐你 玉酒 三杯 谢万岁 这边太监 又喊上了 赐月酒 煞十千古月 喧天 呜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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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上众人 齐身高呼 万岁 万万岁 哎呀 港口举子 翘首相望 有的激动都流眼泪 这是那时 捧出金尊玉酒 皇帝给满满的 珍了一杯 太监又喊 万岁赐酒 请状元 接杯 草民 遵旨 双手接过酒杯 常玉春一看 哎呦 这个杯好漂亮 这个杯本身是玉的 外边包着一层金皮 有三个爪 左右两个耳子 里边能装四两酒 常玉春 双手捧杯 心里和解 四哥说了 这酒里的有毒药 昏君给我敬酒 是黄鼠狼 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他相貌我要死 不能喝 哦 要死我 你好从暗道逃走啊 没门啊 这杯酒怎么来的 对 祭天 他说啊 顺手 把酒杯往上一扬 这酒 洒在空中 治政皇帝就是一愣 嗯 胆大的常玉春 寡人 敬玉酒 你为何不饮 你目无君主 胆敢抗旨 不是不是 万岁 草民怎么敢抗旨呢 只因我是不依农夫 有何德能 今日德中状元 实乃天意 万岁千岁欲久 此事百年不遇 草民高兴 只是朝廷贵重之物 我怎敢读吟 故而向上洒去 以敬苍天 保佑我之恩 哦 皇上点头 常玉春说了 没有上天保佑 我怎么能成功呢 不能忘本 这杯酒 是敬天的 这话有道理 不能置自于他 好好 好一个头杯酒 敬天 常爱卿 寡人敬你 第二杯酒 那边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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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二杯酒 他火啊 往地下一撒 这二杯酒一泼可了不得了 皇上 蹭就站起来 老太师托托手摁在建都上 不论铁木槐老王爷 抽出钢鞭 玉林军刀除鞘 虎视眈眈的 盯着长玉春 就要伸手 心想干嘛 这小子不喝 不喝他不死又闹起来了的 皇上这这倒挺震惊 拓换铁路尔 冲着两旁使个眼色 意思说你们先等会儿 我再问问他 长玉春 第二杯酒不喝 又是何一 恩 万遂 天地公保我成功 敬天地当敬地 所以二杯酒 草民也不敢受用了 是啊 先敬天再敬地呀 哦 好啊 你静完天 静完地 那么寡人再敬你 三杯酒 你喝不喝 哎 三杯酒 哪能不喝呢 哈哈 玉酒啊 没喝过呀 喝下去 死了也得喝呀 一说死 皇上去一蹦 西翔 他是不是发现了 一看 长玉春挺乐 哦 没事 把酒 给送过去了 长爱卿 接杯 长玉春 单腿 单腿跪地 双手接杯 血万岁 只见他接过杯来 用手一挡 做了要喝酒的样子 他偷看 陀陀和古伦铁木槐 为什么长玉春 看这两个人呢 这是朱元璋 跟他说的 采山厅上 别人都好对付 唯独有两个人 武艺高强 阻止多谋 尤其那托托 人称北国武圣人 一定要先收拾他 和古伦铁木槐 然后再能抓皇上 如果不把这两个人 置住 你就休想动手 因此长玉春 偷偷地观察 这两个人的动静 长玉春一手端杯 装作掩面喝酒的样子 拖拖一看 哦 他老老实实喝酒 松了口气 古伦铁木槐 也重新坐下 就在他们刚一松进的时候 长玉春手急眼快 把四两多酒 就像太师拖吞脸上 刷就泼过去了 这药酒毒性剧烈 就在说妥妥 武艺高强 身子灵便 发心不好 啊 他一闪身 没泼到脸上 可是有两敌 溅在了脸蛋上 唐立他仰面大叫 哎呀 还不敢睁眼睛 为什么 他害怕一睁眼睛 独酒流到眼里 立刻双目失明 他闭着眼睛高喊 快抓住他 哟 古伦铁木槐 擦愣 举起钢钉 长玉春酒杯就到了 吃你地步 前文我交代过 这个酒杯 是玉心金瓶 三个腿 半斤多重 啪地声 打得真准 正拽在古伦铁木槐 的鼻梁鼓上 这位王爷鼻梁鼓 被砸折了 眼眶的轻了 钢鞭也撒走了 哎呀 古伦铁木槐 擦愣 举起钢鞭 长玉春酒杯又到了 吃你地步 前文我交代过 这个酒杯 是玉心金瓶 三个腿 半斤多重 啪地声 打得真准 正拽在古伦铁木槐 的鼻梁鼓上 这位王爷鼻梁鼓 被砸折了 眼眶的轻了 钢鞭也撒走了 哎呀 再看到昏君 一见着场面吓傻了 他忘了钻地道了 直着脖子 瞪着眼如同 木雕泥素一样 长玉春 趁着陀陀和古伦铁木槐两人 不能相顾之时 抖身行 蹭 就登上了龙台 探背挡身虎腕 蹭 伸手抓昏君 书中暗表 彩山亭地面很大 温武官员都在两旁站着坐的 中间有个龙台 就皇上坐的地方 就叫龙台 这龙台有四尺高 周围有石栏杆 台上有龙树案 龙树案有三尺高 二尺八寸宽 长玉春登上龙台 隔着桌子一抓皇上 把这皇上吓得魂飞魄散 按说呢 他是武将 武将不假 谁没见过这个场面呢 到了近前了 他急忙往后一闪身 啊 他一闪身 长玉春抓住了皇上的御带和龙袍 使劲往怀里一转 嗨 你给我过来吧 那至上皇帝是武将啊 叔叔也好 不到四十岁也有把力气 他往后一坐 长玉春往前拽 两个人一个拽 一个往后坐 龙袍和玉带哪惊得住啊 就听 咯巴 呲啦一声 玉带被折为两劫 龙袍撕下半腐 这劲儿一松 治政皇帝摔个仰面朝天 跌到龙树案后边去了 这也救了他的命 长玉春呀 打个的也些呀 差点没从龙台上 摔下来 就这功夫 金花武士欲拥而上 挡住了长玉春 这边有人扶起了皇上 啪 一踩转板下了暗道 原来这个暗道口就在龙树案的下边 用木板子盖的 暗道口下边有个滑梯 人进去一下子 就滑到暗道里 然后直通皇宫 东口如果不仔细看 你看不来 长玉春一看 这些人像耗子一样钻洞了 吸了呼噜 吸了呼噜 眨眼之间台上 就剩下长玉春一个人了 他傻了 这人呢 长玉春 拿着半斧龙袍和半截玉带 在这愣着 再说老太师 托托 摔一下子 到地道的底层 最安全地带 吩咐 活不死 点炮 怎么 采商厅的周围也有 暗雷 实际就是地雷 埋在地里就地雷的 有人拿过活鸟 吃吃吃吃吃吃 哎呀 这本人无字的等着响呢 等了半天 没动静 等了好长时间 托托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我这都没响啊 输入暗表 他们怕长玉春 顺着几个暗道口 追到皇宫内院 所以只要他们 到了安全地带 就把暗雷点响 把这块炸翻 使你找不着洞口 也要长玉春的命 可是这块的暗雷没响 什么原因 多亏长玉春那匹马 上文书我说过 长玉春 在上采山厅的时候 戳枪拴马 他的劲儿太大了 枪钻往下一扎 扎进二三尺身 在三尺身的地方 上有竹筒子 这竹筒子埋得太多了 有碗口粗 为什么呢 里边放的是火药线 就是药鸟 怕那药鸟啊 放在土里头 潮了 都放在竹筒子里 长玉春呢 咔嚓 枪钻尖 把这竹筒子给扎漏了 而且还扎两处 那匹马尿泡催 把这药鸟全泡湿了 所以没点响 这下子 妥妥着急了 哎呀 出事了 不好 看看我们那总雷怎么样 总雷在哪 总的暗雷 在武科厂的正当中 四周围到处有暗雷 那是穿雷 再说长玉春 发现彩山殿没人了 他急忙下来 踢枪上马 干嘛 赶快去找他的哥哥 再说武殿章和朱元璋等人 在长玉春上彩山厅的时候 武殿章就对郭英等人说 六帝去抓皇上 成一不成 事在两可 倘若事情败露 必将有一场敖战 我们要带领众人冲出京城 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是急阴工的事 所以要人人费勇 各个当先 我呢 虽然说是你们大哥 本事不如老四 老四曾经当过统兵总领 破敌步阵 比我强 我想带人冲出京城破妥妥的十条绝后计的重任 就请四帝担任 你们干怎么样 行啊 朱元璋也没推测 好吧 你们信得着我就行 我想那昏君十条毒计 众人一概不知 恐怕临阵难以调遣 就请大哥把这十条绝后计 跟天下举子说明白 才好动手 嗯 言之有理 此事就交给我吧 弟兄们正议论呢 常玉春在采山厅动手了 看到常玉春 接酒杯众人着急 当他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抓皇上 场内就乱了 这阵军兵啊 呼呼呼呼 有的往下撤 有的近了围墙的夹皮墙 可是好多军兵没撤走 不知道怎么事 采山厅上没人了 知道常玉春没抓住皇上 不好 快 咱们问采山厅 武殿章在众弟兄的保护下来到采山厅上 冲着下边高喊 众位年兄年弟 都敬一敬 我叫武服武殿章 常玉春是我的六弟 这次我们进京城都上当受骗了 是朝廷把我们骗到武科长 想把我们一网打尽 随后 他们朝廷假设武科长 使出十条绝乎计的事 对众举子一说 这会儿是人人咬牙 个个切齿 痛骂朝廷 有的后悔不该前来送死 有的都吓昏过去了 武殿章说 众位弟兄们 朝廷对咱们如此下手 我们不能坐着等死 要闯出精神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只要出了城 日后定与皇帝算账 武殿章话音刚落 就听外边 马蹄声音 由远而近 眨眼之间 供院墙外 被官军人马 为个数以泄不通 那这是里三层 外三层 风雨不透 仰看着 供院门外 两侧的高台上 说 有人撤下了红衣大炮的红布 这四尊红衣大炮 像二胡把门一样 炮口黑咚咚的 指向武科长 众人当时慌作一团 哭天喊地 哭娘叫爹 周元璋一看 长玉春来了 六弟 你既然敢单人独自 闯入武科长 此时与众弟兄 齐心合力 一定要冲出去 你在前边 撞开院墙 放众人出去 好了 你放心吧 周元璋又叫郭英 邓玉 汤和 你们跟在六弟后边冲 出了武科长 向虎方桥 菜市口方向靠拢 叫武殿璋 跟着自己走 要保护老大哥 一牛脸 看见胡大海了 胡大海说 老子 我是不是往前跑 慢 二哥 我们这帮人里 要讲本领大就是你了 你不但本领大 还足智多谋 胡大海被架的又晕了 老四 咱别来这 生死关头 我可是你二哥 二哥 你别让平时我们说你 说你呀 嘴大舌场会吹牛 那是跟你开玩笑 实际二哥 你本事比我都大 到了关键时刻 我的二哥耶 你可得拿出真本事啊 没别的 你来断后 要堵住官军 免得我们前后受夹击 老四 我真有这么大能的 太行了 别人难以胜任 就你行 胡大海被架的 晕晕乎乎乎 也不知道自己能耐多大了 什么 武殿章明白 压低嗓音说四弟啊 不行 你二哥一辈就会三斧子办 我们这哥几个谁都比他本事大 你留他断后 简直是要他命呢 还是有我断后 大哥你别管 你不行 就我二哥行 别看我二哥 本事不大 胆子大 要生妥妥 非他不恐 胡大海听乐了 行 还是老四知道我有本事 你们走吧 由我断后 朱元璋安排好了 面对场内高喊 弟兄们 冲出去啊 只见长一春 大枪一摆 众弟兄刀枪兵举 呼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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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多人都骑着马呢 还有的军兵啊 没跑了的也困在里边的 想从三个火往外冲 谈何容易啊 就在这么功夫 今天动地一声巨响 考场中间的暗雷响了 哼的一声 当时烟尘冲天 地下哭叉 塌下一大片 有几个武生正在考场中 东撞西跑 当时死语费命 长春回头看看 不要慌 跟我往外冲 别翻开走 一块走啊 大部分人跟着我出去了 和围墙外的官兵厮杀一起 暗雷响了一声 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这里是窜雷 中间的雷响完之后 四周围啊 都应该爆炸 哎 就响了一声 这可救了命了 怎么回事呢 书中暗表 老太师妥妥 定着十条绝后计 曾经和他的得意门生 大弟子徐达 徐国贤商量 老妥妥呀 有五个徒弟 大徒弟徐国贤 还有四个 白云托 蛮子海鸭 张天左 向温忠 他这五个徒弟 那比儿子都轻啊 特别是徐达 徐达聪明 足智多谋 够帅才 所以有事啊 和徐达商量 徐达听说师父用这种计策 十分反对 又不好直接出来阻拦 只能劝说陀陀 恩师啊 你弟子想来 您这十条绝后计 未必能成功 要知道天下能人甚多 把不住就有人能破了此计 即便是成功 大失人心 天下不会有此安定 还望师父三思 陀陀听了 心中不愉快 哎 五义已决 休要多言 陀陀不听着徒弟 反而让徐达安排着十条绝后计 陀陀自己下令 调兵潜将 把不按雷装大炮的事 交给了徐达 徐达不愿意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 陀陀是蒙古族 徐达是汉人 真有关系 可是又不能违抗军令 所以闷闷不乐 徐达有个贴身的家将 名叫张彪 因为主人对他有救命之恩 虽然是主仆 关系也很密切 无话不谈 他见徐达愁眉不睁 在夜间就悄悄来到徐达的书房 主人 不知为了何事 您怎么这几天心事重重的呢 哎 你呀 无能为力 张彪说到底什么事 您能够说说呢 徐达就把 陀陀要在武科厂布雷吊炮的事 讲了一遍 张彪说 主人 这件事你交给我去办 总能让你既能向上交差 又不至于伤害众人 哟 你当真有这个本领 张彪笑了 没有金刚钻 不敢揽瓷气啊 跟你说实话 我同火公司的何师傅是朋友 我叫他想个发就行了 徐达说 此事关系重大呀 倘若泄露出去 你我丢性命是小 港考的人就没救了 您放心 何师傅和我啊 从小是磕头弟兄 他出身贫寒 为人正直 在火公司 装管配装火药 这个人靠得住 他会想办法 您就放心吧 徐达听了 站起身来 给他做了个一呀 哎呀 张彪啊 这事办好你功德无量 速去安排 张彪走了 徐达一想 十条拳后计 只破了暗雷一条 其他几条 也很厉害呀 而且徐达 现在当的是大元朝官员 也是小元帅 跟谁给向谁 胳膊肘 朝外拐 皇上知道非杀我不可 我恩师也不能饶我 可是我也不能够叫这港口举子白白到京城送死 怎么办呢 忽然他想起一个人来 有位高人 刘伯温 前几天 他从归等府给我来封信 说他要进京城 我何不新书给他 让他有所防备 就这么 他就写了封信 派一名心腹家人 日夜兼程 给刘伯温送去 这段书啊 前往我已经说过了 刘伯温接到书信之后 才找到常玉春 叫常玉春把他的书信 带到五科厂 交给五福五殿章 所以啊 在五科厂内 常玉春 才没有被毒药酒 药死 回头咱们再说啊 那个张彪 到火公司去 火公司是什么地方 是专门配置雷炮爆竹火药的地方 虽然我们国家啊 四大发明 火药发明的很早 可是在明朝呢 那还是控制的很严 不是人人都会配 是有师傅才能配 配火药的师傅呢 平时不收徒利 手艺不准 传外人 连子孙后代也不能传 配药的时候 自己动手 哪些药料多少 只有老师傅知道 别人是不得而知的 老师傅老了 不能干了 到临终之前 才能传给接替他的人 这火药有三种 配法各不相同 一种是打药 药力是竖劲 装在炮筒里 底下装药 上边压子 着着火喷射出去 直接可以攻肩 非子也能打死人 第二种是炸药 药力是横劲 着火就爆炸 按雷用的就是这种药 还有一种啊 隐性药 把这火药挫在矛头纸内 做雷杏子 可以炸出几丈远 三种药 有三个人制造 互不相传 那张彪来到红司 传达了徐达的命令 叫他们赶快配药 做埋 按雷 吊大炮用 然后悄悄的来到何师傅身旁 大哥 有位朋友送了我一瓶好酒 今晚请到我家 我陪您喝几重 晚上何师傅果然来找张彪 俩边喝边聊 张彪问他 大哥 你知道这次配炸药 干什么用的吗 兄弟 你怎么糊涂了 干我们这行的 让你干什么 就干什么 是不许打听 做什么用的 何师傅嘴里这么说 不打听 可是对自己接拜的兄弟 忍不住 还是要问了几句 那你说 干什么用 张彪就把太史脱脱 定下十条绝后计 要在五科场地底下 埋暗雷 吊大炮 炸死赶口举子的事 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何师文婷吓得 出了一身冷汗 兄弟 这是伤天害理的事 如何办得 上司命令 不办怎么办 是啊 不办吧 上司命令 为者 只然 照办吧 七千人 性命难保 哎呦 兄弟 这 这可怎么好 张彪说 大哥 你不用着急 让我们想一想 有没有两全之策 既应付着上头 又不伤人 哪有这好法 别着急 俩人名思苦想 终于想了一个应付命令 又少伤人的办法 什么办法 那现在话说 就是偷工减料 五科厂的中间埋的是总雷 这个总雷的总机关 总雷一炸 药脸着了 才能引到考场周围的暗雷爆炸 何师破张彪商量好了 在纸脸上做文章 每根纸脸都有一节是没装隐性药的 这种药脸从外边看呢 和搓进隐性药的一样一样的 要是点着了 可就不一样了 中间没有药就灭火了 所以其他雷就不能爆炸 就这样 这个姓何的和另外一个师父 在君族监督下埋暗雷 当兵的什么也看不出来 可是知证皇帝下命令 叫妥妥点炮 虽然当时响声挺大 好像山崩地裂一般 烟雾腾空什么也看不见 可是除了场子正中间的暗雷爆炸以外 周围的串雷暗雷一个也没响 这样可就救了命了 除了在场内惊慌石措 到处乱跑的举子丧命以外 多数的人呢 在雷奔炮响之时 由朱元璋、常玉春带领下冲出考场 与场外的官兵打在一起 胡大海呢 还在武和场内断后 他一看大部分人都冲出去了 后边还有个三千来人 还乱跑 他就着急了 别跑 快过来 你们抬头看呐 在雷奔炮响之时 由朱元璋、常玉春带领下冲出考场 与场外的官兵打在一起 胡大海呢 还在武和场内断后呢 他一看大部分人都冲出去了 后边还有个三千来人 还乱跑 他就着急了 别跑 快过来 你们抬头看呐 大家抬头一看 可吓坏了 怎么 只见呢 迎面的高台上有两门大炮 早已撤斜散步 两个黑洞洞的炮口 像张州口的猛虎一样 在大炮的后边 威武大将军呢 好多的军组手拿着火绳 有人高喊 嗨 对面的反叛 别往前来 我们可要点炮了 快点炮 啊 哇 这橘子吓得四三逃奔呢 了不得了炮想没命咯 煞时这三千人乱作一团东奔西跑也不知道往哪去好了 胡大海想不行啊 我是断后的 老四叫我把这伙人带出去 现在都乱了 乱也没有用啊 炮一想还得给炸死在里边 怎么办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有了 我有本事 我有胆子 他把那套装神弄鬼的办法拿出来了 他蹭 就站到马鞍的上 用眼睛扫了扫 炮的方位 然后高声喊吓 大家听着 你们别论 你们知道过谁吗 你们听我的 我乃云蒙山水连洞 王谗老祖的大徒弟 胡二发官时也 封了老祖之命 特来解救你们 你们听我的话 确保平安无事 不听我的 死了白死 人群中真有人认识胡大海 怎么 胡大海在大街上力批勤名 就觉得他很了不起 哎 胡二发官 我们认识你 救救我们吧 一个喊 两个喊 人们呼啦 就把他围上了 把胡大海围在当中 胡大海觉得挺美的 诸位 不要害怕 我现在摆个神牛阵 来破他大炮 你们可要听我的 哎呀 胡二发官 我们听您的 您赶快摆什么神牛阵吧 神牛阵不怕大炮 神牛不怕大炮 知道吗 快快过来过来 哎 你们这一堆 这二百人 哎 这是牛头 又指挥一堆人 做牛身子 牛腿 把一些零散人 拉过来 做牛心 牛肺子 最后剩下一个人 这个人谁呀 也是一个反王 这个人叫侯战山 霍山王 他过来了 哎 牛二发官 我是什么呢 胡大海上眼下眼 看了半天 你啊 你叫什么 嘿嘿嘿 我叫侯战山 你是牛尾巴 哎 哈我牛尾巴 这神牛阵都摆完了 胡大海也琢磨了 什么叫神牛阵呢 我给大伙撞撞胆子 把人都集中在一块 要是冲出去 全都能冲去 如果大炮一响 正好炸到神牛 咱们一块死 你说胡大海这个人 多有意思 这阵啊 神牛阵摆完了 就见官兵们 拿着火杆 架好火绳 准备开炮 胡大海看不好 神牛啊 神牛 给我望南跑啊 快快 众人一愣 嗯 望南跑 对面就是大炮啊 怎么冲着炮跑啊 可不敢不听 一阵能跑 跑了一阵 突然胡大海又喊上了 神牛啊 神牛 站住 快给我趴下 下马全趴下 里儿冲地 嘻了呼了 这会儿一卧倒 刚一卧倒 就听着呼噜的一声 跑响了 胡大海趴那一动不动 心里琢磨 完了 这身上屁了 啪了 也不到落了多少啊 瓦块 石头灰尘四起 半天 他琢磨琢磨 大概我是炸死了 他扭头 看了看 一看地下 爬了一大片子 全都脸超下 没一个洞子 完喽 全死了吧 他们都死了 我死没死呢 他咬了咬自己的手指头 哎我这妈呀 他知道疼 哈哈 我没死啊 那我没死 他们 嗯 他们大概也没死 哎 我这神牛啊 神牛 全都上马 大大咧咧 大大咧咧 给我往前冲啊 再看众人 个子上马 切斗丝江 乱撒 揪魂 拼命的往前跑 冲出五棵场 对面呢 刚才点炮那几个人 吓得四散逃奔呢 就这样 出了五棵场 向南边的一条大街跑去 胡大海回头看了看 长长的出了口气 嗯 我的妈呀 他看了看呢 你还别说 就这几千名举子 没伤几个 愚者都冲出去了 胡大海是真露脸了 不但赶考的人 感谢他 信服他 认为他法力无边 就连元朝的官兵 也敬佩他 惧怕他 说胡大海摆神牛阵 破了红衣大炮 是越传越玄 有人禀报了太师妥妥 哎呀 胡大海破了我的红衣大炮 这个人可了不得 把他抓住 我得见见这个人 这件事只有徐达明白 因为这炮啊 也归徐达管 他在查看炮位的时候 偷偷的将炮口 掉高了一点 常言说 差之丝毫 拎之千里 徐达讲炮口稍稍掉高一点 那炮就打不准 再加上 胡大海人太聪明了 他看了看 炮位 炮口方向 目测一下 他决定 冲着炮口的方向跑 一顿猛跑 早已跑出了大炮的射程 那边一点炮 胡大海喊了一声 给我趴下 人都趴在地上 大炮往远处崩 自然没有伤着人 这是 徐达的功劳 也是胡大海聪明的结果 再说胡大海 带领众人冲出五棵场 再找 朱元璋弟兄几人 踪迹皆无 坏了 哎呀 就剩我领这帮人呐 能行吗 我这两下子 哎呀 老四 你糟惊我呢 你捧我 说我能人大 我心里明白 我这两下子 但神牛破大炮 这是懵的 那么到前边 要是打起来 我这两下子不行 这可怎么办呢 最好顺利的冲过去 找着老四就好了 他一边跑 一边嘀咕 突然 倒 倒 前边尘土飞扬 人喊马斯 嗯 可能老四在前边打起来 我也朝那边跑 来呀 诸位 跟我冲啊 对 跟胡二发官跑啊 大家催马往前去 迎面跑了一匹战马 马上端走一员老将 看见了胡大海 勒战马挺长枪 拦住去路 大喝一声 开 众反叛 休有猖狂 少妖造次 赶快下马 扶忙 大家一看 哎呦 吓坏了 这位老将 金盔金甲 大红袍 掌中虎头 赞金枪 别看年纪大了 威武不雅 如少年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胡大海一想 我是断后的 嗯 那得我 先打头一阵呢 他不愣 装愣不横 装坑一百开山符 嗨 来 将同名 老将急忙打道 俺乃 盖天都督 朱亮祖 吴师爷 呦 胡大海一听 朱亮祖三个字 心里这个乐呀 嘿 该招俺老胡露脸 刚破了红衣大炮 又碰见朱亮祖了 怎么 他想起老七那天晚上 说过这个人 说朱亮祖和他的父亲郭斗 乃是结拜弟兄 这个人不错 老人家在这儿就好办了 诶 朱亮祖 你赶快闪开 若实时务躲到一旁 免伤离的性命 朱亮祖一阵冷笑 胆大的狂徒 你们还想跑吗 你可知道京城 朱门紧闭 老夫把守虎方桥 蔡氏口张一门 也能容你们通过 还不下马受死 等待何时 休走 是你看枪 扯 抖枪 就策 胡大海本来打算和朱亮祖 再说几句话 暗含着告诉他 我和你侄儿郭英啊 是磕头弟兄 叫老头给让个道就行了 没想到老人家的枪来这么快 他一看枪到了 赶紧用符子往外封 哎 还没等 碰着人家的枪呢 就听老将 哎呀一声 将枪撤回 是搏马就向虎方桥跑去 胡大海这才明白 朱亮祖是来送信的 该让我胡大海露脸呢 这就一斧子吓走 朱亮祖 刚才朱亮祖说的明白 虎方桥菜市口张一门 是我把手 甭问 这就告诉胡大海 从他那走 没错 既然有引路的 我有何惧啊 朱亮祖 你往哪里走 老虎追你来了 说着话 带领众人追下去 拐过十字街 就是虎方桥 朱亮祖 怕他们追不上 是紧走一会儿 慢走一会儿 好容易把他们 引到了正道 就在这么功夫 就听前边 咚咚咚咚 三声炮响 官军啊 呼拉 往两旁一闪 巴拉拉正当中 冲出四匹战马 横柱道路 拍 反叛 给我站住 谁来了 原来是金头王 银头王 铜头王 铁头王 四元大将 带五千人 把守虎方桥 他们立马就看见 老将朱亮祖 带着兵丁 慌慌张张的 往这儿跑 急忙迎上前去 老元帅 何故惊慌 朱亮祖没想啊 将众人引出张一门 没想到四王把守虎方桥 没办法了 只可往身后一指 哎呀 四家王爷 那些反叛 各个勇猛 老夫不是他等对手 故而败阵下来 啊 哈哈哈哈 小小叛贼 有何可据 老元帅 闪在一旁 带我弟兄 请他们 老人家没办法了 只可催马拐进一个大胡同里 观察动静 再说金头王 一分掌中金棍 三位弟兄 与我关的料阵 金头王 撒马轮棍 拦住了众人 胡大海在前头 刚要白斧子相迎 突然 六爷长玉春来了 二哥爷 你给我们断后 大摆神牛阵 又吓走了猪亮祖 这脸儿露得不小 干脆 把这四个小子 让给兄弟我吧 长玉春 真会给胡大海擦粉 这么一说 把胡大海美得手舞足 到精神上涨 立刻就摆出当哥哥的架子 把嘴一撇 老六 就那么办吧 你到军前可要快战 快胜 不得有 是是是 长玉春心里好笑 也不接他的底 提战马来到金头王进前 金头王一看 长玉春这个打扮 像半截黑塔一样 盔甲鲜明 头盔上插着一对金花 胸前勒着大红绒球 石门袋上 掖着皇上半副龙袍 不应问此人准是 马越公院墙 得中状元郎的那个黑贼 长玉春 那位说金头王 没见过长玉春呢 他哪知道 他在武科厂外边 把手在虎方瞧着 当然不知道了 但是武科厂的事 随时有豹子来报 哎呀 我要把长玉春抓住 这是功劳不小 这小子贪功心切 没等搭话 举棍 直奔长玉春顶梁 砸起来了 六爷一看 棍带风生 知道他有把力气 他没心和金头王 炼战 运足力气 用大枪啊 往棍上一碰 嗨 开 躺日 嗖地声 那金棍就飞了 震得金头王虎口流血 稍一打愣神 他拨马要走 长玉春手机养坏 一网枪花去扫太阳穴 金头王赶紧往马鞍桥上一趴 枪扫空了 二马一错凳 长玉春把大枪顺在了德胜沟上 探背绑掌身区一伸手 碰从背后啊 抓住他的叛甲思涛 单榜一叫厉害 把这小子走马活擒 随后左手一拖的双腿 把金头王举在半圈空中 刚想往下摔 可把他兄弟下怪 着急了 催马上阵大声含吓 别摔 把他给我 长玉春说那好办呢 给你就给你 说着吧 金头王头朝前 脚朝后 用力的砸向银头王 这阵银头王手里拿着大棍呢 一看哥哥的头奔自己过来了 这可怎么办 他怕这棍呢 把哥哥脑袋碰坏了 急忙挂好 张开胳膊 等着接他的兄长 上哪接得住啊 长玉春的劲儿太大了 把人飞起来了 就这么功夫 金头王可就到了 耳听扑吱 哎呦一声 银头王不但没有接住金头王 反叫金头王头上的盔枪啊 扎进了胸膛 连扎带砸滚安落马 当时丧命 金头王也被摔死了 哥俩全完了 这就摔死金头王 砸死银头王 童头王一看 两个哥哥都死了 急得暴跳如雷 高喊一声 哎呀 二位兄长 他想说 死去的阴魂别散 等小弟给你们报仇 血恨 可是他一着急啊 就说错了 他说的是啊 哎呀 二位哥哥慢走 小弟和你们一同前往 长玉春一听乐了 正好 我成全你跟他们一块回老家 童头王也觉得石了口 更是气上加气 拍马上前 抡起巨石飞连刀 刷刷刷 奔着长玉春就是三刀 长玉春 左一闪 右一闪 来个邓里苍生 一连躲过三刀 二马一挫凳 童头王圈回马来 又想再看长玉春 长玉春想 没那么便宜的 光看你的可不行 这回啊 叫你看看我的 二马一打照面 长玉春啪啪啪 大枪抖出两个假枪头 奔他的两个尖头 童头王当时慌了神了 急忙用刀往上架 其实上边这俩枪头 都是虚的 针得在下边 长玉春大枪 真就快 照定他的左肋 扑斥一声 扎进去半尺多身 疼得童头王 惨叫一声 扔了刀 双手抓住 长玉春的枪杆 等着两只眼镜 挣扎几下 一宁身亡 这一切 铁头王在那边 看得真真儿的 长爷说 打仗亲兄弟 上阵夫子兵 他瞧见三个哥哥 聚丧在 长玉春之手 眼睛都激红了 拍马抢到 长玉春的身后 抡起 冰铁棍 直奔 六爷的后脑海 砸了下来 长玉春听起来 后边 金风在响 枪又拔不出来 只好 斜身 往旁一闪 铁头王的棍 打空了 由于用力过猛 一时难以收回 身子往前一扑 差点没塞到马下 可是压得这匹马 两个前蹄一软 就跪在了地下 打仗的时候 马是前蹄 战马跪在地上 是经常有的 铁头王还算有经验 用棍 一点地想支起来 长玉春 哪里容得 他左手握枪 右手腾出来 探背膀 擦愣愣 抽出十八截 打将钢鞭 轮圆了 照定铁头王的背后 啪 砸了下去 这打得假夜翻飞 五脏剧烈 死时哭秋 摔到马下 长玉春挂好边 双手抖大枪 把铜头王 甩到马下 长玉春 摔死金头王 砸死银头王 枪挑铜头王 鞭打铁头王 干净利索 后边的港口举子都望着自己身在险地 还在抱好的呢 再说长玉春 急忙催马 直奔援兵冲了过去 大枪一抡 把援兵吓得 我的妈呀 快跑吧 跑嘛的就没命了 一个个如丧家之拳 急急向漏网之鱼 四下奔走 长玉春趁此机会带领众人闯过虎方桥 长玉春怎么过来的 长玉春在前边开道 已经把一部分港口举子送过去了 他知道胡大海要是打起来能耐不行 他来打接应 才把众人接过去 再往前看 是张一门 张一门开着呢 大架齐摧坐骑 冲向城门 就在冲到黎城门 还有两间地的时候 在西大街这号炮连天 人欢马炸 来了一支队伍 道 咕噜噜噜道道 这支队伍可与其他人马不一样 是旌旗招展 浩带飘扬 连杆门旗分威左右 前面是四杆任标旗 紧跟着是大道旗 四杆任标旗上 写着字 杖写出师 灌得胜 到老不识机 天下无敌手 威名震华仪 齐刷刷的十几元大将 列列两乡 个个窥名假亮 人人杀气腾腾 杏黄色大道旗 高有三丈 其面随风 杭书旗舰 其面随风航书旧卷 其脚下闪出一员老将 长玉春等众众人一看 战马 倒退术步 行了 这可碰着硬敌了 这员老将 面似火炭 紫中透亮 一步隐虚 胸前飘洒 根根贱肉 条条透风 看年纪 少说有七十岁 皱纹堆垒 但是精气神十足 头戴 五龙闹海 盘龙盔 身穿锁子连魂 归背大叶黄金鱼鳞甲 外照紫生袍 甩出了左肩 肩头上 亮出甲叶子 梯亭兽 脑后插着一双 知机灵胸前一对 花胡球 大红中医 虎头摘穴 跨下宝马 掌中一口酒缝 朝阳刀 是谁呀 正是元朝的 太师托托呀 那位说 老托托刚才还在彩山厅 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得这么快呀 是啊 他走得尽道 他从彩山厅下了暗道 进了皇宫等 暗雷火炮响过之后 他满以为反叛们已经被一网打击 谁知 探子来报 说五颗厂内死伤不多 大部分人已经冲出五颗厂 老托托得了这个消息 没着急 告诉来 给我弄杯水 我解这壳 为什么 他认为 我那有四门红衣大炮呢 可是一会儿探子来报 说胡二法官破了红衣大炮 没伤着人 嗯 有这等事 不要紧 还有人呢 他还指望 朱亮祖呢 朱亮祖把大官引到虎方桥 托托知道不好了 哎呀 这有人破我的十条绝乎计呀 这事做得特别严密呀 这谁走路的风声呢 是谁跟老夫为仇作对 我要抓住他 把他千刀万剐万剐 临迟不可 他哪知道 就是他最得意的大徒弟 徐达徐国贤 现在他顾不得追查这些了 来呀 飞马 抬头 老夫亲自出战 就这样 他带领人马绕到西大街 来截杀赶考举子 那托托一百九凤朝阳刀 跟众人大战一起 这些人 哪是他的对手啊 煞世间十几个人头落地呀 余下子都不敢前进了 就这么功夫 长玉春的 马就到了 他一看托托领人拦住去路 不由的活往上撞 大喊一声 众位弟兄 你们闪开了 我来会 托托 说着提马 盗窃进 两人 马打对头 老托托 把九凤朝阳刀 往身后一背 一坨海下的阴墟 看了看 长玉初 嘴没说 我心里都是真爱惜呀 这缘虎将 比我年轻时候还猛的 太可惜呀 可惜和我们朝廷作对 这要收在我身旁 我再调教 这人前途无量 想着这 托托 点了点头 长玉春 托托 长玉春啊 哎 你死到临头 还不知道呢 哎 你别看你在武科场 历胜武节 现在你冒茶公花 十字提红 按道理 荣华富贵 你都应该有了 可是你非要和朝廷作对 你将要落个 袍坟灭祖之罪 老夫有哀将之痞呀 长玉春 如果你现在 扔了兵棋下马投降 留在老夫身旁 我能保住你性命 还可以 叫你功成名就 如不听劝 你来卡 就在 刀下 做鬼 长玉春 看见托托 都恨死了 何不能咬他几口 老东西呀 你给皇上 出什么主意不好 什么十条绝后计 绝户计 你吃得 用毒药 九药 要死我 用地雷 把我崩死 大炮 把我整死 我能投降你吗 咱们俩是一天二地之仇 三江四海之恨 我要你的命 抖枪就刺 在一旁惊动了胡大海 胡大海这两只眼睛就麻木过来了 看看托托 看看长玉春 犀利琢磨 他们俩 到底谁的本事大呢 有那么几话呀 江是老地辣 沟葱 白子肠 我六弟虽然年轻 力壮 有本事 可老托托 既老奸 俱华 又有能力 都管他叫什么 北圣人 不行 不能叫我六弟再打了 六弟了 等会儿 等会儿 我有事 你先回来 好 长玉春急忙收招 学马 哎 托托 你等会儿 我哥哥行我 你等着 不许动 等我哥哥把话说完了 回来再战 托托不知道怎么事 那边有个大肚子 这干什么呢 等着 长玉春急忙来到胡大海进前 二哥 你叫我干什么 兄弟啊 不能这么打了 你打了半天了 看见没有 天到什么时候了 咱们打不动了 你需要如此这般 这么这么这么办 哎 二哥 还是你行啊 你可多加谨慎 小弟去了 你放心吧 长玉春 圈马走了 胡大海 提马 往前去 妥妥纳闷啊 这长玉春 怎么搏马 不回来了 换了个大肚子 骑着马 不慌不忙的过来了 你看这个大肚子 身高过丈 胸宽背后 肚大腰圆 这张脸面似乌金 黑中透亮 亮中透润 大额头 窝口眼 这肚子大的初期 有多大呀 伸手啊 够不着自己肚脐眼 黑盾的杂筋借袖 哼 外边黑盾的开场 怀里抱着 金钻开山斧 就看他挺着肚子 撇着嘴 漫漫腾腾的 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 托托 瞧着怪有气的 忙用刀点指 开 对面 什么人 呜 胡大海 把马带住 装出很吃惊的样子 嗯 你说什么 我问你来者为谁 哎呀 不是托托啊 难道你连我都不认识吗 托托想 多新鲜呢 认识我还问你干嘛呀 啊 不认识 哎呀 我说托托 你要是胆大的话 我就说给你听听 要是胆小我就不说了 不要胡言乱语 告诉你 二发官家住江西湖口县 我乃塞造王水路神 胡大海谁也 听到没有 托托大吃一惊 方才听探马报道 五科厂内有个胡大海 是一个神人 他摆神牛阵 破了我的红衣大炮 冲出院墙 战败了盖天都督 朱亮祖 原来就是他呀 莫非破我 十条绝后记者 就是此人 我倒要多加笑心啊 托托踢刀 想要动手 胡大海白白说 哎哎哎 别着急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打仗的 要讲动手 别看你杀法骁勇 嘿嘿 也不一定是 毛的对手啊 托托一听 这个姓胡的 还真够狂的 你不是来打仗 是来盖什么的 嗨 我专为找你来的 我跟你商量点事 啊 商量什么 嘿嘿 我听说托托你 文桃武略 无疑不惊 十六岁初一 南征北战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够得上 盖世英雄 常言说英雄 爱英雄 好汉 爱好汉 我爱惜你是个人才 特来救你 托托听他前面说的话 心中得意 末了说救他 忍不住 仰天大笑 你这人讲话 岂有此理 你要救我什么 老胡说 哎哎 哎托托 你不要知知有几 不知有人 要知道 泰山高 海有天 沧海深 海有底 人上有人 天上有天 天地之大 四海之宽 能破十条 绝乎 记者 大有人在 你弱大年纪 不应当一错 再错 听我的良言相劝 赶快把兵撤走 放大家出城 这才是你的 万全之错 如若不然 唯恐 陀陀 你要大难临头 我乃神人 绝不 狂言 陀陀听完胡大海 这番话 把笛都气歪了 一时就扒了回来 闹着半天 这个姓胡的 是当睡客 意思叫我退兵 这谈何容易 他微微一笑 胡大海 我倒想放你走 可是我掌中 九凤朝阳刀 不答应 你们不管是谁 能胜我掌中 这口刀 就放你走 无人能胜 想走一个 是比登天 海南 胡大海 一乐 陀陀呀 你不要眼空四海 自逞七强 依我看 七千名人中 能胜你 这 非一人 老太师心想 我龙马一生 还没有遇过 真正对手 就凭这帮反叛 小小年纪 还能胜了我 大江大浪 没把我怎么地 难道能栽到 一个河沟里 他想笑 想着这 顺口又说 既有人能胜我 为何不来交战 胡大海说 看着意思 你是不信的 来来来 你我二人 先来比试集合 你看怎样 啊 也好 胡大海 那你就撒麻过来吧 等等 要打不着忙 咱们得先把话 说到头里 我如果能胜了你 你该怎么样 驼驼心里想 亮丽难逃 我手中 九凤朝阳刀 便说 那我马上撤兵 放你们过去 好啊 咱就那么办 我若不是你 驼驼对手 就叫七千人 全都下马受服 你看怎么样 驼驼一想 这可是便宜事 只要能胜他一个人 就算全胜了 星胡弟 咱们可一言为定了 啊 可有一件 咱们可要君子战 不能小人战 何为君子战 怎叫小人战 老胡说 真的不明白外行啊 君子战呢 就是咱们俩单打独斗 别人不许上手 也不许暗算 我这边人只许观战 不许助战 你那边也是如此 咱们两个打着打着 你徒弟在后边冷不防的 助你一招 或者打我一标 那就是小人行为 哎 姓胡弟 你至关放心 本帅这边 绝不许旁人主战 胡大海搬脑袋 摇得跟那不冷骨一样 我不信 你手下那帮人 他们要帮忙怎么办 你不信呢 他一看远处 有一建地 有个大控厂 这个地方是柴草市 地势很宽 用手一直说 哎 咱们可以到那边控厂上比试 你看怎么样 胡大海说行啊 那你传令 告诉你人别过来啊 可以 妥妥急忙 学马回到本部军队 众位将军 本帅与姓胡的动手 你等不许助阵 哪个胆敢妄动 定斩不饶 吃 传令一地 妥妥这才催马 进了控场 胡大海也到了 脸拉开距离就要打了 胡大海想 我第一斧子叫蜿蜒 今天这招不行 得换一个心心的换什么呢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那妥妥还没等拉开架势呢 胡大海两脚点灯 马往前去 三棱透甲 追奔着妥妥的马脑袋 嘴里喊召 烧香 接着一招 叫磕头 实际这招啊 是丽皮花衫 砍脑袋 妥妥不知道啊 等他看明白了 双手脱刀往上去割 大斧子 胡大海手挺快 变招了 大斧子撤过来 压在了 九封朝阳刀的刀杆上 左右砍去 这招叫 杠斧子 妥妥大惊失色 赶紧撤刀 要不然 他杠完斧子 我扒个手指头 可就没了 哎呀 这就什么招数 没见过呀 这斧子来得太快了 就在这么功夫 二马一挫凳 胡大海 胡的声 末头就是一斧子 这招 在武术里叫脑后摘瓜 又叫脑后摘筋 胡大海 把名给变了 嗨 掏耳朵呀 大斧子带动风声 就过来 老太师心想 哟 这么大的耳窝 掏耳朵 受不了 赶紧锁梗藏头 一攻坚 刷地声 大斧子 擦着太师的耳朵 就过去了 斧子背 正蹭在太师的 金包尔上 要没有金包尔 驼驼的耳朵飞掉了不可 驼驼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哎呀 这个胡大海太厉害了 果真不好惹 斧子快 招数也特 这名怎么这么古怪呀 老夫十六岁 就开始打仗 南征北战 东党西沙 至今六十来年 还真没碰上胡大海 这么棒的 嘿 有两下子 这几斧子 是我遇上了 要是碰上别人 早就一命归西了 我可得多多注意 驼驼把战马圈回来 两只眼睛瞪六圆 死盯着胡大海那把斧子 一点也不敢走神 他想看看呢 这招数又从什么地方来 也不敢还招 只见胡大海抱着那把斧子 两匹马 打了个对头 胡大海又喊上了 烧香啊 烧香 驼驼慌了手脚 不知他这股香往哪烧啊 等来到了切尽 哟 还是用斧钻的三棱透甲锥 来点马脑袋 嗯 嗨这招 他刚想去磕斧钻 腾头过来了 嗨 磕头 杠斧子 头耳朵呀 两匹马 分开了 胡大海一圈马 脱脱带住思江 呜 开 胡大海 你就这么两下子是怎么的 哦 你怎么知道的 哼 你总重复还不知道吗 哦 这两下子怎么的 这两下子就把你吓一大跳 哎呀 你气死老夫了 闹了半天你是虎牌的 这回你瞧我的吧 胡大海乐了 哈哈 瞧你的 我可就活不了了 得嘞 哎 老驼驼 咱们回头见不 说吧 一搏战马 啪 马后秋轻轻打了一掌 这匹马 逼 奔西边的胡同跑去 托托可气死了 就凭我堂堂的三军大帅 叫你耍笑半天 能跟你玩得了吗 是催马就追 胡大海在前边一边跑一边喊 嗨 老胡声来新姓鲁 马前就是内吉府 妥妥听了这个气呀 这姓胡的一边跑还一边唱呢 又听胡大海喊 老胡声来一马黑 妥妥说怎么样 胡大海说 我要拜阵你别追 开始更火了 合着你拜阵还不让追呀 我才不听你那一套呢 高喊一声 我是非追不可 妥妥这渴字刚出口 胡大海说上 叫你别追 你要追 还有一斧字土和灰 老胡一边说着 早在地上 缠起一斧字土等着呢 等太师非追不可的渴字刚出口 胡大海就把这斧字土啊 扬过去了 说 老妥妥没有准备呀 闹得满脸满嘴都是土啊 那太师妥妥 是大元朝三朝元老 官高绝险 一人直下万人直上 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皇上都得让他几分呢 今天胡大海如此耍笑他 只气得他 千金暴跳 血棍同仁 一边吐着嘴里的泥土 一边骂道 婆婆 好你个新胡的呀 撒土央晖 说大话 我今天一定把你裹 好嘛 妥妥叫胡大海闹的 也说该顺口溜了 他双脚踹 瞪小肚鸡碰铁锅梁 战马如飞 拼命的追赶胡大海 胡大海是玩命的跑啊 妥妥夸下这匹马 是宝马良居 叫铁腿早溜居 堪称日走一千 夜走八百 追风赶日 胡大海这匹马呢 叫大肚子锅锅红 挺大个肚子 雷尾一看 挺雄壮 光能凹年头 不出快呀 不出步数啊 他哪跑得过 太师的马呀 刚出西湖洞口 就叫太师驼驼 追上了 很快追个马头 连马尾 驼驼 驼起九凤朝阳刀 嗨 就要往下踢 胡大海一瞧 跑不了了 坏了 赶紧巴拉 战马往回一圈 大喊一声 别动 好 这一嗓子 把驼驼 吓一哆嗦 赶紧把刀收回来 双手脱刀 醒胡弟 你什么毛病 嘿嘿 什么毛病也没有啊 我是警告你呢 你以为 我老胡真怕你呀 告诉你吧 我就看你素数太大了 有那么句话 七十不打 八十不骂 你看你满脸的褶子 白胡须 白头发 我要是跟你一般见识 我怕人家笑话我 所以我才跑 你要非追不可 我可要你命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醒胡弟 你什么毛病 嘿嘿 什么毛病也没有啊 我是警告你呢 你以为 我老胡真怕你呀 告诉你吧 我就看你素数太大了 有那么句话 七十不打 八十不骂 你看你满脸的褶子 白胡须 白头发 我要是跟你一般见识 我怕人家笑话我 所以我才跑 你要非追不可 我可要你命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就凭我胡二发官 能跑吗 这只不过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 我可告诉你 我是张天师的大徒弟 会居神浅将 托托耶 嘿嘿 你上当了 嗯 老夫上什么当了 哈哈 你不信啊 你回头看看 哎 那是谁来了 好 托托 在马上 回头一看 呦 只见从后边 慌慌张张 跑了个小卒 登登登登登登 来见托托 到了马前 单腿点地 切饼太师 大师不好 嗯 托托一惊 何是惊慌 哎呀 老太师 那些反叛们 瞧见你了 人家不在 打散了官军 闯出了张一门 哦 哎呀 托托一听 恍然大悟 知道自己失策了 怪不得胡大海 把我领到这儿啊 原来胡大海用的是 调虎 离山计 方才 港口举子 要冲出张一门 被托托带兵 拦住了众人去路 常与春就想 过去出马 和托托交手 胡大海啊 看了看周围的方向 道路 他看了半天 瞧出点门道 六弟啊 你不能过去 为什么 他也心疼啊 常与春呢 是从打早上 现在打到 铁已经黄昏了 这一天也没歇 也没喝水 也没吃 你想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 话 胡大海早上 起来吃饱了 剩下这些 哥们弟兄啊 水米没打牙 另外常与春 在武科场 就力胜武镇 一路杀来 手没听歇 在虎方桥 又力战四猛 现在这伙人 除了六弟以外 谁能打过托托呀 这帮人 都是人为歇脚 马没停蹄够累的 那妥妥九凤朝阳高 就是保刃 能切金断玉 消贴如泥 迎风断草 吹毛利刃 弄不好 六弟上去 就得吃亏 我不能看着 我兄弟吃亏呀 咱是一个头 磕在地上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别看我老胡 是草包 是饭桶 没本事 到这这了 二哥 骗你躺一阵 他想了个主意 他把长玉春叫住 滴滴的音声说 六弟啊 我把妥妥 引到西大街中心去 只要我跟妥妥 一交手打上 你就带着大伙 赶快往外冲 打散官军 冲出张一门 你在那门口啊 等着我 城门洞的等着 我和妥妥 磨蹭到那个街口 出去一拐弯 就是顺城街 顺着这个街 往前一走 就到张一门的城门洞了 咱们一块走 行啊 就这样 老妥妥还真上了当了 他跟妥妥一交手 长玉春就带着大伙 杀向官军啊 妥妥的四个徒弟 虽然本事好 可挡不住 长玉春这伙人啊 这好几千人 就跟那小老虎一样 官军挡不住 这些武生也玩了命了 举起兵人 像砍瓜切菜一样 杀的官兵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长玉春一马当先直奔 张一门前 这点长玉春身上 全是血了 也分不清是 崩上的还是受伤了 简直假叶子 什么样都看不清楚 也顾不得这些了 汗水血水都睁不开眼睛 抬头一瞧 张一门上边的千金闸 还没有落下来 还好 十条绝弧记里 其中有一条就是 张一门落下千金闸 把港口举子堵在京城 好在京城里抓人 千金闸没有放下来 我们可以冲出去 就算闯锅一关 那么千金闸 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您看电视剧上 已知在北京 您可能见过千金闸 恐怕在外边 有人没见着 这个千金闸和门洞啊 一般宽 是四村厚的摆木做成的 外边包着一分厚的铁皮 两边用梅花帽的春钉 钉子钉着 城门洞的墙上有槽 千金闸两边呢 入在槽内 闸的两头 有铁链子吊着 在城楼底头 有两个轮子 按照路路坝 每个轮子 都有十个力气大的军组管着 要是讲千金闸矫情 两边的轮子向上脚 嘎啷啷一脚 铁链子缠到轮子上 千金闸就引在城楼里了 往下放的时候 两个轮子要一起往下放 假如一边放得稍快一点 一边稍慢一点 千金闸可就卡着 下不来了 因此两个轮子 不管是往上脚 还是往下放 都要使一样的劲 这个地方 托托派人看守 市名千总 此人姓赵 叫赵德梦 千总管一千人 带领长枪手 短刀手 大刀手 弓箭手 一千人 把手闸门 这闸门本来是放下的 因为刚才看马来报 说城外来人了 陕西大都督 安达龙 奉太师妥妥之命 率领三千人马 要进京城 按道理啊 胡达龙应该 八月十四到京 因为路上达不了一天 现在才到 赵德梦已经接到命令 知道胡达龙 是奉太师之命前来 立即命君族把千金闸 搅起来 谁知这千金闸 刚刚搅起 常玉春带领众人 就到了 李远就看见 这些港口举子 像一窝蜂一样 七斗四江 乱撒 浇魂 高举刀枪 啥呀 就冲过来了 可把千总 赵德梦吓坏了 这要是 让这些反叛 冲出城 我的罪就大了 弓箭手伺候 急忙命 五百名弓箭手上城 开弓放箭 邦邦邦 邦声一响 搜搜 近似流星 又如飞黄一样 射向众人 跑在最前面的是 常玉春 急忙抖动 手中大箱 把大箱摇开了 上下翻飞 博打凋零 上虎七身 下虎骑马 打得凋零 纷纷落地 众人也学着 常玉春的样子 搏打凋零剑 其中也有伤的 也有死的 你这么说吧 这一路之上 这港考局子 也死伤不少了 常玉春的马 第一个 来到了城门洞前 弓箭手 就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弓箭 是射远不射近 躲到城门洞里面 射谁呀 就这阵 常玉春听到一阵 嘎吱吱吱吱吱吱吱 抬头一看 哎呦 原来上边要落千金闸 千金闸放下了 这阵如果常玉春 催马闯出去 还来得及 可是 他不能舍下大家 不管 要活 大家活到一起 要死 大家死在一起 何处性命 也要救众人出去 想到这儿 急忙将枪交于左手 双脚一扣凳 坐下马 四皮站稳 一探右臂把 用手将千金闸托起 高声喊吓 嗨 众弟兄 快走啊 这常玉春多大力气 不知道 他就把千金闸 给单臂托住 这闸 放不下来了 众人争心恐吓 如同潮水般往外冲啊 这几些人 你拥我几 也得走会儿啊 没等大伙走完 常玉春的胳膊 可受不了了 您别看他 刚才冷不防的 往上一拖 那是借猛劲 功夫长了 可就不行了 累得常玉春 浑身是汗 这马也 突突突突 一个劲打颤 眼前这身子 一点一点往下挨 那千金闸 一点一点往下落 这点汤和邓玉 还没有到呢 那位说了 常玉春把他们第一批送出去 怎么到现在还没出去呢 常玉春又回来打接应啊 原来 他们想行走一步都很难啊 大街小巷买卖铺 已经关门上板 全程戒严 到处是官兵 大小胡同 都有人把守 抓反叛的声音 一浪高过一浪 所以没走一步 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晚了一些 好一场的恶战 打打听听 听听打打 路还不熟 所以没到 要我等那会儿 还好 汤和邓玉 郭英来了 郭英一看就急了 哎呀 六哥 你不行了吧 我替你这儿 常玉春急得 说不说话心疼能直跳啊 不行 不行 五福五殿章知道 力托千金闸 常玉春行啊 别人谁也不行 这可怎么办 朱连章说 我过去 五殿章说不行 你们都闪开 哎呀 再过一会儿 我六弟妃压死在千金闸下不可呀 这怎么办 哎 他集中生智 老六 快用你的大枪顶上 这句话 提醒了常玉春 急忙把左手大枪趴往地下一煮 枪尖朝上枪转朝下 干嘛呀 顶住千金闸 这一支枪能顶住千金闸吗 俗话说 利目之千金呢 何况是根铁枪呢 再说了 常玉春用枪一顶 这支枪啊 就向一旁偏了 千金闸往下一放 烧一片就卡住 所以大枪上的份量 就轻了许多 他急忙 提马离开千金闸 来到城外 可没走 干嘛呀 他往里边看着 等人呢 二颗胡大海 没出来呢 眼看着大伙 绿绿糠糠的往外走 都走完了 没人了 还不见胡大海 吴殿章急坏了 六弟啊 你们在这等会儿 我进去看看你二哥 说吧 他催马顺着原路 去找胡大海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单说妥妥 得知众反派 已经逃出城 自己中了胡大海的 调虎离山记 气力他 咬牙切齿 咬心去追反贼 又怕胡大海跑了 他想 即便他们都出了张一门 也难逃走 因为城外卢沟桥 还有我埋伏的十万大兵 七十二道连营 再者说 那里还有突山王 双锤无敌追命鬼 拉连蝶爆花 亮他们也走不了 我先把这个姓胡的 抓住再说 他太气人了 太师咬牙切齿的喊 姓胡的 别让我不管了 我非抓你不可 说着举刀就动 胡大海一看太师又来了 忙说 慢着 你非要跟我过不去啊 那可别怪我老胡不客气了 啊 我可要军神潜将 娶你向上人头了 要不说胡大海这人有优点 现在 他身处险境 随时都性命危险 一点都不在乎 乐天派 孩子连蒙带虎呢 妥妥呀 哈哈大笑 胡大海 你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戒 去吓唬别人行 本帅不信 是你看刀 胡大海 唬不住 妥妥 只可乱白斧子 来战妥妥 那妥妥也不理得 刀挂风声 奔胡大海 头顶劈进来 胡大海急忙闪身 躲过一刀 妥妥拦腰腰又是一刀 胡大海趴在铁锅梁上 九凤朝阳刀过去了 他刚一抬头 没想到九凤朝阳刀 刷又回来了 胡大海一瞧 我的妈呀 妥妥的刀太乖了 驾又不敢驾 躲又不敢躲 急离他万般无奈 只好双脚甩凳 咕噜 从马上滚下去 摔他直坑吃啊 等妥妥的刀刷拉过去 马蹭过去 胡大海急忙抓将上马 一刀手 嗨 招发宝 噓 这么样的东西 奔妥妥扔过去了 妥妥吓一跳 急忙扭身 望旁一闪 烫烂烂烂烂 妥妥低头一看 气坏了 什么发宝啊 原来啊 是个亏 哎呀 你气死我了 哪里走 很快又追上 就在这么功夫 眼看胡大海 性命难保 突然 突然 打赢面 来了一匹白马 马上端坐一员大将 立马轻枪 让过胡大海 拦住 妥妥 嗨 妥妥老儿 休要 逞强 本帅 来也 呜 妥妥闻听 定睛观看 一看人见官呢 三十几岁 头戴亮银窥 上安七驱三英 身穿九吞八炸 锁子连环甲 外照 白断的征袍 手情一杆银枪 往脸上看 面似古悦 浓眉朗目 鼻指口方 海下黑须 威风凛凛 杀气冲天 妥妥看霸 暗自吃惊 哎呀 来见好威风啊 怎么这么熟呢 再仔细看呢 不由得倒戏口凉气 嗯 这杆枪 是不是宝枪啊 嗨 你是什么人 家住哪里 性子名随 为何拦住老夫的去路 要问我 祖局河南向州 汤阴县 孝涕里 永和庄 幸悦命费 自棚举 妥妥 你的寿路已尽 还不下马等死 等待何时 啊 妥妥傻了 什么什么 岳飞险上了 岳飞来了 能有这事吗 那位说了 说明朝的书 怎么把岳飞都说出来了 哎 不用我讲 你也明白 这是有人假扮岳飞 吓唬妥 那么来的是谁啊 不是外人 是老妥妥的二徒弟 张天左的儿子 张天左是四水关总兵 因为妥妥设下十条绝后计 就把二徒弟张天左调到京城 帮助他守五颗场 张天左的儿子叫张兴祖 这个小孩啊 又读诗书 知书明理 又跟名师双枪将古镇远 学了一身好武艺 今年才十七岁 前几天才满图 回到四水关 他父亲没在家 一问他母亲 才知道 他父亲奉旨 到京城操办武科场去了 张兴祖听说今年皇上 在大都家安科选拔人才 心中非常高兴 对母亲说 娘啊 我也进京会考 好弄个一官半职的 他母亲一听 眉开眼笑 兴祖啊 你师爷乃是当朝太师 兵马大元帅 你爹是总兵 只要你师爷一句话 你就能在朝为官 我何必去会考呢 娘 我要是仗着家里有势力为官 恐怕叫人耻笑 这不光彩 我留着进京城 多个状怨 才想孩子有真才实学 哪怕别人不服 嗯 夫人一听 这孩子确实刚强 既然如此 你就去吧 可要亮丽而行 不要逞强 哎 张兴祖 拜别母亲 离开四水关 单人进了京城 因为在中途碰见朋友 耽误了几天 八月十四傍晚 他才进了城 来到了帅府 见了他父亲 把来游说了一遍 没把张天左急死 还不敢明说 兴祖位 你来干嘛来 你为什么事先不写信给我 就前来港口 你赶快回家 京城不是你九六之地 更不能入场港口 你给我走 哟 小孩不解奇 谢谢我爹今儿怎么了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对我 说一句 骂一句 今天干嘛刚见面 捧着脸 凶我呀 爹 你为什么不许我进考场 难道我的武艺不佳 你不放心 不是 你不说明白 我就不回去 哎呀 奴才 我是你爹 还能给你坤吃吗 进五棵场 孩子就没命了 嗯 爹 黄榜说得很清楚 怎么进五棵场 就没命了呢 哎 我不能说 天机不可泄露 什么天机呀 你要不说 我就不走 我飞到五棵场里 决一胜负不可 把张天左逼得没办法 才说了实话 五棵场内 你师爷设下了十条绝后级 里边有暗雷火炮 重状元得死 不重状元也得死 我能让你进场去送死吗 你回家吧 小英雄文婷更纳闷了 爹爹 我师爷为什么做这种事呢 这不是伤天害理吗 张天左 长他一声 哎 你是个孩子 不问也罢 快回家去吧 张兴祖当时就活了 爹爹 我师爷这么狠 你为什么还要听他调遣 助纣为虐 难道你就忍心把天下的英雄置于死地吗 依孩儿之见 你不如跟他断绝师生之情 返出京城 搭救众家英雄 也免得叫万人痛骂 张兴祖毕竟年轻啊 心知口快 这就要造反啊 张天左把眼一瞪 娃娃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再有胡说 杀了你 你赶紧给我出城 快走 张兴祖毕竟年轻啊 心知口快 这就要造反啊 张天左把眼一瞪 娃娃 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 再有胡说 杀了你 你赶紧给我出城 快走 硬把小孩儿给撵出帅扶 小英雄拉马出来 心里非常烦闷 我爹是怎么了 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爹不是那种人的 师父经常告诉我们 大元朝皇帝昏庸无道 老太师妥妥 一心为了维护江山设计 什么事都干 要害死这么多英雄好汉 这可怎么办 我怎么能救他们呢 他刚走到十字街 就听有人叫他 哎 那不是星族吗 啊 小英雄文婷抬头一看 就见从南大街走来一个人 三十几岁 身高九尺 面如美玉 西眉朗目 三柳莫然 头戴胡蓝色原味金 迎门香美玉 脑后双飘带 身穿湖蓝色对筋 圆外场 上袖团花朵朵 腰记姓黄思涛 足灯白袜青鞋 是个圆外打扮 是个文人模样 行足一看 认识 是自己大师兄啊 这个人姓月明伦 自济先 月伦这个人 忠厚老实 从小跟着古镇远学艺 是张兴祖的同窗好友 但是俩年龄啊 差不少呢 月伦初一的时候 张兴祖刚入门 他是啊 月家军的后代 忠良之后 大元朝灭宋之后 月家人不做元朝官 实际老月家 在宋朝时候就败家了 奸臣秦桧弄拳 超掌过老月家 月家人逃跑之后 好多都更名改姓了 有的改姓恶 因为月妃官拜恶国公 姓恶的 有姓李的 就是月妃的夫人姓李 跟着姥姥甲姓 月妃死去二十一年 虽然平反 但是老月家人 围观不多 大宋灭亡之后 元朝建都在大都 现在传到第十地 老月家人呢 恢复元姓的很多了 不过呢 都是经商啊 做买卖 务农为本 像月伦月季先这样 就算混好了 他在京城开了一座 万圣客店 家有万贯家财 学了一身好武功 是为了防身的 今天是八月十四了 月伦呢 到姐姐家去接母亲 明天好过个团圆节 这是晚回来晚了 刚到南大街 就看见张兴祖 拉着马从那边来了 他赶紧上前打招呼 师弟啊 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怎么来到京城了 也不到我家里看看呢 正好明天是八月十五 你呀就到我家过节吧 说着就把张兴祖 拉到他家 约伦用美酒 佳肴款待兴祖 那张兴祖 总是愁眉苦脸 打不起精神来 约伦这人有程度 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过问 只是敬酒 张兴祖想着武科厂的事 心乱如麻 也没有什么心思和哥哥说话 只是闷头喝酒 几杯下去 他就醉了 头一发昏 趴到桌子上 睡着了 月伦看出他有心事 就没有打扰他 轻轻把他抱到床上去睡 第二天早晨 月伦起来也没有惊动他 想让他多睡一觉 直到武科厂炮响了 才惊醒了张兴祖 张兴祖睁眼一看就喊上了 哎呀 天都亮了 可了不得了 炮响了 急他跳下床 往外就跑 月伦一把就把他拉住了 哎 师弟 你要上哪去啊 我看你神情恍惚 若有所思 因为看你过于劳累 我就没肯问 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咱们弟兄同师学艺 如同手足一般 有事不该瞒着哥哥 我虽然没有什么能耐 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啊 张兴祖知道 月伦是中良之后 就跟他说了实话 透露了武科厂十条绝护计 月伦听了这才明白 怪不得这两天街上巡逻加紧 有地方不让通行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不由得咬牙切齿 兴祖啊 兄弟啊 既然这样你打算怎么办 兴祖说 如今元朝皇帝残暴 脱脱不仁 实难容忍 小弟我想喝出性命去武科厂 挑开贡院大门 救出天下英雄 没想到睡过战了 你听 武科厂炮响了 恐怕那些赶口橘子都被炸死了 我后悔呀 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好找老脱脱算账去 杀了老贼 以解心头之恨 也算对得起那些被害的英雄 乐伦听了 竖起大拨歌 称赞张兴祖 身名大义 不畏强暴 又担心他年纪太轻 难胜此任 就在这这儿 伙计岳福从外边跑了进来 大爷 大爷 外边官兵啊 把我们殿坊也围了 盘查慎言 说是武科厂的人呢 都跑出来了 朝廷通告全城百姓 谁家也不许收留赶考的人 如果有人跑到谁家去 就赶快去报官 隐瞒不报者 居家备抄 告诉我们殿坊 不许收留赶考举子 看样 这只事啊 非同小可 连太师妥妥 都出马到街上 截杀逃跑的人 城里可乱了 哦 张兴祖听完高兴了 要这么说 方才炮响 那是没有商招里边的人 岳父摇了摇头 我听说 港考人七心合力 冲倒了院墙 一拥而出 还有个叫什么 胡二法官的 把那个神牛阵 火炮打不着他们 所以大伙 都跑出了武科厂 这阵正在街上 和援军厮杀呢 张兴祖一听高兴了 大哥 我到街上去一趟 看看大伙能不能逃出去 如果遇上强敌 我就去 接个一阵 约伦点点头 贤弟 你真若那样可太好了 可有一样啊 你要碰上妥妥怎么办 妥妥人称无敌将军呢 杀法骁勇 武艺高强 贤弟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万有个差错 如何是好 兴祖说 大哥 你说的不错 我自知不是 妥妥对手 可是元朝残忍无道 太师助纣为虐 天下英雄性命难保 我妍能细手旁观 小弟前去 若能胜了妥妥 救了天下英雄 也算办了一件好事 若不能取胜 死在妥妥之手 也算个有志气男儿 小弟 死一死 无怨 月轮听了这番话 十分感动 拉住了张兴祖的手 师弟 你这样有志气 于兄佩服 我当助你一臂之力 跟我走 说着 拉着张兴祖往后腾走去 春郎 过煞 来到后院 月轮 开开东面的一间屋门 这是一间密室 屋里头没窗户 闷热 也没有亮 人从外边进来 什么也看不见 月轮急忙 取火 点上蜡烛 张兴祖 这才看清了 只见对面的墙上 挂着一幅画像 画上是一位将军 顶盔挂甲 身招素袍 胯下白马 手轻一杆大枪 白面 长须 众美朗目 一表堂堂 威风凛凛 那月轮 来到画像前 双膝跪倒 张兴祖 也跟在后边跪下 月轮 磕头已毙 口里说道 祖爷爷在上 孙儿为相助贤弟 张兴祖战胜脱脱 达救众生 要借你了人家的盔甲 宝枪一用 求祖爷爷神灵保佑 兴祖马到成功 哦 张兴祖 这时才明白 这画像正是 月轮的祖先 大宋朝 京中元帅 岳飞 他恭恭敬敬的 磕头 礼拜 月轮 对张兴祖说 当年金兵和大宋朝 交战 金国就有口 宝刀 九凤朝阳刀 是镇国之宝 我的祖爷爷使的是 八宝托龙 力全神矛 九凤朝阳刀 有一套刀法是无敌的 只有祖爷爷 力全枪的一套枪法 可以胜塔 后来祖爷爷 遭奸臣秦桧陷陷害 这支枪和老人家的盔甲 家里秘密保存下来 岳家世代相传 作为镇家之报 岳家紫苏后代 看到这杆枪和甲咒 如同就看见了 京中元帅 想起国恨家仇 不做元朝官 又听先辈人讲 九凤朝阳刀 是从大金传到大元 谁能使用这把刀 就为元朝的兵马元帅 这段历史 陀陀是知道的 只要他一看见力全枪 立刻 确战 贤弟为救众人 舍身取义 有志气 有胆量 可是没有营手的兵人 也难以取胜 再者 你这样出阵 万一被驼驼认出来 岂不是连累你的父亲 连累你的居家满门吗 哎呀 师哥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已替你想好了 我讲祖爷爷的宝枪 盔甲借你使 定能取胜 星祖说宝枪随好 不懂得枪法 也枉然啊 约伦说贤弟有所不知 咱们当日跟师父学艺的时候 就是按这支宝枪的枪法训练的 但是 他是上半套枪招 还缺后半套 我传给你 说到这 伸手从神坎底下 搬出两件东西 一个是紧装的长套 一个是断瓷面的方侠 长套内装的是宝枪 方侠里放的是一副铠甲 那约伦去掉外边的枪套 取出一杆大枪 这杆枪一丈多长 插杯口粗啊 外边是五金之精的银丝缠裹 枪头一尺八寸 两道血槽 素白银里边有五把钢钩啊 把枪一斗刷刷刷 寒光闪染 张星祖连忙磕头 约伦把枪捧在手里 师弟请你接枪 谢师兄 张星祖恭敬敬把枪 揭在手里 看了又看 约伦说 贤弟请起 这是祖爷爷一副铠甲 你把它穿上 哎 张星祖拿两样东西 到了后边 找个空屋子 穿上了衣服 拿起枪 约伦左看右看 扑子笑了 师弟呀 嘿 你长得和相上我的祖爷爷相似 师哥你别这么说 不好意思了 相 可就是缺少胡须啊 哎 可不是吗 那怎么办 不要紧 哥哥 再给你沾上点胡子 临阵的时候 图图不但认不出来你 就凭你这身装束 也折他的威风 哎 就这样 约伦又把胡须给他张好了 又给他画了画 十七岁 这回变成三十多岁了 二番来到了密室 又叩拜了月圆帅的相 随后来到了前院 约伦说 来 我传你枪 就用筷子就行了 就把这力全神枪的下半套传给了张兴祖 都能挥吗 一法通 百法通 他有十年的苦功 只要路说对了 只是以后啊 如何下功练的问题了 张兴祖要走了 约伦说 师弟 白天出去可不行 容易被人看漏了 你得呀 天黑之后 你再出去 还有说话说注意 你的嗓音太细了 不像中年人 要压低嗓音 少说话 要是见着妥妥 打照面就伸手 哎 都嘱咐完了 张兴祖这才来到大街上 这么大的京城 又在乱战之中 上哪找去 上哪找陀佛呀 整转了一天了 你说巧不巧 就在这碰上了 他眼看着 一圆黑脸大汉 前边跑 后边 陀佛 追着 张兴祖认识陀佛呀 陀佛喜欢张兴祖 小时候经常到府里去玩 老陀佛摸着脑袋 孙子孙子的叫着 哎哟 可喜欢他了 张兴祖一想 今天对不起 爷爷爷 我呀 和你比试比试 就这样 他让过了湖大海 拦住了陀佛 陀佛问他是谁 张兴祖 憋着嗓子抱 我乃京中大帅 岳飞 岳鹏举 老陀佛温廷战马 倒退术步 岳飞 不能啊 不过这元将 太像了 是啊 不管大元朝也好 大金国也好 北国的六国三川 哪个不知道 岳飞 岳鹏举的名字 和他的本事 他的画像到处都有 太像了 现在可天黑了啊 在那个年代 街道可挺黑 大都 也就现在的北京 可不像现在这么亮了 虽然打仗 说举着灯秋火把 亮子幽松 那是眼皮底下这一块 张兴祖 站那块 是昏昏暗暗 怎么瞧 怎么像 岳飞 老陀陀还想多问几句 张兴祖 不敢说话了 再说话 就露出破绽了 打吧 小英雄 噗啷 一抖大枪 直奔陀陀的 耿伞咽喉 那陀陀 左躲右闪 看出破绽 这元将 枪击马快 招数万变 只可惜 火候不到了 嗨 哪有什么岳飞呀 这个人是无名小辈 假包岳飞给自己壮胆 想吓走老夫 胡大海装神仙 想吓唬我 你抱岳飞险胜 要惊走老夫 老夫能怕你们吗 我倒看看你是谁 你装神弄鬼的 用我的九凤朝阳刀 削掉他的兵器 然后把他走马 活擒 陀陀拿定主意 张星祖的枪头 噗啷 奔陀陀的胸前 刺过来 陀陀没有躲闪 急忙举起九凤朝阳刀 叉啷 去削枪头 只听 唐朗的一声 宝兜宝枪碰在一起 亚塞龙音唬 一般 嗯 陀陀一听声音不对 怎么和一往削兵器不同呢 战马 打打打打 各退几步 带住思江 老陀陀没有看九凤朝阳刀 而是看张星祖的枪 那张星祖把枪看了又看 嘿 毫无损伤 念有得意之色 嗯 陀陀就一愣 怎么 我的刀没有把他的枪头削断 那我的朝阳刀 他再看呢 呀 刀刃上 崩掉了一个小花 比斗链还大呢 呀 老陀陀当时傻了 身为武将者在江场损坏兵器 不吉利 而且 我这个宝刀被伤 说明对方是宝枪啊 哦 我听先辈人讲过 当年宋朝元帅岳飞使了一杆 力拳神矛 杀的金兵胆战心惊 莫非今天这缘 大将 这是岳飞的后代 他冲着张兴祖 点指问道 你手中莫非是 力以全神矛 正是 砍枪 好 老陀陀佛 老陀陀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 原来当初陀陀败帅兽刀之时 前任元帅曾经说过 你这把九凤朝阳刀可以纵横天下无人能敌 这口刀是保证 但是你要避开力拳神枪 一旦遇上此枪 你应当多加小心 陀陀牢记在心 今天一听说力拳枪三个字 哎 老夫南征北战六十来年 从未遇到真正对手 今天宝刀对宝枪 要想取胜 势比登天 冲这个阵势 必须攻其不备 速战速决 想着这 他用尽浑身力气 抡起大刀 照定张兴祖的头顶 看起来 这阵啊 老陀陀已经乱了方寸了 是气急攻心批的 这就不利啊 张兴祖急忙举火烧天网上封 把刀封出去了 他顺手一枪 又奔咽喉刺起来 陀陀用刀往外一架 兴祖顺势一翻腕子 枪头 啪啦 直奔陀陀的小斧刺来 枪来得太快了 陀陀说声 不好 急忙在马上一扭伸 腹部躲开了 大腿可没有躲开 就听着咔嚓一声 枪尖正扎在大腿根上 弱肉一寸多深呢 望下一带 撒 出一条口子 疼了陀陀 哎呀一声 在马上栽两栽 晃两晃 驳马就走 小英雄哪里肯放 步步紧追 陀陀 拿你来 老陀陀 已经乱了方寸了 是气急攻心批的 这就不利呀 张星祖急忙 举火烧天 网上封 把刀封出去了 他顺手一枪 又奔咽喉刺起来 陀陀用刀 往外一架 星祖顺势一翻腕子 枪头 喷嚷 直奔陀陀的 小斧次来 枪来得太快了 陀陀说声 不好 急忙 再马上一扭伸 腹部躲开了 大腿 可没有躲开 就听着 咔嚓一声 枪尖正扎在 大腿根上 弱肉一寸多深 望下一带 撒 出一条口子 疼了陀陀 哎呀一声 再马上 栽两栽 晃两晃 驳马就走 小英雄哪里肯放 步步紧追 陀陀 拿你来 催马就追过去了 他正追得高兴 仰开又追上 猛然就听对面 叨咕叨叨 从西街杀出一队人马 高挑灯秋火把 亮子幽松 远远看得非常清楚 五色惊奇 迎风招展 迎面有四元大将 来的谁呀 拖拖的四个大弟子 白云拖 蛮子海鸭 张天左 绿袍将 向文忠 他们一见 拖拖被刺伤了 赶紧上前打接应 张兴祖一看 他爹来了 我的妈呀 我快跑吧 是啊 你别看 就沾了胡须 换了盔甲 瞒了别人 瞒不了他爹呀 要叫他爹看着 还不拔他提呀 他趁着 张天左等人 看护驼驼之机 拨马耳逃啊 学马来到 偏僻的小胡同 抹掉嘴上的假胡须 脱下 铠甲 捆在了马鞍桥上 收拾整齐 重新上马 直奔东城门而来 守城门的认出来 是帅府的张绍帅 也不阻拦 他出了东门 转回四水关 再说 白云托 蛮子海鸦两个人 让张天左和向文忠 保着驼驼回府 回头再找那员白袍小将 却踪迹皆无 一牛脸 嘿 瞧见胡大海了 那么说胡大海 没跑啊 没有啊 要不说这个人没谱呢 本来他被驼驼追的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有性命危险 张兴祖 给他打的接应 你赶快跑啊 没有 他一看张兴祖 这身打扮 拿着枪 跟驼驼一交手 他忘了自己 身在险地 哎呀 这员将好啊 他是哪的 嘿 敢跟驼驼叫朕 我看看你们谁行 他在这看热闹 等张兴祖一走 他傻了 白云托蛮子海鸭 找不着张兴祖 就奔胡大海来了 好小子 你在这呢 我要的命 两人奔胡大海杀过来 胡大海一瞧 哎呦 驼驼的救兵来了 我别在这等死 快跑吧 他催马 顺顺称劲去 后边白云托 蛮子海鸭 紧追不放 白云托蛮子海鸭 这俩那马好 是蒙古草原挑出来的 是成高的马 挑这么两匹好马 脚成特别坏 那大肚子刮刮红不白给吗 很快就要追上了 胡大海正着急猛一抬头 前边是张一门 只见长玉春在旁边站着 用枪支揍千金闸等他呢 急忙催马闯过来了 柳弟快救命啊 后边有人追我 二哥快跑快出城 哎 就这样 他提马一低头 从千金闸底下冲过去了 冲过去了 你都问一问长玉春 咱们走不走啊 没有 他为了拦住白云托和蛮子海鸭 刚一出城 用斧子勾住了六爷的枪 使劲往外一带 耳听着 哒哒的一声 千金闸 哒 落起来 幸尔白云托蛮子海鸭 两个人勒马快 不然千金闸准得把马脑袋给切起来 千金闸这一落 可把长玉春击坏了 哎呀 我的二哥呀 你怎么落闸呢 大哥进城找你还没出来呢 啊 什么 大哥还在城里 可不是吗 人家都出来 就剩你了 大哥不放心 又进城了 你看 大哥没有出 你把闸落下 这可怎么办 哎哟 胡大海咧开大嘴哭咯 他好像当头挨了一棒 再去踢闸呀 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长玉春拾起枪 望着千金闸 眼泪劈了 啪了 往下掉 都说大英雄 泪颇轻弹 那是没到伤心处 想大哥对着哥几个 那像父亲爱儿女一样 教自己武功 就拿这次吧 喝出性命危险 进城找胡大海 胡大海出来了 把大哥留成礼了 这办的叫什么事 胡大海大嘴一礼 好啊 大哥呀 大哥呀 小弟对不起你了 咱们弟兄亲如手足 朝夕相处不成响 哥哥今天 身陷龙王 都是小弟不对呀 吴殿章 身陷大都 还有一段热闹故事 在浩文中 自有交代 再说 长夕春胡大海 少着城门哭啊 就得这么功夫 可了不得了 城外又乱了 远远的看见 跑在前边的赶口举子 又退回来了 长夕春赶紧擦着眼泪 嗯 这会人已经走出老远 怎么又回来呢 二哥别哭了 反正咱们也进不着城了 先顾活的吧 前边说不定 又出什么事了 胡大海擦擦眼睛一看 可不是吗 只见前边 沙声正儿 鼓响如雷 跟出去的人 又回来了 哥俩 这才催作季 又往前 本来到了切记 因为看不清楚 长夕春 立身站在马鞍子上 手打梁棚 往远处观看 不看便吧 一看 长夕春 机灵打个冷战 天哪 我们身落险地 只见前边一排排一列 都是连营啊 前文书说过 十条绝弧计里 其中就有一条 这块是老脱脱的十万人马 扎出七十二道连营 简直一眼望不到边 冰死冰山 匠如匠海 刀枪如脉碎 剑脊四马林 各种旗号迎风飘白 此时天光放亮 只见镇前一员大将 看得清清楚楚 这员将跳下马 身高 仗二开外 跟长夕春 像哥俩一样 一般高 凶宽背后 绑炸腰圆 往里面看 面似苦瓜 嘎里嘎嘎 好像 癞蛤蟆皮一样 两道七叉八叉的 扫鼠梅 一对蛤蟆眼 鼓出矿外 他被梁翻鼻孔 后嘴唇 大嘴叉 长四个獠牙 扎烹磕的黄胡须 压在钢针相往 耳带 烧兵大的 护耳金魂 金黄狂 夺人二目 胸前狐狸围 脑后双搭 织机灵 金盔金甲 绿罗袍 腰夸宝剑 足灯 狼皮战靴 胯下 骑着一批 赛鹿铁爆花 怎么叫赛鹿铁爆花呢 这批马腿 特别细 身上啊 掌白花 所以叫赛鹿铁爆花 掌中一对 人面流金垂足 有二百多金 这谁啊 他就是元朝的三勇将之一 纳连迭爆花 那个时候 元朝有名的大将是 三老 三勇 十王 八蒙 都不好惹 第一老就是太师托托 第二老是神力王 古伦铁木槐 第三老是老驸马 约离奔布 三勇的第一个就是 纳连迭爆花 人称 双锤 无敌将 官拜 突山王 第二 勇将 就是太平府 总帅 花面 阎罗 李志信 第三勇将 是石蛮王 撒门野汉 这个人死在 长玉春首 过去啊 不管是谁碰上这 三老三勇 也难以逃脱 今天 纳连迭爆花 带兵在卢沟桥 拦住了英雄们的去路 连败 朱元璋 汤和 邓渔 郭英等 48元将 杀死了 三十多人 吓得众人 连连倒退 谁也不敢 上前迎敌 有些举子 在那都哭了 完喽 我们一关一关的 闯 十条绝弧计 已经破了 这么多了 想不到 在卢沟桥 瞧着 身丰绝地 有的眼望家乡啊 哎呀 都在那祭祖 那就在这危急时刻 长玉春和胡大海 可就到了 橘子们 瞧见他们俩 高兴的 几乎都跳起来 一口通声的说 哎呀 这回可好了 只要有二发官 和长壮院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大家不约耳同的闪出一条人胡同 胡大海和长玉春催一马进了人群 这功夫啊 朱元璋 汤和 邓宇 郭英 几个人 围着过来 老六啊 大哥呢 大哥刚才 长玉春 刚想说实话 胡大海急忙把他拦住 怕大家听说五殿章没有出城 伤心难过 忙插嘴说 大哥在后边呢 一会就来了 哦 这哥几个才放心 中人对长玉春 胡大海说明白了 方才的情形 这个纳连蝶爆花太厉害了 双吹一抡 力大无穷 不管什么兵器碰上就飞 遇上就得折 你们两位快快想办法 只要把他打败了 再闯连营就容易了 长玉春说 既然如此 仲家弟兄给我关的料阵 我去亲他 朱元璋说 六弟呀 你打了一天一夜了 累了吧 嘿 累了 倒是小事 我渴 我饿呀 没办法 那你怎么办 别着急 累累裂裤带 累累 马的肚带 我再打上一阵 就这样 长玉春跳下马来 把马的肚带 啪啪啪 紧了三紧 推安不去 帮安不回 这匹马 稀罗着暴叫 哑巴畜生 不会说话 心里明白 意思说 主人哪 你不能这么用我呀 我饿了 你把肚子 给我累了又累 能解饱吗 哦 还叫我打呀 长玉春拍拍马脑袋 老黑呀 没办法 你饿我也饿 咱俩将就凑合呗 那就这么着吧 二次 班干任凳 乘挂作祭 四哥 二哥 我过去打一阵 我若能打胜了 把 拿点叠爆花 打死 咱们一块冲 如果我败了死在他手 你们赶快往回杀 另想良策 别叫 一定得打赢 不要急 就这样 他催马来刀切记 二马对头 拿铃蝶爆花 休要猖狂 少妖造似 黑太碎 但也 他催马 您将就闯到当场 拿铃蝶爆花 正在撒威 直接有人拿喊 留身一瞧 直接一马飞来 马上将官 立马横枪 形如劈雷闪电 停似 不动泰山 威风凛凛 杀气 冲天 不禁打了个冷战 倒吸口凉气 心想 莫非他就是当年 棍打石蛮王的 长玉春 方才听城里的探马来报 说他这次进京 马月贡院墙 栗战五节 九泼太师 背砸王爷 扯下天子的半斧龙袍 揪袍裸带 砸斗跳台 那皇上的龙袍 还在他腰上掖着呢 要真是他 我可得多加谨慎 想这儿 他一摆双锤 谁问道 来者可是 常玉春 嗯 正是 某家 哎 那连叠报话 常见说的好 实时不折 乃为俊杰 你看 天下的英雄 这么多 现在来到卢沟桥 我们能够闯过 一道道光口 到这儿 说明 就是有本事 那连叠报话 金头王 银头王 铜头王 铁头王 怎么样 都死在我手 啊 老驼驼如何 也没拦住 众家英雄 就你 行吗 以我良言相劝 你闪开一条道 几点阴功 几点德 让我们过去 自有你的好处 如果拦住 不让我们走 让你在我的枪下 做鬼 那连叠报话 嘴没说 心里琢磨 我敢放你走吗 我放你走 你不把我杀了 皇上也得宰我 脱脱的把我割了 我们定下十条绝户计的时候 有言在先 这些反叛从哪过 谁就提头去见皇上 现在到我这卢沟桥了 说什么 也得把你们挡在这 甭管怎么地 我叫十万人马 一旦连营扎出去 扯地连天 兵到一万 无边无厌 兵到十万扯地连天 就是站着块 叫你们随便杀 也得把你们累死 你们也过不了这卢沟桥 想着这说 长玉春哪 别看你威震五颗肠 你可不是某家对手 是你看锤 说着他抢个上风 双锤并进 使得个流星改月 赵丁六一的头顶 呜砸下来 长玉春没害怕 后边关阵的都吓死了 怎么 刚才打了好几十阵了 长将军小心点 你的枪别碰他的锤 碰上可就完了 枪就飞了 长玉春心想 我可不怕 我非试试 他的力气有多大不可 想着这 双手一拖掌中 杖八点钢枪 浑身力气叫到膀上 膀子力气往上一停 喊了一声 嗨 嗨 迎双锤架上去了 就听汤郎的一声 不到多大动静 震得周围人就觉得耳朵 哇 这么一声 把双锤 真就给弹回去了 那还不说 带着拉连蝶爆花 差点没闪下马鞍桥 他那批宝马良鞠 赛路 铁爆花 浑浑爆叫 倒退术步 劲儿再大一点的双锤 飞 飞了不可 赶口橘子 齐声喝采 好啊 好神力啊 长壮院 就是有本事啊 可常玉春心里明白啊 虽然把双锤架出去了 却觉得两绑发马 虎口发热 眼前发黑的 这心呢 腾腾直跳啊 好像有股血往上涌 特别摊那匹马 踏雪乌锥马 被震得浑身都一哆嗦 常玉春心说好险啊 既不得这么功夫 二马一打错凳 那连铁爆花的马尾巴 啪这么一摔 你说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寸 正好抽在 常玉春的马脸上 刷了一下子 常玉春的宝马良鞠的眼角 鲜血之流啊 这匹骏马疼痛难忍 稀流爆叫四吟刨开 就像疯了一样 直奔拿连铁爆花的后队冲过去了 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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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玉春一看不好 这匹马被打惊了 于于于 你怎么勒这匹马 还是拼着命的往前跑 官兵们急忙上前堵截 常玉春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抖动大枪 去打官兵 任凭这匹马的性子走 这阵儿 拿连迭报花看得清清楚楚 他从西里 不愿意和长玉春交战 一看长玉春没回来 西里非常高兴 见军族们拦截 西里暗骂 你们拦他干什么 他要回来我就完了 他急忙吩咐一声 三圈啊 不要拦他 放他过去吧 官兵们正不愿意拦这位祖宗呢 一顶主帅传令 都急忙往两乡一闪 长玉春连人带马 如入无人之境 煞时间闯出敌营 长玉春这一走 等将来乱石山 再一路解三围 后话不提 再说这下赶考举子 一看长玉春走了 可都害怕了 哎呀 能打的都走了 没本事留在这呢 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回家呢 一牛脸 瞧见胡大海了 胡大海舔着个大肚子 鼓着筛帮子 看热闹的 他们呼啦就围上了胡大海 花儿发官 长将军一走 可就看您的了 我们谁也打不了 拿连迭爆花 这小太厉害 还是您给想个办法吧 胡大海安危大家说 你们不用害怕 有我胡二发官在此 保你们平安不适 你们闪开 瞧我对付他 众人呼啦望两旁一闪 胡大海把大肚子一舔 摆住一副 满有把握的样子 战马 踏踏踏踏踏 直奔 拿连迭爆花 这回大伙也有精神头了 各似勒马 给胡大海助威 只有汤和邓鱼 郭英 朱元璋 这哥几个心里明白 知道胡大海不去还好 如果一去 地陷原形 别看在五科厂 摆神牛阵 破了红衣大炮 又是惊走了盖天都督 那叫瞎猫碰死耗子 不到怎么碰上的 现在你对付拿连迭爆花 那老六差点没有被镇下马呀 马精都没眼了 你能行吗 同时也佩服 胡大海有胆子 不怕死劲 好样子 大家也替他担心 朱元璋一边给他二哥关的六阵 一边观察 拿连迭爆花的连营和周围的地势 好想办法 叫大伙尽快的闯过去 朱元璋正在观察 嗯 身旁挤过一个人来 朱元璋正在观察 嗯 身旁挤过一个人来 这个人三十多岁 身高盯上 柳肩膀 大肚囊 面似冬瓜皮 长了一脸的白毛 又粗又短的眉毛 长一对死羊眼 挖过脸 猪鼻子 大嘴叉 厚嘴唇 连边落腮的胡须 压耳毫毛 刺着掌 头戴青铜盔身 挂青铜甲 蓝针袍 黄标马 掌中一口刀 这口刀啊 不大 比修角刀 大点不多 真谁啊 也是十八路返王之一 他是霍山王 丑鬼 姓侯叫侯震山 他来到朱元璋面前 低声下气的说 朱四明公 我这有理了 朱元璋看了看 你是 啊 火山王 侯震山 哦 久仰久仰 有事吗 呃 我有个事 想求求您 不知您是否可以帮忙 朱元璋赶紧陪秀 侯年兄 咱们都是赶口之人 年兄年弟 有话 至管名言 何必这么客气呢 呃四明公啊 我实话跟您讲 我想认胡尔发官为师 跟他学点法术 也好治理我的国家呀 怎奈无人隐见 我听说 您和胡尔发官是 接拜弟兄故尔前来相求 倘若此事能成 我侯震山一辈子 也忘不了您的恩德 哦 周元璋一听心里好笑 这个侯震山 真是狗咬吕洞宾 不识真假人 我二哥明摆着 是个头号的大饭桶 你还真拿他当活神仙 我要说不管 你还许怪我 没有帮你的意思 我若真管 叫你拜他为师 他拿什么教你啊 再说现在是什么时候 生死未定啊 很难说谁能活着出去 嘿 你还想拜师 真正可笑 又不好直说 只好笑了笑说 哦 侯震兄 现在你我都在江场上 等我二哥战败 拿人叠爆花 我从中眼见 你看如何 你别看他嘴 这么说心的话 我二哥一打仗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就露馅了 侯震山不知道啊 一听朱元璋这么讲 感恩不尽 哎呀 四叔 我可就全靠你了 啊 朱元璋听得乐了 怎么 现在就改口了 你比我大十了岁 嘿 比我矮一辈 啊 有意思 有意思 我说啊 猴年就 不不 四叔 哎 嘿嘿 四叔啊 你 你可得帮忙 哎 好好好 咱们回头 再说江场上 那 拿林迪迪报花知道 除了常与春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常与春走后 他更加猖狂 正在抖威 嗯 来这个黑德哥 这黑德哥 这蜜蜂的眼睛大模大样的 这战马四六步揽翻蹄 呸呸呸呸呸呸 好 还等什么时候啊 拿林迪报花 信的话 你是谁啊 说话这么大的口气 便利声喝道 站住 你是谁啊 别往前走了 胡大海 把眼睛一瞪 刷 放出两道官来 哎呀 我是报花啊 你小子胆子真不小啊 竟敢无视你家 二发官爷爷 这还聊得 要问我 我乃塞造王 属为龙神 胡大海 是也 他这一报名 拿林迪报花 还真吓一跳 为什么 这次胡大海在武科场 这脸算露足了 百神牛镇冲出贡院 吓走盖天都督 朱亮祖这消息 早就传遍了 再叫那报神兰旗官 天之家印 这么一说 不由得一惊 哦 姓胡的 你来干什么了 我来呀 可大有用啊 破十条绝呼机 解救天下英雄来了 在城中 我战败了老太师 来到这 又看见你 胡家胡威的 拦住了大家去路 我挺生气 所以上阵来 和你说说 嗯 你要把兵撤走 放大伙过去 那林迪报花一听 这个姓胡的 说的怎么这么轻快 就好像他是我的长辈一样 吩咐起我来了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啊 你就是有能的 也得拿出两下子 我看看呢 姓胡的 要想叫我退兵也行 除非你剩我掌中双锤 说着 他把双锤一碰 卡 如不能剩我 你呀 走不了了 胡大海一乐 我说 那林迪报花 你是找死呢 我叫你退兵是给你个便宜 饶你不死 看你这个样 非要和你家二法官比划两下不可 我老胡要没有打鼓翼 也不敢上山岗 没有擒龙手 也不敢下海洋 那林迪报花越听越有气 休要啰嗦 快快撒麻过来 胡大海大嘴一撇 那你个小小那林迪报花 还用着我老胡亲自动手吗 只用我家的一个老家人 就能娶你向上人头 那林迪报花一听胡大海 这番狂言气得暴跳如雷 小胡大 你的家人在哪里 快快让他过来受死 胡大海不慌不忙的 用手往南边的荒郊一指 看见没有 就是他 哎 我说老大爷 你快过来 把那林迪报花给我宰了 听到没有 话音没落 就听那边有人说话了 老奴来了 那林迪报花和橘子们一愣 一瞧 从河坡上走过来一头雀驴 这头驴他哪找的呢 三条腿长 一条腿短 一走一点头 一走一点头 驴背上坐着个干巴老头 长得瘦小枯干 满脸皱纹 弯腰驼背 头戴甩头 搁得青皂帽 身穿青剑袖 已经都破了 开花露了李子了 腰里的丝涛打着截头 租下 蹬着一双破靴子 卷着药 他来得了切尽 下得驴 一瘸一点 来到胡大海身旁 攻身十里 恭恭敬敬 胡二明公 是您叫老农啊 嗯 我叫你把那 拿铃蝶豹花 给我逮住 好好好 这事就交给我吧 不过你是要死的 还是要活的呀 宰了就行了吗 脸儿对话 拿铃蝶豹花在旁边 一听这个气呀 心的话 这两个该死东西 拿我耍上骨头了 那个老家伙 说话都费劲 还吹牛呢 还不要死的 要活的 真要把我气死了 他正生气呢 这个老头 骑着瘸驴过来了 来得了切尽 小驴站住 拿铃蝶豹花 问来者何人 我呀 没名啊 自幼无名 就叫老大 是胡二发官家的家人 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 刚才你没听见 胡二爷说吗 取你的脑袋 拿铃蝶豹花哼了一声 就凭你这老棺材嚷子 还要取我的脑袋 老头很干脆的回答一句 我看费不了 我看费不了多大 大救 那 那蝶豹花更生气了 这老家伙 这是找死的 那好 你过来吧 等会儿 我有点事啊 跟你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 你看 我这头驴 又老又瘸 走道也不快 怪别扭的 我呀 早想换匹豪马 可又没有合适的 今儿个 我跟你一见面 就瞧见 你那匹马可不错 是叫什么 赛路铁豹花吧 这匹马 要给我骑 够多好啊 咱们好说 好商量吧 你把那匹马 给我得了 我少给你俩钱 怎么样 拿铃蝶豹花 光盛生气了 这个老东西不打仗 净耍贫嘴呀 干脆 别跟他废话 快打死他 算了 想吧 把刘金锤一摆 老东西 你要马 你得先问问他 老头说 问他干什么呢 嗯 怕他不乐意 嘿 管他干什么 你乐意就行呗 少废话 拿铃蝶来 说吧 举锤就打 使个泰山压顶 单锤就过来了 这老头挺利索 一转身蹭 他从驴背上 跳起来 只剩着瘸驴 站在那块了 那这锤呀 正落在瘸驴的驴背上 只听啪 噗 这头瘸驴 就瘫在地上 老头一看驴死了 可急了 好啊 拿铃蝶豹花 你给我陪驴 你小子真不说理 打死了我的驴 我跟你玩不了 说着一撩一劲 擦朗一声 从腰里抽出一口短剑 这口短剑 光滑夺目 冷森森 寒气逼人 别看他短 这是宝刃 能切金断玉 消铁如泥 迎风措草 杀人不见血 他就是有名的兵器 叫秋风落叶嫂 老人家 亮出短剑 往后一仰身 钉子不一战 手托银虚 精神抖操 二目一瞪 朔朔放光 跟方才大不相同 再看 摇也不弯了 背也不驼了 说话又底气了 拿铃蝶豹花 一看 不禁意哆嗦 众人也愣了 哎呦 这脑头是谁呀 呦 二毛子 朔朔放光 这是世外高人呢 那当然了 他是谁呀 他是京西 静海县的老义士 外号人称 通壁元侯 姓吴 单字名真 在京西一代 提起此人 可以说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那吴真 不但武艺高强 而且肝胆诏人 很讲义气 他怎么上这儿来了 这边打仗 哦 他奔这儿来了 这是刘伯温请来的 刘伯温知道 港口举子冲出张一门 南过卢沟桥 没有人打接应 恐怕长玉春 也冲不过去 为什么呢 打了一天一夜了 这了得 所以请吴真 在这打接应 来解救众英雄 那天呐 刘伯温打发 长玉春 进京报信 两人分手之后 刘伯温要去 真定府 防友 走在中途 巧遇老义士 是吴真 刘伯温就把 武科厂的事 全对他说了 吴真气坏了 即刻动身 连夜赶赴京城 接应 武殿章等人 可是 没碰着武殿章 只可第二天 赶到 卢沟桥等候 方才他 打老远 就看见 那天蝶爆花 大战长玉春 急忙催驴 往前去 就在这个功夫 让胡大海看见了 本来 长玉春一走 胡大海 正没辙呢 他猛然抬头 看见了老义士 吴真 习里这个高兴 就甭提了 习里有底 他又吹上了 硬说 吴真是他们家的 一个老家人 吴真还真承认了 老头一露 本来的面目 大家全愣了 朱元璋也愣了 扭头问胡大海 二哥 这老头到底是谁呀 怎么会听你的呢 你说朱元璋这人 多聪明啊 这这儿 也被胡大海给唬住了 胡大海一笑 他不听我的 他得行啊 你不认识他呀 不认识 他是你二嫂子的表哥呀 人送外号 通不远侯 叫吴真 他是我的大舅子 哦 朱元璋心想 别看我二哥没什么本事 倒有几门露脸的好亲戚 他的岳父叫金朝凤 是有名的老英雄 人送外号 翻江闹海 亲龙手 他的大师哥 叫康茂财 人称神刀将 现在又来了一个大舅子 通碧原侯吴真 再看胡大海这个时候 得意洋洋把大肚子一舔 喊上了 我说 那林蝶爆花呀 你现在认罪还不完 只要你闪开道路 让众人过去 胡二爷就饶你不死 如若不然 二爷可要发话了 等我一张嘴 你脑袋可就没了 那林蝶爆花 听了胡大海这番话 气得哇哇爆旧 一派胡言 胡大海到乐了 看来你不信我的话 我说老大爷 你过去吧 老吴真答应一声 封密 双脚点地 腰眼叠近 舌尖一点 沙堂身子望上 一纵撑的一声 两丈多高 很快就来到 那林蝶爆花的身旁 挥动短剑 奔定那林蝶爆花的 薄像刷 剑就过去 那林蝶爆花 没想到老头 动作这么快 真是迅雷不及仰耳 再想躲 来不及了 急忙举双锤 往上迎 他想把老头 剑的给磕过去 哪料到 吴真一转手 只听 擦愣擦愣 扑 联响三声 什么动静 头一声 宝剑削掉 那林蝶爆花的 左手吹头 第二响 看下 那林蝶爆花 右手吹头 第三响 那林蝶爆花的脑袋 应声落地 这叫一剑三头 也叫一剑削三首 你说这秋风 落月 扫着剑多快呀 可惜没地方买去 那林蝶爆花的斗大 人头裹落在地 撒手扔了两个锤霸 他这匹马 驮入死尸 刚又跑 老头可不干了 只见他身轻如燕 一抖身 蹭 就站在马的后裘上 把那林蝶爆花的死尸 扔下马 自己掌身形 劈开双腿 骑在马鞍桥上 大家一看 老头真利索 便瞧表面上穿的窝囊 可动起手来 真是无比的灵球 像一缕青烟一样 大家齐声喝彩 好啊 就是好 史外高人哪 胡大海更是得意洋洋 舔着肚子叫好 笑眯眯说 嗯 我们老大就是有两瞎子 这一来 愁鬼侯震山 更佩服胡大海了 他来到胡大海的面前 哎呀 胡二发官 那老头是谁啊 胡大海用眼 瞟了一下 胡震山 又吹上了 呃 他是我家的下人 哎呦 二发官 您家里净出好样的 就连使用的下人 都这么大本事 这个师父 我是非认不可 他回头看看朱元璋 一个劲点头 是眼色 现在朱元璋 哪顾这些啊 大海一声 弟兄们 快闯 联营啊 冲出去 就是活命啊 快呀 五颗场 冲出的英雄 五栋兵刃 一路冲杀 杀笨 敌营 那连迭报 花一死 早晚援军们 吓得胆裂浑飞 敌营 完全乱了 个个弃甲丢割 四散逃避 这几千人 如同虎汤 羊群一样 拼命的往外杀 别看七十二座联营 也难以挡住众人 就在这阵 猛听的 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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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怎么 一百单巴辖 铁刹车过来 铁刹车前边板上都是刀啊 他要把众人困到里边 大家一看不好 要叫刹车阵困住 可就没命了 跑啊 四散逃避 就这功夫 猛听着 吃肉豆山 咔啦一声雷 紧跟着飘泼大雨 从天而降 这雨啊 不知道下的怎么那么大 就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 交得众人狼狈不堪 五零四散 谁也找不着谁了 说查车阵困住谁了 没困住谁 误不得了 交雨交得抬不起头来 尤其是朱元璋连饿带泪 爬伏在马鞍桥上 新马幽江就冲出去了 也不知道走出多远 多长时间 他昏昏沉沉迷迷登登的 来到一座小山坡下 这时候雨也停了 天降五十 抬头一看 众家弟兄都走散了 定定神 觉得自己不舒服 想下马歇一会儿再走 他跳下马来 把枪和剑放在山坡上 叫马溜达着吃草 自己啊 在喝沟里捧口水 喝了几口 靠在树上 想喘口气 哪知道坐下就动不了了 是啊 傻的一天一夜 又到了第二天了 浑身疼痛 骨头脚都酸麻 手脚发胀 嘴里冒烟 天旋地转 眼前发黑 再也支持不住了 扑通一声 倒在树下 昏过去 等他再醒来 睁眼一看 天黑的 身手不见无知 大约三更天了 他勉强站起来 找自己枪马 盔甲包 嘿 什么都没了 只剩下 穿着的衣服和靴子了 朱元璋 这回可着急了 犀利难过了 本来自己没家没夜 这几年呢 全靠弟兄们 帮助过日子 这次大家实散 自己东西又丢得 这么干净 以后怎么办呢 还上韩城家里住吗 不能了 这几年 叫我和二哥 把他拖来的够呛 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况且 我连马都没有了 怎么去呀 分文结武 哎 天下之大 难道就没有我容身之处吗 想来想去 他想回楚州 到旧父郭光卿家里头 暂避一时 单等众家兄弟有了下落 再做道理 想到这儿 变了变方向 就本楚州而去 朱元璋这回可着急了 犀利难过了 本来自己没家没夜 这几年呢 全靠弟兄们帮助过日子 这次大家实散 自己东西又丢得这么干净 以后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 他想回楚州 到旧父郭光卿家里头 暂避一时 单等众家兄弟有了下落 再做道理 再做道理 想到这儿 变了变方向 有画影团队 不想是放牛的小子 因为吃不上饭 在黄爵寺当了小和尚 可是后来发迹了 当上豪州领兵的总兵 傅元帅 现在呢 又成了要饭的了 上哪儿去呢 天下之大 没有安身之处 他这病时好时坏 因为天气冷 腹内无食 身上无衣 欲寒 越病越重 他想起我们亲戚 在厨州 我呀 到厨州 找这门亲戚去 在南路途遥远 又反复感冒 发高烧 这一天 昏倒在一座 破庙外 要是没人救他 他也就暴死在庙外 就在这这儿 从庙里走出 两个要饭的花子 年纪都在三十左右岁 两个花子到门外 想找点柴火 做点饭吃 一瞧地下 躺着一个人 俩低头一看 哎呦 这个人衣服破烂 脸呢 发高烧烧得通红通红的 浑身不住的哆嗦 这两人心软了 福哥 你看这位 脚下的鞋都张了嘴了 衣服遮不上身体 这个穿戴这么破烂 他这是病了 哪不是修好吉德呀 咱们把他抬进去 让他烤烤火 给他弄点吃的 还许能把他救活了呢 人家都说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嘛 你看怎么样 另个说 我也这么想的 俩一起动手 就把朱渊章 抬进了庙内 这座破庙 早就坍塌 乌漏 没有出家人 就是要贩的 经常集中到这里头 避雨避风 这俩花子 不怎么找到这么地方 他们进了大殿 靠南千根地上 铺的都是稻草 这两个要贩的 把朱渊章放在草上 脱鞋自己的破棉袄 给朱渊章盖上 然后又搭起了三块砖头 添点甘草 把他点着了 做上要饭的黄瓷瓦棍 里边是要来的 西州剩饭菜汤子 煮得开开的 盛在碗里 两人一个扶着朱渊章 一个端着碗 一点一点喂他 朱渊章一连 喝了两碗饭汤 慢慢地暖和过来 身上出了点汗 当时就觉得 轻松了许多 睁眼一瞧啊 哎呦 自己躺在草堆上 还有两个要贩的手着 身上盖着人家破棉袄 他立刻明白过来 不用问 这是两个要贩的 救了我 我得谢谢人家 想吧 他刚要起身道谢 两人又把他按住了 哎 别动别动 刚出一点汗 再动着就更不好办了 哎 我们都是要饭的 同病相怜呢 你还有什么客气的 快躺下吧 你想要什么 告诉我们俩 我们俩去给你办 朱渊章听的 感动的流下眼泪 哎呀 真是遇见好人了 自己怪不忍心的 二位 要不是你们 我的命可就没了 嗨 没说的呀 哎 我们听你的口音 不像本地人呢 朱渊章点点头 是啊 我是外乡人 哎 你是哪的 我是豪州人呢 呦 你是豪州人呢 是住在城里呢 还是住在乡下呀 啊 我家离城不远 中离村呢 我是中离村人 你是中离村的人 对呀 那我们跟你打听个人 你认得吗 你打听谁呀 我从小在那长大 没有不认识他 哎呦 这个太好了 我们跟你打听这个人呢 呃 他姓朱 小名叫重发 大名叫朱渊章 朱渊章一听就愣了 嗯 你们俩认识他 不认识啊 跟他沾亲 也不沾亲 带故 也不带故 既不沾亲 也不带故 你们打听他干什么呢 嗨 要不是为了他呀 我们也不能成了乞丐 也不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他可把我们坑苦了 呦 朱渊章一愣 心想 哎 我夺在坑他们俩了 我可得好好问问 哎 二位 你们说这话我不明白 朱渊章怎么把你坑了 嗨 我说这位穷哥们啊 你是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啊 我叫郭福 他叫郭禄 我们在楚州啊 老当家的家里当佣人 老当家的姓郭 我们老当家里有个亲戚 叫朱渊章 这位表少爷 原来在郭子星手下 当总兵头领 是个大官 三年前 郭子星死了 也不知为什么 我们这位少爷也走了 三年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他姐姐和外甥 就住在我们东家家里 他姐姐想兄弟 整天的哭 老东家就四处派人找 前些日子 听一个赶车的说 那个朱渊章 在豪州寒家寨 闲住着呢 我们东家 就给我们俩 二百两银子 叫我们去把朱渊章 接回来 到了老韩家 才知朱渊章 已到京城赶考去了 我们只好往回走 谁知路途遇上一伙强盗 把我们的盘缠衣物 抢接一空 我们只好要着饭 往回走 给东家报信 今天走在这儿 离家不远了 外边又是雨 又是雪 想在庙里 避避雨 再回去见东家 所以说 要不是为了朱渊章 我们也不能要饭呢 哦 朱渊章一听 闹了半天 是这么回事啊 这就好了 郭福郭露啊 你们东家 是不是叫郭光青啊 啊 哎哎 你怎么知道的名字 今天你们算是买金的 碰上卖金的了 你们打听的那个朱渊章啊 就是我 啊 你还已经个高兴了 是要这么巧的事 我们找这么多日子 被人抢接一空 尽要犯了 找不着 怎么在这碰上了 哎哎 别去 我说这位穷哥们 你可别顺杆爬呀 我们说找朱渊章 你说你就是 你可别呼噜我嘛 哎 郭福郭露 哪有这事呢 我问问吧 我姐姐住在你们家 她是不是叫崇阳姑 对呀 我的外甥叫李温忠 也对呀 吃不得了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 朱崇八 哎呦 原来是朱少爷呀 我们有眼无珠 刚才多有得罪 我给您磕头了 哎 别客气 别客气 我说朱少爷 听说您在郭子星手下 当了大官了 你怎么会落得 呃 这般光景呢 怎么要饭了呢 哎 朱元璋 他的口气说 一言难尽呢 郭露在旁边一看 要引起少爷心酸 赶紧拉住郭福 别问了 别问了 咱们赶快回去 给东家报喜送信去吧 郭福说对 嘿嘿嘿 我是朱少爷 您在这 屈尊一会儿 我们俩进城 去给东家送个信 再给您带几件衣服来换上 你看好不好 哎 这也好 朱元璋一想 这两个家人 还真明白事 我穿得这么破烂 怎么进城 去见郭光青啊 也叫邻居笑话呀 好好 你们俩可快去快回来呀 哎哎 你看没有 瓦罐里还有半下吃的 你呀 把它吃下去吧 等到城里的时候 再给您排一排酒宴 哎 就别客气了 两个人转身走了 他们俩一走 庙里只剩下朱元璋一个人 他越呆越冷 把稻草滑了滑了 就抱到泥香的后边 把稻草一扑 往那一坐 再披上这件破棉袄 比刚才那个墙根啊 可暖和多了 他靠在神像后边 待了一阵 迷迷糊糊的 觉得困了 刚要打河睡 就听庙门 支牙一声 光开了 紧跟着脚不声沉重 蹭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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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蹭 从外边走进十个大汉 哎呦 这十个人哪 不到怎么那么齐 身高足有一丈 岁数不太大 最大的也在二十一二岁 小的十七八岁 头前这个 便脸珠眉 头上戴着沾帽 身上穿着青布棉衣 肩头啊 搭着紫色的搭宝 手里拎着个小干粮包 后边是个红脸大个 也是短衣短裤 肩头上搭着搭宝 紧跟着是黑脸的 黄脸的 白脸的 花褂脸的 十个人 都是一样的装束 只见他们说说笑笑走进大殿 把干粮袋放在香岸上 那个花脸大喊说 哎 我说 几位 前天师父教我两个架势 你们看看 我师父本领是真大 你看看 我学的像不像 你们瞧瞧啊 朱元璋歪个头 也朝外边看 就看着花脸大汗 把两个胳膊一伸 嘿 瞧没有 这招叫扁蛋一条 他呼一翻身 嘿 这叫一条扁蛋 那个黑脸说 嗯 不错 像扁蛋 师父还教我两个架势呢 你们瞧瞧 他把左胳膊举过头顶 右胳膊往前面一伸 哎 这叫什么呢 这叫老虎大张嘴 朱元璋一瞧心想 这几个人大概缺心眼 也不知是哪位师父传授的 好 一条扁蛋 扁蛋一条 这这干嘛呀 也不知是哪位师父传授的 这叫师父不明 弟子桌呀 纯粹是误人虔诚 白白消费时光 这十个大个 体格这么棒 都是一棍子打不倒的硬汉 好好练功好不好 什么老虎大张嘴的 这这啊 那个蓝脸的大汉说了 你们俩这四招 虽然都不错 可是比我呢 可差的太多了 师父说了 给我几招决意 我要能练熟了 就能打遍天下 无敌手 既然这样 那哥哥 你练练叫我们开开眼吧 这不就叫你们看吗 瞧瞧啊 直进他把眼睛一闭 双手往下一搭了 规规矩矩的从右边往左边转起墨来了 一边转着嘴里还不住的念叨着 鬼车转 鬼车转 天下英雄打一半 鬼车转 鬼车转 他这一转不要紧 朱元璋可实在憋不住了 不由的扑呲 笑出声来 朱元璋这一乐可坏了 那蓝脸大汉 把眼睛一瞪 兄弟们 背小偷 说着这几个人就忙活开了 有的仙桌脸 有的上佛像后头找 那个红脸的一扭头 看见了朱元璋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好小子 你吃出了甜头了 今天又来了 你竟偷我们的干粮食 截二零三的偷 这回瀑布 你给我赔 他这一喊 那九个大个也围上了 对 让他赔我饺子 他赔我包子 红脸说 前天我丢两个肉饼呢 甭问 都是他偷吃了 说着 伸手来抓朱元璋 朱元璋 赶紧站起来 转过泥巷 报万解释 诸位 误会误会 我没偷你们的东西 你们是认错人了 我是外地人 刚到这 避避雨 蓝脸大个说 你别胡说了 我们不信 我们丢好就回了 你再说好的也没用 你赶紧 赔干粮吧 赔我包子 赔我饼 赔 哎呀 我确实是没头啊 那你为什么 藏在泥巷后边啊 因为我怕冷 躲在泥巷后边 暖和暖和 不信 你说谁信呢 谁给你作证啊 嗯 这么办吧 你要不赔干粮 咱们就得比试比试 你能赢了我 干粮我们不要了 你要打不过我 想不赔干粮 那不行 就揍你 你过来吧 朱元璋 想 一会儿 舅舅他们来了 接我来 我哪能在这打架呢 就对几个大哥说 各位 我也不赔干粮 我也不能 跟你们伸手 要讲武艺 我不如你们 这求各位 高高手 原谅我这外乡人 就得了 没那便宜的 要不赔干粮 就得比武 不赔武 就得没干粮 两条道 你自己挑吧 想白白走 不行 朱元璋 叫他们挤兑的 实在没办法了 那好吧 咱们是单打独斗呢 你们还是 一拥而上 打群家呢 嗯 当然单打独斗了 我师父说了 好汉讲究 一个打一个 不许一拥齐杖 如果我们一拥齐杖 他就揍我们 来吧 嗯 先跟我打 那些人都是我兄弟 只要你能把我打了 干粮 你就甭背了 朱元璋想 你说我倒霉 不倒霉 这是喝凉水 都塞压缝 在这暖和暖和 碰这么十个浑人 哎 不打也不行了 你说我练完功核算 打这几个傻小子 嗯 打吧 你们进招吧 再看蓝脸大个 来的精神头 你准备好了啊 我告诉你 我可厉害 你瞧着啊 他左手 鹰眉一晃 右手 攥紧了拳头 奔着朱元璋的前胸 嗚 就一拳 这招 叫窝心炮 朱元璋一看 拳头到了 稍微往旁边一歪伸 大个的拳头就走空了 跟着 抬起右手 一丢的手腕子 嗨 就把手腕子给抓住了 然后往怀里一带 往完一送你 躺下吧 再看大个 登登登登 叨 仰命朝天的 躺在了地上 哎 好啊 这蓝脸大个 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 你小偷啊 这下是叫你捡便宜了 嗯 不算数 不算不算 还得试试 朱元璋本不打算和他们打 可是大个咬住不放 使自己心中不痛快 既然是我捡着了 那好 咱俩再试试 试试就试试 大个像发疯一样 抡起双拳 使个双风逛儿 奔朱元璋的太阳穴打起来 朱元璋不慌不忙 摆了个童子拜佛的架势 往下身子一蹲 眨眼之间 往上招手左右 啪啪一分 这招就野马分踪 分开他的双拳 又收拳变掌 使个老军推杯 双手推到大个儿的肚子上 没使劲 轻轻的 砰的一下 跟着一做劲 扑通 把大个子又给摔那块儿 哎呀 摔他直翻白眼啊 尽管如此还是不服 你好小子 你行啊 有两下子 这一招是你碰上的 不算不算 再来 你扶不扶 不扶 再来 这个家伙 爬起来 又奔朱元璋过来了 伸手要抓朱元璋的前兄 没等他伸手呢 朱元璋一踏身 使了个扫堂腿 正扮在大个子的腿上 这回的呀 大个子摔得更厉害 像倒了一座石碑一样 扑通 爬那块儿 朱元璋说 扶不扶 不扶 你起来 咱们再打 大哥的眨巴眨巴眼睛 晃晃脑脑袋 不起来了 为什么 起来还得趴下 我非那个事干什么呢 干脆我在这趴着吧 这句实话 说得朱元璋好笑 就在这么功夫 庙门直嘎一声 从外边进来四个人 走在前边的一位老者 老人面子三秋古月 旱下花白胡须 头戴古铜色 逍遥金 迎门香美玉 脑后双飘带 山穿古铜色 对筋圆外长 上袖 团花朵朵 金线香边 足灯 坟底造靴 后边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面四浮粉 五官端正 头戴武生 公子精 迎门高拉 散茶刺骨叶 左边边带一朵粉绒球 身子微微动着绒球 秃突突直颤 身穿月白段的剑袖花袍上袖 三蓝白玉花 腰迹思涛 下边大红中阴 高耀轻荣靴子 泪下悬剑 小伙子长得漂亮 穿得漂亮 往那一站 真如玉树临风一般 还没等那老者说话 蓝脸大个一看可就乐了 冲着朱元璋说 好小子 你甭高兴打你的人来咯 蓝脸大个一看可就乐了 冲着朱元璋说 好小子 你甭高兴打你的人来咯 他赶紧爬起来 被那个小伙子跑了过去 师父 我们挨打了 快给我们出出气吧 小伙子把眼一瞪 休要无礼 退下 哎哎哎 还要再看那十个大个 规规矩矩的闪在夜旁 低头不言喻了 朱元璋这才仔细观看 走在前边的老者 正是旧父郭光卿 仔细看 这年轻漂亮小伙子 是外上李文忠 十年没见面了 李文忠长高了 长壮了 长帅了 不敢认了 朱元璋紧走几步 抢步跪倒磕头 旧父大人 崇巴 给你磕头了 见着亲人了 眼泪下了 郭光卿 用手拉起朱元璋 一看朱元璋 哎呦 模样都变了 眼窝身陷 嘴上打着泡啊 小脸啊 瘦的 皮都坠下来了 没想到啊 变得这么惨 老人流下了眼泪 元璋啊 这几年 你受苦了 哎 舅父 都是孩儿无能 叫你挂念 别提了 快 文忠啊 给你救磕头 漂亮小伙子 赶紧过来 舅舅 我给您十礼了 哎 你是文忠 可不是吗 哎呦 长高了 舅舅 我想你啊 老少三杯见面 真是喜之不尽啊 蓝脸大哥 哥在一旁可傻眼了 闹了半天 这位是咱们师父的舅舅 怪不得他那么大能力 他急忙 走了过来 师父 嗯 你管他叫舅舅 我们管他叫什么呢 李文忠说 你们叫舅老爷 哎 舅老爷 你好啊 我给你磕头了 这十个大个 跪在朱元璋眼前 邦邦邦 磕响头啊 哎呀 把朱元璋乐得急忙 把他们拉起来 快起来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侯二龙 你呢 范永年 随后给依依介绍 还有曹武高石薛仙李霸陈庆 冯胜阳春李茂 依依做了眼见 说起来 朱元璋和郭光卿这一家子 到底什么关系呢 大概我不说 你也清楚了 前文我讲过 朱元璋家里贫困 把他的姐姐 崇阳姑 从小就送给人家 当童养兮 送到了老李家 嫁给李珍 所生一子 就是现在这个李文忠 那年哪 家乡闹瘟疫 李珍故去了 剩下崇阳姑 领着小儿子 没地方去 就投了亲戚 投到郭光卿家 郭光卿 是李珍的亲舅舅 外甥没了 外甥媳妇 可孩子来了 哪能不管呢 尤其郭光卿 身旁无子 就拿李文忠 当亲孙子 那么带 头几年生活不太好 还不想这些亲戚朋友 事 崇阳姑也顾不得娘家人 等后来得到消息了 父母双亡 就剩下一个兄弟 朱冲八 朱冲八有出息 到郭子星手下当官了 总想啊 叫朱元璋啊 到楚州来 姐弟相见 这次算如愿以偿 就这样 郭光卿 拿朱元璋 当亲外甥一样 临到家里 派人到后边 给他沐浴更衣 又叫过了 他的姐姐崇阳姑 崇阳姑啊 本来没有多大病 就是想兄弟想的 听说朱元璋回来 他的病可就好了一半了 姐弟见面 说不尽的高兴 这这儿老家人 请朱元璋到前厅用餐 在前厅客厅 酒席已经摆好了 郭光卿坐正坐 上吹手 是朱元璋 下手是他的外甥 李文忠 老少三辈 边吃边谈 朱元璋就把自己 这几年的情形 简单的说了一遍 郭光卿说 孩子 你的货惹得太大了 现在官府 都知道你的名字 往后 你呀 把名得改了 你叫什么好呢 朱元璋说 是啊 朱冲八不能叫 朱元璋不能叫 我们陆家庄 接拜是弟兄七人 我排行在四 干脆就叫朱四吧 哎 行 你从今后就留在我家 就是我的亲外上 帮我照款照款买卖 呃 元璋啊 说实话 别在外边跑了 武枪弄棒 太危险了 呃 要想发财 还得经商 跟我做买卖 我搜索也大了 将来这买卖呢 我看都归你 呃 也好教你外上练练功 你看怎么样 哎 行啊 舅父 呃 我只是想念我 失散的弟兄 放心不下 别的没什么 我在这儿 给您添麻烦了 什么话呢 咱们是一家人 以后不许说别的啊 这郭光卿在楚州城啊 有好几处大买卖 其中最大的买卖 最挣钱的是光星号 朱元璋白天到光星号照看生意 晚上就和李文忠爷俩练武艺 习学兵书战策 那十个大个常来看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 很喜欢他们 也想叫他们学点本领 家老好为国家出力 这一天朱元璋 把文忠叫到眼前 我说文忠啊 何而愣他们 哥十个都是苦孩子 是直心眼人 你为什么不交给他们点真能力 让他们学什么 鬼车转大老虎 一根匾的 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吗 李文忠一听笑了 舅舅 你是不知道 他们这十个人怎么回事 他们从小是 无依无靠 没爹没娘没人管 可也不知道怎么 他们十个人联络到一块了 整天就什么也不干 专门啊 讲打群架 抢吃抢喝 在楚州城啊 人称 石猛 静街王 谁也不敢惹他们 闹得太凶了 有一次叫我碰上了 我把他们十个 打的滚的滚 爬的爬 把他们打服了 非要拜我 为师不可 我就收了他们 给他们在码头上 找个活干 叫他们扛交行 维持生活吧 还给立了规矩 不许他们打群架 每天也交给他们几下子 没想到 他们当着我的面 挺老实 一出去 还是偷着伤人 就为这个 我才想了个办法 交给他们 鬼车转 大老虎 这些啊 都等着挨打的架势 叫他们挨点揍 也知道挨打疼 要是他们能得大了 那还得惹祸 朱元璋也乐了 你这孩子 诚心冒坏 你看他们身体结实 心眼忠厚 家中又没有牵挂 要把他们造就成人 将来也是你帮手啊 嗨 舅啊 我就怕管不住他们 不碍事 慢慢来 这么晚 我给你们主萌 你们十一个人 结为金兰之好 再交给他们点真功夫 把他们引到正路上来 行不行 舅舅 就凭我 跟他们拜把兄弟啊 温忠啊 你嫌他们怎么了 他们都是穷孩子 这叫什么话呢 穷又怎么了 他们那混 哎 慢慢教 就是从小没有受到良好教育 咱们慢慢教育 嗯 那就依着你老人家吧 就这样 把何尔愣等几个人叫来一商量 哎呦 这帮小子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 续了年庚 就属李温忠小 何尔愣 范永年最大 朱元璋 他们十一个人可就磕了头了 这回更亲了 每天哥几个都来跟朱元璋 习学武艺 也改了称呼 全管朱元璋叫舅舅了 光阴四剑 一晃 三年的光景 这天 朱元璋啊 去新光号 赵肯买卖 刚坐下 就和何尔愣 笑呵呵的 带进了一个人 他一进门就喊 舅舅 你看谁来了 朱元璋抬头一看 哎呦 是谁啊 正是他日思夜想的 刘伯温 刘先生 朱元璋站起来双手 拉住了刘伯温 先生啊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快把我降死了 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 刘伯温笑着说 同病相怜 彼此彼此啊 两个人亲切热热 手拉手 到了后边 朱元璋叫何尔愣 去 准备茶饭 然后就把五科厂弟兄 食散自己怎么来到 楚州的事 对刘伯温说了一遍 刘先生 想我朱元璋 保郭子欣抗援 陆家庄起义 梁起义 梁梁梁 壮志未愁 嘿嘿 现在 我成了商人做买卖了 哎 我这是万不得已啊 无时不再想念 先生和仲家弟兄 急得是一直打听不到 大家的下落 今天先生来了 哎呀 我这心里亮灯多了 你 干什么去了 哎 我也是为大家操劳 也是为你操劳 我知道 你为了抗援大业 终日奔走四方 你知道我们弟兄的消息吗 嗯 知道 只要你大欺一数 诸位英雄 随在四海 必然文风而至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和你商量此事 大家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身上 现在啊 七街岭有三千楼罗 虞桥镇有五千香兵 众家弟兄招之祭道 如果能夺到一城之地 我们便可以立其兴兵 这就全看你的了 朱元璋听了 心里非常高兴 先生 你说的正合我意 但是 朱某才数学前 不能当此重任 你看 几次都失败了 我没出息 这么办 先生你 另推一个德高望重之人 手举一旗防好 他举一旗 我跟着跑 刘伯温高颂道号 无良天尊 元璋啊 你啊 就别客气了 我刘伯温 虽然不敢说 慧眼诗人 也说够伯乐的 你是众望所归 大势所趋 就不必推一次了 朱元璋说 我心里都没底啊 我能行吗 你准行 我哪点比别人强啊 你啊 心胸豁达 你是苦孩子出身 将来你得天下 眼里还能想到穷人 我觉得 这就是你最好的条件 是吗 哎 别看这几年 你眼居在出周 你这是没办法 现在时机成熟了 你啊 该走了 刘先生 你说我行 我听你的 那你说我应该 选定哪个地方 立足为好呢 嗯 一频道之鉴 说到这 刘伯温 赶紧到外边看看 将外边没人 轻轻把门关上 这一带呀 军不及襄阳有力 襄阳城 乃水汉码头 物产丰富 一守难攻 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要想举旗 推倒大员 先夺襄阳 那就再好也没有的了 朱元璋听到这 咒着眉 先生 我知道你支天文小弟里 擅小战机 可那襄阳城随是宝地 但对我们来说 也有很多不利之处 那里不但元朝兵多将广 而且那京湘九郡的总帅张玉 永贯三军非寻常之位 况且我们在那毫无影响 风俗不通 地理不明 人丹事故 又怎么能致胜呢 刘伯温说 此事无妨啊 自古道 有智者 事竟成 那襄阳城虽然兵强马壮 张玉消勇 可是那襄阳王 为人残暴 乃一勇之福 是非不清 赏罚不明 久俊 猛汉官员之间 矛盾重重 明争暗斗 百姓早已怨声载道 只要我们设法 潜入襄阳 不动声色 等待时机 那时 再利用他们的布盒 趁虚而入 攻其不备 定能成功 朱元璋想了想 点点头 嗯 此计甚妙 但不知我们 什么时候动手呢 怎么办吧 频道先去安排 你何日前往 等候我的书信 记住了 我派人送信 两人商议已毙 用罢酒饭 刘伯温告辞 先奔襄阳去了 但说朱元璋 自从刘伯温走后 天天想 日日盼等着刘伯温来信 这一等 就等了半年多的光景 这一天 朱元璋正在屋里发愣 光星号的大掌柜地进来了 手里拿着一封信 哎 表少爷 从襄阳来的个商人 买了咱们两千五百斤乌梅 还撂下五十两银子的定钱 说是让咱们把乌梅送到襄阳 车缴运费人家包了 那个人还给你带来一封书信 朱元璋接过信了一看 哎呦 正是刘伯温写的 赶紧拆开 一看上面写 借信后 与八月二十日前 素带乌梅来襄阳 住在梅马招商客栈 如果买卖顺利 有了立足之地 十月初 我将带于乔镇所有商骨 前来祝贺 若买卖不佳 可急奔于乔镇 我将在那里相候 朱元璋看罢书信 心中暗息 明白了 刘伯温这是让我前去襄阳等他 必然大势可图啊 朱元璋把信赶紧销毁了 对掌柜的说 那你就快去把货物打好包 啊 乌梅要挑好的 别烂了啊 打好包 我想亲自送一趟货 哎呦 您去啊 何必呢 派点伙计去就行了 这乌梅不值钱 不不不 我还是亲自去一趟 我没去过襄阳 那好 您等着吧 我马上给您准备 说吧 他包装货物去了 朱元璋又把何而愣叫来了 你去告诉范永年他们 就说我要带你们十个人到襄阳去送货 何而愣一听说带他们上襄阳 哎呀 乐都找不着北了 哎呀 舅舅 你真好 我长这么大 哪也没去过 就在这城里闹来了 别吵了 快去 哎呀呀呀 他撒 给那哥儿酒送信 他们没带李温忠 因为什么呢 重阳姑离不开儿子 把李温忠留在家里 然后朱元璋收拾一臂 来和郭光卿商量 舅父啊 我呀 要到襄阳走一趟 送乌梅到那开开眼界 郭光卿当然高兴了 便选了个黄道吉日起身 朱元璋辞别的舅父舅母 又辞别的姐姐重阳姑 带着石猛和两千五百斤乌梅 上了大船 一路顺风 直奔你襄阳 路上无事 这一日来到襄阳的码头 船一靠岸 也用不着雇交行的 两千五百斤乌梅 合而愣他们十个人 一下子就扛下来了 把货物卸在码头上 等着跑和的过来 给姑家上睡 什么叫跑和的呢 就是吃码头的 现在叫中介人经纪人 凡是倒着码头上的船 跑和的就与客人搭话 他们都是内行 不管你装的什么货 他们就知道当时的行情 他们帮客人成全买卖 从中得一些谢金 这种人叫跑和 因为朱元璋有点晕船 一下船 曹五高石两个人就掺着他 找个必经地方休息去了 只有和尔愣他们搁几个 在这看货 功夫不大 走过来一个跑和的 问和尔愣 哎 你们来多少人呢 带的什么货呀 和尔愣一想 我们总共才带两千五百斤乌梅 就来了十一个大货人呢 这买卖显然太小了 叫人瞧不起 我呀 不如大着点说 体面点 和尔愣可就放开愣了 顺口就说 哦 我们来了十一个人 带的是红货 红货 是指珠宝玉器的总称 一说红货 跑和的知道了 哎呦 这是大老板 甭问呢 带的准是 宝石 钻石 珍珠 玛瑙 白壁 珊瑚 硬青硬红 猫儿眼 水晶 茶晶等物 跑和的 赶紧凑过来 哦 红货呀 带多少啊 两千五百斤 啊啊 这一话 把跑和的吓了一瓮 心说 我的妈呀 打我来到码头上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商人呢 这红货 都论个 没听说论金的 哎呦 这多大买卖呀 红货的价钱不好估啊 拿出一件来 就值个三百两 五百两的 那么值钱的东西 估不了 这税也没法上 上错了 赔不起 干脆 别找麻烦 他还真拿何而愣啊 当成贩卖红货的老客了 赶紧笑嘻一说 哎呦 哎呦 你们几位 谁是东家啊 哦 东家叫朱四 他运船了 在那边歇着呢 有事 嗯 你跟我说吧 哦 没别的事 你们几位先在等会儿 等我把总办找来再说 啊 说安他走了 何而愣啊 暗中好笑 低声跟着哥几个说 哎呦 他叫咱们给唬住了 说卖红货 哎 多带劲啊 看他们再不敢想瞧我们了 正在得意 朱冤章过来了 而愣啊 你在这干嘛呢 哎 刚才来个人 嘿嘿 问我们呃 带着什么 我说红货 啊 朱冤章过来了 二愣啊 你在这干嘛呢 哎 刚才来个人 嘿嘿 问我们呃 带着什么 我说红货 啊 朱冤章听吧 埋怨二愣啊 谁叫你抱红货来的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待会人家总办来了 怎么说呀 那还不好办呢 还说是红货呗 人要检查呢 呃 他这个检查 二愣没词的 就在这么功夫 大惊有人高喊 哎 啥个道 别叫马撞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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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冤章抬头一看 可了不得了 只见来的五匹马 走在最前面这个人 年纪在个三十上下岁 跳下马身高八尺 细腰梁 宽肩膀往脸上看 黄白镜子 面容轻瘦 高颧骨 两刀细眉毛 一对圆眼睛 薄嘴片 头戴海关帽 上边有二十四朵黄绒球 身穿绿冠服 肋下跨宝剑 大红中衣 足灯 粉底 关靴 手拿马鞭子 一看这个人呢 精明强盖 是个当官的 旁边有一匹马 马之人 瘦高身材 面色紫玉 粗眉还眼 鼻子口方 两耳有伦 头戴降紫色 纹生金 当中香美玉 后边是帽子飘带 身穿纹生厂 上绣蓝色牡丹 妖极丝涛 白袜 方缕 看模样是文人 书中暗表 前边那个人 正是茶盒总办 此人是大财主 姓沈 叫沈万三呢 他旁边那个人呢 是他的谋士 叫姚三老 他们是茶盒的 提起沈万三了 我得说几句 沈万三在大明朝 是有名的大财主 有敌国之父啊 他老家是浙江人 他的父亲沈幼 有四个儿子 老三就是沈万三 实际原名叫沈父 曾经在苏州啊 做绸缎生意 曾经下南洋贸易 所以发财了 现在在襄阳这呢 他昏了个官 为什么呢 这官商勾结 才能发家 说我就是经商的 没有当官的 给逞着后腰 这买卖做不成 前不久他就吃个亏 他曾经运了很多粮食 结果被太师托托 给征用了 一下子赔了不少钱 后来有人说 你啊 得找一个给你呛腰杆的 他就到了襄阳 襄阳王这个人 既残暴又贪财 所以啊 这沈万三 拿了不少的古丸 珍宝 贿赂 襄阳王 襄阳王把他收在身旁 既是谋士 又给他个官 封为茶盒总办 又因为他精明强干 能说会道 襄阳王把他收在身旁 为义子干殿下 沈万三旁边有个人 就是那辞脸的文人 是他的谋士叫姚三老 今天他们来茶盒 跑盒的上千十里 总办老爷 今天码头上来个贩卖 两千五百斤红货的 大老客姓朱叫朱四 我们没敢给他红货 估价订税 请您订夺 嗯 沈万三一愣 心想 哎呦 我沈万三是有名的大财主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房子 多少地 多少买卖 我可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商人 一个人 要是趁两千五百斤红货 那可就够敌国之富了 我得见见这位富翁 如果这里有利可图 我都把它买过来 一捣手 我再卖出去 就能挣一笔好钱 想着这问 朱四克商 你带的什么货 啊 红货 朱元璋为什么也报红货呢 这是没法改口了 一改口就叫耍笑海关 当官的一翻脸 事情更不好办了 这可咬牙承认是红货 完了再说 沈万三又问 数量是多少 两千五百斤 哦 你是由此路过你 还是在本城出卖 啊 我们要在襄阳卖 啊 好啊 好啊 那么你们住在哪啊 我们临来时打算好了 要住美马招商店 嗯 沈万三点点头 那好 我暂时就不给你们估价定税 你们先去住店 等会儿 我到美马招商店找你去 牛头又对跑盒的说 哎 朱四客商是我的朋友 远路而来很劳烦 你们不许刁难他 听见没有 是 不敢不敢 说吧 沈万三带着姚三老走了 朱元璋出了一身冷汗 回头赶紧叫河尔愣 去找美马招商店去 河尔愣去的功夫不大 就把美马招商客店的伙计 马六给找来了 那马六套着车 把乌梅装上车和爷儿几个 一起接到美马招商店 来到门前车辆停 呜呜呜 朱四老客 看 门前站着两位 是我们老店东 载着接您呢 哦 朱元璋赶紧从车上 跳起来抬头一看 哎呀 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两位老人可非比寻常 左边这位身高八尺开外 面似火炭吹灰红肿头亮 眉毛胡须全白了 头戴鸭尾巾身穿英雄场 右边这位面似官裕 也是虚发皆白 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大而有轮 头戴灰色鸭尾巾身穿灰色英雄场 两位电东就是英雄气概 马六上前引荐 老东家 这位就是除州来的朱四客商 哦 两个老者温厅满脸堆笑 双手抱拳 朱四客商 一乡可好 小老二 没事组 哦 我叫马从容 迎接来迟 望求朱四客商 海涵 这两个老人一报名 哎呦 朱元璋啊 就是一惊 闹了半天 这两位电东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英雄好汉 那梅士族啊 人称威震九郡的金枪教师 马从容呢 是名师襄阳的金刀太斗 这俩年轻时候就威名远镇 朱元璋早就知这两个人 他心里挺纳闷 这两位老英雄怎么在这开启殿来 紧走几步 攻神失礼 哎呀 久仰久仰 在下鲁莽 还望二位老人家多多原谅 哎 岂甘岂甘 里边请 三个人携手揽 万直奔上方 伙计们帮着十个大个 把货物安置在西边客房里 然后摆上茶桌 一边吃茶 一边问两位殿东 二位老人家 我可久慕大名如雷逛耳 昊月当空啊 想不到 你们怎么会落到这开店呢 梅士族微微一笑 啊 我们哥俩自幼结拜 亲如手足 创当江湖一生 谁也没离开过谁 现如今 哎 朝廷这样你们知道 群雄四起 世道混乱 我们这么大年纪了 就不愿意再出头露面了 只好在这开个小小殿堂 安度晚年 朱元璋一听就明白了 刘伯文叫他们住在美马招商店 这是事先安排好的 他是到处给我请贤纳士 替我招兵买马 我若能得到这两位老英雄相助也算福分不小啊 二位老英雄 我朱四来到襄阳 举目无亲 低头无故 今后的事 全仗 二位为耻 嘿嘿 朱四克商 请放心 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只要 你有用我们两人之处 嘿嘿 不嫌我们老 我们是万辞 不辞 正说话 伙计马六进来了 朱掌柜的 茶河总办 沈的人 带两桌酒席 说是来给您 接风 洗尘 现在门后等着 嗯 朱元璋 温婷就是一愣 我与沈万三 素不相识 他给我接的 哪门子疯呢 梅士族 马从容 赶紧大话 诶 朱掌柜的 你以前可认识沈万三 不认识 有朋友眼见过 也没有 哎呀 这里边可大有文章 沈万三这个人 名气很大 有钱 有钱可是有钱 他往上叫 不往下叫 这个人是 无力不图 是啊 经商之人 要都赔本 那不得把老婆孩子都 陪进去吗 他有利可徒刑 不过最近他落在襄阳 听说给襄阳王当义子 不知道真假 官居查何总办 与你一不沾亲 二不带故 为什么带两桌酒席 给你接风 这里定有原因 你可要深思啊 朱元璋也猜到这里有事 可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带着屋梅爆红货 能不惹事吗 朱元璋还没往这上想 二位老人家 既然他来了 咱们不能不见 岂不是得罪他吗 欲知心腹事 单听口中言 他到底安在什么心 见了面便能知晓 我看还是渐渐为好 俩老头一瞧朱元璋 这个人干脆有胆量 有气派 确实是好样的 是啊 在襄阳城 你就在元朝提提 沈万三也没有播到的 你想啊 朱元璋和沈万三 他们是疯马牛不相及 不应该是一路人 愣往一块做 能不出事吗 朱元璋又把何二愣 他们搁十个叫过来 哎 二愣啊 海关总办给咱们接风 到时候 你们要好好招待 不得怠慢 要看我的眼色形势 听见没有 舅舅 你放心吧 准没错 朱元璋一切安配停当 和两位电东 带着十个小将来到了门外 一瞧 沈万三和姚三老 早就在那等着呢 两旁边站着八个家人 抬着四个十和 哎 挺威风 那位说 沈万三为什么要给朱元璋接风 这里边有个原因 你别瞧沈万三家大业大 罗马成群 有才有势 可是他很节省 说他节省是好听 说他小气 那是对他有点瘪意 不过这个人确实啊 对钱上看得很重 他一看 朱元璋是卖红货的 了不起的大商人 从他那弄几件红货 也不用费难呢 不用当面说 我只要以礼相待 给他接风为名 他必然要送我几件 哪一件拿出来 不值钱也值个三百两 二百两的 要说大了 千两万两都不一定 我这两桌酒席 加一起支十两银子 算来我还有钻的 另外我这叫抛砖野狱 我不请他吃 他也得给我送礼 他给我送礼 我再请客呢 我还被动 不如我先请他 就这样 休息准备好了 来到美马招商店前 等候朱元璋 一看朱元璋带着大伙来了 笑呵呵的上前套进 哎呀 朱掌柜弟 你辛苦了 朱元璋也满脸陪笑 在下有何德智能赶劳 总办大人前来接风 朱某心里实在不安 哎 朱客商 不必客气 我人就是好交朋友 尤其是在外乡 我也是在外乡 我家不在这 你我一见如故 这点饱酒又算了什么 请吧 呃 美掌柜的 马掌柜的 也请吧 好好好 聪明聪明 说说笑笑 来到了上房 分兵主落座 把桌案摆开 沈万三说 在这摆一桌 我同朱司客商和老掌柜的在这吃 那一桌 赏给你的从人吧 何而愣他们一听高兴了 抬了一桌酒席 到西屋去吃 何而愣低声对几个兄弟说 哎 哥们儿咱们咱们可得快点吃啊 我看沈万三这小子 嗯 没安好心 他的东西白给我们吃啊 说不定这里有事 也许打起来 咱们嗯 吃饱了 喝足了 好 定着他嘛 对 这哥十个 风卷残云一样 狼屯虎咽 一桌酒席 一扫耳光 东屋里一桌坐着五个人 朱元璋 没马两位 老掌柜的还有沈万三 姚三老 八个家人在下边 伺候着真酒不菜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沈万三两眼眯成一道缝 对朱元璋说 朱司客商 人家都说我沈万三有敌国之父 可也没见识过两千五百斤红祸 对珠宝玉器这个东西 我是真爱 可实在是外行 说实在的 我是卖绸缎的内行 珠宝玉器不行 今天咱们既然碰到一块了 就不戏外了 你能不能把所带的珍宝拿出几件 在酒宴前让我大伙 见识见识 以保掩服 我也跟你学一学 朱元璋一听 脸疼就红了 心想这才糟呢 你看啥预期 看啥珍宝啊 我那不就是乌梅吗 哦 要看 要看就是叫我送啊 不就这意思吗 送 哎呀 我要有我就送他点 我没有可怎么办呢 要知道这个 我花钱买两件 先买来不及了 有心跟他说实话 又怕把事情弄僵了更不好办 得想一想 哎 先把眼前应付过去再说 等沈万三走了 我马上到古玩店 买两件上好的给他送去 补补他的人情 朱元璋也是好心 他微微一乐 总办老爷 这红货呀 是我给人家带馆的货物 真正的东家 是我舅舅 除州郭光青 因为他家里有点事 今天没有来 不过一半天 他俩人家准道 等他来了之后 再请他开封 选两件最好的 我生就二人 给您亲自送到府上 您看如何 朱元璋这是推脱啊 说不能开封 不能做主 实际上 他是不敢开封 只要一开封 准杂 所以使了个缓兵之计 可那沈万三呢 也是死心眼 不同情理 诶 朱四克商 你过于谨慎了 你舅父既敢以重任相托 就一定是信赖你 你拿出几件来 又有何妨呢 不敢不敢 我可不敢开封 这是细语 诶 我们看看又不要 又有什么呢 哪天我到你那去 诶用不着用不着 我们就见识见识 一个要看 一个说不敢 梅氏族 马从容两人一想 这可怎么办呢 正想主意 姚三老站起来了 姚三老是沈万三的谋士 要说是两人狼背为奸 沈万三是狼 姚三老是背 狼比背的心眼多多了 他一看两人僵持不下 就拈溜出来 来到院里把伙计马六叫过来了 哎 马六啊 哎呦 嘿嘿 姚三爷 有什么事 那诸四刻上的货物放哪了 谁看着呢 嘿 哪有人看着 那不 就在西乡房里堆着呢 姚三老一听心里高兴 他悄悄的来到西货房 一瞧门锁着 他转到窗口窃进 顺手把窗户纸 捅 捅个窟窿 往里一瞧 里边是大铺包 二十五个大铺包啊 渐棱渐角的 罗着挺老高 哎 这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没人看管呢 有没有装馅 怎么会打着铺包放着呢 怪了 他往前一凑合一贴鼻子 嗯 有股酸味 这更奇怪了 怎么红货还酸呢 他是不知道了 那乌梅包啊 有的在船上烧着点湿 放在屋子里一闷 他可不冒酸味 姚三老看着看着 把手可就伸进去了 抓住了乌梅包 一使劲呲啦一声 扯断了两根铺条 铺条一断 就是个窟窿 他再一瞧啊 可气坏了 原来包里装的是 大个儿乌梅 哈哈 姓朱的 你胆子可不小啊 硬把乌梅 爆了红货 骗我们总办老爷 你还想活吗 他顺手抓了把乌梅 气呼呼的 来到东江屋 屋子里呢 还在娇奢呢 一个非看不可 一个说什么不让看 姚三老来到 沈万三的面前说 总办老爷 您要看什么呢 啊 蛛丝刻上的红货呀 您甭着急 我拿来了 您看看吧 说着把乌梅 往桌上一放 沈万三一看就愣了 哎 我说 你怎么开玩笑 这不是乌梅吗 姚三老说 是啊 就是乌梅呀 哎 我要看的是 蛛丝刻上的红货 你拿乌梅干什么 总办大人 这就是 朱丝刻上的红货呀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姚三老来到 沈万三的面前说 总办老爷 您要看什么呢 啊 朱丝刻上的红货呀 您甭着急 我拿来了 您看看吧 说着把乌梅 往桌上一放 沈万三一看就愣了 哎 我说 你怎么开玩笑 这不是乌梅吗 姚三老说 是啊 就是乌梅呀 哎 我要看的是 朱丝刻上的红货 你拿乌梅干什么 总办大人 这就是朱丝刻上的红货呀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啊 怎么回事 朱元璋一瞧 再也瞒不住了 赶紧站起来说 总办大人息怒 我贩卖的就是乌梅 根本也没有红货 因为我手下人粗鲁无知 他给我报了红货了 我就没法更改了 现在事情既已明白 您呐 也不要着急 过错都在我身上 您喜欢什么 我离襄阳之前 一定给您送去 聊表我的谢意 沈万三一听这话 当时昏身冰凉 又气又后悔 心想 就凭他卖乌梅的小小商人 也配我带酒席给他接风 他把那乌梅都给我 也不够我的酒席钱 我这一辈子 做什么买卖 没赔过 看事没看差过 这回怎么就差眼了呢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他怒目横眉的站起来 他觉得被人耍笑了 受不了啊 他伸手要抓朱元璋 你说多巧 喝而愣啊 吃饱了 站在门口正瞧着 一看沈万三的脸 并来并去 要抓朱元璋 他可急了 一伸手在条岸上 端起碗丸子汤 嘿嘿 屋梅啊 红货啊 我看都一家里 来碗丸子汤吧 吼 朝着沈万三的脸上就扣 朱元璋手气眼快 用胳膊一躺 嗨 休要放肆 可非了 那碗丸子汤 可这碗汤没烫着沈万三 全扣到姚三老身上 哎呀 烫死我了 你们这帮骗子 竟然拿乌梅荡 红货骗我家老爷 还敢动手打人 来呀 干嘛 要打架 沈万三一看不好 为什么 他瞧见 朱元璋带来这十个人 哎呦 坚坤背后五大三粗的小伙子 谁想光棍不吃眼千亏 要是打起来 这十个大个 可不好惹呀 再加上梅氏族 马从龙这两个老家伙 我准吃亏呀 眼珠一转 有了 反正蛛丝也跑不了 我先把他稳住 待会儿 我再叫我手下的教师爷 教训教训的 想着一阵冷笑 我沈万三 虽然爱交朋友 也不交谎言之妹 你们连一句实话都不肯说 那还有什么交头呢 老三哪 咱们走 说着站起来就走 朱元璋一想 得罪了他 闹起来误了大事 不如啊 谎和谎和 连忙赔礼道歉 沈的人 这完全是误会 你还有多多海涵 两位老掌柜的也解释 哎呀 这不怪朱四 都是到外上食言 您原谅 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这事都挤到这了 沈万三 转身走了 何愣他们十个大个 哈哈大笑 嘿 我看他是哑巴吃荒莲 有口说不出 本来他是想找便宜 这回倒好 偷气不成 翻十八米 嘿嘿 两头不上算 这种人该治他 我要不说红货 咱们能吃上他的这顿席吗 嘿 还是爆红货好啊 朱元长气得一坐脚 你拉倒吧 你光顾吃了 还不知道这货惹多大呢 你以为这事就完了吗 不完他能怎么样 咱们怕他 啊 也不是咱们上他家抢饭去了 是他愿意送上门的 你懂什么 你知道他是谁啊 他不只是 襄阳查核总办 还是襄阳王的一格干殿下 他有权有势 今天这亏 吃得这么大 他能完吗 这不能怪人家 你报假货 人家请咱们 咱们还不说真话 你还用丸子汤扣人家 你像话吗 那怎么办呢 两位老东家说 你们别埋怨了 赶紧准备准备吧 你们收拾收拾 这边 撤掉残袭 洗洗脸 准备晃晃衣服歇一会儿 哪知道 马六 慌慌张张的跑进来了 老东家可了不得了 姚三老带着三百多名打手 他们堵着咱们店方门 叫你们二位 把朱四客商送出去 要不然要打进 没马招商客店 一个也不留 两个老东家听着话 只气得须眉倒数 二目远征 我看过去 朱元璋说不用 老人家 真没想到 我刚到襄阳 就给你们惹下了 这么大的祸 要撕打 光告 我不怕他 只怕连累 你们二位举家老少 既然是 他们来三百多名打手 堵着店门 此事非同小可 我只有前去对付一阵 为了保护你二位的家小 请你们二位不要出面 我一人做事 一人当 不过 我这十个外甥 都是粗鲁无知之人 无论如何 你二位费心照看他们一下 耳朵一听就炸了 舅舅 我也去 何处死 你跟他们拼 范五年说对 还是打吧 曹五高师等人 说要打就往外冲啊 朱渊璋把脸一沉 我看你们哪个敢动 我走之后 你们如果不听老电动的话 我可不饶你们 他们一看朱渊璋真急了 个个低头 再也不敢吭声 朱渊璋刚往外走 没事足把他拦住了 朱渊璋 朱渊璋上慢着 你既是刘伯文先生 引来的朋友 就不是外人 你住在我们 没马招商客店 我们不能让你吃亏 虽然沈万三 有才有事 可是 我没事足 也不是无能之辈 慢说他来了 三百名打手 就是三千名 官居又如何 你甭管了 这个事包在我们身上 我们出去跟他便离 慢 二位老英雄 多谢了 你们有家有口的 千万别受连累 还是我出去 二位掌柜的 你们不用动手 你们只要看住我 这十个万生就行了 看我怎么对付他们 说着 飞身闯出电忙 两个老掌柜的 安安佩服朱渊璋的胆量 是个敢做敢为的豪姐 想要助他一臂之力 两个人手势锦衬利落 跟着出来 何尔愣范永年也跟着往外走 俩老头赶紧拦住 你们干什么去 你舅舅方才交代了清楚 不许你们动 何尔愣一听就傻眼了 西说 还不许我们出去 我要说帮助舅舅去打架 他俩准不让 可是何尔愣傻人 有个傻心眼 他反问梅之族 那你们干什么去啊 我们给 朱四克商 温迪料阵 对啊 我们也出去看看 给舅舅 站脚入围 我们也不能叫舅舅吃亏啊 也好 那咱们 一同前往 如果你舅舅能打胜 更好 如果胜不了 咱们就一拥而上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不过 你们可不许胡来 听见没有 我听见了 就这样 老英雄 这才带他们来到了外边 到街上一看 可了不得了 好几百名打手 已经退到了大街上 把朱元璋 围个里三层 外三层 风雨不斗 事为泄不通 这几百名打手啊 都在二十望上 三十望下 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 个个是横掌 鼻子竖掌眼 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 直冒凶器啊 美人浑身穿青 遍体挂躁 打着国腿 足灯 大尾巴撒鞋 手里是一条桑木棍 为首有一个人 在三十五六岁 个子不高 长得敦敦实实的 特别壮 这个家伙 在后脖梗子 生个大肉瘤子 一看像俩脑袋 人送外号 叫双头蛇 这个家伙姓范 叫范销仁呢 叫白了 叫双头蛇范销仁 他堵着门口的骂 姚三老和沈万三两人 骑着马在后边 督着两旁边民房 站了不少 看热闹老百姓 朱元璋被围在当中 姚三老看得清清楚楚 冲着里边喊 哎 消人呐 他就是猪四 快把他抓住 哦 闹了半天 你就是猪四啊 怎么 要跑吗 跑不成了 老老实实扶绑 比什么都强 朱元璋冷冷的问道 我为什么要扶绑 嘿嘿 你还装啥啊 你讲乌美 假报红货 也不是出自我口 是别人那么说 我只是无奈和顺口答应 即便是报错了 也用不出来这么多人兴凶啊 你们可以罚款加税 何必动物呢 这句话 问的半销人 无言可答 朱元璋懂得法呀 是啊 我把假货报成真货 你可以罚款加税 你不能打架呀 可是姓范的这主呢 这双头蛇呢 是吃谁向谁 姓朱大 你少说废话 这是我们总办大人命令 你就得跟我们走 我要不去呢 不去 把你乱棍打死 我看不一定谁打得了谁呢 姓朱的 你还真牛气啊 哪里走 是你看棍 说着 把棍子轮圆了 砸了下来 朱元璋蹭 一闪身 跳出圈外 等等 朱元璋想 看来今天是非打不可 已经惹了事就别怕事 如果不打 就叫他们欺负住了 我在襄阳也站不住脚 打出事来了 我挺着 想着 他把长大衣服一脱 卷了卷一随手扔到伙计手里 紧紧大带 蹬着蹬靴子 浑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 钉字不一站 狗屎奴才 不怕死的 你就过来 双头蛇一看 呀呵 我说 朱四啊 你是做买卖的商人还想打架吗 二次举棍 砸起来 朱元璋一瞧 棍笨点凉 一闪身 棍走空了 蹭 往前跨进一步 用手掌一切他拿棍的手腕子 嗨 蹭 这小子胳膊像抽了筋一样 手一麻 当当一声 棍就掉地下 哎呀 不好 扭头要跑 朱元璋拿了龙腾 往前探身 伸左手 砰了一声 抓住背后尸子探 往回一带 这小子当时脚下没根了 随后 朱元璋用右手一拖他的臀部 还扔起 刷了一下子 被他举到半圈空了 这小子害怕了 他仰面朝天 两头腿乱蹬的 一个劲地喊呐 托儿们 快给我打呀 二愣一看可乐了 哎 舅舅 都说耍人的 耍人的 我可没见着过 这回可看见了 你才真正是耍人的呢 这只沈万三在马上也看见了 心里这个骂呀 双头蛇双头蛇 只打你一进府就跟我吹 说你南山打过九只虎 北山揍死六只狼 我满以为你是多大英雄 闹了半天 你是个大饭桶 连个卖乌梅的买卖人都打不了 我的饭都让你白吃了 他在马上急得了不得 问腰三老怎么办 腰三老说好办 小子们 给我一起上 谁拿住姓朱的 神爷有赏 后退不容 这时打手们一听呼就上去了 各百大棍直奔朱元璋 朱元璋啊 左躲右闪 找机会 汤就给他们一脚 那边 邦就给一拳 也打 躺下好几个 一边打 朱元璋看着 远远瞧见 沈万三和腰三老 腰三老在那指手画脚的 在那出主意 沈万三在那处琢瓦花子 不知道他合起什么呢 常爷说的好 捉鱼先捉头 勤贼先勤王 这个仗不应该打 已经打上了 毛病出在沈万三身上 我打也得罪他 不如得罪到底 我把他抓住 看他怎么的 想到这 他举着饭销人 挤一步 蹭蹭蹭 就来到沈万三进前 一仰手送 他把饭销人给扔了 沈万三在马上正发愣愣 猛然间黑乎乎的一物砸了 下来赶紧闪身 躲得稍微晚一点 就听到砰的一声 正撞在自己身上 再马上坐不住了 扑通来个倒栽葱 后脑勺摔了个大紫包 左胳膊也给砸得掉环了 饭销人都沾了沈万三的光 因为脑袋砸在沈万三的尖窝上 把沈万三砸倒了 他没摔着 要是没有沈万三垫着 饭销人非摔死不可 这小子赶紧爬起来上前 扶起沈万三 沈万三气得火冒三丈 上去 当就给这小子一嚼 好小子 你没能耐打猪刺 可有能耐撞我 差点没叫你把我砸死 是是是 老爷老爷 我不是故意的 这小子成了风霞的老鼠 两刀兽气还不敢吭声 这是姚三老赶紧过来 安慰沈万三 宋办老爷 怎么样 哎呀不怎么样啊 连砸带摔 差点没了命啊 你 都是你出着主意 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双刀蛇 去 把猪刺抓住 抓着 给老爷报仇 是 饭销人 答应一声又冲过去了 众家将摆出 二龙出水的架势 左右一围 将朱元璋 再次的围在当中 棍棒并举 朱元璋不慌不忙 拉开了架势 一招一试 左躲右闪 见机会尽招 朱元璋虽然本事不小 可是不敢往死里打 为什么 别谈人命官司 教训教训 那么可以 我能保住命就行了 如果打死人了 他的人命官司 我这襄阳城就待不了了 所以在下手打人的时候 格外注意 别伤重了 可也别叫人家打了 人家拿着武器呢 凶器呢 那朱元璋 身如蛇形 眼色垫 犬如流星 腿丝钻 猫村 狗闪 吐滚 鹰帆 跟着三百人呢 转来转去 把这帮小子打的 王八吃西瓜 滚的滚 爬的爬 多多少少带点伤 把看扔的老百姓 可乐坏了 越聚越多 散满了街道 堵住了小巷 房上 地上 树上 到处是人 一边看还喊好呢 好 买屋没的小伙子 太棒了 他给我们出气了 这回是大快人心 老百姓恨这帮打手 沈万三是做买卖的 表面还过得去 可是手下的打手 可无恶不作 他们整天在街上 横着膀子晃啊 专门抢吃 抢喝 也干那些 偷鸡摸狗的事 乡亲们 恨这伙 地头蛇 也是 在码头上 干什么都不容易 有一波 坍崖地面的 可这把人要管不好 就成了祸害 朱元璋把这把人打了 大家能不高兴 正在这滚成团的时候 就听南大街 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慌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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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行人上海咯 圆摔道 紧接着巴拉拉跑来几匹马 马上拆棍 各个精神百倍 头戴大尾巴扎金 身穿青色马褂 腿下跨腰刀 两扇征裙 大红中衣 都是高药靴子 手里拿着马鞭 在前边开刀 后边有一批薄龙鞠 马上端坐御员老将 看年纪 五旬开外 身高八尺 面子银盆 见眉虎目 方便大耳 鼻指口阔 五六昌须 胸前飘洒 头戴亮银帅子盔 三鹰棍顶 迎门二龙斗宝 亮银莫额 包而互相 身穿银叶甲 肃白绒绳 双搭十字盘 护心镜大刺兵盘 亮如秋水 脑后 有四杆户备齐 走金边 恰银线 上安 银湖的顶 袖着四个大字 威震京香 半批半挂 素罗袍 上袖 蟒翻身 龙探爪 海水江牙 肋侠佩戴 二刃双峰 纯刚剑 花沙鱼皮翘 银是劲 银索链链链子 崩黄 银臀口 双锤登楼碎 下边是银灰色的中医 足等虎头战靴 鸟吃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根亮银枪 这是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左有中军 怀抱令旗 右有旗牌 手斥令剑 后边是四十八名长枪手 各个威风陡送 当中这位老将是谁呀 正是赫赫有名 京乡九郡总帅 姓张明玉 自定国 这就是前文呢 我说过那个张玉 张定国 张元帅怎么到这来呢 他是从教军场 练兵刚刚回来 路过此地 人马正往前走着呢 猛然前队停住 后队不能过去 他急忙带住思江 中军 前边为什么不走了 中军掌身躯 看看 催马到前边瞧明白了 这才回来 启禀元帅 前边出事了 有人在街上斗殴 看任何人群 愁密 所以才挡住了去路 张玉文听 皱着皱眉 哦 原来是打群架的 中军 你快去 让他们闪开 咱们好过去 张元帅 路过此地 人马正往前走着呢 猛然前队停住 后队不能过去 他急忙带住思江 中军 中军 前边为什么不走了 中军掌身躯 看看 催马到前边瞧明白了 这才回来 启禀元帅 前边出事了 有人在街上斗殴 看任何人群 愁密 所以才挡住了去路 张玉文听 皱着皱眉 哦 原来是打群架的 中军 你快去 让他们闪开 咱们好过去 是 中军答应一声 去的功夫不大又回来了 启禀元帅 咱还是绕道而行吧 嗯 张玉元帅一愣 为什么要绕道而行 禀元帅 前边打架的这个人 咱们惹不起 就得绕道 少生是非 好好好 这句话不要紧 元帅 腾 火上来 怎么着 我连个打架都惹不起啊 难道我这京乡九郡总帅 得给他们打架的让道吗 这也太难了 自古来也没听说过 有当元帅 怕打架斗殴的 张玉文脸一沉 中军 他打架的 莫非是相掌三头 奸生六臂吗 不管是谁 在这打群架 本帅到此 太太给我 立即闪开 为什么还叫我绕道而行呢 这是其有此理 元帅 您不知道这个打架的是谁 您要知道也得躲 那么他是何人 他就是茶河总办 襄阳王爷的义儿甘殿下 姓沈叫沈万三 哦 原来是沈万三 对 就是他 咱们哪惹得起他呀 他在王爷面前说一波 京乡九郡七十二家官员 就属人家红了 所以说还是绕道走吧 张玉听这话 这是气炸连干肺 撕碎口中哑 剑梅倒树 虎木 冤争 什么 我怕沈万三 张玉啊 是个正义豪爽 威武不屈的英雄 他早就对 沈万三的行为 气恨在心 怎么 要不说当官的和经商的 他不一样 沈万三是个商人 到襄阳之后不久 就和襄阳王勾在一起了 弄得特别近 越来越近 什么原因呢 后来听手下的官员说 沈万三送后礼给襄阳王 襄阳王爱财 才给沈万三个茶盒总办 沈万三借此机会 借地生财做买卖 这买卖越做越大 挣完钱都送老家去了 那还不说 沈万三当了茶盒总办 养了好几百打手 这些人胡作非为 所以他早想碰碰沈万三 都被他老母亲给挡住了 哎呀 儿啊 你别让娘操心了 你睁一眼闭一眼 先这么糊弄吧 张玉是个大孝子 心想母亲年纪已过八十 倘若我碰沈万三 襄阳王不能让 要有个差错 怕老人承受不了 所以只可从命 不想今天冤家路窄 在这碰见这么个事 也怪中军官不会说话 你要说沈万三处理公务 发生争执 咱们等一会儿吧 他偏说 沈万三是襄阳王爷的 一儿干殿下 咱们惹不起 人家醉红绕道走吧 你想 张玉能干吗 他不但不让道 而且这个事 我是非管不可 他无故的 就在大街上打群架 这了得 他要有理 那就另说了 要是没理 我非找个茶至最不可 他看了他路旁 正好有一家三间门脸 金字牌匾的大茶叶店 上面有五尺宽的木板雨拿 下边是三邓高台阶 这个地方挺宽阔 中军 你们去跟茶叶店掌柜里 借一张高桌一把椅子 放在台阶上 本帅 我要在此声唐审问 打架斗殴之人 中军一听 魂都瞎丢了 我说老爷 这事可管不得 一来您是五只管 二来这审 审什么 是不是审万三不好惹 老爷您明见 休的多口 快去准备 是 中军没办法 只好硬着头皮 借来的桌椅摆在茶叶店前 老元帅甩一蹈下马 走上台阶 往桌子后边一坐 兵兵两箱战力 元帅说 中军官 给你一支大令 去讲那打架斗殴之人 带到堂前回话 哎 中军拿着大令 慢慢腾腾的来到街前 封开众人 倒在美马招商店的门前 一瞧那还打着呢 他赶紧呐喊一声 开 别打了 那些打手早就不愿意打了 只是 姚三老 沈万三不让撤 谁也不敢回去 一看官面上来人 喊不让打 呼啦一下子 闪到两旁 竹元帅 也平住了脚步 那中军来到沈万三面前 恭恭敬敬 笑笑嘻嘻说 沈大人 我们元帅从教场回来 瞧见这挤得人山人海的 正在闹事 就在那边台阶上 设了公堂 交把斗殴之人带到堂前受审 总办大人 您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沈万三一听来到官面上的 当时非常得意 你们来的正好 看见没有 这个人叫朱乌四 他已卖乌煤 假暴洪祸 欺骗本官还不算 还打了我的家丁 其罪非小 你先将他带走 等我把这事办理完了 我再到帅府和你家 元帅商量着 怎么处置 朱四 你就快去吧 遵命 回神就问 谁是朱四啊 朱元长已经把衣服穿好了 梅士族马从容叫他快走 这场官司我们打了 跟沈万三打官司没个好 京乡九郡的官 跟他都有往来 哪个都怕了三分 慢说没有清官 就是有清官 你也赢不了 谁也不敢给咱们做主 干脆喝出我们两个老头子 跟他泡了 你走之后 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朱元长不答应 二位 这场货是我惹的 怎么能连累你们呢 既然元帅升堂 他武将要问案 如果他秉公而断 是非分明 我朱某不在乎 如果官官相护 我也不服他 朱元长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有他的打算 原来他对张玉这个人 早有耳闻 总想见见 又没有机会 今天张玉升堂 正好与他相会 自己收拾整齐 向中军伸搭一躬 小商人朱四 给大人施礼了 中军一看 哎呀 这姓朱的有胆子 换个人 我往这一站 他就跑了 这个朱四不但不跑 反倒过来了 我这朱四啊 没说的 跟我走一趟吧 这时候看热闹老百姓 又挤到插椰店门前 来看元帅问案 有的说 嘿 这回啊 沈万三八成要倒霉 张元帅 可不吃他那套 也有说 你别看老元帅 平时公正 今儿个就许 不敢做主 嗯 对 沈万三是襄阳王的钢儿子 谁敢摸他呀 今儿个这个商人 准得吃亏 那个说你拉倒吧 元帅要是不想攻断 他干嘛 再接上升堂啊 看看吧 老百姓们议论纷纷 这是中军上前回话 启禀元帅 打架之人 打架之人已经带来了 元帅往下一看 这个人不到三十岁 细腰炸背 双肩暴龙 黄白面皮 重眉长目 鼻指口方 宽宽的下巴 微微往上翘 浑身穿蓝挂翠 下边来的女士何人 小商人朱四 朱四 你为何聚众闹事 堵塞 街巷 朱元璋多会讲啊 没理都能较三分 今天 这事他要有理 他说 我是卖乌梅的 沈万三硬管我要红货 我没有红货 他叫打手 将我乱棍打死 正在危机之时 这位中军大人就到了 要不是他来得及时 小人早已一命呜呼 此事 街上了乡亲们 可以作证 往元帅给草民做主 朱元璋刚说完 人群中有人喊一嗓子 对 老元帅 朱四说的句句实情 我们都看到了 你给做主 谁喊呢 以梅士族等人都给帮忙 实际乡亲们也都向着弱者 张玉文听点点头 朱四 你既冤枉 等会沈万三到这 你可敢跟他当堂对正 只要元帅做主 草民有何不可 好 中军 我来问你 在街上斗殴的可是朱四 一个人吗 老元帅说这话有点不高兴了 意思是 难道他自己跟自己打下来着 中军赶紧实力 启禀元帅 他只是一方 那么那一方呢 本帅不是告诉你了吗 将你把斗殴之人给我带到唐亲厅审 你为何只带一方呢 难道你是受了贿赂不成 哎呦 可把这中军吓坏了 元帅 小人不敢 既然不敢 为什么不带另一方 他是 那一方带不得呀 为什么带不得 那一方是茶河总办 老王爷的眼儿干殿下 我一去他就对我说了 你先把朱四带过去 一会儿我到你们帅府 和元帅商量着 如何处置朱四就行了 所以我才只带朱四一个人 老元帅温婷 啪一拍主案 嘟 胆胆的奴才 身为中军 听令不明 行令不严 威惧强暴 言能容得 来啊 拉下去 重责 二十 十 左右差官一令而行 把中军拉下去 就在大街上打了二十大棍 中军疼得眼泪直流啊 二次上堂 参拜元帅 本帅打你 多不多 啊 不多不多 你想本帅乃是国家命官 要不是他家的奴才 也能任他摆布 再给你一支大令 你和七排李金虎去带那沈万三 叫他接躺 听神 他若顺从 还责罢了 他若拒不从 就把他拘拿所带 给我捉上躺来 这句话 全场百姓都听见了 从心里高兴 齐声喝彩 还是元帅明剑抓得对啊 中军没办法 和七排官李金虎两个人领命走了下来 中军一边走着就和李金虎说 哎 老李啊 咱们俩在一块儿 当差年头可不少了 咱们有交情 我什么事也瞒不了你 我欠人家沈万三的情 我娶媳妇那一年 借了沈万三三十两银子 到现在儿子都满街跑了 这账我还没还你 你想 我又怎么能伸手抓人家呢 这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我跟你商量商量 今天呢 你就自己辛苦一趟 去把沈万三抓来 我就不去了 日后 有什么事 我在帮你的忙 怎么样 李金虎早就知道 中军是个胆小怕事 八面见光的人 他怕得罪沈万三 才编了这么一套瞎话 其实他什么情 也不欠沈万三的 李金虎心里明白 眼珠一转 有了 中军老爷 我也有个为难事 想求求你 因为大前年 我娶儿媳妇 借了沈万三三十两银子 到现在我孙子都满街跑了 这钱我还没还上呢 我哪有脸抓他呀 请你自己去一趟吧 哎 哎 李金虎 你这可不对 我说我娶媳妇 借的钱 你说你娶儿媳妇 借的钱 我说我儿子都会跑了 你说你孙子都会跑了 你这不成金占便宜吗 李金虎说本来就是吗 你不敢抓沈万三 叫我自己去啊 这算什么呢 你既然不敢去 又何必在原水面前领命呢 何着你要两头当好人 世界上没那么便宜的事 快走吧 要不咱回去交令 哎 别去啊 你一交令我受得了吗 刚才我挨了二十军棍 哎 李金虎说你别怕 咱们一块去抓沈万三 得了 那就走吧 他只好跟着李金虎去找沈万三 这日沈万三正收拾残局 受伤他嫁走了 上马刚要离开 中军就过来了 总办大人 对不起 我们元帅 还是叫您去一趟 沈万三把眼睛一瞪 什么 他叫我去一趟 好大的胆子 难道说他还要审我吗 我要是不去呢 中军哆里哆嗦的说 他这个 沈万三把袖子一甩 我就不去 看他如何 说吧 驳马要走 中军没辙了 回头只看棋牌李金虎 意思是你快过来呀 李金虎急忙来到沈万三的马前 哎 怎么大人 慢走 我还有几句话说 您要一定不去 我只好给您出个主意 哦 什么主意 您扶尔过来 沈万三还信以为真的 他在马上一低头一伸脖子 李金虎手机眼快 把大巴掌抡起来了 啪啪啪 三个大嘴巴 打得沈万三两眼直冒金星啊 啊 你敢打我 哼哼 我不但打你 我还锁你呢 说着 哗啷一声 锁人一抖 套住沈万三的脖子 往下一转 你给我下来吧 那就把沈万三给撑一下马 走走走 哎呀 你要造访敢锁我 你别看他喊声挺大 不过也得跟着走 不走不走 拿脚踹他 就这样 带到堂前 上前交令 启禀元帅 那沈万三不听传 卑职已经把他抓到 这这中军也跟上来了 元帅一看就明白了 李金虎是好样的 心中高兴 眼望大家说 众位将官听真 李金虎抓拆办案 大公乌司不惧权势 李当声赏 从即日起 李金虎提升为中军官之职 原来中军 唯唯诺诺 怠慢军令 暂且收押 听后 出离 随后传令 带沈万三 嘿 这下把老百姓乐坏了 朱元璋也 佩服张玉 干脆果断 是个有魄力的将领 这是李金虎 喊道 元帅令下 沈万三 上堂听审 沈万三早就气坏了 他能扶张玉 把眼睛一瞪 嘴里哼的一声 元帅 你叫我上堂 有什么事 老元帅啪哩拍桌子 沈万三 接了本帅 为何累而不贵 沈万三说 张元帅 你过分了 我没有犯法 你凭什么抓我 我那老王爷的意思 我说磕膝盖 贵你 你承受得起吗 你不要发威 你可敢跟我去见王家千岁 张玉说 见王爷 有何不可呀 沈万三 你难关霸道 已关欺民 已经身犯王法 焉能容得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来呀 给我拉下去 重打四十 你敢打我 打得再说 张玉今天也成心了 打沈万三 也是冲 襄阳王 沈万三 再怎么说也不行 有人落下去了 说是打四十 也是连打带吓唬 乒乓乓乓打几下 尽管说不太重 嗯 也皮开肉绊 对沈万三 来说 这已经够重的了 他到底是做买卖的 心里这个恨呢 同时也后悔 哎 我这事怎么办成这样呢 无故挨顿打也太冤了 也难看呢 这沈万三被带到桌案前 老元帅一拍桌子 沈万三 以后不许你胡作非为 如再敢欺压良善 本帅绝不轻饶 带去 有人把沈万三拖走了 要咱老 范小人赶紧把他抬回去调之 张元帅 扭头跟朱元璋说 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 他不会善罢甘休 我是元帅 无关紧要 你是个商人 难免遭到暗算 你来襄阳给谁家送货 就赶紧送去 事后快回出舟 不要再次久留 谢元帅 朱元璋 对张元帅又是感激又钦佩 千恩万幸 回到美马招商店 大家见朱元璋平安回来 都喜之不尽 特别是和尔愣弟兄几个人 说起沈万三挨打的事 乐得前仰后合呀 这是梅士组吩咐伙计准备酒菜 给朱元璋押京 一时在酒宴上 无非是传杯换斩 猜权行令 安下不表 但说襄阳城里 这几天正流行一种瘟疫 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 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 轻则四肢无力 心慌神迹 头昏木花 重得昏迷不醒 人们一批一批的病倒了 但说襄阳城里 这几天正流行一种瘟疫 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 轻则四肢无力 心慌神迹 头昏木花 重得昏迷不醒 人们一批一批的病倒了 有的全家躺在床上 动弹不得 治几天的功夫啊 襄阳城 路径人稀 七七凉凉 请先生看病吧 有的先生也病了 出不了门 有的先生开了方子 吃了不管用 怒得人心惶惶 在美马招商店里住的人呢 上上下下也全都病倒了 朱元璋也病了 只是何而愣 年轻力壮 别别人还强一点 这一天呢 觉得肚子不好受 想上茅厕方便一下 他一出屋 就看见西货房的窗户外边 站着一个人 他仔细一瞧啊 认识是伙计马六 只见他伸着脖子 往货房里直看 看着看着 就从窗户窟窿着伸手 从铺包里 拿出个乌梅 本 放进嘴里 何而愣一看心中有气 悄悄的 走到马六身后 这马六啊 正扒的嘴呢 啪的一个大嘴巴 从后边打过来 马六一只脖 咕噜的一声 把这乌梅连盒都咽咽去了 噎得直方白眼啊 这谁啊 干什么你 回头一瞧 是何耳灯 哎 你为什么打我 耳灯说 我们住店给店钱 吃饭给饭钱 你干嘛偷我们乌梅吃啊 这 不是我偷东西 这里有个原因 刚才啊 我在街上听人说 不知从哪来的个道士 说这种病必须用乌梅治 我想咱们店里有的是乌梅 如果真管用 那可太好了 因此我想拿一个试试 刚才我趴在窗户上闻了闻 你才怎么着 真管用 哎呀 闻着味儿 浑身都觉得舒服 往里一看 也不知道是谁 把乌梅包捅了个大窟窿 就顺手 拿了一个撂在嘴里 嘿 哎呀 这个美劲儿就忘提了 我正美着呢 你打了我一巴掌 这下可坏了 我连盒都咽了 盒儿童问 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轻松多了 耳童也笑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给你一巴掌吗 不知道啊 那是给你的药引子 我要不打你 你能连盒咽下去吗 哎呀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 那是当然了 俩说着 何而愣 也趴到窗口着 怎么一闻呢 哎呀 真好啊 舒服啊 顺手 也拿着个乌梅 本儿 扔进嘴里 合着眼睛 撒着嘴 品着滋味正美呢 马六一想 来而不忘 非理也 他也轮圆了巴掌 照定何而愣 和脖梗子 啪就个大巴梅 打得何而愣 一身脖 咕噜 把乌梅连盒也咽了 哎 马六 你怎么打我 这是药引子 咱哥打挺不错的 你给了我要引子 我不给你合适吗 对了 对了 你给他对 对 何而愣 用手绢 包了一大包乌梅 急忙 登登登登 来到上房 朱元璋啊 在那躺着 正难受呢 二郎进门就喊 舅舅快起来 我给你治病来了 朱元璋以为 他又犯傻劲 就没理的 合着眼睛 一动不动 舅舅你快起来 起来 刚才我和马六 吃了乌梅 觉得浑身都舒服 不那么难受 这病好的一半了 不信 你试试 朱元璋想 乌梅倒是一味药 但没听说 单用乌梅能治病的 他正在半信半疑 马六从外边进来了 朱司客上 门外有个出家人求见 你是见是不见 朱元璋说 哪有不见之理 二郎啊 快快有请 说着坐起来 末身穿了鞋 刚要往外走 只见从外边进了一位 道长 开始他以为是 刘伯温 戏肯不对 四处差不多 乌梅昂天尊 朱掌柜的你好啊 啊 道长快请坐请坐 只为见体欠安 未能相迎 还望道长海海 哎 别客气 别客气 那个老道 端性的朱元璋 先生可是出周来的 朱寺正式 那道人二次见礼 我是 葛藏先生派来的 问候四爷 安好 哦 道长是从 葛藏先生出来的 快快请坐 请问 道长怎么称呼 在下姓李 明正 与葛藏先生是 至酒 葛藏谁啊 说的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找到李正 就说朱元璋这个人将来必成大器 洪福七天 将来准能称帝 这个李正还不信 他仔细看了看朱元璋 嘿 朱元璋长得不好看 无孔超天哪 瞎巴往上兜 嘴唇也兜点地包天 眼珠也稍微鼓一点 相貌挺出奇 挺威风 呃 仙长 你到这有什么事 葛藏先生说 襄阳城的人哪 得了瘟疫 让贫道前来 协助先生 解救襄阳百姓 哦 怎么解法啊 这老道从怀中取了一张药方 这是我祖传秘法 加上乌梅肩负 专制此壁 你所有的乌梅 就是襄阳城百姓的救命良药 当初刘伯温算旧 襄阳城要流传瘟疫 才叫你带乌梅到襄阳来卖 老道说完要告辞 朱元璋一再挽留 哎 先生 你要上哪去啊 出家人云游四海 到处为家 何不在这盘缓几日 哎 不用不用了 就这样老道走了 朱元璋把药方子 给老东家马聪荣看 马聪荣让马六 按照药方 把药抓来 多抓几副 加上乌梅一熬 服用 不出三天 全店的病人呢 都好了 这件事很快在襄阳城传开了 人们来到梅马招商店找朱老客要乌梅 朱元璋 慷慨相赠 是啊 这乌梅本来不值钱呢 可是越来人越多 两位电动一看这不行啊 他给朱元璋出主意 不能把乌梅白白送出去 这乌梅是拿钱买的 你们在这 你说连吃代喝的 这有本钱呢 光舍不行 这么办吧 咱们还是卖吧 当时商量好价钱 用章纸写上 梅马招商店 赠送药方 除售乌梅 底下一行小字是 乌梅每个一文钱 贴到了街上 消息窗开 店门口挤满了人 整个店的人一直忙活了好几天 有件事 朱元璋觉得奇怪 怎么 沈万三叫张玉打了 在街前闹得这么凶 为什么这几天没动静呢 按说 他应该找上门来 百思不解 原来这几天呢 沈万三也病了 他们府里上上下下的 都闹瘟疫 后来有人出主意 说赶快 到梅马招商店 去买乌梅 用乌梅做药饮子 熬点汤喝就能好了 沈万三一听 这好办呢 那去买去吧 姚三老说凭什么买呀 您是总办大人 去派人 要两包来 沈万三一想也是 我还送他两桌酒席 我要两包乌梅 这算什么 派人就去了 派谁呀 姚三老 按说这面给的够足的了 也是该招有事 要碰上朱元璋 就顺顺当当 给他弄两包了 倒霉的是 碰上荷尔浪 荷尔浪棍 你干什么来了 我们总办大人 叫我来管你们要两铺包乌梅回去治病 我们那乌梅是用本钱买的 那张嘴就要 没什么容易的 得拿起来买 你没看见吗 乌梅 每个一文钱吗 姚三老说我们是查核总办府的 上次你们来 我们还招待你们了呢 少说那没用的 你们派人还打我们了呢 我管你什么府的 要吃乌梅就得掏钱 叫河尔浪 把姚三老给顶回去了 他回去跟沈万三一说 沈万三是个气呀 我吃的几个乌梅还要钱 真是胆大包天 花钱我就不吃你的了 姚三老说不行啊 不吃的病好不了 你看上上下下人都病着呢 尤其是您还带着伤 这又病了 这可怎么办 先买点吧 买呀 多少钱一斤 人家乌梅不论斤 论个 那多少钱一个呀 一文钱一个 啊 我的妈呀太贵了 咱们不买了 哎呦 我的沈爷不买不行 这一来钱虽省下了 可罪也够瘦的 别人好办 您这还带着伤呢 您呢 快点病好了 咱们从哪都能赚回来 好吧 行 那你去一趟吧 买他两不包 姚三老拿着钱走了 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买了没有 没有 怎么没买来呀 哎 人家乌梅又涨价了 带的钱不够 涨多少 每个乌梅十文钱 原来今天 姚三老到美马招商店买乌梅 喝儿愣一看 是沈万三家的人来了 他拿起笔来 在一行上 加了一束 变成了十文钱一个 沈万三得信以后 火冒三丈 他倒不是贤贵 因为他家有的是钱 甭说是十文钱买一个乌梅 就是十两银子 百两银子买一个乌梅 也买得起 卖别人贱 卖他贵 他认为是朱四在啄弄他 丢他的面子 他觉得窝囊 憋了口气 哦 叫朱四 抓我个大脑袋呀 有心不买吧 没有要银子 又治不了病 再拖一天 再涨价就更窝心了 再者说 襄阳王一家子也病了 他还得讨好襄阳王呢 非买不可 他是王八尽造坑 憋气带窝火 这就打牙 往肚里咽 十文钱一个也得买 买了自己家用一包 那一包送给襄阳王 他这边刚买完吴梅 身边的书筒又跑来送信 说总办大人 没马招商店的门前摆了好几口大缸 舍乌梅汤 老百姓白喝 不要钱 沈万三一听气地蹦起来了 好啊 朱四 我吃乌梅 得花高价 别人吃不要钱 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 现在卖乌梅 天时地利 你都占 正是发财的几股眼 他不挣钱 舍汤白喝 笼络人心 他要干什么 给我调查调查 原来襄阳城里病人太多了 朱元璋想 一文钱一个乌梅 这对有钱人说 不算什么 但穷乎百姓还是吃不起 就叫何尔愣 雇了几个人 专熬乌梅汤 门口啊 预备了几口大缸 不要钱了 就这样 所有的乌梅都卖完了 全城人的病 也都好了 人们感激朱四克商 特别是穷苦人 哎呦 一搏一搏的 到梅马招商店来 向朱元璋道谢 买乌梅这些天啊 店里的老东家和伙计们 都帮忙 那么大家忙活也不容易 就给伙计 每人无良赏钱 因为两位老东家 送了一份厚礼 何而愣他们十个大个呢 每人得了二十两花红 大家正在高高兴兴 嗯 马从容从外边 慌慌张张的进来 拉着朱元璋到门口 哎 你快看看 一看那边啊 有六七个小孩 年龄在五六岁 拉着个圈 再唱歌谣 天茫茫 地苍苍 至瘟疫 无眉乡 要造反 再襄阳 呦 朱元璋一听就吓一跳 哎 娃娃 这谁教你们唱的 老神仙 不能唱 嗯 大家都唱 你听那边唱的 要造反 再襄阳 呀 朱元璋到气口凉气 半天没说话 马从容 把他拉到殿坊里说 我说朱四啊 难道 你真是真命天子 这上天暗示你造反 要是这样 你可该起手了 哎呀 老殿东 千万别这么说 这件事要叫襄阳王知道 可就了不得了 是啊 非要我命不可 那你赶快收拾收拾 离开这里吧 朱元璋想 自古就没有神佛 童谣都是人编的 这会谁编的呢 是冲我来的 老殿东啊 造谣的人 是要把我置于死地 这歌谣 恐怕早已传到 襄阳王的耳朵里了 现在走 已经来不及了 是吗 话音刚落 就看伙计马六跑下来了 朱掌柜的 给您道喜 襄阳王府来了两名差官 拿着王爷的名帖 请您去王府赴宴 说是您救了全城百姓 要当面致谢 王官在外边等您呢 快走吧 朱元璋听了脑袋嗡的声 坏了 又来事了 现在想逃走都来不及了 襄阳王见我要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要杀他呀 要不说呢 不怕没好事 就怕没好人呢 襄阳城里不知谁 编的一首歌谣 交给小孩唱 一穿十诗穿百 全城的童儿都会唱了 襄阳王呢 也知道了 不过这个人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没往心里去 沈万三听了之后 吓一跳啊 他和姚三老商量 哎呀 这歌谣是冲 朱寺边的 朱寺要造反 襄阳城 保不住了 这可把我坑了 我在城里 大买卖十几处啊 什么金银号 绸缎庄 油盐店 两米行 饭店客栈 当铺 木柴厂 小买卖 有百十多家啊 沈万三那个年代 就知道建立托拉斯 大公司 下边有子公司 要打起仗来 我的买卖全扔里了 我不管谁当皇上 谁当皇上 我都做生意 但是 一旦战火起来 买卖做不成了 我的本钱也舍利了 把买卖变卖了 往国外跑 来不及了 怎么 沈万三知道国外去啊 知道 沈万三下乃娘 贩卖私仇 挣钱太多了 这时 姚三老出主意 我说东家 这回不能手软啊 打猪四是咱的对头 他假暴红货 是你在街前挨打 卖乌煤胚高价 不给你面子 他要造反 咱的买卖全赔里了 就得把这人置于死地 气也出了 也甭打仗了 咱们的仇也爆了 这个 我说老姚啊 你想怎么办 到襄阳王面前告他呀 告他造反 哎呀 咱们做买卖的不该干这事啊 我说东家 你投到襄阳王名下 朱元璋造反 也得杀你 亮晓非君子 无毒不丈夫啊 这个 万一告不赢呢 嗨 我有办法呀 主意 我给你想好了 需要这么 这么 这么 这么办 你听我的 沈万三还犹豫 姚三老 心狠手黑 就这样 两人背马 去襄阳王府 沈万三到襄阳王府 都不用通报 直接来到大厅 见王爷 正好 在那和首席人商量事呢 襄阳王 叫古伦铁木尔 他也得了瘟疫 沈万三给他的乌眉 把他病治好了 正在处理公文 沈万三上前十里以臂 襄阳王叫人 给看作 万三呢 你这乌眉 还真管用 本王病 已经好了 哦 王爷 您病好了 我们很高兴 不过您想没想 襄阳城 怎么无故 闹瘟疫呢 您老人家的体格 这么棒 也得病了 还必须吃 猪丝的乌眉 才能治好 吃别的乌眉 还不管用 你说为什么 呃 这个 哦 那你说为什么 沈万三没等说话 姚三老说 王爷 你有所不知啊 这里有人捣鬼 映州红金军 刘府通 要得咱襄阳 因为咱们把守太严 他不好进兵 才派诸四 在襄阳城井内 撒瘟疫 银水则得病 食煤者病好 他这样是收买民心 待机兴兵啊 现在诸四已经是咱们 襄阳城中老百姓的救星 嘿嘿 要不把他除掉 王家千岁 襄阳城 保不住了 嗯 襄阳王听得这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一样 青筋蹦起多高来了 有这等事 刘府通 我知道啊 难道他得我襄阳 你有什么为证 哎呀 您看呢 说着从怀里掏出个黄标纸 黄标纸上边用朱沙写的字 您看 朱四要造反了 襄阳王一看纸上写的 天茫茫地苍苍 至瘟疫无眉乡 要造反 在襄阳 哎 这是哪来的 这个沈万三吞吞吐吐 姚三老说 这是朱元长搞的 现在襄阳城内 满街都在传说呀 您呢 还蒙在鼓里呢 恐怕咱们襄阳城 保不住了 有这等事 那张玉 他知道不 说到张玉 沈万三恨坏了 他要报挨打之仇 刘三老说 这是朱元长搞的 现在襄阳城内 满街都在传说呀 您呢 还蒙在鼓里呢 恐怕咱们襄阳城 保不住了 有这等事 那张玉 他知道不 说到张玉 沈万三恨坏了 他要报挨打之仇 哎 千岁呀 您还蒙在鼓里呢 那张玉早就和您 貌合身离了 他跟朱四是要好的朋友 他为了保护朱四 他打了我四十大板 现在伤还没好呢 他能给你办事吗 哎哟 万三呢 这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唉 你们君臣关系密切 我敢说吗 哦 原来如此 若不是万三明察 我哪知这件事啊 好 先杀朱四 再斩张玉 来呢 拿我大令 去美马招商店 捉拿朱四 沈万三说 且慢 千岁 那朱四武艺高强 我那好几百名 打手都打不过他 您派王府的差人 也能将他拿来 他说那朱四 闻讯逃跑 岂不枉费心机吗 不要打草惊蛇 依我之见 莫若派两名王官 拿您的明铁到美马招商店 就说请他到王府赴宴 因为他是百姓的恩人 他没有防备 准来 只要他进了王府 让他插翘南逃 湘阳王闻听 哈哈大笑 既然如此 就说本王 请朱四 就这样 派两名王官 拿着帖子 倒在美马招商店 倒在门前 叫马六往里一传话 朱元璋 也吓了一跳 半天没言语 梅士祖说 朱四啊 去不得 那襄阳王 喜怒无常 心狠手黑 我看这酒好酒 厌无好厌 去了 恐怕是凶多吉少 以我之介 告诉他们 你昨天已经走了 把他们打发回去 你们立即出城 一点也不要耽搁 朱元璋摇摇头 二位东家 不要为我担心 我自来到襄阳 一不敲诈 二不勒索 怕他何来 襄阳王 再凶狠 也不能乱杀 无辜之人 如果不去 倒好像我们 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这样反威不美 俩一听这话 不由得暗暗称赞 这朱四 真有一种 闯龙坛 入虎穴的英雄气概 难怪刘伯温 那么气重他 在我们面前 再三说 将来这个朱四 必成大气 梅士祖说 你一定要去 我们愿意给你保镖 王府的后花园 正好对着我们店的后门 我们在后门等着 没事更好 他说王府有什么动静 我们可以接应一阵 二位老人家 您操心了 转身又对何二愣 范永年说 我走之后 你们一定要听从 两位老人的话 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哎 舅舅 你可早回来 哎 没事 我就回来 就这样 来到店房门外 果然 两个王官 牵着匹马 在门口等候 瞧见朱元璋 出来 上千十里 呦 朱四克商 请您上马吧 哎 朱某有何德之能 赶劳 二位差官 牵马 咱们徒步而行吧 哎 别别别 这上至下派 您哪 就别客气了 既然如此 恭敬不如从命 说着 张安任邓 上了马 两个王官一左 一右相陪 顺着长劫直奔的王府 一路直上 老百姓 看见了朱元璋 哎呦 呼啦就围上了 恩公啊 你上哪去啊 啊 我上王府 恩公 你可走啊 回来时 到我这坐 大家看见朱元璋 都笑脸相迎相送 就这样 穿街过巷 绕绕一里来地 来到王府的门前 王府在城中心 靠北一点 这片宅子 修得青汤娃舌 高大的院墙 走马的门楼 前出廊 后出煞的房子 门前有影壁墙 上下马师 拴马装掘 周围是五色彩旗 迎风招战 十三等时街 门前执勤的君族 门里有家丁恶奴 有流动哨 一会儿一会儿 来回转悠 借贝森言 朱元璋想 既然是拿我当客人 就应该有人 就应该有人在这儿接我 没人 甭问 这是要给我个下马威 我朱元璋 不知道打了多少仗 死过多少回了 闯京城 建设皇上龙关 还怕你个襄阳王 龙潭虎穴 何惧呀 想着 跳下马 有王冠领着 进了大门 过了头层院子 到了二层院 银安殿脚前 等候 有人往里通禀 时间不大 有人喊 朱寺 殿内回话 遵命 就这样 来得了大殿内 用严久的余光 看了看 果然银安殿 很威严 大白天的立灯 吊灯 戳灯 都亮着 照着金碧辉煌 两旁边有金 刮武士 还有文武官员 迎面士 书案 书案后边 坐着一人 不用问 一定是襄阳王 古伦铁木尔 年龄在五十开外 要是站起来 能有九十个 杜大腰圆 面色瓜皮 青中透灰 两道抹子眉 一对豹子眼 连斌落腮 花白胡须 耳带金环 头戴王冠 身皮肩 大红袍 甩出了右臂 左边摆了一张桌 里边坐人认识 正是神万三 右边桌案里边 坐一个人 仔细看 是襄阳九郡 昭桃 大元帅 张玉 还有大小官员 十几个人 有人低声地说 朱四 上面是王爷 王爷在上 草民朱四参见 王家千岁 千千岁 古伦田木尔 站起来 低头往下看了看 因为朱元璋 低着脑子看不清 来者可是 朱四正是 抬起头来 草民相貌丑陋 怕冲撞 千岁 嗯 舍你无罪 谢 王爷 朱元璋一扬脸 古伦田木尔一看 呦 朱元璋这年纪 在三十上下岁 长过脸 地包天 体格健壮 尤其这两个眼珠子 造博分明 一看就不是做买卖的 大胆的猪四 你可知罪吗 不用说别人 就张玉下着一哆嗦 因为张玉知道 襄阳王要见朱四 说是呢 谢谢他救了全城百姓 没想到把人领上来 先就翻脸了 就是一哆嗦 哪知朱元璋 不慌不忙 非常从容 哎呀 小人不知 请王爷指教 我来问你 什么人指使你到襄阳 收买人心 密谋造反 你要从事招来 不说实话 要大行操 再看朱元璋 不慌不忙的回答 哎呀 王爷 小人是卖乌梅的 小本经营 至求养家糊口 哪敢妄为 哼 不说卖乌梅 本王还忘了 一说卖乌梅 我倒想起来了 过去襄阳 从来没闹过什么瘟疫 你来之后 全程百谢 十家有八家得病 是你在井水里 洒下瘟疫 土毛不归 你要从事招来 哎呀 王家千岁 小人替东家 运乌梅至此 侍风 瘟疫流行 接一个老道 理政指点 叫我卖乌梅 普救众生 再说土毛不归 胡说 你卖乌梅 存属 收外民心 妄图 钻我的 襄阳 烟能容得 来呀 把他给我推出去 砍了 吃 这些差人 如狼似虎 上前要抓 朱元璋 张玉可着急了 心想 有这么杀人的吗 王家千岁 慢 襄阳王 把眼一瞪 嗯 张玉 难道你要给朱寺讲情 千岁 不是 你既不给他讲情 为什么 阻拦本王 千岁 您杀朱寺可以 可是 有口供吗 常言说 朱节要霜 拿贼要脏 人命关天 不可而息呀 一无凭 二无正 无故杀人 与我们 襄阳城 不利呀 哦 怎么没证据啊 是沈万三 告的他呀 哎呀千岁 这个案子 我已经审过 就在 数日前 沈万三 曾经请朱寺 喝酒 在桌前 要红货 引诈才未成 怀恨在心 才捏造事实 陷害朱寺 千岁 不可信一面之词啊 那我再问你 这朱寺 到处造谣 想要造反 他是红金军的匪徒 你知道吗 哦 朱寺是红金军匪 那么王爷有何为证 是谁看见朱寺王井里 撒过瘟疫啊 王爷 听信谗言 误杀好人 恐襄阳城 百姓不服啊 朱寺客商的亲友不服 只怕惹出事来 襄阳王是一个武夫 有勇无谋 听张玉这番话 倒没了主意 他回头问沈万三 哎 万三呢 你能作证吗 沈万三这个气 王爷 你怎么这么糊涂 审来审去 审到我头上了 我怎么说呀 张玉啊张玉 你是和我沈万三过不去 我让你也好受不了 鸡猫说 王爷 那张玉和朱寺 串通一气 三番五次 为朱寺开脱 一句话 提醒了 襄阳王 对呀 张玉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替朱寺说话呢 难道他与洪金军有瓜格 其实张玉和朱元璋一点关系也没有 张玉这个人为人正直 光明磊落 平时看不上像沈万三这样的人 那种溜须拍马 狗障人士的行为 今天这场官司是沈万三的原告 朱寺的被告 他一看就知道了 沈万三是要报四十大板之仇啊 这四十板子是我打的 他加罪在朱寺身上 所以一再出来阻拦 襄阳王死盯着张玉 旁边有人也为张玉捏了把汗 沈万三洋洋得意 他凑到王爷跟前说 千岁啊 那街上童谣该是真的吧 对呀 这句话提醒了襄阳王 一伸手拿出姚三郎给的纸条 递给的张玉 张玉接过来看了看 刚要说话 襄阳王说 张玉啊 从这纸条就证明他造反 投毒之事 我们有证据 张玉说 证据何在 姚三老说 这个歌谣就是指的诸四 要造反在襄阳 乌梅乡 不说他说谁啊 襄阳王点头说 对 言之有理 张玉说 慢着 王家千岁 诸四是干什么的 啊 他是卖乌梅的商人 找啊 一个卖乌梅的商人 手握寸铁 不带一兵一卒 怎么能在襄阳城造反呢 王爷 您怎么能相信呢 千岁啊 当年霸王听信歌谣 千都蓬城 上了谣言的当 吃了大苦 今天有人要陷害诸四 编造谣言 借助王爷虎威 要官报私仇啊 沈万三听了 气得暴跳如雷 一三老说 张玉 你竟敢血口喷人 谁 谁要害他了 襄阳王一拍桌子 不许吵闹 一三老说 朱四 我来问你 要不是你在井里头撒温毒 全城人怎么会都有了病 而且一吃你的乌梅又都好了呢 分明是你收买人心 图谋不轨 一三老想 我一口咬定你在井里放毒 况且我手中又有凭证 看王爷宰不宰你 那襄阳王叫 一三老沈万三张玉 他们吵糊涂了 倒把朱元璋给放到一边了 听一三老这么一说 哦 襄阳王再想起来 我得沈朱四 他一拍桌子 大胆朱四快快招来 朱元璋说 王爷 小人冤枉 还望王爷明察 没等姚三老开口 张玉又结茬了 千岁啊 方才 沈总办和姚三老说 朱四往井里头偷温毒 人喝井水故而生病 王爷染鸡 难道您也喝了朱四 撒上毒的井水了吗 没等襄阳王发话 沈万三把嘴一撇 那是自然 还须多问吗 那我再问你 朱四在襄阳城井内 撒温毒倒可以说得过去 王爷的王府 勘守森严 银水井又有专人看管 那朱四怎么进得来 怎么王爷也得了病呢 他这个襄阳王半天 没回答上来 姚三老一看要坏事 赶紧插话 哎 王爷 想那朱四 是受妖人所派 我们文廷 他们冠使邪术 能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人人都能高来高去 尽宠王府 那还不是容易事吗 张玉文廷哈哈大笑 姚先生 你一副好口才 王爷 我想既然井水内有毒 不妨取水一验 是非取值 自然明了 嗯 如此甚好 来呢 到后院井内 取来一桶水 姚三老说用不着取 我这里已经带来一桶 可以当堂检查 抬下来 只见两个人 抬一桶水 来到堂上 中军官取过一双银筷子 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科学仪器 只用筷子在水里一搅和 筷子发黑 说明水中有毒 要是不黑呢 就没毒 果然 筷子往里一放 又刷了一下子 当时变了颜色 这回襄阳王可真急了 朱四 水中有毒 你还有何话说 把朱四拉下去 斩首 刀副手立即上前 要往朱元璋 朱元璋高喊 千岁 小人冤枉 张玉岳起身离坐 走到近前十里 王爷 刀下留人 朱四既然高喊冤枉 千岁就该审清问明 再杀不迟 恩 事实举在审什么 张玉 你真真多事 千岁 不是我多事 刚才所验之水 是沈总办自己带来了不足为平 应该派人到你府里的井内 取来一盆水 再做试验 旁边的陈之府 李之县 一齐十里 王家千岁 张元帅说得有理 请千岁三思 襄阳王这个人呢 耳软心活 听了沈万三那帮人话呢 要杀朱元璋 再被张玉这一搏 也觉得有道理 就告诉王官 到后花园井内 取来一盆水 当堂检查 功夫不大 把这盆水 端来了 中军又拿了一副银筷子 在水中搅了几圈 抽出一看 颜色未变 襄阳王当时目瞪口呆 再看沈万三 脸上变颜变色 汗顺周连往下躺 他想 坏了 腰三老变得戏法 露馅了 虽说不至于受重责 但有张玉在那咬着 这个台不好下呀 就在这个工夫 门官 匆匆忙忙的跑进来 启禀王家千岁 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 门外来了许多老百姓 也有二三百人 他们听说有人陷害 诸四客观 大家不服 来求见千岁 要为诸四求情 嗯 他们说些什么 他们说 诸四救了襄阳百姓 是大家的恩公 受万民敬仰 王家千岁 应该给予褒奖 襄阳王听完了心里琢磨 诸四在襄阳城老百姓的心目中有威望啊 哦 我懂了 沈万三嫉妒他 都是做买卖的 难免勾心斗角 我也不能光听一面之词 这个姓朱的到底来襄阳要干什么 我得看一看 这个人放不得 抓更抓不得 眉头一皱 记上心头 把脸一沉 沈万三 你为何陷害诸四 沈万三说 哎呀千岁呀 这事跟我没关系呀 都是姚三老一人所为 姚三老说千岁 是我 是我恨朱元璋 哼 岂有此理 把这压起来 有人答应一声 把姚三老带到一边 一会儿也就放了 走走走行事而已 襄阳王想 安顿迷心 告诉门军 传本王口语 姚三老 诬告 朱四客商 本王一定要重重 惩罚于他 朱四 卖乌梅 救了襄阳百姓的命 本王设菊花会 请他赏花赋宴 什么菊花会啊 今天是九月初一 九月九是襄阳王府 每年一度的菊花盛会 他想呢 借这个菊花会 把朱四请来 门军答应一声 转身走了 来啊 给朱四看座 朱四 卖乌梅 救了襄阳百姓的命 本王设菊花会 请他赏花赋宴 什么菊花会啊 今天是九月初一 九月九是襄阳王府 每年一度的菊花盛会 他想呢 借这个菊花会 把朱四请来 门军答应一声 转身走了 来啊 给朱四看座 把座给搬过来 朱元璋谢过 不敢坐呀 搭个椅子边 朱四啊 姚三老公报私仇 诬陷于你 本王定要重责于他 你用乌梅 救了襄阳百姓 功高恩重 本王 九月九日 菊花会上 为你庆功 替襄阳百姓 报恩 朱元璋爱想 襄阳王怎么变得这么快啊 刚才要杀我 一块的功夫 又要为我庆功 只怕其中有诈 再说 那沈万三对我 回恨在心 处处与我 为仇作对 表面看 是姚三老 弄得水 陷害于我 实际 根子在 沈万三身上 倘若一时疏忽 遭气暗算 到那阵 回之晚矣 菊花会 还是不来为好 想着这说 王家千岁 乌梅出瘟疫 乃是当今万岁之洪福 千岁之虎威 小人 愿敢贪天之功 菊花省会 就不敢受领 哎 不要推辞 就这么定了 来啊 送客 朱元璋 只好谢过王爷 离开襄阳王府 回梅马招商店 路上无事 来到梅马招商店 梅师祖 马从容 两个东家 迎了出来 把朱元璋 拉到了后院的内宅 朱元璋 就把进王府的事 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梅师祖说 付菊花会的事 你答应了吗 我推辞不开 只好答应 哎呀 你沈万三 前仇未失 若去付贿 说不定 要遭暗算 不应该答应 老人家请放心 我会多加防备就是 两个老人也不好 再拦了 说会闲话 各自 回房 休息 不提 第二天一大早 梅师祖 早早就来到 朱元璋的屋里 朱元璋 赶紧让纵 梅师祖老头 平时不大爱说话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 显得格外精神 几乎没等坐稳呢 就跟朱元璋说 呃 朱四啊 多大了 可曾娶妻生子 老人家 您怎么想去问这个了 我还没成亲呢 哎 这就好 我有意从中为美 定门亲事 你看怎么样 朱元璋摇摇头 老人家 不行啊 我到襄阳 急凶未卜 哪有心思说这些 您的好意 我领了 哎 你不要推辞 我给你提这门亲事 保管你美 这姑娘 还是你意中人呢 啊 我还要意中人 这几年 我孤身一人 到处为家 哪有什么意中人呢 哎 你先别忙 我这有件东西给你 你一看就高兴了 说着话 从怀里 取出小红仇子包 递了过去 朱元璋 拿过来打开一看 啊 呆呆一愣 一看有张字简 字简上面写了四句话 上写 寒信七十日 饭随 彻骨寒 落得风云慧 丙礼 报蝉娟 哎呀 这不是我写的吗 是我留给马小姐的 是啊 我在草棚内 腹内无石 身上乌衣啊 彻夜难眠 是那马秀英小姐派丫鬟 正眠衣 我给他写的回信呢 这 这东西怎么会落 你老人家手里呢 梅士族 微微一笑 嘿嘿 他是这么回事 书中按表 这美马招商店的电动 马从容 就是大脚 马秀英姑娘的 秦伯父 想当年 朱元璋不得地 给老马家顶帐 去当佣人 他的干妈 不是欠人家钱吗 有朱元璋 给人盖一年活 受马狗子气 在风雪飘摇之中 腹内无石 身上乌衣 就在草棚子里 彻夜难眠 多亏了 马园外的女儿 马秀英 派丫鬟 赠棉衣 又送饼 此事被马家知道之后 把朱冲八 给赶走了 老园外 马聪扇 回到了房中 逼问她的女儿 为什么要给 朱冲八 做棉衣 又送吃 是 马秀英 实话实说 我看好她了 我看她怪可怜的 你老人家也不对 不该啊 叫马狗子 虐待朱冲八 老园外一听啊 气坏了 骂她女儿 行为不端 败坏门风 要动家法 要打女儿 老安人急坏了 疼女儿啊 连拉带劝 马秀英 才免去了一顿打 这姑娘是烈性子 哪受她这个气啊 回到房中 大哭一场 咬了咬牙 带着春香丫鬟离家 她跑了 跑哪去了呢 到除州城 她伯父 马聪荣家里 马聪荣跟前 无儿无女 这秀英来了 很高兴 当自己亲姑娘看待 马聪荣啊 就劝她兄弟 说秀英这个孩子 很稳重 明北事 不会有越轨行为 他是同情 朱冲八 没有别的 你呀 消消气 把那女儿 接回去吧 谁知道马聪善呢 听信马狗子的谗言 不但不接姑娘 还和他的哥哥 断去往来 马聪荣一看 这个兄弟太不懂事了 这么好的女儿 你不要 我要 后来马聪荣全家 迁到了襄阳 马修英也跟来了 现在丫鬟春香 早就出家了 修英呢 就在马聪荣夫妻 膝前尽孝 这姑娘 哪样都好 没让马聪荣老夫妻操心 就是二十多了 快三十了 还没有找丈夫 说情人倒不少 和秀英一商量 她不是摇头 就说不行 把没人打发走了 老两口子怕委屈了孩子 又不好勉强 有时候见秀英做真相活 突然停住 若有所思 知道她有心事 又不好询问 只是暗暗着急 好在去年春天呢 修英无意中 结识了一位姑娘 谁呢 襄阳王的三女儿 吉花郡主 自从有了这女伴 哎 有了说话人了 比过去显得高兴些了 那么马修英 怎么和小郡主相识呢 这里有原因 襄阳王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叫吉达 次女叫吉娜 小女儿叫吉花 那两个大列都出嫁了 只有吉花 尚未婚配 吉花呢 生得小巧玲珑 聪明绝顶 如母是汉人 丫鬟也是汉人 所以她蒙语汉语 说得都非常好 而且呢 书念的也好 这学的满腹学问 出口成章 襄阳王爱此女如同 掌上明珠 单说这一天 她在花园望景楼写诗 押混春桃 给她铺制盐墨 吉花郡主 在楼上一边等待 押混盐墨 一边多不想词 不知不觉 来到了窗前 首付窗铃 朝下边一看 哟 对面小院 有葡萄架 葡萄架下 做个姑娘 只见她 前边留着刘海 水瓶 后边一把松的大辫子 淡湿胭脂 穿一身浅蓝色的长衫 外罩着宝兰的砍尖 正在飞针走线 做绣活 里面一看 好一副美人图 饥荒好奇 春桃啊 你过来看看 那个小院 是谁家的 那个女子 是谁家的女儿 春桃一看 乐了 哟 郡主啊 听起这位姑娘 可是个才女啊 琴棋书画 无一不通 还有一手 好针线活 她绣的蝴蝶 会飞 绣的花啊 能招来蜜蜂 绣出那鸳鸳来 就跟真的一样 那个小院 是美马招商客栈 是她大爷家开的 哦 这么说你认识她 认识啊 我家和他们 中间置隔了一户人家 我们孤儿寡母度日 日子挺穷的 我娘啊 常去那院求见 那家人可好了 有求必应 嗯 我还叫马小姐 给我画过鞋样呢 鸡花一听挺高兴 春桃啊 哎 这个女的长得多美呀 明天啊 你把她请到咱们楼上 我们说说话 你看好不好 那感情好了 今天我回家告诉她 叫她明天准来 第二批大走 郡主让丫鬟婆子 准备一桌 甘鲜国品 没成想 春桃没有把人请来 马小姐说了 今天没功夫 激花郡主一听 那好改一天吧 一连半个多月 马小姐也没来 郡主非常聪明 哦 这是人家小姐 存有戒心 不愿意和我交往 哎 那我就亲自去拜访吧 这个事儿 还叫激花猜招了 马小姐是个政治姑娘 不愿结交权贵 所以从心里不愿意 和宗贵的激花来往 旅情未到 总是推说有事 后来激花亲自来看望马秀英 马秀英将她随时郡主 倒也知书懂礼 并无交衡之处 这才渐渐的和激花 接触了 经过一段 觉得激花天真可爱 有正义感 对她父亲所作所为 极为不满 秀英这才放心了 与她要好 脸儿一交啊 哎哟 爱好相同 脾气相投 结为干姐妹 经常往来 又学刺绣 论诗文 那这只无话不说 激花拿秀英 既当师长 又当姐姐 九月初一那天 朱元璋被香阳王 叫走之后 马从容放心不下 来到后院 对马小姐说 秀英啊 我们家卖乌梅的老客 朱四被王府人叫走了 你去找激花打听一下 如果有什么意外 赶快回来告诉我 马秀英听完就问 伯父啊 卖无眉的朱四被王府请去 那我什么事 你就别问了 你就打听去吧 哎 那位说了 朱元璋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 马秀英和他没见面 没有 那个年代 讲究男女有别 瘦瘦不亲 女人就在后边 苗龙秀凤 男人在前边做生意 不许往来 马秀英也不过问前边的事 今天听伯父一说 赶紧换件衣服 也不用坐车骑马 只要是出了这个门 进那个门就到了 平时他们经常来往 也不用从人通病 直接来到后楼去见激花 激花一看 是姐姐来了 真是喜之不尽 百般亲热 嗯 马秀英就看激花 忙忙碌碌样子 好像有什么心事 妹妹 你大概有什么事吧 要有事 你就去忙着 我啊 坐坐就走 啊不不 没什么事 方才 春桃说 你们店里住着一个老客 叫朱寺 是从楚州来的 因为卖乌美解救了 咱们襄阳老百姓 大家对他都很尊敬 可沈万三却说 他是影州王派来的 红金军奸信 什么在井里 撒温毒 无眉旧众人 是有意笼络人心 夺我们襄阳 我父王 听了他的谗言 就派人去请朱寺 他们想陷害于他 我想沈万三那伙人 善于拨弄是非 所以我到前边 看个虚实 变个真假 不想这个功夫 姐姐你就来了 我正好问问你 那朱寺就住在 你们美马招商店里 姐姐 你可见着过他 马小姐温婷 吓一跳 哦 怪不得我伯父不放心 这里边真有鬼啊 多亏了王府 还有我这么个妹妹 要不然那朱寺 还能活得了吗 想着这说 啊 郡主 我从来不到前边去 没见过他 不过伯母常说 朱寺是个正人君子 激花说 姐姐 既然来了 那咱们就一同 到前边看看去 姐姐不是 没见过这个朱寺吗 就此 咱们看看 这位襄阳百姓的 大恩人怎么样 二来呢 也听听 那个沈万三 在出什么坏主意 这个 秀英响 我是来打听消息的 既然已经打听到 沈万三 要害朱寺的事 就赶快回去 告诉我伯父 哪能在此久留呢 忙说 郡主 我与你一同前去 万一被王爷知道了 反为不美 再者说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了 那好 我送姐姐 脸儿下了楼 刚到脚门 春桃喊上了 哎 郡主 朱寺老客来的 快看看 脸儿不便再往前去 急忙停在了甲山石后 偷偷观看 马修英不看便吧 一看 这是悲喜交加 刹那间 当时的种种情景 一起庸上心头 心中 不由的一阵喜悦 可又想 这什么地方 恐怕他今天 凶多吉少 想至此 除了一身冷汗 只觉得天旋地准 眼前发黑 身子晃了几晃 他昏了过去 这下可把 吉华郡主下怪了 急忙叫宫女 把秀英小姐扶到了耳房 轻轻呼喊 姐姐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喊了半天 马修英十二丛楼 咕噜噜一声响 一口灼吐出来 慢征耳目 他哭了 妹妹呀 我的命好苦啊 要姐姐 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忽然 又这么伤起心来了 究竟为什么 妹妹 你知道那朱四克商是谁吗 不知道 你我姐妹无话不谈 我的身世不是告诉过你吗 这个卖乌梅的猪四 就是当年我家猪伙计 叫猪虫八 哎呦 姐姐 要是他那不更好了吗 你还难过什么呢 哎呦 我的妹妹呀 沈万三姬告了他 也能留他的命啊 倘若他死在这儿 姐姐终身又依靠何人呢 吉华温厅也没主意了 那那怎么办呢 要不我去找父王说说 这怎么办呢 我马上回殿房 把这件事告诉我伯父 让他设法搭救朱四 你还是到银安店去 看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飞到万不得已时 你不要出头 妹妹 你看这样好吗 好好就这么办 姐姐放心 就是喝出我的命 不要了 也要保护姐夫 嗨 妹妹 你有这句话 姐姐就感激不尽了 说完两人分手 吉华带着宫女 转到银安店的左侧 吩咐差人 来呀 给我搬个座位来 因为吉华郡主经常偷听 王爷审案 差人也不阻拦 搬来把椅子 吉华坐在窗外 听他父亲审问诸四 暗下不表 再说秀英姑娘 一口气跑回梅马招商店 见了马丛荣和梅氏族 两位老人 把王府的情况一说 二位老人大吃一惊 老哥俩立刻分头去找 左令右舍 人们一个穿一个 很快来了几十人 到上百人 马丛荣对大家 如此这般这么交代一番 甭管怎么的 我们要救出诸四 有人害他 咱别忘恩忘本 听着没有 又选了几个胆大的 能说的 去见襄阳王 临行的时候 马修英把伯父请到自己房子里 含着眼泪说 伯父 侄女又一事相求 倘若诸四遇害 还请伯父把他尸体 带回殿中 老头听到这儿 觉得莫名其妙 也不便细问 便带着众人 去王府了 马丛荣走后 修英是坐不稳 站不安 功夫不大 王府的宫女 春桃来见修英 我们小姐让我给您送信 张玉元帅 为诸四辩护 那诸四 不会被伤害 请马小姐放心 她还说 说什么了 嗯 还说 别忘了 请她喝喜酒 修英也乐了 真真淘气 春桃走了 马修英这才坐起来 等待伯父早点回来 时辰不大 朱元璋平安回到 美马招商店以后 马丛荣打听了一下 那边的情况 便急急回到 后院自己的房中 修英就在屋里等着呢 伯父 嗯 有件事 我跟您说 说吧 姑娘羞羞答答 才把自己当年赠傲 宋饼 发誓妃 朱元璋不嫁等事 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马丛荣 哈哈大笑 嗯 我而眼力不差 那诸四 确实与众不同 将来 并能 建功立业 我而与他 正是天生一对交 带我去请你 梅伯父 为梅 只要朱元璋愿意 即刻 就与你们 完婚 修英回到里屋 取出一个红丑小包 递给马丛荣 伯父 你讲这件东西 交给朱元璋 他没有不从的 马丛荣 才找到梅师祖 把马小姐的事一说 梅老东家 自然愿意为梅 所以第二天一早 梅师祖就来提亲 并且说 修英在王府 已经看见你了 他一回来 就把这件东西 交给我 我让你认认 所以我才来宝梅 朱元璋听着 又惊又喜呀 真好像抖大的明珠 落在怀里 朱元璋听着 又惊又喜呀 真好像抖大的明珠 落在怀里 没想到 马小姐 有情有义 这么多年在等我 我也无时无刻 不再惦念着她 她双膝跪倒 伯父 求您成全 我谢谢 哎快起来起来 马老头子 已经把洞房打扫好了 最好咱们当天拜堂 跑江湖的 没什么讲究 丁对丁 卯对卯 哪天成亲 哪天好 哎呀 多谢多谢 朱元璋 还有什么说的 三十来岁了 哎呦 大家这个忙活呀 叫朱元璋 沐浴更衣 紧着收拾 紧跟着 准备好天地桌 小两口 拜天地 拜父母 掺入洞房 夫妻俩见面 各素离别之苦 说不尽 西洋司之情 一夜恩爱 字不消说 四日清晨 参拜了四位老人 赏了伙计 以及何尔愣等人洗钱 大家共同白酒庆贺 小小店房 到处喜气洋洋 转眼已到九月初九 到菊花会的正日子了 天刚放亮 马修英对朱元璋说 那襄阳王 心歹守毒 又耳软心火 反复无常 你去复会 可要多加小心啊 我在极花郡主楼上 给你观看动静 一有风吹草动 我就马上回来 给二位伯父送信 朱元璋点头 贤妻 你要小心了 我自会注意 两人正说话 马六在外边喊上了 姑老爷子 王府派那两位拆官 前来请您 哦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 朱元璋 慈别小姐 跟着马六来到外边 到街上一看 今天的襄阳城 可与往日大不相同 大街小巷 打扫得干干净净 路两旁 摆满了盛开的菊花 千姿百态 群方争艳 到了两旁 站满了人群 男女老少 高的矮的 胖的 瘦的 郡的无一不有 房顶上墙头上都 站满了人 看谁啊 看朱元璋啊 听说襄阳王 大摆菊花会 给卖乌梅的 朱寺庆功 人们又感激 朱寺爷 救命之恩 所以庸庸 挤挤挤 都来看他 朱元璋 一出门 乡亲们 欢声雷动 欢呼跳跃 两个柴官 扶着朱元璋上了马 一路日上 毫不威风 来到王府门前 有人往里通报 功夫不大 里边鼓跃齐鸣 张玉满面春风 迎了上来 朱寺客沙 迎接来迟 望其原谅 诶 朱毛有何德之能 赶落元帅大将 我多有招扰了 诶 不要个道 请 他们在前边走 文武随后跟随 川宅月圆 到后边的望景楼 这座望景楼啊 乃是襄阳王平时 消遣地方 哼 里边啊 雕龙画凤 样式新颖 楼顶上扣的是 黄绿琉璃瓦 四角金陵道挂 兽头羔羊 两边都是玉石栏杆 栏杆上雕刻着 各种花样 活灵活现 红油漆的戈扇门 风魔铜的黄石剑 门上悬挂着一块 用菊花扎的 五彩匾额 尚有三个大字 菊花绘 公额才女们 穿着鲜艳的服装 闭恭并敬的 手捧着檀香 两旁站立 那张玉陪着朱元璋 来到楼下 正这阵 襄阳王到了 大家转身停步 恭候接驾 只见公额才女 拥着襄阳王 道着窃进 今天襄阳王来穿装打扮 呵 崭新 崭新的 头戴着九龙王帽 身穿鹅黄袍腰际玉带 足灯巢穴 泪下悬进 旁边站的沈万三 后边跟着公额 内使 声滚低消 吹吹打打来到楼前 朱元璋和张玉等文武官员 其都跪倒接驾 襄阳王 见了朱元璋 用手掺起 哎呀 恩公 朱司啊 快快请起 来来来 咱们一起上楼 请 拉着朱元璋手上楼 这座楼从楼梯起 摆满了菊花 数百株菊花 敬艳争香 来到楼上一看 桌雨都是 花里紫檀 金漆雕刻 在墙上挂着名人字画 博古阁上摆着古董玉器 这是富丽堂皇 襄阳王陪着朱元璋 观赏菊花 浏览自画 然后入座品茶 襄阳王指正面的 金漆太师也说 朱恩公 请上座 朱元璋双手抱拳 哎呀 千岁呀 龙不离滩 虎不离山 王家千岁的宝座 小民怎敢居上 王爷请坐 嗯 襄阳王听着 心里舒服 如此说来 本王就不客气了 他坐在正当中 朱元璋坐在上吹手 张玉坐在下吹手 沈万三搭了个旁座 京湘九郡文武官员 知府知县 按照品级的大小 四人一桌 四人一桌 两边陪伴 桌上面摆了很多 仙桃国品和各种典型 襄阳王手指着朱元璋 对官员们说 这位就是救了咱们 襄阳城生灵的恩公 朱寺 本王今天借此菊花盛会 也给他庆功 你们都来见过 朱寺客商 文武官员站起来拱手 谨遵亡命 朱寺客商好 朱寺客商好 朱元璋也赶紧起身还礼 那时讲甘鲜国品 高点撤下 然后大排酒宴 那边响着音乐 这边吃吃喝喝 这桌酒宴 朱元璋长这么大 第一次见着过 太奢侈了 那这是山中走寿云中宴 陆地牛羊海底仙 应有尽有 在菊花会上 谈笑风声 开怀唱吟 大家都高高兴兴 给朱元璋敬酒 都挺乐 唯独沈万三 闷闷不乐 他想 当初我刚到襄阳的时候 打进襄阳府 哎呀 文武官员对我也是 毕恭毕敬 临临敬酒 管我叫大财东 沈先生 啊 沈东家 现在好 没人理我了 啊 都奔着朱寺那敬酒呢 原想呢 叫王爷把朱寺 赶走 或者是杀掉 以解我心头之恨 没了想 话胡不成 反泪拳 弄得我抬头来 这菊花会上 文武官员对朱寺 如同众星捧月一般 把我冷落一旁 哎 我心中实实难忍呢 怎么办呢 才能引人瞩目呢 我何不在酒席宴上 再和他较量一番 想那朱寺小小的商人 会些武艺 绝不能够通达诗文 我要借吟师 做父 羞辱于他 他若动怒 王爷正好至罪于他 想的这说 王家千岁 你看菊花盛开 颇有诗意 我们何不以菊花为题 各自提诗一首 诗做得好 敬酒三杯 讲若这诗不贴题 就让作诗之人 立在众人面前 研究三斗 以此为法 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襄阳王是个武夫 不过近年来 他也学了些个文章 虽然才学一般 也还能周上几句 越是文章写的不怎么的 越想在人前呢 显示显示 一听沈万三要求 除尸对对 嗯 太好了 正好显现财 正合我意 诗四啊 你读过书吗 呃 王家千岁 草民自幼家贫 未能读得写书 不过后来 因为与旧父经商 学会计让 要说提诗 草民可不敢当 如果王爷有雅性 草民可以说几句 顺口溜 好啊 既然这样 文房四宝 词 有人把笔墨 指宴 蹲了上来 墨也演好了 纸也扑上了 互相让着 谁写写 襄阳王 唯恐落后 赶紧提笔在手 写了首诗 刷刷写完 先交给张玉 张玉看罢 夸奖一番 又递给沈万三 沈万三看完 是不住的称赞 朱元璋接过的一看 襄阳王写的是 我爱花来 我爱花 百花开放 实可夸 有花有酒 方为乐 有酒物花 性自差 朱元璋心想 这襄阳王是武夫出身 能写这样就不错了 赶紧的应手 哎呀 好诗 王爷偌大年纪 还这样的笔风刚进 诗情丰满 这是少有啊 少有 大伙说 对 好诗 好诗 请酒 襄阳王一看大伙夸的美的 不知道如何是好 不行不行 还差多了啊 哎 不行 您得喝三杯 哎 好 喝三杯 他把三杯酒喝下去了 沈万三提笔也写了四句 襄阳王看了看 说是不错 张玉看了看 点点头 朱元璋拿过来一看 直接上面写 三月桃花放 九月菊花开 各自跟入土 每人等时来 朱元璋看罢 按皱眉头 明白了 沈万三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呢 把自己比成桃花 把朱元璋比作菊花 那意思是 我和你朱四根基不同 我是家臣万贯的沈总办 你不过是个 替别人办事的小商人 你敢和我作对 等时机一到 非受试你不可 朱元璋看了 心里有点生气 心想沈万三呢 嘿嘿 你想坐师压我一头 让你知道知道 我是何许人也 就这样 有人说 请朱安公提笔吧 留些莫保 请 朱元璋把笔拿起来 和计和计 我写什么呢 就在这么功夫 沈万三过来了 朱四客官 你呀 先别写 先喝酒 李白斗酒 诗百篇 你不喝酒 能写住诗了吗 喝三杯 写三句 喝四杯 写四句 朱元璋好 他喝了好几杯酒 有点喝得过量 又因为我沈万三生气 心想 自己虽然胸怀大志 可惜道路坎坷 今日 敬受沈万三这种小人之妻 我和你不是一个道上的人 你是做买卖的商人 我呢 我呢 有洪湖之志 只是 哎 总是不顺 那么我写点什么呢 他这一生气 又加上酒过量 倒想不出什么好诗句了 他突然想起来 小时候背过一首菊花诗 那首诗 气势磅隔 不同凡响 现在主要诗句还记得 于是他略加改动 就用上了 想应付一下了事 他哪知道啊 这是当年的黄超 所写有名的菊花诗 那是反诗啊 朱元璋提起笔来 说声 朱某 现丑了 随后 笔走龙蛇 一挥而就 写完 讲笔放了 拿起来 吹干了 递给香阳王 香阳王拿过来 瞧了瞧 摇头晃脑 说道 好诗啊 好诗 这是冒充内行 假装斯文 沈万三一看 香阳王夸诗好 他急忙过去 拿过来 仔细看 哎哟 朱四啊 你胆子不小啊 千岁 您快把朱四绑起来 嗯 香阳王被众人捧得晕头转向 见沈万三又喊又叫 心里不高兴 万三呢 羞的放肆 为何要绑 朱四克商 王爷有所不知 朱四写的是一首反诗 他要造反 你该杀他 就这句话 文武官员都站起来 什么反诗 写的什么 快看看 写的什么 香阳王说 他要造反 那诗中都说了些什么 他拿起诗来 再看了看 自己糊里糊涂的 看不出名堂 顺手递给了张玉 张玉拿过来一瞧 哎呀 朱四啊 朱四啊 你怎么在这种场合 把黄超的菊花诗 改头昏面写出来呢 幸亏湘阳王和沈万三不知道这首诗的来历 不然你的命就没了 他回头看看朱元璋 毫无巨色 稳稳当当往这一坐 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个朱四临危不乱 胸有成竹 很不简单 这是怎么办 我要讲此事说破 朱四的命就没了 不说破 对不起 湘阳王 哎 今天 我呀 干脆忍了 想着这说 王家千岁 今天菊花会 以菊为题作诗 个人含义不同 为臣才疏学浅 实在不能妄加评论 那么朱元璋写的什么呢 他写的是 群花发时 我不发 我若发时 百花沙 秋风长礼 战一阵 赢得满身 披黄奖 张玉向着朱元璋 没有把诗的意思说破 可把沈万三气坏 心想 好啊 张玉啊 今天你处处向着他 跟我围仇作对 你等着 我找机会 再收拾你 想着这 对湘阳王说 父王千岁 这朱寺 不得要造反 他还要做皇上呢 啊 这句话 朱元璋也吓一跳 机灵打个冷战 那酒啊 顺着寒毛孔 子儿都出去了 头脑也清醒了 心想坏了 刚才我的酒劲又生气 顺手写的 皇朝诗 只是隔头昏面 这要是叫他们说破 我命没了 他赶紧站起来 叫襄阳王的进前 王家千岁 既然沈总拜说我提的是反诗 朱某倒要领将 这诗中哪句是要造反 哦 对啊 万三呢 你说他写的反诗 何以见得 千岁 他写的是 群花发时日 我不发 我若发时百花沙 秋风长里 战一阵 赢得满身 披黄甲 这意思很明白 他说的群花 是指反王 什么南韩王 陈有亮 吴王 张世成 卢州王 左军碧 江西王 赵福正 台明王 方国珍 临江王 周伯岩等 都造反了 我不发呢 就是他们都反了 我还没动呢 我若发时百花沙 有词句上看 可以看出来 这人很霸道 他一旦兴兵 那是一个 也不能留 秋风长里 战一阵 赢得满身 皮黄甲 就是他要灭 我们元朝 他们这反王 都平了 光剩他一个人 统一天下 黄袍加身 这不是反诗吗 襄阳王一听 有礼 还是我儿万三 才高之广 若不然叫他 蒙了本王 朱四 既然如此 杀你 去不去 打呀 吞出去 赶了 两边的差人 就要动手 这阵朱元璋 后悔了 自己不该喝 沈万三 置气 又多喝几杯酒 惹出祸来 不过后悔也晚了 只可 随机应变 忙说 王家千岁 你等等 容我解释解释 再杀不迟 好 那你说吧 朱元璋说 千岁呀 我是卖屋梅商人 只知经商 养家糊口 怎敢提反师呢 我写的完全是赞颂菊花 因为王爷您最喜爱菊花 今天又是菊花盛会 我怎么能不赞颂菊花呢 我说群花发时我不发 说的是菊花呀 因为正月开迎春花 二月开杏花 三月开桃花 四月开梨花 五月开十六花 六月开荷花 七月开菱角花 八月开桂花 一年总共十二个月 都过了大半了 菊花还没开呢 意思是 它开得最晚 怎么不对呢 我说 我若发时摆花沙 就说秋后了 别的花全开 拜了它才开 这叫百花沙 秋风长礼 战一阵 是说菊花抗寒 敢与西北风较量 赢得满身 披黄甲 是说九月菊花 在秋后更加鲜艳 菊花又名黄花 所以说是披黄甲 跟黄袍加身没关系 我夸菊花赞菊花 怎么能说这是反尸呢 往王爷明见 朱元璋啊 这么一说 襄阳王觉得句句有理 抓不住什么把柄 杀了他 又恐怕百姓不服 放了他 我倒落个收买民心 想着这儿 哈哈大笑 朱四啊 你这是才高过人哪 好好诗啊 好诗 来呀 敬酒 三杯 那边音乐 响了 嘡哒哒哒哒哒哒哒 朱元璋又喝三杯 不过 心蓬蓬直跳 心想 太危险了 差一点 就兜漏了 那还不说呢 在这些官员当中 看朱元璋 有眼熟的 心想这个朱寺 为什么那么像 大闹五科场的朱元璋 可是王爷在这 恭维他谁敢多言 张玉在一旁心想 香阳王老庸才 你倒霉去吧 在这些官员当中 看朱元璋 有眼熟的 心想这个朱寺 为什么那么像 大闹五科场的朱元璋 可是王爷在这 恭维他谁敢多言 张玉在一旁心想 香阳王老庸才 你倒霉去吧 沈万三心里更加别扭 垂头丧气 坐在一旁 酒宴已闭 又命群臣一直把朱寺 送到府门外 又送了一些个礼品 直送到 美马招商店 就这样 朱元璋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哎呀 大家围过去 乐得了不得呀 怎么样 挺好挺好 这不吗 还有点礼品 你们大家纷纷吗 到了晚上 朱元璋回到自己房里 和马四小姐 说了两句话 没事组 马从容 慌慌张张过来 瞧门 谁呀 是我们 哎呦 老人家快请进 怎么回事 出事了 可了不得了 方才 元帅府 来了一名内差 此人叫华云虎 他原来跟我们哥俩 学过武艺 也算是记名的徒弟 这个人挺正直 讲义气 他是刚从京城回来 到了家还没站住脚呢 就找我们哥俩 让我们转告你 赶快离开香阳城 因为你在菊花会上露了面 香阳王和文武官员里 有人认识你 如果一有风吹草动 人家马上抓你 并且他发现了三张告示 要接拿三个人 一个是马踏 贡源墙的怀远安宁黑太岁 达虎将军常玉春 一个是大闹万花楼的 神剑小霸王郭英郭世俊 还有一个就是你 说当年是你指使他们 大闹武科厂 捉拿智政天子 建设皇上龙关 又是你指挥众举子突围 所以他们画影突行 小雨周城府县 河路马头 严加其拿 抓住者升官 报官者有赏 知情不举者同罪 隐藏不限者杀头 这告示已经到襄阳王府了 因为这会人马虎 认为三个大闹京城的罪犯 不至于到襄阳 可是在文武官员中 有人发现你像那个朱元璋 你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现在看来明着走都走不出去了 快想发吧 朱元璋也急坏了 我知道不好了 今天的居花会 我酒后食言 哎 所谓居花师啊 也是心存对元朝不满 是得走了 得怎么走呢 能出得去 出不去呢 我怕连累你们老二位啊 哎 我们这么大寿死活能怎么的 主要是 你呀 年轻有为 后生可畏 推大远 改朝混代 还得仗着你呢 得把你和秀英送走 那怎么办呢 几个人一商量 最后老哥俩商量好了 这么办吧 咱们找个借口 咱们到武当山真武庙去 现在是武当山真武庙庙会 以将乡为名 混出城去 真屋顶的老道呢 是我们的朋友 先在那里住几天 看看动静 再做打算 朱元璋听吧 心里着急呀 想不到事情竟来得这么快 也多亏遇见恩人送信 要不然 恐怕我非死在襄阳不可 是啊 是谁编的这个歌谣呢 要造反在襄阳呢 书中案表不是别人 正是刘伯温 叫老道李正干的 为什么这么做呀 逼着朱元璋造反 你朱元璋 卖无眉 赢得迷心 来着挺舒服 你就不动了 那不行 你得呀 出来扯大旗 我们好跟你一块返元 事到如今 也只好先离开襄阳 耳后投奔于乔镇 找刘伯温去 朱元璋想到这点点头 就一二位老人家 我们连夜就走 他叫马秀英收拾收拾 自己到前边 去找何而愣 范永年 这十个没心没肺的人呢 吃饱了就睡 早就钻了被窝了 朱元璋把他们叫起来 告诉他们 快走 我们要到武当山去降乡 马上动身 路上不许你们惹祸 十个大哥一听 上武当山进乡 又能美美的玩一次 哎呀 高兴得也不滚了 舅舅你放心吧 我们这次收拾东西 整整忙活了多半宿 天光刚亮就准备完了 美马二位老东家 领招夫人上了车 马小姐和朱元璋上了一辆车 把美马招商店 交给马六看管 随后两位老东家 跨上车员 亲自赶车 直奔武当山而来 城门那儿 虽然有人盘问 那些门军们 也都是二位老英雄的相识 因为说是降乡的 也没有阻拦 他们男女十六人离开 襄阳城 车走如飞直奔武当山 一路上不敢停留啊 没有几天已经来到武当山下 真屋顶庙会啊 正日子是九月二十八 可那做买做卖的 从八月节一过 就都往这儿奔 所以这里早已是热闹非常 庙里倒是听说 朱四带着家俊前来降乡 都特别高兴 怎么 因为前些日子 武当山的老道啊 到襄阳买屋煤 朱元璋不但分文煤收 反而款待一番 所以这老道都念朱四的好处 一听说他来降乡 财神爷来了 都到山下应接 把他们应到了庙里 把后边的殿堂腾出来 打走的干干净净 安排内眷居住 又派个小老道殷勤侍奉 朱元璋布施了白银五百两 这边安顿好了 朱元璋对梅士族马从容说 二位老人家 请你们看住这十个大个子 这十个人是惹祸妖精 千万别叫他们出去 倘若惹出点麻烦 怎么拉家带卷的可不好走啊 这次已经连累你们了 金银细软之物带出来了粗笨的东西 连产业都不要了 是因为我流落在这 在这 你们受罪 有那么句话 在家千日好出门试试难 你们二位已经跟我受委屈了 别说这话 啊 元璋啊 咱们谁和谁啊 咱是一家人 跟你说实话 刘伯文到我们这店里来过好几次 几次都听你的名字 叫我们将来助你一臂之力 我们当时啊 半信半疑 不知道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品 经过这些日相处啊 我们两位服气了 你是好样的 我们跟你掉脑袋都认了 你放心吧 这十个大个 我们看得紧一点 呃 保证出不了事 好吧 这十个大个的脾气不一样 像陈庆 冯胜 杨春 李茂这四个人比较老实 一听说不让出去 不让出去不出去吧 干脆躺在炕上睡大觉 曹武和高师两个人 找个棋盘在那块下棋 薛仙和李爸 撅着嘴生气 到这不让走 和尔愣急的团团转 范永年嘟嘟囔囔 哼 我说你们听听 外边那个热闹劲 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 卖艺的耍猴的跑马戏的 多有意思啊 这么大的庙会 在咱们那根本就没见着过 这要是让咱们下山逛逛 那够多好啊 可惜就是不让去啊 也不知道舅舅这是怎么了 非把咱们这些个小伙子 捐到屋里不可 与其这样 还不如别带咱们你 眼不见 嘴不馋 耳不听 闲不白 这倒好 只需你听着 不许你去看 快把我憋死了 想买点东西都不行 这不跟是坐牢一样吗 二郎说 可不是吗 刚才薛仙出去三回 都叫马老爷子给顶回了 这没法 五年说要是这样 我都不来了 说着说着 又怕窗户放 往外看 他盼望两个老头 一打盹好溜出去 二郎说 你别看了 没什么 咱们那两位救老爷 胆子太大 心还心 咱们算计不了人家 你就老老实实在这蹲着吧 他嘴里这么说 可心里一个劲打主意 他眨巴眨巴眼睛 我是老范呢 来来来 干嘛 你不兴装到肚子 多去几趟茅房 兴许那老头烦了 就不跟着你了 对呀 那再试试看 说的是站起来 捂着肚子往外就走 刚到门口 马从容喊了一声 永年呢 干什么去 上茅房 你快把门开开 我都憋不住了 马从容把他放出来 自己站在门口看着 只顶他回来 刚坐下来 谁知这功夫 白永年又出来了 老头只可站在等着 连着三趟 老头的受不了了 冲里边喊一声 二郎啊 哎 干什么 你去跟着永年 上茅房 快点回来 听着没有 何耳当一听 嘿 有门 舅老爷 你算上当了 他心里高兴 表面上还假装 不愿意的样子 舅老爷 这么大的人 上头茅房 干嘛用人跟着 我不去 哎 你小子又耍二性子 你舅舅 不是不让你们出去吗 叫你跟着 就是叫你看着他点 别让他走了 跑了 听着没有 快去 嗯 好吧 要不这么晚 我替你看着门 你跟他去得了 少废话 你快出去吧 哎 孩子这高兴啊 跟着范永年就出来了 俩人一前一后 到茅房扭头看了看 一看老头没跟着 自老拐进胡同 很快就出了庙门 来到庙门外 喝耳愣一吐舌头 做鬼脸 嘿嘿 怎么样 永年 老头上当了 咱们快走哦 咱们怎么走 这么晚 你从东边往西边逛 我从西边往东边绕 待会咱们 要是不回去 就老爷准得出去 找咱俩 他要出来 顶多能找回咱们一个 咱们俩今天玩个够 想着多买点吃的啊 好给那几个傻家伙带回去 听着没有 范永年点点头 哎 就这么办咯 这俩一东一西 是撒腿就走啊 这俩惹我也不行 出去就有事了 不说范永年 单说何二愣 一进庙会 对他的两只眼睛不够使漏 十来里地的大庙会场 无边无厌 各种买卖人 吵吵嚷嚷 人山人海 庸庸极极 是热闹非凡 何二愣这边 瞧瞧那边逛逛 可开心了 快到赏屋了 他也走累了 肚子也觉得饿了 可还没有走到庙会头呢 嗯 先找个地方弄点吃的 吃饱了喝足了 再逛一大圈 好回去 挨顿迅呢 他一抬头 瞧见靠河边 有个清真似的大饭棚 门前有一块木板子上写 进来顺 里边刀勺案板 叮当直响 一阵阵酒香肉味 迷住了他 他看了看牌匾 就进来了 一张张高桌 围满了吃饭的人 嗯 就在这吃吧 他不走了 他刚往那站 伙计迎了过去 这伙计二十多岁 长得挺甜 重眉毛大眼睛 双眼皮 叼眼角 头戴蓝边小帽 蓝布裤褂 白袜倾斜 白袖头 肩膀上搭着条 雪白的手巾 腰里系着短围裙 干净利索 笑嘻嘻的 站在何二灯进前 大爷 您吃饭吗 里边请 嗯 何二灯点点头 跟着伙计往里绕 找了个空桌 伙计一边擦桌子 又拧过手巾把 就二灯擦擦脸 又倒了杯热水 放好了吃碟 竹筷 大爷 您吃什么 喝什么 何二灯腰里 有的是钱 因为光卖乌梅分红 就得了二十两银子 现在是财大气粗 说话硬气 吃什么好呢 你给我来 四个凉的 四个热的 八个菜 稍后二酒 一样一谈 一只白斩鸡 外加二斤青炖牛肉 一条红烧鱼 十个馒头 一碗三斤汤 伙计乐 大爷 您还有客吗 没客啊 我自己吃啊 您用得了那么多吗 喝了愣乐了 这 还胖不够呢 吃看看吧 伙计一想 这位爷的饭量可真够大的 他这顿饭呢 我一个月也挣不出来呀 哎 我看吃得下吗 反正做饭的不怕大肚子汗 只要你有钱就行 伙计喊下去了 时间不大 韭菜端上来 何而愣 自认自饮 吃得美 从来没这么美过 老有人管着我 啊 你说今天没人管 还带着钱 自认自饮 他 他吃吃饭一抬头 只见伙计站在门呢 直出怪相 不停地用手指着自己 喝而愣生气了 啪 把筷子一摔 哎 伙计 你找死了 把小伙计吓一跳 赶紧过来 哎 大爷 您别生气 这韭菜哪样不合意 我给您换换 哼 换不换的不要紧 你干嘛 总出我的怪相 啊 你瞧我别那怎么的 哦 你看我吃得多呀 吃多没吃你的 小伙计 赶紧陪笑 大爷 大爷 我不敢出您的怪相 您老是我们的主顾 我们请还请不来你 能瞧您别的吗 那么你为什么总指点我呀 大爷 您不知道 我一说呀 您就不生气了 哎 您您瞧 瞧见没有 他说着 往门那边一指 和尔顿一瞧 在饭棚角呢 站着一个人 是个大姑娘 能有十七八岁 衣服啊 很旧了 补丁落补丁 但是江西的干干净净 长得到几分姿色 水灵灵的大眼睛啊 哭得像桃一样 和尔顿更火了 我问你 我问你为什么指着我 你让我看她干什么 您先别急 事情啊 就出在这姑娘身上 哎 这姑娘是我的邻居 他们孤儿寡母 过日子 日子挺苦的 他娘常年有病 欠了人家好多债 三天前老太太死了 姑娘没钱买棺材 就在这这儿 债主来要债了 债主啊 说是她娘生前 借过十两银子 现在得还 这姑娘急得要死要活的 我们大家日好帮助她 先把老太太埋了 又跟债主说了些好话 讨了五天期限 这五天怎么办呢 我想这真武庙会上人多 给她求求帮 请好心的扩大爷 帮她几个钱 要一个是一个 要是这五天再凑不够 我们大家再想点办法 从打你一进来 我看见您 就是位济困浮为的大英雄 我想叫他跟你扎回嘴 讨几个零钱 说这姑娘呢 太脸天 总不好意思 她打着哑咪啊 是让我替她说 我指着您的意思呢 是叫她自己去说 不想我们在那 指手画脚的 让你的人家看见生气了 我说小范啊 你快过来 光见我一个人在这挨说 你说我图什么呢 你过来过来过来 有话你自己说吧 这么一喊 那个姑娘 羞羞答答的走过来 先跟合而愣 倒了个万福 大爷 小女子给你十礼了 您别怪他 这伙计哥哥 是好人 你还要不消气的话 就说我吧 何而愣啊 从来没和女人说过话 今天听这女子 细声细味的 一叫好听的 他约约乎乎的 找不着北 他不好意思 脸都红了 就知道 错怪了伙计 伙计 得了 是我错怪你了 你不要生气啊 不知者不怪 我要知道这么回事 我也不吭声了 这姑娘 你起来吧 起来吧 没你事的 伙计点头花摇说 大爷 您这说哪去了 我还能怪您吗 只要您不生气 我没说的 可是你还得可怜可怜 这个苦命的姑娘 要不然 你就把她带走 给您当个丫鬟 也省得她 孤子一人受罪 不不不 那可不行 二愣是个孤儿 从小没爹没娘 吃尽了苦头 他一看 这个姑娘 哭得这么惨 他也掉下眼泪 姑娘 你欠人多少钱呢 零碎计划好办 乡亲们可以帮帮忙 唯独三言望 沉跪着十两银子 催得急 现在我分文没有 你别哭了 我替你拿 说着 从贴身里 掏出一张银票来 正好是十两银子 这张银票 你收下吧 把账还了 这姑娘一看 这个年头拿出十两银子 哪有这样的 磕头如同鸡千碎米一样 多谢大爷 大爷贵姓来日报恩 不用不用 你就快走就行了 你别再惹 你在这一说话 我还不好意思 快走吧 姑娘就这样 转身走了 伙计对何二愣更加恭敬了 何二愣心里热乎乎的 甜丝丝的 吃得更香了 一会吃饱了 算账 大爷 您别给了 我厚吧 那哪行 你拉家带口不容易 怎么能让你厚呢 算账 总共花了二两七文银子 何二愣 给完银子 转身 出了饭腾 他打算再逛过庙会 刚走不远 就听路旁的树林里 有人说话 哎 你光给本钱不行啊 接的那个时候 是驴打滚的力 你把它都给我 还不够呢 就听个女人说 那你要多少啊 最少的五十两 哎呀 你那就欺负人 不是欺负你 我是喜欢你 打草我就看你小缝不错 借钱也冲你啊 你妈死了 没什么人得了 给我当老婆你 过来不 哎呀 救人呐 何二愣在外边 听着清清楚楚 才有暴打不平 惹出一场杀身 大祸 何二愣偷着出去 逛庙会 在饭馆里 招几个 求帮的女子 她想再转一圈啊 就回去 哪知道 刚走不远 就听树林里 有一男一女说话 那个男的 逼亲逼债 那个女的 不答应 二愣想 我进去管管 又想不行 我舅舅不让我 管闲时 别惹祸 不让我出来 我是偷着 出来的 要是进去 惹上麻烦 要连累 大伙 算了吧 想着这儿 她想走 可是那女子 声音呢 听着特别熟 就听那男女说 哎 我说 怎么 你还不乐意啊 咱们俩今天 在这碰上是千里 姻缘一线千 前生造定的好夫妻 得了 给我做个小老婆吧 你别胡说 我怎么胡说了 这神话 这儿没外人 还什么臊啊 你要能答应我 这账啊 你甭还了 我认可还账 你还得起吗 嗨的一听 这声音 是方才 在范棚 秋邦的小缝 哦 这姑娘 又碰上坏人了 那个男弟 没安好心 不行 这个事我得管 送人送到家 救人救个活 想着这 紧走几步 瞧清楚了 只见呢 树林子中间 有块空地 站着一个男弟 岁个不算大 长得太难看了 细长身子柳肩膀 大水蛇腰啊 站在那儿 好像晒干的大虾米 这长个 残头瓣的脑袋瓜子 少瓜脸 混沌片着两个小耳朵 九糟鼻子 破瓢嘴 虽然长得奇貌不扬 可穿戴很讲究 头戴着绿段子团花巾 身穿绿段子团花场 嬉皮笑脸 挡住了小凤去路 喝儿愣火了 三步两步来刀切尽 哎 你干住 你是干什么的 这小子下意哆嗦 回头一瞧 哟 来个大个子 身高盯上 胸困背后 垫脸猪眉 扎筋剑袖 迎门高拉 三肩刺骨叶 并别一朵青龙球 喝 腰气大带 薄底快靴 闪批开场 好威风啊 这小子一愣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走道的 走道的呀 咱俩井水不放河水 我不管你什么水 我要问问 你在这干什么 你问谁啊 你和这女的 我们俩是一家子 这家子 他是你什么人 这个丫头是我家里的 我老婆 怎么 小凤在旁边早看清楚了 哎呦 这是恩公啊 一听这小子跟嗨儿愣撒谎赶紧分辨 大爷他胡说 他就是我们村的三严王 叫陈贵 我跟他不沾亲带故 方才我换了银子回家 刚走到这 他就把我拦住了 本来我娘活着时候 借他十两银子 可他现在要五十两 我手里没有啊 他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 大爷 你别听他的 赫尔愣撒 你想干什么 哎哎 我大个儿 你别听这个女的一面之词啊 你是外乡人 不知道这里的底细 他妈活着的时候啊 已经把他许给我了 我才借给他们银子 你快走你的道 别管我们家务事 不行 非管不可 三严王看着看 何尔顿把嘴一撇 哎呀 但不知你是怎么个管法 我要叫你学好 小凤 把那十两银子给他 叫他走 这姑娘赶紧拿出来十两银子 这银子就是何尔愣给他银票 刚刚换完的 何尔愣接过银子往地一扔 给你 三严王看见了银子 急忙捡起来 我怀里一揣 把小眼睛一瞪 哎 我说大哥子 你诚心找不自在 不想活了是怎么着 想管闲事 你不睁眼看看我是谁啊 我大爷 三江大帅 陈野仙 我姐夫 是本地面的县太爷 我陈贵 在武当山这一带 跺一脚是四街乱颤 凭你个外仙人 还想飞出我的手心吗 嗯 你说吧 是私打 是官告 你都是干受其苦 听我劝劝你 快走吧 没理事 如其不然 我扎碎你的骨头 说走 刷 把大肠一甩 摆出要打架的样子 他想把喝儿弄吓跑就得了 其实喝儿弄气得早就压不住了 这是现在呀 叫朱元璋把他调教好多了 要是头三年 他早就过去 把他脑袋给揪起来了 陈贵这小子 蹿到何尔灯进前 喊了一声 招打 轮拳就打 奔何尔灯的面门 何尔灯望旁边一闪身 陈贵这小子 根本没什么本事 只不过是仗势其人 他哪会武术啊 由于用力过猛 一时收不住招 往前抢了两步 差点没闹个狗吃食 何尔灯就是一回身 没费事 就按住的后脖梗子 右手攥起了拳头 照顶那水蛇腰 当就一拳 就这下着哭声一声 他就趴去咯 鼻子也抢平了 嘴唇也肿了 把门牙磕掉撒 水蛇腰也直了 哈喇子鼻涕 带鲜血 弄个满脸花呀 疼他直 哎呦 连滚带爬的躲出多远 不敢跟何尔灯发火 指着姑娘骂 好啊 好那个小范儿 你等着我 你勾野汉子打我 我跟你玩不了 我怎么回庄去 何尔灯听这话 更活了 好小子 你血口喷人 我非揍死你不可 一边说着 一个剑步冲过去 抓住陈贵 上用拳打 下用脚踢 叮当叮当叮当 打得陈贵 满地乱滚啊 爹一声 妈一声乱叫 救命啊 周围也来了不少 看热闹 可是一看何尔 愣这个驼 这个个儿 这个模样 打得陈贵 都暗暗觉得解恨 打他 不管 小凤一看可坏了 照这么照 一会儿得把这小子打死 打死他不要紧呢 怕出人命 这恩公得吃官司 小凤是个有心人 赶紧劝 恩公 住手 你何必与他赌气呢 就饶他这一次吧 别看哈尔灯是个职人 他明白姑娘的意思 本来舅舅 不让他打架惹祸 今天是实在忍无可忍了 才伸手 既然姑娘说了话 也只好就泼下驴 他把手一松 陈贵 你听见没有 要不是小凤替你说好话 我今天一定得送你回姥姥家去 饶你这回 可不能惯着你下回 你如果再敢敲诈 罗索 将我碰上 小心你狗命 起来吧 这个三言王 刚才还大摇大摆的盛起凌人 这会儿叫何尔灯打的 像个夹着尾巴的狗一样 这小子是个滚刀肉 他站起来看看何尔灯 想走 又有点不甘心 不走吧 他惹不起 他愣了一会儿 拍打拍打 身上的土 擦擦嘴角的血 冲着何尔灯说 哎 大哥子 你打我算什么能耐 有本事 你跟我走一趟 我看你 也就是在我面前 愣充英雄好汉 他这句话呢 是想把何尔灯的火 给激起来 何尔灯果然上当 你说什么 我让你跟我走一趟 你赶去不 赶紧上哪去 找我四哥去 离这三里地 有一座擂台 那是我四哥立的 你敢去吗 我四哥非要你的命不可 何尔灯微微一阵冷笑 小子 少说大话 头前带路 那好 你可跟我走 有种的跟我走 你要不跟我走 你就不是你妈养的 三眼望头前领路 何尔灯迈开大步 紧紧跟随 小凤一看 何尔灯上他的当 赶紧拦住 恩公 你去不得 你知泪主是谁吗 他是三江大帅 陈也先知词 人送外号 伸手小太宝 叫陈世仓 他心狠手黑 在此地利累 打死打伤 英雄不计其数 你若去了 必然凶多吉少 没事 你别让他们威风 你俺何尔愣得锐起 俺一生啊 就怕两个人 一是俺舅舅 一个是俺小兄弟李文忠 除他们俩之外 我是一概不惧 你回家去吧 我这走啦 说吧 像旋风一样紧跟 陈贵往擂台而去 三里地不算远 拐过这座山环就到了 李老远就看见了 在那个山岭前边 摆坐擂台 擂台方圆 左右十五丈左右 台面上铺的都是 几寸厚的木头板子 抢得跟镜子面一样 上边有着棕红色的U7 明光正亮 周围有木栏杆二十多高 围着个半圈 两旁边上下有木头梯子 金里边上下两个厂门 跟戏台上出江入象一样 当中是刀枪架子 是靠边摆着 上边摆着 刀枪剑极 扶跃勾叉 棍棒躺朔 拐子流行 边捡吹抓 带环的带日的 带尖的带刺的 十八班兵人 样样俱全 寒光闪闪 冷气森森 上边是两丈多高的 卢西棚子 前边是采筹扎的牌楼 左右啊 配着一幅对联 上来是全大南山 斑篮虎 下连配 脚踢北海 浪里交 横批四个大字 天下无敌 擂台下边挤满了人群 擂台的对面 高达着一个檀家擂台 又叫观赏台 有一丈多高 上面坐的都是武制官员 陈桂说了 到了 哎 大哥子 你可不要跑啊 我去给我哥哥送信去 说着仨腿就往后跑 二愣子站在人群外边 往周围瞧了瞧 他没有感到自己啊 孤君到这儿危险 倒觉得怪好玩的 哎 这种意思 哎 接光接光 闪闪闪闪闪 我看看 我看看 他挺大个子望里 一挤 人们自动的 赏个人胡同 他挤到前边去了 功夫不大 就这擂台的上层门帘 扒的一条 打里边走出一个人 这个人呢 年纪在二十二三岁 中等身材细腰炸臂 脸长得 撒白撒白的 白得出奇 两道脱眉帽 一对钥子眼 鹰狗鼻子薄片嘴 两个小耳朵 穿得好漂亮 头戴粉罗帽 四排粉绒球 迎门刺骨叶 身穿粉缎子软铐 上袖团花朵朵 紧袖口 银虎腕 腰巾扒着宽的 白丝板带 下边是粉缎子兜当滚裤 足等高药软帮 清大容的 抓地虎快靴 谁呀 他就是三江大帅 陈也仙的四儿子 人称神手 小太宝 陈世仓 方才呀 那个花花公子 陈桂所说的四哥 就是陈世仓 按说陈桂和陈世仓啊 早就出了五福了 排都排不上辈儿 可那陈桂为了巴结这门官亲呢 他总往陈也仙家里送重礼 陈也仙一看有利可图 也就默认了这个侄子 两家走得还挺近乎 陈桂也仗着陈世仓他们的势力 在本地面 招摇撞骗 到处欺人 这一方的百姓 谁也不敢惹他 给他起个外号 叫三严王 陈世仓呢 年纪不大 文武双全 可有一样 就是奸诈多端 阴险九华 只因为上江啊 没有元帅 陈也仙 就在襄阳王 古轮铁木尔面前 宝举他的儿子 当上江元帅 襄阳王啊 胡啦八都就答应了 这件事 遭到了张玉反对 因为陈也仙 素长总是依仗权势 欺上压下 特别对君族太狠了 张玉想 要叫的儿子 当上上江元帅 他就如同虎生双翼一般 好人就更没个活了 所以他就跟襄阳王说 陈世仓 听说武功不错 可是 武功为元帅 唯恐众将不服啊 我看这么办吧 叫他在武当山 历历一百天 也不管是将军 还是君族 黎民百姓 都可以登台打类 有谁胜过陈世仓 谁就为元帅 若是百天之内 无人胜他 再叫他上任不迟 襄阳王觉得 张玉的话有道理 就这样 叫陈世仓啊 历历百日 张玉想 一百天之内 还能没人胜过他吗 谁知道啊 这陈世仓啊 这么小的年纪 还真有本事 开始历历打历的 还真不少 可是哪个也不是对手 光有名的教师爷 就叫他打败了十多位 无名之辈 数不清了 这历累 九十多天了 后来这些日子 根本没人敢上类 陈世仓呢 就光等着到日子 去到上江赴任了 就在这么功夫 陈贵跑到了后台 把和尔愣打的事 说了一遍 陈世仓听了 哈哈大笑 这算什么呢 我给你报仇就是 咱们呢 这两天嫌得怪难受的 这么办 把打你那小子 好好含吃含吃 然后再讲他 是于死地 给你除出这口气 你先去 到南边戏班子里 借一身肥大的花衣上 把铜油 蒲粉 腌制 给我预备齐了 等着瞧好吧 陈贵也不知道 这一栋盖什么用 只好前去准备 一会儿功夫 就拿过来 陈世仓 叫过四个打手 你们在上场门的 等着听我吩咐啊 他们手下人安排好了 才挑战出来 站在台口往下一看 嘿 一眼就瞧见何二愣 因为何二愣的个头 比别人高出一头 炸出一倍呀 是啊 他像鹤立鸡群一样 这个头吓人一跳 再看他穿着打扮 断定 此人定是 陈贵的仇人 用手一直喊道 开 大哥哥 你是打累的吗 这一下 把何二愣给问住了 有心说是打累的 一看陈世仓这个样子 又怕自己不行 有心说不是打累的 又怕人家笑话 陈世仓一看何二愣 稍意迟慢 一阵冷笑 哎 来点小子 你怎么不敢吭声了 闹了半天 你是个窝囊废 既然你怕了 就饶你这条狗命吧 这几话周围人的嗡 都笑了 大家目光刷 集中到何二愣的身上 何二愣挂不住了 只觉得脸发烧啊 大喊一声 哎 星辰的 你不要撒为脉狂 俺不拘泥 说着手分众人 几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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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了台前 要是有本事 脚尖点地 纵身上类 他没了两下子 轻功不好 只可从左边的梯子 上了那台 他恨不得一口吃掉 陈世仓 到擂台上 二话没说 抡群就打 打 陈世仓一看 这小子不懂规矩 按道理啊 得互报名信 客气客气 然后伸手 哦 这是个愣头青 正好 拿你啊 开开心 不过这小挺猛 看我的 他一看 二愣奔自己扑过来 望旁一闪身 二愣的拳头打空了 陈世仓反转身 用担长带动风声 奔合而愣的薄像 切下去 合而愣一低头 掌嘴走空了 可是陈世仓 在下边眼神 就是使个 扫堂腿 扑通一声 合而愣 坐在了擂台上 这阵从上场门 蹭蹭蹭 跳过四个人 将合而愣 摁在地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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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他想起来 四个摁一个 合而愣再有劲 也不行 这四个人过来 给他擦粉地 带花地 抹油的 看累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闹得二愣也懵了 我说你们要干什么 陈世仓说 看见没有 这有件衣服 给你穿上 追 台下你们看见没有 这小子 这小子想在咱们这儿 称光棍 方才他在西山口 打着我兄弟 陈贵还不算 又说了些 不在行的话 今天当着大家伙 我要寒承寒承的 给他带上花 插上粉 叫他游趟街 在武当山真屋顶 转一圈 回来再说 让他知道知道 我们姓陈的 不是豪热的 何尔灯一听 可吓坏了 我的妈呀 原来他们是叫我游街 这可太缺德了 我说姓陈的 我打累打输了 要打要罚 催你便 为什么要这样 我不去游街 你干脆把我宰了吧 宰了你呀 没那么便宜的 陈贵呀 你拿一面罗跟着他 叫乡亲们都瞧瞧 四个打手 掐住何尔灯 往擂台下走 陈贵在后边 敲锣跟着 由台阶往下去 要去武当山游街 何尔灯心想 这可太难看了 太丢人了 干脆快跑吧 他用足力气 两个胳膊使劲 这么一抡 把四个打手 赠开了 登登登登 下了梯子 撒腿就跑 台下人 哇 闪出一条胡同来 陈士仓在台上喊 大哥在你站住 乡亲们 截住他 看热闹人们 早就恨透 陈士仓了 谁管这事啊 大家只是刚喊 截住他 截住他 可谁也不动 只是陈贵 和那四个打手 在后边紧追不放 那儿愣 用双手捂着脸 一边跑一边嚷 你们别追了 我还会回来 我还会回来 我找我舅舅去 等会儿再找你们算账 陈士仓一听笑了 啊 既然去找他舅舅 那就放他走吧 我看他舅舅 也一定是个草包 大草包 老爷必然是个饭桶 他说这么两句话 可惹大祸了 那儿愣 用双手捂着脸 一边跑一边嚷 你们别追了 我还会回来的 我找我舅舅去 等会儿再找你们算账 陈士仓一听笑了 啊 既然去找他舅舅 那就放他走吧 我看他舅舅 也一定是个草包 大草包 老爷必然是个饭桶 他说这么两句话 可惹大祸了 要不说 人的嘴不能胡说 陈士仓啊 不知道啊 顺口开河 说痛快 那四个大手 一听热话不追了 可是陈贵 还是舍不得放 一定要抱挨打之手 在后边紧紧的跟着 何二愣跑下了一台 撒腿如飞直奔真无顶 因为他不敢抬头跑的又猛 道上的人们 只好给他让路 他正跑呢 前面也来一个人 二愣收不住脚 与前面那个人啊 咚 撞个满怀 把那个人撞的登登 后退两步 压的一声 何二愣一听声音好熟 抬头一瞧 哎呦 正是朱元璋 那位说了 朱元璋怎么来的 因为何二愣 范永年 他们假装上厕所 半天没回来 马从容老头心里实在 还真以为 范永年到茅厕去了 没往心里去 等梅士组接班一看 才知道少俩人 二愣他们呢 上厕所了 哎呀 你上当了 到那一找 哪有人呢 早就跑了 赶紧告诉朱元璋 朱元璋 这才出来找人 梅士组也出来了 俩分头去找何二愣 范永年 朱元璋下了山 逢人就打听 育人就问 可巧 问到范棚伙计 张云的头上 张云就把何二愣 在饭馆吃饭 救小凤的事 说了一遍 朱元璋挺高兴 何二愣 虽然撒谎 溜出来玩 却办起好事 又问伙计 后来那大哥的 上哪去了呢 就不再这么功夫 小凤姑娘来了 云哥哥可了不得了 刚才给我前那个恩公 上擂台打擂去了 他到那准有危险 你知道家在哪吗 给送个信 张云说 你问这位吧 他一直指朱元璋 朱元璋说 怎么回事 小凤就把 如何在树人里 救自己 打了陈贵的事 陈贵领他 上擂台的情况 详细说了一遍 朱元璋说 姑娘你放心吧 我马上去找他 说吧 辞别了小伙计和小凤 急忙奔擂台 因为心急 只顾羊肉头 往擂台看了 不小心和何二愣 咚 撞个满怀 朱元璋见二愣 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的 猫不清怎么回事 二愣啊 你这是怎么了 啊 二愣抬头一看 是自己的舅舅 哎呦 当时啊 也不知道什么滋味了 一委屈 眼泪刷就下来了 舅舅啊 别提了 可丢死人了 怎么回事 都怪我 嗯 在屋里憋得慌 我就偷着 离开了庙 到街上去转转 嗯 碰着一个地痞 叫陈桂 这个小子 调戏民女 让我碰上了 我们练武的 你不常说应该 暴打不平吗 我过去 就把这小子打一顿 这小子恨我 他领着我上擂台 我本不想上擂 可是那个擂主 姓陈的 他骂得实在 我抬不下头了 我才上去打泪 没想到 一揪手就要让人家 把我踢倒了 他们擂台上的规矩 也太缺德了 把我打倒了 立刻过来好几个人 把我摁在地上 给往脸上抹油 擦粉 穿上这身衣服 还说叫我邮件 我一看没有别的办法 我就跑了 你看 后边还在追你 舅舅 咱俩赶快走吧 一般说着 把那件女人大花袄 拖下来 扔在岛旁 朱元璋听着话 火 噔就起来了 只气得 刚牙咬的 嘎嘣嘣之响 心想 这个泪主 也太不是物了 也太不讲理了 自古登台打泪 输也罢 赢也罢 不是那对手没什么 你打得 骂得 打死也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 要这么 糟尽人呢 太不像话 我今天倒看看 这个姓陈的 是何许人也 朱元璋想吧 拉着二楞 要去找 陈氏苍算账 他走了两步 又一转 不能去 我这次到真屋顶 干嘛来了 不是降乡 是以降乡 掩然耳目 想离开襄阳 奔渝乔镖镇 去找刘伯温 我们好 共图大业 在这怎么能耽误呢 怎么能登台打泪呢 暗地里有没有追兵 我也不知道 倘若一登台露面 被官兵看见 我一个人到好脱身 可是那还有梅氏族老夫妻 马从容和秀英呢 到那时我们大家全走不了了 我不能因小事 耽误了去 渝乔镇镇的大事 哎 算了 吃个哑巴亏就得了 先回武当山再说 朱元长压了压 心头怒火说 尔灯啊 不去了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省得跟他们置气 走 说着 拉着和尔灯 转身就走 哪知没走几步 就听后边人高喊 站住 挡个子 你给我站住 躺躺躺躺 有人连喊戴桥锣 追的是谁啊 正是那个花花公子 陈贵 外号叫三严王 他左手提出大铜锣 右手拿着骨唇 后边还跟着好几个打手 来着切尽把眼睛一瞪 用骨唇指着和尔灯说 哎 好小子 你快把那衣服给我穿上 快跟我游街去 跑了就算完了 我追到你的王宝窝 也要把你追回来 他这诈呼不要紧 朱元璋可受不了 他一看这个小子 吹五闹六的样子 不像好人 把脸一沉 用手一指陈贵 哎 你是干什么的 陈贵翻了翻眼皮 看了看朱元璋 哼 我是奉了我们泪如爷的命令 带着个大个子游街的 你是干什么的 啊 啥管我们的闲事 我让小子们 把这衣服捡起来 给他穿上 朱元璋上去一步 慢着 我怎么管不着呢 有我在 你们休想 休扫他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他的舅舅 娘亲 舅大 你懂吗 你是大个子的舅舅 三眼望上眼下眼 左一眼 右一眼 一口气 看了二十三眼半 打亮朱元璋 一看朱元璋 身高 体壮 这张脸 阴沉沉的 不过这小子没在乎 他把嘴一撇 啊 闹了半天是草包来了 就这句话 朱元璋差点没把肺子气炸 心想这小子怎么不会说人话呢 把脸一沉 哎 你这人为什么这么蛮横不讲理 进港出口不逊 你骂谁是草包 哎 你还别来伙 不是啊 你这草包名字 可不是我给起的 那是我们泪主给起的 我们泪主说了 刚才这蓝脸大个子上台打泪 一招都没走过去 就趴下了 甭问 他的舅舅是草包 他的老爷 师范桶 你既是他舅舅 那不管你叫草包 叫什么呢 哎 要不服气 嘿嘿嘿 走啊 到泪台上去问问呢 啊 走 你有本事吗 有打量吗 跟我走 朱元璋一听他这话 实在叫人难艳 心想陈世仓啊 你欺人太甚 你说 我跟你远如仇尽如恨 你凭什么骂人 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吗 旁边有人说话了 哎 这位壮士 你可别去啊 我可告诉你 这泪主可厉害呀 现在已经啊 泪泪九十多天了 打伤打死无其数啊 而且泪台啊 还有个规矩 打死 不敌偿对命 呃 如果谁要上泪台 只要被人家踢下去了 就再不许上泪 如果上泪 官军要管的 您呐 快走吧 吃亏是福 退一步海阔天空 你看那大个子 哎呀 多可怜啊 带走 带走 这么一说啊 朱元璋更生气了 陈世仓 难道他相掌三头 奸生六臂不成 他战机能顶破天 坐下压塌地 凭我朱元璋 自从出世以来 虽然受了不少的苦 可也有不少的光彩 我在郭子兴的手下 大仗小仗 没少打我怕过谁呀 到了京城大都 大闹五棵场 建设皇上的龙冠 襄阳王如何 我都没在乎 难道就这么个鼠辈 竟敢欺负我 我非会会的不可 想着说 儿童 走 咱们上擂台 看看去 瞧着擂主 究竟有何能呗 何儿童一听说 朱元璋要上擂台 哎哟 可高兴咯 惊身头也来了 眼望着三眼 我说 哎 你小子甭买 头前带路 这回 要不拆了你们的擂台 拆了你们王宝窝 我就不叫何儿童 朱元璋说 儿童 不要多言 跟他走吧 嗯 好 哎 你们可别跑了啊 小子们 走啊 领着草包打泪去啊 这小子不到天高地厚 还喊呢 朱元璋 气得 他们能把他撕碎了 就这样 三眼望 三眼望在头前领路 也是两个跟着 他们拐弯 墨脚 很快来到擂台下 站在人群外边 朱元璋 指住脚步 三眼望说 你等等 我们送信去 这小子领着打手走了 此时 那个神拳 小太宝 陈世仓 在台上还骂呢 诸位 历历的规矩 你们懂吧 啊 如果上擂台 被打下去 是精识不到 学艺不高 可是你得学过 刚才那个蓝脸 大个子 你说 他是个庄教院 把式 任麻不会 也敢上擂台 啊 干丢人呢 说找他舅舅 那是找台阶呢 他舅舅不敢来 看见他的能力 就看见他舅舅的本事了 这舅舅 师父不明 弟子捉 恐怕他们家里 都是草包饭桶 慢说他舅舅不能来 就是来了 也不敢打嘞 这小子 真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还在这说呢 朱元璋 在台下听的 真而且真 实在是按耐不住 他把自己大衣 刷 拖下来 卷又卷 胶梗和二愣 二愣 别动 我到擂台 会会这个 姓陈的 说着转身去 刚要往前去 猛然 捧 有人抓住他一斤 你 不能去 好 朱元璋吓一跳 回头一看 不 认识 谁呀 这是老英雄 金枪将 梅士族 哎呀 梅老英雄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刚才我们俩不是分头找人吗 你找着范永年了吗 梅士族点点头 嗯 我找到了 他在一个卖艺的靶食厂内呀 看热闹了 我把他送回去了 到庙以后 才知道你们没回去 我怕你出事 就到这儿找你们来了 刚才 你要干什么 我想上类 你想上擂台 正是 哎呀 不行 老人家 这个泪主欺人太甚 您看看 他把咱们二愣 弄成什么样了 老人家一看 二愣的脸上抹的铜油 头上有花 哦 我知道了 这个事儿 真是憋气窝火 但是 元璋啊 算了吧 吃个哑巴亏吧 梅老英雄 咱们怎么能受这个气呢 哎呀 你怎么又忘了 常言说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嘛 今天这擂台说什么 你也不能上 你顺着我的手看 老人家用手 一指擂台对面的 弹鸭擂台 就是观擂台呀 看热闹着 只见 卢西棚下的前排 做了好多武将 各个配刀带剑 正当中一个人 有五十多岁 面四生羊肝 两道偷眉毛 一对老狼眼 搭的嘴角 踏的梁 连边落塞的 胡须扎里扎撒 头戴 同盔身挂 同甲 下身挡着 看不清楚 你知道谁吗 不认识 我告诉你 他就是内主 神手小太宝 陈世仓的父亲 三江大帅 他叫陈也仙呢 哦 我听说过 这陈也仙 是个猛将 对 你再往他身后 仔细瞧瞧 那什么 呃 什么 那挂的朝廷告示啊 刚才我到近前 看得清清楚楚 上边有你 常玉春 和郭英的画像 上边写得清清楚楚 老人家 把朱元璋带到一边 压低嗓音说 元璋啊 你们三个人 俱是国家要饭 有人要能拿住 其中一个 愿做官的 封为万户侯 不愿做官 赠黄金千两 常言说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况且这图像画得挺香啊 你一上那台 倘若被他们认出来 事情就不好办了 唉 要不然 我上去杀杀他的威风 出口气 就是了 这个 老人家 二愣惹的货 应该我去啊 跟他们评理 你老人家 偌大年纪上擂台 跟他们一般见识不值的呀 元璋啊 咱们谁和谁呀 既然这么说 老人家上擂台 可要多加谨慎 唉 料也无妨 说吧 他把自己的外衣 脱起来 交给朱元璋 朱元璋把自己的外衣 穿上 分开众人 来到擂台下 距离擂台 先够一丈五尺远 老人家 大喊一声 开 泪 泪官 不用让泪 老夫 来也 说着 脚尖点地 腰眼叠近 舌尖一腿 上压 唐师长 汉帝 八聪 呲 平地 窜起 有两丈 多高 刷啦 落在 擂台上 老人家 抖身形 落在擂台上 真哑散 一缕 青烟一弯 如同棉花 落在了凉水盆里 一点声音都没有 神手小太宝 正在 抖威 猛然 见从下边 上了一位老者 他连退 树步 闪目 观瞧 见老人 年纪在 六旬 开外 中等身材 面似火炭 吹灰 红中 透亮 见眉 朗目 鼻指 口方 若大年纪 二目 有神 旱下 一部 花白 胡须 白得多 黑得少 根根 酱肉 条条 透风 一身 古铜色 短靠 老人家 往台上 一站 稳稳当当 真哑在 泰山一般 陈世仓 看罢 不由的 打了个冷战 观其外表 我知其内 就知道这个老头 不是好惹的 为什么呢 陈世仓 你别看 素素波大 他还真有经验 他想 仰看就到一百天了 要是没人打败我 我就成了上江元帅 身为练武之人 能当上元帅 有几个呀 那得一级一级熬啊 从小足熬起 熬到五掌 到百掌 都不容易 百夫掌 都不容易 我能当上上江元帅 不就忍这几天吗 既然 这个老头 这么大 吃鲜盐得比我多吃多少斤 我说点好的 把他轰走就完了 想着这儿 急忙陪笑 一功到底 老人家 您好 您好 请问老人家 遵行大名 殷和尚类 梅氏族说 我祖居襄阳啊 小老儿姓梅 明氏族 梅氏族 哎呦 神兽小太宝 听说这三个字 坏了 我知道啊 这可是我们襄阳 有名的老隐士 老英雄 他眼珠一转 扑通 双膝跪刀 哎呀 恩师在上 弟子给恩师 叩头了 这一来 倒把梅氏族 吓了一跳 哎 陈世仓 你这是干什么呢 老父与你素不相识 殷和口称我 师父你 哎呀 哎不敢当 不敢当 恩师啊 您老人家 怎么贵人多忘事呢 可是您的事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啊 您老人家 开的双翼镖局 喝啊 我数个字说吧 马从容 老隐士 你们两个人 情同手足 在我们襄阳 哪个不是 谁人不小啊 三年前呢 我和我的父亲 三江大帅 曾经到你的双翼镖局 难道这件事 您忘了不成 哦 梅氏族 想起来了 原来啊 三江大帅 陈野仙 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 叫陈世宽 二儿子 叫陈世佩 三儿子 叫陈世德 四儿子 叫陈世仓 要说他 要说他这几个儿子 最聪明的 就是陈世仓 陈野仙呢 也想把他造就成个轰轰烈烈的人才 就在他七八岁 就开始给他练武 围腰六腿 拿大顶 匹一刹 这孩子太灵了 一学就会 一点就透 还非常用功 不用大人告诉 就用功 到了十二三岁啊 能得就不错了 还小有名气 在这一带都知道 这个四少爷 老陈家的小子 好武功 再给他请教师教他 哪个教师爷 在他家也待不上一年 不等几个月 他就把你的招数 全学会了 你没得教了 就得走啊 后来根本就请不来教师了 就和他父亲学 不久陈野仙也教不了他了 只好在各地访差名师高人 梅士祖详亲了 原来啊 三经大帅陈野仙有四个儿子 大儿子叫陈世宽 二儿子叫陈世佩 三儿子叫陈世德 四儿子叫陈世仓 要说他这几个儿子 最聪明的就是陈世仓 陈野仙呢 也想把他造就成个 轰轰烈烈的人才 就在他七八岁 就开始给他练武 围腰六腿 拿大顶 匹一刹 这孩子太灵了 一学就会 一点就透 还非常用功 不用大人告诉 就用功 到了十二三岁啊 能得就不错了 还小有名气 在这一带都知道 这个四少爷 老陈家的小子 好武功 再给他请教师教他 哪个教师爷 在他家也待不上一年 不等几个月 他就把你的招数 全学会了 你没得教了 就得走啊 后来根本就 请不来教师了 就和他父亲学 不久 陈也先 也教不了他了 只好在各地 访差名师高人 他们访来访去 又访到了襄阳 听说双翼标局 有两位英雄 一名是金枪教师 亚巴金枪 梅士族 一名是金刀太斗 马从荣 这两位老英雄 在江北一带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尤其陈世仓 又擅使长枪 如果再能把 梅士族的枪法学会 就可以纵横天下 三江大帅 陈也先呢 满心欢喜 为了儿子的前程 亲自前来拜访 梅士族听说 陈也先来了 就一皱眉 他知道 这是个丧官奸诈 狡猾 特别是 他保的是大员 我教他的儿子 将来他儿子 也保大员 也来坑害老百姓啊 算了吧 所以 推托不在家 不愿意和老陈家结交 头一次 他没见着 第二次 陈也先 又被后礼 前来拜访 老人家知道了 他的用意 是为儿求师 就更不能见了 所以还是没见 礼物也没收 陈也先回来 跟他儿子一说 这个陈小四啊 鬼心眼多 眼中一转就明白了 爹啊 梅士族 不是没在家 而是他 故意不见我们 我知道 他们这些人 什么行侠上义 九闯江湖 不愿意和当官的往来 他总不见 这能耐学不成 怎么办呢 是啊 那就不学了 不不不 爹 非学不可 他端着架子 我倒看看 他这门槛有多高 哎 有了 爹 咱们必须 来个先礼而后兵 不但要带重礼 而且还要多带兵 到他的双翼标局 跟他见面直说 他若答应 收下我这个徒弟 我就磕头拜师 他若不答应 咱们就想办法 叫他吃官司 把他押进了大牢 他一打官司 就得听咱们爷们的了 你想对不对啊 哎 对啊 陈爷先说 这倒是好主意 那好 咱们一块去 就这样 这父子两个人 一块奔双翼标局 带了四十名君族 带的后礼 来到了门前 叫家人往里通禀 时辰不大 伙计马六出来了 哎呦 袁帅您好 你好 哎呀 马老东家出门了 没老东家 病了不能起床 我看你们呢 还是改日再来吧 陈世仓一笑 哎 伙计 我们就是来看望他老人家的 他老人家有病 我们更得进去问候咯 既然如此 你们二位请吧 就这样 把这椅子两个带到了房中 他们一看 梅士族躺在床上 被盖到胸口 紧闭双睛 看脸色 哎呦 发黄 喊了半天 慢睁老眼 耳目发魂 说话少气无力 都听不出来 梅士族瞧见他们 只是微微的点点头 臣也先说了几句话 就要走 陈世仓可不干 他在梅老英雄面前 非常殷勤 问长问短 一定要磕头拜师 梅士族摇头白手不答应 陈世仓就硬强着给老人磕了头 然后回家了 他爹还埋怨他 你不该给他磕那个头 他都快死人了 你认这么空名师父干什么你 陈世仓说 爹啊 梅士族在江湖上 有头有脸有名啊 他的好友满天下 又都是有本事的 我要是打着他的旗号 跟谁去学 谁能不交呢 只要他的名望 我可以学得满身武艺 从那之后 陈世仓带足了路费 云游四方 到处以梅士族的名义 在这住仨月 在那住俩月 一晃就是五年 这五年的功夫 他访定了梅士族的朋友 大这个贺号 叫神手小太保 这件事 梅士族一点也不知道 因为他回到本地 不提这个茬儿啊 今天力泪 梅士族登台上泪 梅士族想教训教训他 给和尔愣找个面 也叫姓陈的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今后办事说话 要收敛点 哪知道陈世仓 别看素质不大 非常阴险 他既怕梅士族 又想把梅士族打败 我打败了这个老东西 就可以一宁天下 我还是先说好的 问问他的来意 就这样 他跪在老头面前 叫师父 抬开老头上类 满脸的怒气 他来干嘛呢 他是想夺我这上江元帅 不会的 那么大字 当什么元帅啊 我哪得罪他了 他一上类 我还不一定是他对手 不如先说好话 对他恭敬一些 把他对付走了 就算了事 如果非打不可 我就跟他过过招 就是我真戴在他手 也不算丢人 因为台下千万只眼睛 都看着呢 我管他叫师父 知道了 他是我师父 徒弟 当然没有师父本事大了 如果我要能胜他 从今后不管到哪 我就不承认是他的徒弟 这小子真是诡计多端 狡诈之急呀 所以才磕头 叫好听的 那嘴呀 跟抹蜜那么甜呢 一口一个师父长 一口一个师父短 师父啊 你等人家忘了我 我一辈子忘不了您呢 不管到哪 我承认一个头 给您磕到地上 您是我师父 今天是弟子 我历类 不管你老人家要什么 只管开口 要钱 弟子我给您准备去 想做官 我去给您讨风 若是弟子惹您生了气 你要骂就开口 要打就伸手 我绝不还口还手 可有一样啊 我绝不能让你老人家上台打泪 这都不好 师徒怎么能反目呢 梅士族一听 就知道 陈世仓 这是瞧嘴巴哥 怪不得人家都说 他嘴甜 你心辣心狠 果然不错呀 你今天就是说出天花烂坠 这个泪我也要打 我闯荡江湖一辈子 还不懂得你们这套 拴马庄 你用不着 用吐沫 把我沾一下泪台 想到这说 陈世仓啊 你当着大家面 给我磕头 不忘当年 就算是有心人 我这里还礼了 不过有句话 我要说明白 你们父子虽然 三进双翼标局 可是老夫 并没收你这个徒弟 你管我叫师父 我也不敢答应 江湖上讲究 肩膀头齐 论弟兄 你呀 就算 我的小兄弟 起来吧 今天累 我还得打 哎 老人家师父 你可不能打累呀 不管您怎么不承认 我也是您徒弟呀 那不行 我就是为打累来的 那师父 你跟我有仇吗 没有 咱爷俩有恨吗 也没有 莫非您想做官 为什么非要打累不可呢 梅师祖说 刚才有个大个 因为 夫为济贫 路见不平 打了三言王陈桂 被你们叫上泪台 踢倒他还不算 还给他擦粉抹油 穿上女袄 敲着锣去游街 他说去找他舅舅 你们说他舅舅是草包 他老爷也是饭桶 有这个事吗 有啊 那就对了 你知道那个大个是谁吗 不知道啊 他就是我的外甥孙子 我是他的旧老爷 打了孩子啊 大人出来 今天咱们俩就试试 你把我打了 我就是名副其实的饭桶 从今往后 江湖上就没有我梅士祖 这么一号 如果你不是我对手 也莫怪我不留情面 咱们是挤到这儿了 人有脸树有皮 这口气 我实在咽不下去 陈士仓一听 哎呀可糟了 这真是 是非皆因多开口啊 想不到我一句话 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看样子 梅士祖他不能善罢甘休 动说的恐怕不行 那就得动武打吧 又想打就打呗 我多少年来 只闻梅士祖的名 没见过你的本事 这倒是个机会 我也可以学两招 我先不跟你撕破脸 等动起手来再看 我若真不是你对手 我再跪下说好听的 哈哈一笑就完了 假如你不是我对手 那可别怪我陈士仓 一狠心黑 不认人了 今天这里 可就是你梅士祖的 葬身之境 这小子真是笑面虎 杀人贼 嘴里甘甜心内苦啊 想到这儿 他站起来 双手抱万当凶 师父 我万没想到 那个大哥是您外孙子 我若知道 要了命我也不敢那么说的呀 您就原谅我这一回的吧 真格的 咱爷俩还非过过招不行吗 嗯 还是伸手手的好 要不传扬出去太不好听了 那也好 既然师父您非打不可 弟子就跟您学两招 您就请吧 说完这小子 摁个帽子 勒十字盘 蹬蹬靴子 浑身上下 手指紧沉俐落 并无崩挂之处 扎沙背绑 往当场一站 拉开架势 准备伸手 嘿 师父 我可动手了 话道 身子又到了 仓地声道得前进 唰唰唰 连着进三招 没事足一看 哎呦 这小子真狠啊 没怎么着就下死手啊 他是一招也不让 招招奔致命之处 老人明白了 他就留了神了 不过他也想看看 这个陈小瑟的武艺 到底怎么样 瞧得有多大能耐 所以没有还招 只是招招架架 闪斩腾挪 不拿真功夫 陈世仓一边打着一边想 都说 金枪将梅士族 是世外高人 今天看来不怎么地 也没什么出奇的 是啊 我这么进招 他只能躲闪风赢 都没有尽招的功夫 还想赢吗 早知道这样 我也不会三次登门待师啊 这小子心里后悔了 胆子也要大了 抖擞精神 步步紧逼 招招加快 事事凶猛 老英雄 还是不慌不忙的 看他的招数 有那么句话 姜是老的辣 醋是沉的酸呢 老英雄这么做呢 是消耗他的体力 消耗他的精气神 就这样 勒儿在擂胎之上 猫穿狗闪 吐滚 鹰藩侯上 树虎登山 往翻身龙探 找大战 二十多个回合 老英雄仍然是气不长出 命不改色 再看身手小太宝陈世仓啊 鼻窝鬓角已经见了汗了 出气入气不云式 上边的招是乱了 脚底下也半酸了 怎么 他越打不着人家 越着急 越着急 越卖力气 越卖力气 越打不着 自己临急 带累 汗下来 要是两人交手 鼻窝鬓角 见汗 脚下一乱 就快输了 没事 子我一看 行了 这才拿出自己的真本石 啪 招数一变 啪啪啪啪啪 开始进招了 哎哟 真是身如蛇形 掩刺垫 全死流星 上下翻 这一进招 陈世仓手忙脚乱 只有招架之功 并无还手之力 这这儿 陈小四才明白了 哎哟 这位老英雄 圣名 确实不是白给的 那这叫陈文准 脚底下干净 手上利索 哎呀 我得赶快收招说好的 要不然我栽个根头就不好办了 栽根头别的不要紧呢 上江 原水印就没了 想着这儿他刚要撤步 就栽这么功夫 老英雄 故意的 露出个破绽 脚底下好像啊 一栽了 把大面让给他了 陈世仓一看 哟 这可是好机会 我一脚就能把他踢到 要何必往外撤呢 想着就是吴 抬起左脚 照顶老人家的软肋贴了过去 他那 为士族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听见 腿挂风声来了 威印闪神 哎 他一脚踢空了 同时伸手 砰 把他的脚脖子抓住 老人家 手钻他脚脖子 心里说嘛 我要一使劲 就把他的骨头捏碎了 扔到台下摔死 可是他练这一身能的可不容易啊 年轻人啊 有他这本事的取之可数 我若把他摔到台下 他这辈子就完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不如把他扔到擂台上 也不伤他的筋 也不动他的骨 教训教训他 让他知道知道 世外还有高人就行了 老人家心眼好想到这儿 只不过是一刹那的时候 拿定主意 手往上一揍 把陈世仓扔了个跟头 自己抖身 跳到泪一台下 看热闹内行啊 都清楚 老人家是手下留情了 外行不知道啊 只看见呢 陈小四一抬酒 一个跟头闪在一旁 没士组 跳下边去了 不知道谁输谁赢 都报好 好啊 就是好啊 赢了 谁赢 不知道 尤其陈小四 他不认输啊 这小菜煎的脑子反应才快呢 从擂台上一个鲤鱼打顶 蹦站起来 反而趾高气扬的 眼望台下说 诸外 诸外诸外 你们看见了吗 啊 方才登台打零老头 就是咱们襄阳城有名的 金枪教师 没士组 其实我不想和他交手 可是他死提白咧的不下去 真是老不到豪台 我根本不想伤他 因为当年我想拜他为师 对他一直很尊敬 总想着跟他一块谈论谈论武艺 后来因为总不得闲 没顾得上去找他 我虽然一招没跟他学过 可我还是把他当成我的老前辈那么看待 不管他怎么不行 我也得让他三分 可是今天他却蛮不讲理 你怎么劝他 他也不听 非诗诗不可 挤得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再答应跟他过招 我们俩交上手了 我还是一让再让 谁想他总是不依不饶 让我实实的不能容忍 我一怒之下 才把他踢下擂台 他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不是自找丢人吗 你这么大的岁数 是何回来的呢 我要不看当年之情 非把你劈了不可 我说梅师祖 你要不服气 你可以上来 你家陈小仪 我等着你呢 这小子真是恬不知耻啊 叫他这么一说啊 台下的人们也愣了 有的内行咧嘴 暗笑陈世仓无知 外行们议论开了 嘿 小太宝真有本事啊 能耐真好啊 为什么呢 外行比内行多呀 陈小仪这些话 差点没把老英雄 梅士祖气死 心想 我明明给你留着情 你反倒得便宜卖乖 说长道短 今天喝出我这条老命去 也得找着这个脸呢 老人家想的这 刚想上这台 朱元璋把他拦住 老人家 您不能再去 啊 怎么 朱元璋为什么不让他再上这台呢 因为台上有规矩 不管你是胜负 只要你下这台 就不许再上去 要再上去 就算违规 是啊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擂台有擂台的规矩 只要你跳去 不许再来了 如果你再要上去 人家弹牙擂台的官军 就要出面拦挡 不听者就得法办 要是许可二次上擂台 那个姓陈呢 还敢说那番话吗 他分明是要激怒老人家 是啊 如果打下去又上来 上来又打下去 那你像话没完没了的 那擂主也活不了了 所以有着规矩 朱元璋告诉梅氏族 老人家 你若不理他 算减了便宜 你要一动气上擂台 那三江大帅陈野仙 必然出面 你就算上了他当 咱不能瞪着眼 吃这个亏 不过也不能 叫他捡了便宜 这口气一定要出 你闪在一旁 我上去 会会大 哎呀 元璋啊 不行啊 陈小瑟虽然无耻 可并不是无能之辈啊 我怕你 盯不住啊 老人家 您放心吧 您跟他动手的招数 我都记住了 刚才我要是先上去 还许真不行 您跟他一动手 我已有实诚把握 你不必担忧 呃 孩子啊 他说你上了一台 被他们认出来怎么办呢 这个 朱元璋 眉头一皱 哎 我在这 这是龙卧沙滩 背虾系 虎落平川 背犬气 朱元璋 告诉梅士族 老人家 你闪在一旁 我上去 会会大 哎呀 元璋啊 不行啊 陈小瑟虽然无耻 可并不是无能之辈啊 我怕你 盯不住啊 老人家 您放心吧 您跟他动手的招数 我都记住了 刚才我要是先上去 还许真不行 您跟他一动手 我已有实诚把握 你不必担忧 呃 孩子啊 倘若你上了一台 被他们认出来 怎么办呢 这个 朱元璋 眉头一皱 哎 我在这 这是 龙卧沙滩 背虾系 虎落平川 背犬气 就这么地痞 无烂 我能怕他吗 那也好 他认不出来 咱们打了陈世仓 就直接被女于乔镇 如果认出来 咱们就在这里造反了 也省得 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回上那台 你就要注意 三江大帅 陈野仙的动静 他要动兵 你可千万不要管我 先带着何尔顿 回山上 把家眷保护好就行了 朱元璋 朱府完毕 抖身行 上那台 站在陈世仓的面前 陈小四一看 又上了一个 这个人 哎呦 好威风啊 素素也好啊 三十上下岁 八指开外 不到九指的身材 元碧风腰 双肩暴龙 扎筋剑袖 宽天亭 重地阁 笔指口方 剑眉朗目 大耳有轮 下巴微微向上翘 不怒自威 呦 今天是怎么了 这几天 没见着有什么样成名的英雄好汉上来 所以连打胜仗 就剩这么几天了 我真得格外小心 不然的话 我这九十多天的功夫就算白费了 想到这儿 双手抱拳 不孝强孝 请问这位英雄 尊姓大名 家住哪里 为何登台打泪 难道也是为了求官吗 朱元璋哼了一声 请问 你是谁 在下姓陈 三江大帅 数个字说 陈也先是我的父亲 我是他不孝之私子 叫陈世仓 您是我乃草包是也 陈世仓知道这话带词 英雄 哪叫草包的名字呢 我是跟着人家沾光了 此话是由你口味出啊 你们给刚才有个大个子 擦胭脂抹粉 尤其那大汉 他是我的外甥 我是他舅舅 你不是说他舅舅是草包 他的老爷是饭桶吗 方才他老爷在擂台上 我看得很清楚 你心里也明白 我心里也明白 谁胜谁负 咱们就不说了 这回我上擂台 是重新打鼓 另开张 你若是我的对手 我什么话也不说 带着我的外甥 扭头就走 假如你不是我这个草包对手 那你可别怪我不对了 我可就要不客气了 姓陈的请吧 好 陈世仓一听 这人说话干净利索 口气挺大 闹得半天 也是为那大个来的 哎呀 有心跟他打 自己总觉得有点胆怯 心里突突之跳 不打吧 当着这么多人面 怎么说呢 自己暗恨自己 陈世仓啊 陈世仓 你这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万不该 替那个陈桂拔窗 说话走了板 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事到如今 悔恨莫及 没办法 只有打个棒 想着这说 这位英雄 不管怎么着 你得留个名 哦 我姓朱 叫朱四 陈世仓 请 说着望前一纵身 左手迎面一晃 右手拳无地声 奔他迎面打来 陈世仓一看 这个家伙的拳脚很快 急忙 恶虎摇头望旁一闪 将拳头躲开了 左手一叼朱元璋的 手腕子 右手打 奔前凶打来 朱元璋闪身躲开 脸插周坏式 打在一起 台下人呢 眼睛瞪啊 包子上的看着 一看嘿 今天可碰见对手了 最近的几天 没什么看头了 上去一个 就被姓陈的 给打下一个 没走几个回合 今天瞧瞧 开开眼 今天来着了 对 打呀 两旁边君罪 跟着朱伍威喊 对面三江大帅 陈野仙 掌身躯 往擂台上看 试试 今天是怎么了 刚才是梅氏族 这梅氏族 轻易不出头啊 方才我儿 已经输在梅氏族手里了 嗯 我清清楚楚的看到 他抓住我儿的脚脖子 要是一甩手 就可以扔到肋下 老东西手软了 他就忘了 打仗 必须要手黑 心狠 他往台上一扔 就是他一下肋 嘿 我儿减个便宜 又上了这个人 哎呦 这人全脚与众不同 我儿子外号叫 身手小太宝 全树上有两下子 可是这个姓朱的 朱思 哎呀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朱思是谁呀 有人说你怎么不知道呢 有人说呀 这朱思不是襄阳城 卖乌梅的老客吗 啊 卖乌梅的 卖乌梅的老客 怎么会武功啊 听说 襄阳王爷赶紧他 用乌梅普度众生 在王府里摆菊花会 请他菊花会上阴师呢 是啊 他深得民心啊 那他怎么到这来了 不知道 嗯 不对 卖乌梅的老客 这么大的本事 他是个武夫 武将是九经沙场的将官 他的权法 为什么我叫不上名呢 什么神权 汤郎 通壁 八卦 太极 怎么都不是呢 要不说陈也先生那行 他能看出朱元璋的权法 跟其他都不一样 是啊 这是他 集权术各家之常 创造出自己的一套小红权 在武术上有大红权小红权 大红权 是宋太祖赵黄印留的 小红权 是朱元璋留的 使尽擂台之上 岳不飞身 行似芒 趁间吹肘 立如庄 上达一拳 南风党 瞎踢腿 铁扫堂 霸王挥鞭 砸臂膀 苏秦碑剑 刺胸膛 腿部童子 何首掌 进身哪吒 闹海洋 跨虎登山 往前闯 英雄擂台 逞 刚强 再看朱元璋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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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汉水花花之流 周围人还好啊 这个蛛丝的本事就是好啊 哎 陈小散你不行了 陈也先也看见了 呦 今天玩就要吃亏啊 想什么办法惊一下呢 哎呀 这可怎么办 他着急回头啊 找他大儿子和二儿子 本来啊都来观镇了 现在不到哪去了 忙一回头 瞧见墙上挂的图像 这是朝廷派人送来的 画影图形 其中有朱元璋 不过图上的朱元璋 是顶盔挂甲 立马轻腔啊 突出的是 图像上画的朱元璋 他胳膊就翘翘着 眼睛鼓鼓着 他看看图像 再看看台上主寺 呦 这不是一个人吗 能这么巧吗 难道这是朱元璋 到这儿和我儿交手 又不是抓错了呢 嘿 管他是不是呢 先拿他当朱元璋 给我儿子救救急再说 想这儿高喊 三丢肝狼 来呀 把擂台给我围住 抓反叛 朱元璋 他这一喊 坐在身旁的剑官 呼啦的站起来 看看画影图形上的朱元璋 再看看擂台的朱四 是越看越像 哎呦 真是反叛 快 背马 再看陈也仙 来到了下边 有人背马 抬刀 上马踢刀 高声断鹤 反叛 朱元璋 还不服绑 等待 何时 朱元璋 听得清清楚楚 机灵 大寒战 坏了 人家认出来了 就在这一愣神的功夫 猛然 陈小四的 左腿飞起来了 呜 奔朱元璋 前行题来 朱元璋 急忙闪神 一伸手 碰 把他脚搏的抓住了 台下这一乱呢 杀呀 拿呀 别叫打类的反叛 朱元璋 跑了 朱元璋 张一想 现在不烦也不行了 陈世仓啊 今天我就拿你开个招 他一只手 钻住他的脚脖子 腾出左手 照定他的心门 啪就一掌 这一掌 陈世仓再也站不住了 扑通一声 摔在擂台上 朱元璋 变不凝身 来刀切尽 抬右腿 照定心窝 当的一脚 再看伸手 小太宝 陈世仓 口喷鲜血 绝气身亡 三井大帅 陈也仙一看 差点没腾昏过去 哎呀 你怎么样 他想过去看看 朱元璋在台上呢 能让他过来吗 他叫军兵包围擂台 再看 看热闹 老百姓一阵大乱 四下逃奔 擂台是三面围住的 有人喊开弓放箭 蹦蹦蹦蹦蹦蹦蹦 蟹子飞黄 又如雨点一般 射向朱元璋 朱元璋着急了 哎呀 怎么办 他一伸手 捡起陈世仓的死尸来了 行了 这个把他抡起来 面耳大博打 焦灵 一会儿的功夫 再看陈世仓 满身是剑 就像刺猬一样 可不 三江大帅 陈也仙腾坏了 不但丢灵剑 没射着朱元璋 反倒把自己死去的儿子 给乱剑 窜身了 他心中是又恨又急 来人呐 火分擂台 有人爆干柴 准备硫磺燕消 引火之物 要火分擂台 兵兵们在擂台之下 点起了火 这擂台下边是木板子 上边是炉席 沾火就着啊 煞时间 浓烟翻滚 烈焰奔腾 好像万道金蛇乱窜 大火熊熊 越烧越旺 呼呼呼呼呼呼 可了不得了 朱元璋想下擂台逃走 走不了了 这怎么办呢 三边是火 哎 后边没上了人 我呀 往后撤吧 想着这儿 他撤来撤去 到了后边 后边是山 地面不大 紧靠山坡 朱元璋把死尸 搜 往前面一扔 急步如飞 登登登登登登登 逃上后山 这阵 这阵 追兵已经上来了 丢灵尽不住的向他射来 他现在可着急了 眼前要有我的枪马 我何惧这些当兵的呢 我那匹马绞成快手中有枪 也能够施展 也能够施展我的武功 怎么能怕这些当兵的呢 现在好 什么都没了 当年大闹武科场 过了梁兴县 天降大雨 把我交力晕过去了 我在树下休息 把枪马全丢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 这枪马是谁偷去的 偷去了枪马 等于偷走我的性命啊 哎呀 这可怎么办 他一边躲着凋零剑 一边往上爬 好不容易来到了山顶上 往前边一看呐 呦 朱元璋啊 脑袋嗡的一声啊 完了 我命休矣 怎么 他一看呐 前边是悬崖峭壁 下边身不见底呀 见水滔滔 压在牛吼这般呐 往对面看 对面有山头 离这边啊 多么有 有四丈来宽 想要跳 是跳不过去 往下一看是万丈深渊 只能听见水声 看不见下边的底 往下走 更是寸步难行 左右有追兵 后边的擂台 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 这真是身风绝地呀 朱元璋这阵 心里难过了 哎 看来人生短暂 我朱元璋今年才多大呀 大业未成 今天就要死到这儿 我命真苦 从小 爹妈不在 被人家送到庙里当和尚 又是放牛 受尽了凌辱 吃不饱 穿不暖 长大之后 拼着自己的胆量和拼搏 也赢得人们的尊敬 成了将军 在郭子兴手下 南征北战 东挡西杀 赢得一席之地 没想到 郭子兴的儿子 这个败家子 不成器的东西 再保他 我都得把命搭上 所以我一跺脚走了 上哪去呀 只说是 刘伯温先生 把我们弟兄几人 寄居在陆家庄 八拜结交 七人结尾 金兰之好 将来举一旗 定天下 没想到 又被狮毛王 撒没野汉 把陆家庄给抄了 郭斗南 为我们都死了 你说我成了 害人精了 这落得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 成了要饭的了 在破庙里 差点死了 多亏两个 要饭的 把我救了 后来落在了 郭光清家 寄人篱下 也算过几天 太平日子 无故的吗 刘伯温啊 刘伯温 你叫我到 襄阳卖乌梅 说到乌梅将来 能够举一旗 夺得襄阳一块宝地 这是鱼米之乡 进可攻 推着手 这可好 襄阳梅立住脚 现在我身风绝地 我还成亲了 我马修英也坑了 我把梅士族一家子 马聪一家子都坑了 你说我算干什么地呢 完了 哎呀 他正在琢磨的时候 猛然间 搜一只凋零剑直奔自己的耿嗓咽喉 他机灵打寒闪一闪针 躲过这只剑紧跟着搜搜又是两只剑 奔他的双腿 他急忙掌身躯 跳起来 躲过这两只剑 人不能悬在空中啊 躲过剑 双足一落地 坏了 谁知脚下这块山石是活的 他脚这么一蹬 石头一动 咕噜的一声 两脚再也站不住了 身子摇起摇 晃起晃 呼地上 呜 朱元璋掉下山剑 他们两眼一合心想 这回 完喽 我奔波半世 壮志未愁 竟死在山剑之下 他就等一死了 那还不说呢 他掉下山剑呢 远处人看着 谁呢 梅氏祖和何二愣啊 朱元璋上擂台 和陈小四交手两人 躲开这个地方呢 为什么 朱元璋说了 我上那台你们别管 你赶快回家 照顾家眷 两人不敢在这台下多待呀 躲在远处的小山包呢 看着呢 一看 台下一乱 官兵射箭 紧跟着犯火 朱元璋逃跑 他们因为站在远处 看得清清楚楚 俩急坏了 二愣说不好 咱们快去救去 把我救救救回来 梅氏祖说不行 看看 看看能不能躲开 官军追杀 咱们赶快奔真无顶 带老少家眷逃走 就这么功夫 朱元璋掉下山界 哎呀 梅氏祖和何二愣都傻了 哎呀 救救完了 别哭 快 咱们赶紧回去报信 这两人 报死信去了 那么朱元璋怎么样呢 朱元璋都晕了 他身子 忽忽悠悠悠往下落 突然就听着咔嚓一声 身子刮着碰着觉得疼啊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被什么刮了一下 他睁眼一瞧 嗯 真太巧了 在山间石缝中啊 长出一棵树来 虽然树不大 因为那树缝长出来的 根基很深 树脑袋啊 就是树冠的不知道哪去了 只剩下半截粗壮的树叉 那树叉正好挂住了朱元璋的私轮带 把它吊在树上 哎 这可好 往下看 脚下 是黑沉沉的万丈深渊 往上看 离山顶有三丈多高 这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挣扎着 还不敢大动 为什么一动 再要掉下去 不就没命了吗 他喘了喘气 定定精神 抱住了小树叉 这只陈野仙 带人也看着朱元璋 距下悬崖 赶紧带兵 沿着江岸插找 再说朱元璋歇了一会儿 看看四块 有没有道路可走 猛人发现在左边 四五丈远的山崖上 好像躺着一个人 这边有动静 这个人呼就站起来了 朝着山崖这边 看了看 朱元璋一看这个人 哎呀 好凶的大个子 这个人身高一丈开外 胸宽背后 头如脉斗 黑娃娃一张脸 狮子眉 刚领眼 黑眼珠小 白眼珠大 有点像金鱼眼睛 弄出框外 高碧梁 翻鼻孔 火喷口 大耳相衬 林彬落腮的 刚然 年纪在个二十 二三岁 光头没戴帽子 头发牛心发气 上身穿着砍尖 厂着环 围机扣 露着一扎成的护心毛 下边是半截短裤 脚上没穿鞋 手里提着一只 四根尺的大铁毛 毛上链子一大堆 卫从一栋 哗 啰 啰 啰啰啰啰之响 这铁毛干嘛呢 是在水里边 吻船的 朱元璋看罢不由的 打个冷战 这深山 见水处 行人不走 飞鸟 难欺 来这么人 瞧的 长得太凶了 是不是逮人呢 朱元璋 有点害怕 不敢吱声 就听那个大个子 嗡声嗡气 大着嗓门喊 哎 我说你 干什么呢 在那上吊呢 朱元璋 掉下山界 他身子 呼呼悠悠 往下落 突然就听着 咔嚓一声 身子刮着 碰着 觉得疼啊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被什么 刮了一下 他睁眼一瞧 嗯 真太巧了 在山间 石缝中啊 长出一棵树来 那树叉 正好挂住了 朱元璋的 丝轮带 把它吊在树上 再说朱元璋 歇了会儿 看看四外 有没有 道路可走 猛然发现在 左边 四五丈远的 山崖上 好像躺着一个人 这边有动静 这个人呼就站起来了 朝着山崖这边 看了看 朱元璋看怕不由的打个冷战 这深山溅水处 行人不走 飞鸟难骑 来这么人 瞧他长得太凶了 是不是歹人呢 朱元璋有点害怕 不敢吱声 就听那个大个子 嗡声嗡气 大着嗓门喊 哎 我说你 干什么呢 在那上吊呢 朱元璋听他说话 并没恶意 忙说 我不是上吊 我是从悬崖上边 被人推下来 挂在这儿的 现在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差点被摔死 哎 我不是在这儿 寻死上吊 哦 你不是想死 在那儿玩呢 不是玩呢 是被逼的 哦 什么叫逼的 落难之人 哦 那 那把你救上来啊 对对对 太谢谢了 你怎么救我 哎 好吧 你等等 说着 他不是大铁毛啊 哗啷啷啷啷 往下衬 衬到下边 哎 我是说你抓住那个铁链子 别往下看 抓紧了啊 一撒手可就没命了 我把你提上来 哎 好 不要往下看 要抓住 一撒手可就没命了啊 这点朱元璋 没有什么办法可想的 只好先上去再说吧 他紧紧的抓住了铁毛 这大案力气太大了 这个大铁毛 带着好几帐堂的链子 再挂着朱元璋 他没费劲 真就把他提上来了 朱元璋 松了手 揉揉胳膊 擦擦脸上的血道子 上前 失礼 恩公 我这给您失礼了 多谢您救我性命 甭谢 我问问 你叫什么玩意儿 小子 什么话 你叫小子 在下姓朱 我叫朱元璋 诶 这什么 朱元璋 哎呀 师父 是你呀 他擦愣 把铁毛一扔 扑通就跪去了 哎呀 你可想死我了 我给你磕头了 棒棒棒 磕想头啊 朱元璋一看愣了 心想 你看他光着膀子 敞着魂 光着脚 这眼珠子怪吓人的 哎 管我叫师父 你等等 他叔叔不小了 二十多岁了 哎哎哎 壮士 我与你素不相识 你怎么能这么称呼呢 谁说的 我等你半年多了 我知道你是好人 师父 我跟你学能的 好一块去杀那当官的 我给你牵马 我乐玉 让他这么一说 朱元璋也明白了八九 不过他觉得好笑 凭我现在 落到如此地步 今天这后边有追兵 前面有山剑 身陷绝境 我的命都保住 还收什么徒弟 你跟我学什么 看来这个大个子是傻 缺心眼 你跟我这么人干什么 我不能收你 为什么 跟你说实话 我被三江大帅 陈也仙追到这里 生死难说 怎么能连累你呢 那个陈也仙 三江大帅 还在上边找我抓我呢 我知道 三江大帅 我准救得了你 不过 你不能让我白救你 你得把我收下 赶名了 咱们一会儿 找老道去 嗯 朱元璋这糊涂了 你说什么老道 是谁呀 你连老道都不知道 他姓 姓什么 姓什么玩意儿呢 忘了 叫什么温 叫什么温 是不是 刘伯温呢 你小子 我挺明白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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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温呢 叫我在这儿等你 嗯 他说你是好人 叫我跟你走就行了 哦 朱元璋这才明白 犀利很感激 刘伯温用心良苦 原来 他安排这个大个子 在这儿等我 这是巧了 你叫什么名字 姓什么呢 嗯 我姓什么 哦 对 姓华 叫华云 华镇江 嗯 小名叫傻子 嗯 大名叫华大愣 嗨 你几个名啊 书中暗条 这个华云呢 就是本地人 父亲死得早 孤儿寡母度日 家里头一贫如洗 华云虽然力大过人 可是因为缺心眼 笨手笨脚的 什么都不会 就指着他的母亲 给人家逢连补占为生 华云呢 不但帮不了母亲 而且吃的还挺多 你想这么大个团啊 他从小到大 倒态的也不知道 他究竟有多大饭量 今天做一斤米的饭 老太太吃一小碗 剩下的华云都吃了 老太太一看他没吃饱啊 第二天给他做了 二斤米的饭 老太太还是吃一碗 剩下华云又都吃了 第三天做三斤米的饭 照样胜不下 反正你做多少的 吃多少 绝不给你剩下 为这个他的母亲 常常发愁啊 华云倒是个孝子 吃不饱也不吭气 从来不惹母亲生气 不管吃多大的苦 多大的亏 大家怎么耍笑他 他也不吭声 这一天 他的母亲病了 华云端着碗 跪在母亲面前问水 老娘一边喝着水 眼泪巴达巴达不住的 往碗里掉 华云一看 心里像刀杂一样难过 他哭了 娘啊 你这怎么了 哭什么 哎 雍儿啊 我担心的是你 想的是你呀 你从小没爹 浑浊梦愣 吃饭不知鸡饱 睡觉不知颠倒 说话不知深浅 咱这日子又这么穷 你说你干啥啥不行 一文钱也挣不来 将来可怎么办呢 有我活着 还能过得下去 我要一死呢 孩子 怎么办呢 你得饿死啊 老太太说到这 再也说不下去了 花园用袖子 给娘擦擦眼泪 娘啊 你甭着急 从今天起 我就想法子养活你 把日子过好还不行吗 那你上哪挣钱呢 上哪挣钱买米啊 不就是钱和米吗 那你放心 嗯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法告诉娘 碰法呗 你等等 她给她妈喂完的水 又给盖好的被就出去了 不大的功夫 只见她扛一袋子米 手里拿着四百钱回来了 笑嘻嘻对的说 娘 你看 这两米不都有了吗 你还着什么急啊 老太挺奇怪 哎 这东西是哪来的 娘 我挣来的 你怎么挣来的 嘿嘿 我一出门 正碰见钱接的老河头 嗯 买粮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钱 我就把他叫住了 我说你站住 把钱和粮都给我留下 嗯 他不答应 不给 叫我一个大嘴巴 打着个跟头 他就乖乖的 都给我放下了 嘿嘿 我这拿回来 娘啊 咱有粮吃了 你吃饭吧 然后他这一听气得发昏呢 大骂 胆大的话云 你这不成了 抢劫了吗 明火接到 这要犯法的 不行 快给老河头把粮食送去 不送 送咱吃啥呀 嗨 你接了他的 他吃啥呀 那我不管 娘要吃就行 昏消瘦 不行 大嘴那 我告诉你 多说好话 直到人家消了气为止 如果不消气 那就任凭人发落 娘啊 给他送去干什么 这就是咱们的了 我先给你煮饭吃 往后一没钱 我就出去 就接他们去 你也别再给人做活了 这家乡福多好啊 哎呦 孩子 那哪行啊 过不了几天 咱们就得吃官司 这么来的钱 咱不花 要凭着自己的力气 给人家干活 挣钱才行 嗯 干活 怎么挣钱呢 孩子 你向娘 给人做真相活 这是给人干活 人家送的钱 啊 不许抢 下回你再要抢下人家东西 娘啊 可就不活了 快去 给人送去 还有 进去 你给人家磕头说好的 打你 骂你 打不许还手 骂 不许你开口 夺子人消了气 你夺子回来 要不然 别来见我 要不然 娘就死去 娘别死 我就一个娘 我这就去 你等着啊 花园没办法治好 扛着粮食 拿着钱 来到老河头家 一进门一看 老两口在那正哭呢 没儿没女 好容易买点粮食 弄点钱 好 叫大哥子给弄走了 还惹不起他 就这么功夫 他腾腾进来了 把老河头吓一跳 哎 我说 愣子 你要干什么 我娘说 叫我来陪你了 说着哭通就跪下了 说抢来东西不许吃 叫我给你们送回来 还说不让你们生气 你们要是还生我气 就打我一顿 那你们就打吧 躲着没气了 就算完了 傻小子这番话 把老河头夫妻说笑了 哎 你可真叫我们哭笑不得呀 花园哪 快起来吧 咱们是老街就临的 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知道你缺心眼 谁也不怪你 你妈好点了吗 嗯 没好 哎 你妈命真苦啊 守你这么个大傻小子 你说 你刚才这一巴掌 差点 没把你伯父给打死 打死我也就不活了 可不是吗 咱们该怎么办啊 一会我们过去 看看你娘 花园一看人不生气 这才出来 他没走出多远 就听身后有人喊他 哎 小伙子 你等等 花园回头一看 来了个胖老头 穿得挺阔气 五十多岁 不认识 老头 你叫我干什么 我打听打听 这村里有干林活的小伙子吗 花园一听 眨巴眨巴大眼睛 有啊 你干什么 啊 我是外地来做买卖的 我有十船芝麻 发到这个码头上 想顾交行给运下船 不想得罪了行会的会头 人家说什么也不给谢 行了 我们堵口气 不用他 就用你了 每包芝麻 平时是二百钱 这回我们加二百 给四百钱一包 只要谢得快就行 花园一听可乐了 要是给他们谢船 这不叫使力气干活挣钱吗 我娘准高兴 老头 那我给你谢 你多少几个人呢 你一个人哪行 嘿嘿 你就瞧好吧 有多少芝麻 我全包了 管包 给你谢完 说着跟这个老头来到码头上 你看十条大船 满载着一包包的芝麻 每包二百斤 花园打好了 双层跳板就扛开了 人家交行卸货 都是每人一包 中间歇两歇 再送到货场 他可倒省事 左肩头一包 右肩头一包 左右嘎着窝 各夹一包 他一个人顶四个人干 中间还不歇着 他蹭蹭蹭 一上午 就卸了两船芝麻 可不得老头乐坏了 也把交行人气坏了 这个老头按数计账 总共是挣了两吊钱 老头跟花园说 你中午啊 别回家了 就在码头上吃饭吧 我再给你加八百钱的饭钱 吃完饭 你就开工 行不行 响 他又拿八百钱 到码头饭馆吃饭 花园是回族 是清真教的人 找个回族小饭馆坐下 伙计跑过来了 哎 你吃点什么呢 花园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下过饭馆 便问伙计 你这就卖什么 大小碗清炖牛肉 馒头米饭 热汤面 牛肉馒头 这好吃 怎么卖 管饱吗 哎呀 牛肉小碗的 一百钱两碗 大碗一百钱一碗 馒头一百钱十个 什么 我看看 他看锅里头 肉也不多 瞧瞧剃里馒头 哦 总共有多少肉啊 伙计一看 话语傻呵呵的样子 穿的挺破 不像个下饭馆 有钱人瞧不起的 也没诚心打着他 不耐烦的说 你怎么 瞧锅里肉少 也够你吃 那可不一定 那可不够吃呢 伙计一看 锅里至少 有四五斤肉 龙铁里有三四十个馒头 嘿 你要是能把它都吃光了 我一文钱也不要 算你白吃还不行吗 嘿嘿 就那么办咯 来吧 尝尝 这伙计一碗一碗 往上给他盛 花云 呱唧唧唧 大口吃 累得伙计满头是汗 还是供不上他 往嘴里滑了 他把锅里肉 也都吃了 馒头也包圆了 一抹嘴站起来了 伙计看 我真倒霉 您就这么走了 伙计没办法 只好认倒霉 下午 花云又挣了两吊钱 总共拿着四吊八百钱 欢欢喜喜回家了 他妈正在着急呢 怎么这孩子一天都没在家啊 天都这么晚了 上哪去了 整念叨呢 花云回来了 他把钱哗愣 往炕上一扔 娘 这回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去 这钱是我挣来的 你怎么挣来的 我到码头上给人家卸船挣的啊 还不行吗 这不是凭力气吗 呦 二次能去给人家康交行了 这可是本分事 太好了 他一高兴 病也见轻了 赶紧买点米 做点饭 看娘俩吃 第二天 花云又到码头上卸船 哪只刚卸几包 就看从南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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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那帮小伙子手里拿着大棍子 姓花的 咱们没完 一个个宁为 立幕冲着花云过来 当中是个矮胖子 哎哎 花的傻子 别谢了 花云一看 干嘛 哼 我说不让你扛 你就别扛了 你懂得我们这里的规矩吗 我不懂 我就知道 卸货挣钱 不干活 你管饭吗 我凭什么管你饭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谢了呢 我是行会的头 叫侯妻 让谁干活 得我说了算你懂吗 花云把眼睛一瞪啊 跟包子一样 嘿嘿 你说了不算数 我非谢不可 你要不让谢 就一天给我四吊八百钱 叫我干什么都行 不给钱呢 破破办不到 说着扛起货包就要走 胖子可急了 上去一抖手 刷 给花云一棍 花云一闪身芝麻包也掉地下来 这一棍打在花云的尖头上 扛的一下子 尖头起了一道 紫痕打死脸子 扛着只咬牙 哎呀 好小子啊 你真打呀 我跟你玩不了啊 他往周围一看 想找个家伙 什么也没有 只有马头靠岸边呢 有一个四根尺的大铁毛 上面挂着三四上长的大铁链子 心说这个家伙挺好使 他伸手就抄去了 他把这铁毛 奔着胖子的木棍就飞过去了 胖子吓得是撒腿就跑 花云哪能容他 飞起铁毛 勾住他的左胳膊往回一带 扑通一声 就把这胖子给唠倒了 随后局提铁毛要打 周围这几小伙子呼啦都上来了 姓华的你抢我们饭碗子 我们拉家带口的那么容易吗 你一个人干四个人的活 我们吃什么打揍的对 叮当叮当叮当 棒子铁锹搞坝一起呼了上来 再看花云真急了 毫不惧怕 轮起铁毛来呜呜挂动风声 冰邦冰邦 一会儿这十几个小伙子 被花云给打得滚的滚 爬这爬带伤了 有几个没带伤的不敢过去 再看花云把铁毛一摆说 你们谁上来 没事找事 这回老师吧 我还卸我的船去咯 他又扛货去了 他以为没事了 哪知道人家挨打的不干呢 赏勿 他把铁毛啊拿回家里 刚坐下吃饭 从外边来两个差人 干嘛来了 来一窗花云来了 原来 花云在岸边打仗 交行的会头把花云告了 支付大人撒下非钱火票 来抓花云 两个差人进门就说 哎 醒花的 跟我们走一趟吧 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 哎呦 差官老爷 我儿子犯什么罪了 当差太说 他把人家交行的买卖给夺了 人家会头侯妻带着人跟他去交涉 他横不讲理 还把人给打了 侯妻也被他打伤了 大人叫我们来抓差办案 叫你儿子 跟我们上旁走一趟吧 老太太一听啊 当时吓得坐在炕上就傻了 我的妈呀 哎呦 你怎么惹这么大的祸 这可怎么活呀 花云说 娘 你甭害怕 我不跟他们走 我把他们都打跑就夺了吗 说说 就拿家伙呀 老太说你敢 你还嫌惹的祸小啊 再把他们打了 这叫巨谱欧柴犯死罪 娘 那怎么办呢 哎 你跟人家到大堂去一趟 跟大老爷好好说 人家受伤的 咱们想办法给治 这祸咱也不扛了 大人愿意怎么判罪 你就怎么听 这样还许能减轻罪名 娘啊 我跟他们走了 您怎么办呢 哎 你不用管我 只要你能顺顺当当的 早点回来就好 哎 好 那走吧 跟两个差人直奔府衙 来到府衙前 等了一会儿有人喊了一声 传话云上堂 快来去 好好走 华云直奔大堂 这个知府啊 姓方 明正直 为官轻正 办事公道 是个好官 听交行人一告状 这才派差人 把华云带到堂上 华云腾腾腾往里走 大人抬头一看 哼 这个大个子 哎呦 长得真凶啊 不过两眼发直 一看缺心眼 传话云上堂 快来去 好好走 华云直奔大堂 这个知府啊 姓方 明正直 为官轻正 办事公道 是个好官 听交行人一告状 这才派差人 把华云带到堂上 华云腾腾腾往里走 大人抬头一看 哼 这个大个子 哎呦 长得真凶啊 不过两眼发直 一看缺心眼 要是没人喊 他可能就到公案桌前了 拆人一看 哎 跪跪跪 你怎么还有钱走 哪跪 就往这跪 上面是大人 大人我跪下了 他跪下 跟站人一边高 方大人 啪一拍惊他目 下跪者 什么人 呃 我姓华就华云 小名傻子 外号 华的愣 家里还有什么人 嗯 还有个老妈 你可知罪吗 什么罪呀 我来问你 你为什么在码头上 打人 人家不让你扛交行 你还打人 哦 那不是日子穷吗 嗯 因为我挣不来米 逼着我娘整天就哭 有一天我看着她的人家 太难受了 就抢了人家的粮和米 想给我娘做点吃的 我娘一听说是抢来米 说是宁死 饿死也不吃 逼着我又给人送回去了 嗯 方大人听完这话知道 他傻傻乎乎的 还挺实在 是个孝子 虽然他说这些话文不对题 大人也没怪他 反而觉得这个人怪可怜的 华云 你为什么缴人家行会的买卖 你知道不到 康交行得入会吗 你不入会去康交 人家干吗 怎么人家和你说礼 你还打人家呢 我哪知道什么 行不行会不会的 我就知道那胖老头找我 叫我康芝吗 我挣没辙呢 没钱吃饭 看见钱 能不挣吗 反正有了钱 我娘就饿不死 再说了 既然不入会不许扛 那他也应当跟我说清楚 他干嘛什么都不说 上去打我 这是因为我有力气 他们没把我打死 要是我没劲 他们那么多人 还把我打死 大人 嗯 你说 嗯 要是我死了 谁管我娘啊 那老太太不更苦了吗 反正是他们先打我 我实在没办法 才还手 我娘说了 叫我听你的 你叫我怎么着 我就怎么着 还不行吗 你把我杀了都可以 不过 你可是替我养活娘啊 邦大人一听 这傻小的说的 并不是没道理 便责怪原告侯妻 侯妻啊 你不该带人闹事啊 他家里挺穷 包赔不了你们的损失 只是不叫他载到码头上就行了 你先回去 看看那些人的伤势怎么样 从今以后 不许仗势欺人 下去吧 是 谢大人 侯妻只可认倒霉 下堂去了 大人守护捉案 花云 按理说你打伤数人 本应当罚钱 给人家智商 再压你个三年五载的 本府看你是孝子又是粗饭 暂且 饶过你这一次 下堂去吧 大人 你先等会儿 我还有事呢 你还有什么事 那我要再去卸船 他们还打我怎么办 许不许我 还手啊 唉 大人心的话 跟这样人都说不明白 刚才我说的很清理 他不懂 不要说是打架 今后 你也不能去卸船了 啊 唉 不让卸船 我们俩吃什么 是不是 你管饭呢 大人一听也笑了 不让你扛交行 你可以做个小买卖啊 做买卖 嗯 做买卖 怎么做呀 嗯 没有钱能做吗 嗯 我们没钱 怎么做 要不 嗯 我还去捷道去吧 哎 别别 接到哪行啊 知府一想 也是 不让他扛大个 他没有本钱做生意 那还得去抢劫 为了维持本地面的治安 行了 破破点吧 叫差人拿来五两银子给华云 华云 你把这钱拿回家里 交给你娘 你们娘俩做个小本经营 实在不够 本府再给你添 哎 好啊 华云接过银子 我大嘴乐了 哎呀 大人 你真是个孝子 嗯 没听说过 有你这么好的官 敢明告 我跟咱娘说说 给你娶个好媳妇 大人说 哎 不许你胡说八道 赶快下堂去吧 哎 好 走了 拖着五两白花花的银子下堂 两旁边的牙医看着怪眼热的 下了大堂来到门口 有几人围上来 哎 我说话得愣啊 人家都说牙门口朝南开 有理没钱 你别来 你可倒好 打官司 还挣钱 这真是古来少有 咱不说见面分一半吧 也得来个肉肥汤也肥呀 给我们一人弄壶茶喝怎么样 华云笑了 那还不好办呢 都给你们办 哎呦 可把这几个牙医乐坏了 接过银子 哎 谢谢 谢谢 甭谢甭谢 我走了啊 花园转身 往回就走 大伙人 你干什么去 我找大人 再要几粮去 牙医们一听个吓坏了 别去了 这银子我不要 刚才是跟你开个玩笑 说着又把银子给了花园 花园说 你们不要啊 那我可拿走了啊 哎 你快走吧 我们不找那个麻烦 花园拖着银子 回了家 到家一看 他妈还哭呢 花园赶紧跪在母亲面前说 娘 别哭了 我回了 官老爷还给我一块银子 叫我跟你做个什么来的 买卖 随后他把打官司事啊 胡了八度的说一遍 老太太听明白了 哎哟 真想不到 遇着这么为青天大老爷 要不然 我儿又不定受什么样的刑罚呢 可是咱们做什么买卖呢 你又不认识秤 又不会算账 怎么办吧 你没把斧子上山砍柴去 你又有劲儿 又不怕累 多砍来 咱就多卖钱 砍不来 也赔不了什么 好 咱们俩斧子甭买了 就用我拿的这个大铁毛就挺好 从此之后 花园每天上山砍柴 他去的快 回的也快 砍的也快 卖的也快 他到山上 看见哪个树帽子大 就把大铁毛哗愣往上一扔 挂住之后 用力往下一拽 咔嚓一声 这树冠就被他拽下了一半 有时候碰巧一使劲儿 整个树脑袋全让他拽下来 他绝巴绝巴 捆巴捆巴 挑到柴草事上去卖 人家一旦柴啊 卖八百钱 他也卖八百 不过他的柴火 比别人格外好卖 为什么呢 他这一挑 顶别人两挑太实在 所以都买他的 后来人们都知道了 华云每天走好几趟 就在山道上堵截 华云也挺勤快 一天跑去趟 娘俩日子好过了 不久 老太太去世了 华云悲通万分 把母亲就埋在自己砍柴的山坡上 每天都得到坟地上看几遍 这一天 华云挑着一大弹柴火下山 呼山呼山呼山 迎面来个老道 白面黑须 一脸的和气 华云以为是买柴火的 没等到跟前就喊上了 老道 你买柴火 一定要钱一袋 你在哪个庙 我给你送去 来人正是刘伯温 听见了喊声 刘伯温留神一看 哎呦 这个大个子挑着这柴 像个小山一样 足有二百多斤呢 可在大个子身上 好像没有分量 哎呦 这一袋柴 最少也支个三四吊钱 怎么才要一吊钱呢 哎 壮士 你这袋柴有多少斤呢 摸到 这是我半天打的 你要先少 我再上山给你打一关 说着抽出扁的要走 哎 别别别去别 我不是买柴的 我看这柴 分量这么重 怎么才卖一吊钱呢 哎 我有的是力气 多打点 没什么 刘伯温一看 这个大个子满脸憨厚 相貌初期 有个好身板 有把力气 心里很喜欢 便拉他坐下 跟他谈 花园一看有人跟他谈 挺高兴 不但把自己姓什么 叫什么 告诉他 还特意把 知府怎么断的案 给他五两银子 详细的跟刘伯温说了 刘伯温越听越高兴 心想 他天生神力 要再学点武艺 将来必有大用 他问花园 哎 你愿意跟我走吗 过毛去 上庙里啊 不是 将来碰上好人 教你点武功 教武功干嘛 哎 教点武艺 练武你懂不懂 不比砍柴好啊 哎 那感情好了 就是那冰邦冰邦的 蹦对不对 还不叫蹦 你要会了武功 就没人欺负你了 像那个扛交行的 那个侯妻就不会了 对 我要会点本事 把那害人的都把他杀了 那你告诉我 我跟你上哪去 我呀 不能领你 有一个好人是我的朋友 这个人叫朱渊章 人好 武也好 你跟着他学点本事 比砍柴强 将来呢 朱渊章供你饭吃 他给饭吃 对 那就是你的饭东 得听他的 你呀 要认他为师 那我上哪去找那个朱 别猪啊 朱渊章 他不久 就要来襄阳卖乌梅 只要你听到他来襄阳 你就去找他 让他把你收下 人家不收你 你见到他 就提我让你找他的 他一定会收 那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呢 我姓刘 刘伯温 你记住了 刘伯温 记住了 那个人叫什么名 朱渊章 哎 好 就这样 听到没有 你就天天在这等着 早晚能见着 哎 就这样 刘伯温 飘然而去 话语每天在这 天天念叨 朱渊章 刘伯温 一晃 盼了半年 也没盼到 前几天进城 卖柴 听说 襄阳城来个 卖乌梅的猪四 他用乌梅救了 襄阳百姓 话云呢 这这儿 好像比过去明白点 朱四和朱渊章 不一样啊 不过姓朱的是卖乌梅的 没错 也许我记错了 等我哪天去看看 就这样 他打定主意还没走呢 这一天又来山上 猛然听见空中一阵嘎嘎叫唤 抬头一看 原来是两只老鹰 正在空中打架 不一会儿 两只老鹰 同时落在了山坡上 都摔了个半死 在那块扑朗着膀子挣扎着 华月一看乐坏了 哎 这可不错 哈哈 我把它煮着吃吧 他撒开两腿 绕着道 往下边跑 他想把这两只鹰抓住 好做顿美餐 没成想 他刚从上边下来 这两只鹰 环线过来 扑朗 又飞走了 花园这个气啊 眼看到嘴的肉又飞了 他慢慢的往回走 一回头 瞧见山间上斜掌一棵树 他用大铁毛 哗愣 就把这树帽子挂住了 咔嚓一下子 把上边的树头就拽下来 绝巴绝巴捆好放在旁边 想坐在条石上歇会好回家 没想到一坐下就睡了 他正在昏昏沉沉睡着的时候 听见山崖上边有动静 睁眼一看 离自己几丈远地方 有一个人掉下来 他蹭的一声 蹦起来 往下一看 那人正好挂在那半截树干上 要不让树干给挂住 非掉在山间里摔死不可 花园这才提着铁毛 来救落崖之人 一听说自己救这个人 正是终招每日叛梦的朱元璋 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花园画大愣 要拜朱元璋为师 当时朱元璋是哭笑不得 我现在是上午栖身之处 下午足扎之地 前面有山剑溪水拦路 后边官军追杀 随时都有性命危险 谁跟着我都倒霉 要受朱脸 还要拜我为师 我能教你什么呢 又一想 今天要是没有花园 救我性命 我也就完了 遇见了花园 得感谢老道刘伯温 他为我到处招贤纳士 叫花园投奔我的门下 我要不收 瞎了刘伯温的苦心 也对不起花园 花园 因为救了我也成了反叛 回不了家了 朱元璋呢 从心里又喜欢花园 他憨厚直爽 既恶如愁 天生的神力 要调教好了 誓援猛将 现在有点浑浊梦愣 是闯祸的大王 胆子还大 惹事的根苗 怕管不住他呀 怎么办呢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我何不趁此机会 提出几个条件 好约束他的行动 花园 我要提三件事 你要能做到 我就教你无意 要做不到 我不收你 呃 别说三件事 三百件 我都议你 那你快说吧 第一件 在众人面前 不许你说傻话 冒傻气 未从开口 先看我答应不答应 我若点头 你就说 我若摇头 你就不许说 能办到吗 能能 这还不容易的 好好好 我装哑巴 第二件 不许仗势欺人 见人有难 要舍身去救 能吗 能能 那我 行啊 第三件 不许和人家 吵嘴打架 于是要让三分 听到这儿 花园 眨巴眨巴眼睛 他犹豫了 哎呀 那要是他们欺负我 让不让我还手啊 朱元璋笑了 那要看是谁了 要是自己弟兄 还是不许打架 要是那些 贪官污吏 地痞恶霸 你还要狠狠的 给我揍他们 哎 那还不容易的 我都能办到 都能办到 那好 我就收下你了 哎 师父 小子给你磕头了 呗呗呗呗呗 磕响头没完了 朱元璋一把 把他拉起来 师父 你跟我回家吧 到家够一宿 嗯 给你做饭吃 完了咱们走 那可不行 现在不比寻常啊 不能多当个呀 你还不知道呢 方才啊 我去打类 打死了 陈也仙的四儿子 官军正在搜捕我 我的家眷 就是你的师娘 还有我两位 伯父 伯母 我几个外甥 现在都在 真屋顶上 他们呢 找不着 我不定 多着急呢 咱们呢 得去武当山 华云 现在山前 有急流挡道 后边有 官兵 追赶 咱们能不能 找一条山路 又近 又能躲开 官兵 才好呢 华云 听到这 眨不眨不眼睛 想了想 他是缺点心眼 可没傻透 他属于啊 没受过教育 没开话 直肠子 你要跟他说点事 他全明白 听说 有官军追杀 朱元璋 他忙说 师父 甭担心 我有办法 咱们呢 汤水过去 你得看 那水挺大 水流挺急 其实并不深 也就是 摸我的前兄这儿吧 啊 朱元璋一听就傻了 摸你前心呢 就是摸我的头顶啊 你多高个子 那不要紧呢 我背着你蹚过去 嗯 离这不远 有个山坡 爬上去 一拐弯 就是武当山 哎 这山坡太陡 不好爬 你能爬上去吗 我领你能啊 好吧 就这么办 华云 对这一带的路 很熟悉 他在前边带路 遇到难走的地方 他干脆把朱元璋背起来 这着朱元璋才看出来 他的字太大了 我一个大货人 他背在身上 又拿着大铁毛 在他身上 好像没有分量 嗯 将来给他找个好师傅 好好训练训练 准是一员虎将 朱元璋大心眼的 喜欢上了 华云 时间不大 华云和朱元璋两人 绕到山下 来到水边 华云叫朱元璋 骑在自己脖子上 他手里好 提着大铁毛 跳到骑胸的水中 哗哗哗 蹚着水 来到对岸 然后他们捋着山根 往前走 走出十几里路 前面是一座高山 拦住去路 山很陡 没有路 朱元璋抬头看了看 皱眉了 华云哪 这怎么上去 没事 有办法 师傅 从这走特别近 我打柴 我经常到这 从这过去就是武当山 咱们上吧 说着 他把大铁毛 一仰手 哗了个嗖 往上扔 挂住山时 他使劲 顿了顿 拽了拽 挺结实 能让我先爬上去啊 他一把一把 捣链子 爬到上面 然后再让朱元璋 拽着铁链子 自己一把一把 把他拽上来 就这样 俩一截一截的 捣 往上爬 一会儿的功夫 就爬到了山亭 再瞧 对岸的三江大帅 陈野仙 带着君族 还在对面那边 拽悠呢 花元说 甭管他们 咱们走吧 说着 带着朱元璋 抄小道直奔 武当山的 真无顶 花元各大呀 一步无时 两步就一仗 朱元璋 勉强跟着他 蹭蹭蹭蹭 时辰不太大 来到真无顶的 庙门以外 哎 你说瞧不瞧 打里边走着火人 有的系笑袋子 咬着 呵 系块白布 嗯 带笑的 他仔细看呐 带笑的不是别人 正是合二愣 旁边跟的是梅氏祖 还有范永年 曹武高石 薛仙李霸 花元和朱元璋 两人 来到真无顶的 庙门以外 哎 你说瞧不瞧 打里边走着火人 有的系笑袋子 咬着 呵 系块白布 嗯 带笑的 他仔细看呐 带笑的不是别人 正是合二愣 旁边跟的是梅氏祖 还有范永年 曹武高石 薛仙李霸 拿着脑钩套索 从里边出来 前文书我交代过 朱元璋啊 一上擂台 就把梅氏祖 和尔愣 爷儿俩 给打发走了 让他们去保护家去 可那梅氏祖不放心呢 就领着和尔愣 倒在另一个小山头上 观察动静 因为地势高 对面的事呢 看得清清楚楚 等朱元璋踢死了 身手小太保陈世仓 官军闻擂台 开弓放箭 没士组着急啊 就这么功夫 擂台着火了 和尔愣呢 就要上去打街 哪知道 他们没走几步 就看朱元璋已经啊 从擂台上 跑到后山 眼瞅着 从山顶上 掉下去 梅氏祖大吃一惊啊 他对这一代的地理很熟悉 他知道 下边是个万丈深渊 人要掉下去 又没个活呀 要依着和尔愣 就要和三江大帅 臣也先拼了 好给朱元璋报仇 梅氏祖说 寡不敌众啊 你别去 倘若咱们在过好歹的 连个回去送信 都没有怎么办呢 以我之见 咱们爷俩先回去 把这些事 对你舅母说清 然后我们多带几个人 从那边下去 把你舅舅尸体 找回来 安葬以后 我和你 马老爷 再带你们 哥十个 去找陈也先 给你舅舅 报仇血恨 何愣 只好依从舅老爷 爷儿两个 这才回到山不顶 一见着 朱元璋的妻子 马秀英 喝而愣 跪那块 嚎啕大哭啊 舅母啊 全怪我偷着出去 惹了货 叫舅舅摔死在 山剑之下 舅母 你打我 骂我都应该 从今后 我就是您儿子 我给您养老送终吧 马小姐听这话 都哭死了 两位老夫人 也哭得死去活来 这点没事足 马从容 两位老英雄 过来相劝 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啊 现在先顾活的 然后再想下一步 咱们呢 还是先把尸首找回来 安顿好的再说 大家去给死者 准备后事 马小姐 和尔愣 范永年等兄弟 十个人都挂上了重绣 你看 华云和朱渊璋 在山剑下说话呀 听着时间不长 实际好长时间了 这边安顿好了 没师祖 才带着和尔愣 他们几个人 拿着脑钩套索 来找朱渊璋的尸首 他们爷子几个 刚出庙门 和尔愣眼睛最尖 一眼睛瞧见朱渊璋 朱渊璋跟着一个大哥上这边来了 他赶紧喊 哎 舅老爷 那不是我舅舅回来了吗 是不是他 大家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瞧 可不是吗 正是朱渊璋 哎呀 没死啊 这十个小伙子乐子 登登登登跑过去 把朱渊璋 囤囤围住 你一言我一语的问 舅舅 说话没有 哎呀 舅舅 你是怎么回来的 舅舅 可把我们哭死了 朱渊璋一笑 哎 行行行 别哭了 回来就好 他把话云 拉过来了 哎 多亏 我这个徒弟 救了我的命 要不然 我早就一命呜呼了 哦 谢天谢地 这可太好了 二愣说 舅舅 你什么时候 收这个徒弟啊 我刚收的呀 朱渊璋就把事情经过 跟大伙说了一遍 又给话云 做了引荐 大家喜事不尽 前胡后拥地 回到了庙里 马秀英 一看朱渊璋 平安无事的回来了 转悠为喜 哎呦 真是谢天谢地 忙把校服拖下来 上前先见 朱渊璋跟大伙说 咱们呢 赶快收手得走 陈也先 不会善罢甘休 我把他儿子给踢死了 他必然前来追查 我们不能在这久留 赶快到渝桥镇去 你们呢 收拾东西 二愣啊 外边套车 朱渊璋又和梅氏族 马聪荣说 二位伯父 方才我惹了大祸 陈也先 一定要给他儿子报仇 不会善罢甘休 很快 就会到真屋顶 我们人手少 寡不敌注 庙会上 又有这么多 做买卖的和烧香还原的 一旦误伤人命 对不起这些老百姓 请二位 寻找一条下山的密路 我们能够安全离开此地 构本渝桥镇才好 两位老英雄文厅 知道责任重大呀 冤章啊 这么办吧 你去安排 我们呢 向庙里的道长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下山的密路 下山事就包给我们了 不过可不容易啊 官兵不来便吧 如果一来 这山这么大 这么多老百姓 哎 要伤了无辜 我们可于心不忍啊 是啊 我也这么想的 可是怎么能把他们聚到一起呢 凭我们的指挥呢 哎 二位 你们快帮我想办法 好吧 下山的事 把我们俩身上 两位老英雄转身走了 再说朱元璋 已经告诉二愣子 把车套好了 请两位老夫人 和马秀英准备上车 可是女眷事多呀 刚刚歇一会儿 包裹都打开了 现在收拾就慢了 他们在厢房收拾东西 这这儿 把庙里管事的道长找来了 朱元璋一丝不留的 把实话告诉他 本来我们想在这儿 多住些日子 可是 我因为上擂台 惹了大货 现在得走 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道长也不挽留 好吧 施主啊 祝你们一路平安 那我也不远送了 就在这么功夫 就听山下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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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呀 拿呀 抓翻盼 咚东 咚顿 靠炮 Flint Niet 赶鼓如雷 就听下边有人高喊 了不得咯 关军杀人了 快跑啊 紧跟着 小道士 crises 慌慌张张的跑过来 可了不得了 官军杀上武当山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朱元璋吓坏 来得好快啊 老道也吓坏了 哎呀 无良天尊 这可怎么办呢 如何是好 来得这么快吗 嗯 殊荣安表 三江大帅陈也先 他也看见朱元璋 落下山剑 亲自带兵搜查 结果没有见着朱元璋的死尸 他很奇怪 跟人们一打听 才知道朱元璋被砍柴的 话傻子给救走了 背上武当山 又听说 朱元璋的家眷也在真不顶 即刻调动了三千官兵 堵住武当山的各个山口 要捉拿朱寺朱元璋 前山口派的是 铜棍将 这人姓马 叫马士杰 外号铜棍将军 官兵们鸣炮击鼓 齐声呐喊 往山上冲 捉拿朱元璋 捉拿朝廷要饭 呐 将乡的百姓 吓得纷纷往庙里头 庙里头呢 本来人就不少了 这殿前挤着男女老少有哭有喊的乱乱糟糟的一片喊叫声啊 朱元璋也傻了 这可怎么办 山下的人往山上跑 本来山上庙里就不少人两下挤成人疙瘩了 这可糟了 静一静 等一等 我有话说 别这么乱 这么乱 白白送死 你们听我的 听谁的 谁不听谁的 就这么功夫 不到有谁喊的嗓子 真无大地贤胜喽 真无大地贤胜喽 这一嗓子 人们哇 立刻静下来 连朱元璋也被这句话惊得愣住了 什么 真无大地贤胜了 有这事 快看上去 也不是谁带头往大殿那跑 一边跑一喊 咱们快看上去 快看上去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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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众人挤进了大殿 大殿里香烟缭绕 供桌上摆着供品 只见供桌下边话 跪了不少男男女女 连庙里的老道都在那跪着 一个个低着头不敢仰视 郑中介 跪着真无大地 真无大地的金身 外边披着黄袍 正在说话 山南姓女 听我法语 当今天此无道 沉溺酒色 不礼朝政 百姓受盗悬之苦 国家受刀兵之灾 如今天下英雄各聚一方 四海豪杰 结纲而起 元朝气数已尽 该当灭亡 当今援军围困臣无顶 你等勿要惊慌 你们这中 有一豪杰 可带领众人 沙下山去 时辰一道 当即行动 勿勿天使 是妾妾此令 再看后劲里的包括朱元璋 全跪下了 一个个都不敢抬头啊 不知有谁 问了一句 真武大帝 不知豪杰是谁 望我神凝视 真武大帝又说话了 天机不可泄露 再看众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人们互相询问 豪杰是谁 是啊 真武大帝说的谁啊 他也不说 你说咱们知道是谁啊 咬的人 邦邦邦就是磕头 这这有人 站起来了 谁啊 正是梅士族 诸位 真武显胜 说有一豪杰 可拯救大家 以老夫看来 这豪杰就是 朱四 朱元璋 他不仅文武双全 而且有一颗 灭源救民之心 他在豪州 郭子兴麾下 曾任豪州 统领 枪条 一马海 剑批 李温斌 屡剑 其功 大闹五科厂 建设皇帝的龙关 襄阳城 卖乌梅 普渡众身 只有他 才能率领众人 沙下山去 在京乡九郡一带 一提 朱四的名字 大家都很熟悉 对他 犯乌梅 治温病 更是感激 所以 梅士族一提 大家都说 那就请 朱四客商 送我们头领吧 朱四客商 在哪儿啊 在什么地方呢 何二愣一听 哼就站起来了 他对谁喊的声音都高 好了 咱们反咯 和狗官们拼 舅舅 我们听你的 该怎么办 你就说吧 舅舅 他这一喊 朱元璋也站起来了 看看眼前 跪倒这一大片人 心腾腾直跳 低声说 二愣 休要 胡言 朱元璋心里说 真武大帝说话 真有这灵呀 难道我真是真命天子 能得天下 嗯 要这么说 这可是机会呀 想着 他往周围 看了看 嗯 突然觉得 方才真武大帝说话 声音听着 怎么那么耳熟呢 能是谁呢 不行 这要在真武鼎起义 可是大事啊 能不能成功啊 不成功 就有杀身之祸 这么大事 我得找马从容 梅士祖 商量商量 马从容说是我的大爷 实际就是我老岳父 他左右找了半天 看见梅士祖了 唯独没见着马从容 怎么着也没有 哎呦 明白了 不用说呀 刚才真武大帝说话的声音 不就像马从容吗 一定是他 是不是真是 马从容啊 和梅士祖 他们知道 今天在真屋顶着 弄不好 就得死到这 这么多人乱乱糟糟糟的 怎么办呢 得把大伙组织起来 怎么组织 就说叫朱元璋 领着头 咱们杀下山去 笑话 不行 咱们呢 找道长商量商量 俩人就进了大殿 到大殿这 特别巧 看大殿的老道啊 刚才下边乱 看热闹去了 没有人 他一瞧真武大帝的塑香背后 发酷一人多高的大神龛 心中一动 马从容对梅士祖说 老哥哥 这里除了朱元璋 我们一共在十几个人 再就是庙里的道士和匠乡的善男信女 虽然有一些中年男子 没有经过训练 没见过阵势 要不这几百乱了哄哄的男女 拢到一起 出下山去 非朱元璋 不可 可是朱元璋 现在这么站起来不行 不如假借 真武大帝 显胜 号令人们 随朱元璋 起誓 反现武当山 梅士祖说 此季甚好 你呀 就替真武大帝 传法旨 我在前面 祝你成功 这才有前边一幕 真武大帝 显胜了 朱元璋 心里明白 盘吾至今 借神仙 佛 道教 起兵的不少 不计其数 我今日何不就此 立其其 这样 才不辜负 二位老人 和刘伯温 相助的一片苦心 想着这儿 朱元璋 退出大殿 站在院里的台阶上 对众人高喊 诸位 元朝天子无道 官兵民反 即有真武大帝的法旨 让我们起来造反 我们央敢违抗 只有顺天行事 才为正理 道一见 今天造了反 就是朝廷的反叛 被抓住犯死罪 你们可想好了 愿意跟我走的 咱们一同 反下山去 不愿意走的 可以自变 大家明白 不凡也不行了 官兵围困高山 我们也得死 朱首领 我们都愿意跟你走 你吩咐吧 好 既然如此 我朱元璋 愿意和大家 同生死 共患难 好 大家忙活着 准备兵器 这阵官军 已经杀到庙门外了 朱元璋说 花园 我师父 去给我 跌挡一阵 好了 朱元璋在 真屋顶上 组织山上 善男心女 一块往山下跑 他们 从这些个 烧香磕头 还原的人群中 挑出来 一百多个 年轻力壮的 棒小伙子 保护老人和妇女 又挑出 二百人 强重的中老年人 由梅士族指挥 梅士族带领大家 去找兵器 功夫不大 每人手中 都有一样武器 钢叉 扫书霸 铁仙 云橱 大稿 切菜刀 什么擀面杖 火通挑 掏灰爬 都成了兵器 连顶门杠子 防领子 小船子 都是兵器了 反正谁也不空手 朱元璋 告诉华云 你守住庙门 一定要保护 所有的老百姓 叫何二愣和范永年 等十个大个 拿着手中兵器 拉开距离 站在庙院墙下 拦截官兵 防止他们跳墙 这阵马从荣也来了 马从荣为各处的接应 先把官兵挡在庙外 然后再想出路怎么走 放下别人不提 单说话云 手提着大铁锚 刚刚来到庙门外 就瞧见着官兵 一排排一列列的冲上来 哎呀 离远一看密密麻麻的 好似密王普渝一般 在山下和半山腰的老百姓 可就苦了 官军们一个也不放过 杀得将乡人 尸横山坡 叫苦连天 官兵们争先苦后的 往山上闯 因为陈也先有令 拿住朱元璋算投工 赏黄金千粮 后退者杀头 后边还有五百赶子队 谁要往下撤 就将谁杀死 谁还敢退 只好往前攻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命 也打不进山门 就这一道山门 那边的山门 是在山坡那边 华云在这把着眼 上来一排人 他大铁锚一轮 哗哒一下子 打倒一大片 盘山路停窄 一时又上不去那么多人 官兵们挤在盘山道上 没辙呀 上来一排花 打下去了 又上来 又给打伤了 一个个腿顿 胳膊舌 有的脑袋碎了 有人急忙报告 铜棍将 马士杰 骑兵马将军可了不得了 山门外站着个大个子 拿着个大铁锚 有三四杖长的链子 太厉害了 一打一大片 直上 盘山道 这阵啊 这马士杰也糊涂了 你是马上将 骑着马上 你好威风 顶盔挂甲 在步下走 那就笨多了 但是 他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 众人往旁边一闪 他单人徒步 来到了上边 画云也看见了 哈哈 这个人 个子挺高 身子挺绑 面似生蟹盖 头上有盔 身上有甲 有三十六七岁 背后还背着四杆 护背旗 手里第一条棍子 画云一看 高兴 怎么 这条棍子太好了 能有二百斤上下 嗯 比我这个大铁毛 好 哼 我这个 虽然也不错 打得远 有分量 就是带着链子 不好使 不像兵器 我又有 这么条棍多好啊 哎 对 就这个棍 归我了 哎呀 怎么能把这棍 弄到手呢 马士杰 他想亲自捉拿 华云 就看他甩凳 离岸下的坐骑 倒提着青铜大棍 闪开 官兵们让出一条道 他单人徒步 腾腾腾 直上攀山道 华云也看见了 哈哈 这个人 个子挺高 身子挺绑 面似生蟹盖 头上有盔 身上有甲 有三十六七岁 背后还背着四杆护背 手里第一条棍子 话云一看 高兴了 怎么 这条棍子太好了 能有二百斤上下 嗯 比我这个大铁毛 好 哼 我这个虽然也不错 打得远 有分量 就是带着链子不好使 不像兵器 我要有这么条棍多好啊 哎 对 就这个棍归我了 哎呀 怎么能把这棍弄到手呢 哎 我先别打他 把他 放上攀山道 等他到这个门前 我 好要他那棍呢 要是在这 给他一家伙 把他打死了 棍也就要落到山下了 那就不好捡 对 华云这这啊 又明白了 他把身子往旁边一扭 假装没看见 还倒退了几步 闪出一块地方 故意的 放马仕杰上山 马仕杰根本不知道 华云的用意 以为华云傻 缺心眼 这阵走神了 所以大步如飞 登登登登登 从盘山道 直到山门前的大控场 他还想往前去呢 他说嘛 只要再有几步 到了门前 挤棍子把门一打开 庙门一打开 我就冲进去了 华云可不干了 一抖身 蹭 拦住马仕杰的去路 站住 马仕杰指住脚步一看 这个大哥子 比自己还高出一头啊 这个黑脸蛋子好威风 不过穿的可不怎么地 上身穿着砍架还没记扣 露着一扎长的护心毛 下边半截短裤 光着脚 你是谁 我 我乃朱元璋的徒弟 正在这这儿 何二愣啊 趴枪头往外看 一看 华云说 我乃朱元璋的徒弟 他在旁边打茬了 嗨 华云 你是大将军 对 大将军 华云师爷 这一报名 差点没把马仕杰给击糊涂了 卖乌梅的掌柜的要造反 打柴的侨服也称大将军 哦 我知道了 你小们就傻子是不是 姓化的 那朱元璋见你粗鲁无知 才瞧使你为他卖命 你可知朱元璋是国家要饭吗 我家陈野仙大帅 钓起各路人马 把武当山真屋顶 为个水泄不通 他现在已是龙中之鸟 网中之鱼 死期将至 你要是明白事的 赶快放下铁毛 闪在一旁 你家马将就有好生之德 念你是个无知之辈 饶你的性命 如其不然 你来看 叫你在我的棍下 走鬼 花元一听啊 笑了 你小子说话也不怕风大 伸了舌头 小老虎 不叫小老虎 你吹了个抱啊 咱们俩动手还不定 谁行谁不行呢 要我说啊 你小子听我的 跪在我的眼前叫黑爷爷 我在我师父面前 给你说说 还许给你个官做 要不然呢 我看你也有什么 有来无回 大胆 马世界气坏了 花元 你个砍柴的囚服 竟敢在你家马将军面前抖位 这是胆 大包天 你呀 还别拿 吴大郎 不当神仙 我放你过盘山道 那可不是你有本事 知道不 那是因为我呀 为了你手里那条棍 要不然 我早把你揍死了 还能让你活到现在啊 啊 你是沾了那条棍的官喽 马世界一听更火了 何着说 他看上我这棍了 哎呀 起死我意 既然如此 让你尝尝 我这条青铜棍的厉害 说吧 举起大棍 棍带风声 泰山崖顶 直奔花元的顶梁 呜 砸起来了 花元有心呢 用铁毛往外封他的棍 可有点舍不得 怕是一使劲把他棍给磕飞了 你说磕飞我上哪捡去 我师父说的明白 叫我就守在没有门前 不许往别的地方去 他只好往右边一闪 棍打空了 棍一空 花元手挺快 刚要去抓他的棍 哪知 马世界一反手 棍又被花元的太阳穴打下来 哎呀 你想的手挺快啊 他急忙锁梗藏头一攻肩 低头 嗡 棍走空了 哪知这小一反手 唰的一声 大棍 奔花元的双腿打来 这要打上 打上腿就折了呗 花元一看坏了 这家伙手太快了 哎呀 快点起来吧 蹭 他往上一蹦 棍带风声 从他脚下 蹭就过去 吓得花元出了一身冷汗 心想 哎 可别让他还手了 他要动啊 哼哼 我就招架不了了 干脆我也忙活忙活你吧 他右手扯住了铁链子 左手拿着大铁锚 始终力气 召定马仕杰 哗 就轮过去了 马仕杰一瞧 哗 铁锚砸过来了 急忙双手举棍 来着一个横担铁门栓 还开 啪 啪 啪啪 啪啪 啪 啪 再看马仕杰这乐可大了 他的双臂虽然还拖着棍 可是脑袋已经酥了 怎么呢 你别看那马仕杰是三江大帅 陈也仙的上将 久经沙场 可是 像化元使的这宗兵器 他还是头一次领教 他本想用棍呢 把铁锚躺住 哪知道这一躺啊 躺在链子上了 啪啪一声 大铁锚啊 哟回来了 啪啪 正砸在他的头上 当时就给来个脑浆泵裂 先去涌出 这个家伙真刚强 临死啊 都没哼一声 华元抢不上前 夺过了青铜棍 心里这高兴 甭提了汤的一脚 把马仕杰的尸体 踢到了山溅下 这棍可好 这棍多好 好 比如那好 大铁锚不要咯 哗 他扔了 他光顾高兴了 没注意 下边的圆局 已经攻上了盘山道 是啊 有马仕杰在前面开道 后边军兵 能不跟上来吗 华元没打过仗啊 他也不懂得打仗的策略 马仕杰带着这帮兵啊 都是训练有素 一上来就是猛的 而且来到上边 到了庙门前的控场 就三面 波气形 包围过来 弓箭手 啪啪啪啪 直射华元 哎呀 不好 华元明白 这个东西射的山上就没命了 他用铜棍搏打凋零 窃战 且退 撑的一下子 进了庙 光当把庙门关上 上了三道门栓 这庙门挡着 话语用棍一顶 行了 这回射不着我了 他还是缺心眼 射不着你了 官兵得往里攻啊 那个庙墙能挡住官军吗 有的 搭人梯子 有的往上蹿 要往里边闯 华元一看不好 哎呀 这怎么办 何而愣说没事 有我们呢 好歹 何而愣 加上华元 十一个大个 都是猛汉 官军 往里一蹦 一掌身躯 这边拿兵刃 连扎带桶 还好 官军呢 被挡在了庙外 但是 何而愣等人 毕竟是寡不敌众啊 官兵越来越多啊 这十一个勇士 越战越累 朱元璋在院里看得清清楚楚 他带钉打过仗 他知道再这样下去 非困死在庙里不可 他急忙又找到庙里道长 师父啊 哎 我很不过意 连累了你们 太对不起了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必须离开此地 舍庙远奔 不知道除着庙前这条道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下山之路 老道说 倒是有一条 就是十分难走 庙后 我们那有个小门 这小门常年锁着 这是一条暗道 直奔的飞狐域 走过了五里地的飞狐域 再穿过一片树林 就是渝乔镇 渝乔镇的庄主 是我的好朋友 他有五百名相拥 和高大的庄墙 里边粮族人状 可以暂且在那村深 朱元璋说 太好了 我们正是要到渝乔镇去 如此说来 那就有劳道长了 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就动身 我看你也走吧 是啊 这个庙我也不能待了 我把你留在庙里头了 官军上来之后 能饶我吗 得扒我的皮 我死是小事 这庙里还有这么多地 小道士 我的徒师徒孙徒弟呢 既然如此 你老人家赶快 把庙里的道士 集中起来 和我们一块走 还有件事跟你商量商量 为了挡住官军 我们先得把这座庙点着 这边一着火 挡住了追兵 等他们把火扑灭了 再追我们 我们也就到了渝乔镇了 这庙庙 得放火呀 无量天尊 老道想了想 觉得朱元璋这个主意对 如果这庙不烧 我们前脚一走 人家跳过墙来 进来 顺着小道一追 马上就得追上 哎 事到如今 也只好如此了 可怜的是 我们这全庙的道士 无家可归 为解的燃眉之急 我们也不得不舍 只求朱将军 事成之后 能重修庙宇 再速今身 朱元璋点头 请仙长放心 这件事 我一定能够办到 好吧 哎呀 老道谢谢你 仙长谢谢 大家都感激 随后分头送信 叫华云等人 放火点庙 随后男女老少 从小门 出后门 快走 人们一出庙的后门 大火可就着起来了 常言说得好 水火无情 尤其是这座古 古庙要是放火 着的才快 一会儿的功夫 呼呼呼呼呼 火瞄就起了 这烧得浓烟翻滚 烈焰飞腾 金蛇乱窜 成了一道火墙 挡住了后边的官兵 朱元璋 这才带领家眷 道士将乡的重百姓 赶着车辆 从暗道下山 进了飞虎域 朱元璋在前 话云断透 梅士组 马从容 两位老英雄 带着和尔愣等人 保护家眷车辆 就这样 大家走出 有三四里地了 回头瞧了瞧 后边的追兵 还没影呢 朱元璋 暗自庆幸啊 嗯 还好 两看到山口了 只要出了山口 就不怕官兵再追了 哪知道 刚到山口 就听前边 道 咚咚咚咚 道 道 三声炮响 一只人马拦住了去路 叛咚 别走了 反叛诸四 朱元璋 速速复马 你家大将军在此 啊 于 于 何尔愣等人 带住车辆 众人 赶紧把车辆打到包围 保护家眷 随后年轻力壮的 站成一排 朱元璋 站在当中 眼望对面 一看 呦 对面有三千人 横住了去路 为首一员大将 冰铁盔 冰蝶甲 外招造罗袍 跨下乌锥马 手中一口三尖两刃刀 看年纪在个三十一二岁 他勒马横刀 拦住了山口 朱元璋说 请问 对面将官来着为谁 要问我 我是三江大帅 陈也先知 三子 我叫陈士德 你可是朱四 朱元璋 不错 正是某家 姓朱的 反贼 你大闹武科厂 建设当今皇帝 国家抓你不到 寻你不着 竟敢在擂台上 你踢死我的兄弟 今天我要报仇 血痕 说着梁九点凳 马往前去 手中三尖两刃刀 奔着朱元璋 刷就劈下了 朱元璋急忙望旁一闪 一伸手苍狼 抽出 擂下防身宝剑 现在朱元璋着急了 胯下没有马 掌中没有枪 如果有马有枪 能打一阵 他自己的马匹兵刃 在出武科厂的时候 因为太累了 风雨交加 他歇一会儿 等他睡醒了 马匹兵刃都丢了 只剩一口防身宝剑 那位说了 为什么不配匹马 打一杆枪呢 你想啊 朱元璋在出州 做买卖呀 况且战马可不是一般 拉离驾员的马呀 不好找啊 所以至今没有兵器 没有马匹兵刃 怎么交战呢 朱元璋急得了不得 正在这么功夫 旁边有人高喊 元璋啊 你闪开了 老夫会他 朱元璋扭头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马从龙 金刀太斗马从龙啊 朱元璋安排马老英雄 打接应 他一看呢 车辆已经有人保护 没问题了 这才到前边看一看 看朱元璋 赤手空拳 没有马匹 要和陈士德交战 非吃亏不可 还是我打一阵呢 就这样 老英雄提马来斗 切尽一抬手 得胜钩鸟船 摘下了金刀 在掌中一横 陈士德 见着老夫 还不下马浮榜 我认识你 行马的 你在本地面 算有一号 我佩服你 什么金刀太斗 那是没有少爷我 要有我呀 没你一份 你还变 以老卖老 有本事 你撒马过来 好 陈士德 冲你这么狂 这么傲 你是死催的 接着 梁九点 瞪马往前去 手中金刀 高高一举 刷就屁下来 陈士德 手是三尖两刃刀把大刀一横 开开他 马从容的刀 剁在这刀杆上 咔嚷的一声 正在周围军兵 觉得耳朵都嗡了一下子 两匹马 他各自倒退多少步 陈士德 暗暗报好 好 这老家伙这么大 做了这么大力气 呦 他要年轻的时候 得怎么样 我得小心 马从容 今天可是 玩了命 他明白 没有几个能打的 除了我和梅士族 我们两个人 再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 是我们的首领 他有三长两短的 我们对不起刘伯温 当初刘伯温 到我们美马招商店 说的明白 叫我们两个 保朱元璋 成其大事 那还不说 我的老伴 梅士族的夫人 以及绣英都在这 我不玩命 谁玩命 故此金刀一晃 刷刷刷刷 上三路 下三路 左三路 右三路 哎呀 这口刀上下翻飞 陈士德不行 陈士德一看要糟 要这么说 我不该来呀 哎呀 我爹哪去了 怎么还不来呢 俩战友十个回合 不分胜败 朱元璋 朱元璋也着急 心想 不能在这九战 时间长了 官兵越为越多 恐怕与我们不利 这怎么办 朱元璋正在着急 前面出事了 怎么回事啊 陈士德和马聪荣 两匹马跑出百步 开外 圈马再战之际 突然官兵 啪啪啪啪啪 连射冷箭 马聪荣没有准备啊 左躲右闪 有两只剑没躲开 一只射在耿嗓咽喉 一只射在前心 老人家大叫一声 扔了金刀 翻身落马 他把朱元璋吓坏了 伯父 刚说句伯父 陈士德战马 蹭就过来了 手中打了刀 刷就劈下来了 我叫你伯父 我叫你跟他去 啊 朱元璋都傻了 哎呀 马老英雄没了 一伸手 苍狼 抽出宝剑 刷 去迎陈士德的大刀 你想啊 宝剑多轻啊 刀剑一碰 苍狼 朱元璋的这口剑 就飞了 剑一飞 脑袋嗡的一声 立刻就傻了 他只觉得天旋地转 眼前发黑 战力不稳 扑东 坐在地上 是啊 他是天光刚方亮的时候 出襄阳城 到武当山 没站住脚 就去打泪 到现在天快黑了 又水米未尽 又饿又累 早已立尽金批 再加上 马从容这一阵亡 疼的 他坐那块起不来了 陈士德一看 啊 兴朱的 这是生有处 死有地啊 这就是你葬身之处 他冲着远处高喊 四弟啊 你的阴魂别散 余兄与你 保护了 说着大刀 说啦 劈了下去 大刀 刚往下落 就听半空中有人 呐喊一声 开 四弟啊 四弟啊 不要担惊 少要害怕 余兄 打我了 陈士德听见 赶紧收刀 勒马 抬头观看 啊 只见半空中 飞来一匹战马 这匹战马 挺大的肚子 是大肚子 锅锅鞠 马鞋桥上 端坐一位 黑脸大汉 身高丈二 绑阔三平 虎背胸腰 粗胳膊粗腿 大手大脚 面似乌金 黑中透亮 亮中透润 拨到头 窝过眼 狮子鼻 火盆口 连边落腮的 青胡须 压斐大扑扇一样 散满千辛 青顿的扎金剑袖 外披着 造罗袍 足等薄底快靴 掌中情着 金钻 开山腹 斯蒂亚 不要担惊 少要害怕 于兄 打我了 陈诗德听见 赶紧收刀 勒马 开头 观看 只见半空中 飞来一匹战马 这匹战马 挺大的肚子 是大肚子 锅锅居 马鞋 满桥上 端坐一位 黑脸大汉 身高丈二 绑阔三亭 虎背 胸腰 粗胳 粗腿 大手 大脚 面似乌金 黑中透亮 亮中 透润 白露头 窝过眼 狮子鼻 火盆口 连边落腮的 青胡须 压腮 大扑扇一样 散满千辛 青顿的杂金剑袖 外皮照 躁罗袍 足灯 薄底快靴 掌中 请照 金钻 开山斧 只见战马 四骑登峰 直冲下来 陈士德 吓得 机灵 大寒战 战马 倒退 竖步 朱元璋 听见喊声 他一机灵 也把眼睛睁开 抬头一看 哎呦 高兴了 来人正是自己磕头的二哥 赛造王水龙神 胡大海 那位说了 胡大海怎么从天上飞下来的呢 这三年的光景 胡大海上哪去了 前文表过 当初啊 他们弟兄七人 有五颗场出来 杀过卢沟桥 正赶上下了一场 飘泼暴雨 骄得 兄找不着地 地找不着兄 港口举子们 抬皮头 睁不开眼睛 众弟兄在乱军之中 都失散了 那胡大海跟着一伙人呢 胡了八都的 进了一个小村庄 只见这个庄子 家家关门庇护 村里像死一般的寂静 没办法 他们到个祠堂里 这雨啊 整整下了一夜 等雨过之后 天也大亮 胡大海再找朱元璋 郭英等人 都无踪影 嘿 上哪儿去了呢 胡大海傻了 身上分文结武 恶的 前腔 贴后腔 胡大海一辈子就好吃 还能吃 好吗 光顾打仗 没吃东西 哎呀 老七的家也没了 是啊 陆家庄 被石蛮王给烧了 弟兄们十赛 看来还得想办法 站山节道 要不没翻门呢 他正在琢磨 站马 打打打打打打 四六步揽翻蹄 往北走 突然身后有人喊 二发官 胡二爷 慢走 等等我 胡大海回头一看 从后边 追来一个人 这个人气喘吁吁的 到进前一看 呵 这人长真难干 挺长伯 挺大 磕大素 这个脸啊 干巴巴的 他认识 谁呀 十八路返王之一 霍山王 叫侯镇山 诶 胡大海心的话 他追我干嘛 有什么事 诶 侯镇山 你追我干什么 只见侯镇山 来刀切尽 恭恭敬敬的说 二发官 二爷 我四叔 没跟您说呀 嗯嗯 这一话 问到胡大海 有点仗二和声 猫不着头脑了 心的话 你四叔 哦 我四弟 跟我说什么呢 他怎么问我这话呢 嗯 这里边准有原因了 你这小胡大海 大字不识 他这人可又精又灵啊 精到什么程度啊 他是没长毛 长了毛 比猴还精呢 他反问侯镇山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了吧 干嘛那么啰嗦 说 是是是 二发官 二爷 从打我和您一见面 特别投缘 我最佩服您 您的能耐太大了 那真可以说是天下无比啊 实话跟您说吧 我这霍山王啊 不好当啊 我们霍山没有能人 兵威健寡 老百姓还不服管教 其他国家 总想吞掉我 弄得我整日提心吊胆 所以我想拜您为师 跟您学点法术 以图强国之道 这个事呢 我托过朱四爷 朱四爷说一定帮忙 我一直等着听回信呢 不想一下雨 就看不见朱四爷了 我只好紧跟着您 您若能收下我这么个徒弟 您将来就是一姿并肩王 我回去给您修造王府 接您的家眷 一块到我那去住 这个丑鬼霍镇山呢 原来是个山带王 在各处起义返源的时候呢 他闯下山来 杀了县官 自立为霍山王 但就惜不改 贪美色 施暴政 弄得这一带土地荒废 人民流离失所 盗贼四旗 百姓怨声载道 临近几个返王 一看他窝囊费 总想吞殡他 所以在五科厂 他看到胡大海 摆神牛阵 又吓走诸亮祖 不知道 是胡大海蒙上的 就认为胡大海法力无边 就想把这个活神信 请回去 向他学点本事 能镇住本地百姓 又能唬住周围的返王 胡大海碰上这样的好事 能不干吗 他这个乐就甭提了 心想 嘿 这是老天爷饿不死 瞎假巧啊 这回有算 找到管饭的了 想不到这小子 真叫我给唬住了 哎呀 那我就算吃上他了 别看老胡心里那么高兴 可是脸上 并不露声色 还是那么满不在意的神气 把胸脯一天说 嗯 这个这个 要把我的能耐交给你 管饱能让你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不过我老胡的本事 不纯外星 也不收徒弟 你走了这么些个地方 听说过我有徒弟吗 是没听说过 哎 我不收徒弟 哪来徒弟呢 哎呀 霍尔法官 无论如何 你得修好积德 收下我呀 要不然过了一年半载的 我非叫人家打趴就不可呀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侯湛山越央够 湖大海架子越大 老胡心想 听说这小子不地道 这次啊 我还就吃上他了 反正他的钱 也不是好来的 找个机会 我还得教训教训他 老胡说 怎么 要非学不可 我不收徒弟 我收你当个儿子 怎么样 我教儿子 准备说的吧 哎 他这个 侯湛山当时没言语 为什么 他比老胡还大七八岁 这怎么叫爹呀 怎么 不乐意呀 哼 我还不爱教你呢 别去别去 只要你教我本事 当儿子我也干 等会 我还有说到呢 什么说到 你就说吧 没有我不答应的 哎呀 我这人呢 嘴馋 好吃好的 吃过了 脆点的 我都不吃 哎呀 那好办呢 二爷 我们霍山县再穷 也管得起您饭呢 咱们每天都吃鸡鸭鱼肉 还不行吗 嗯 那就那么办吧 还有 你既然要做我的儿子 就不许你败坏我的名誉 从今往后 不许你选妃纳妾 不许你乱杀无辜 办得到 我就去 办不到 你啊 就另请高明吧 哎 我谁都不请了 这些我全答应 爹爹在上 不孝儿子给你磕头了 老胡乐的呀 洋洋得也 起来起来 小子起来 哎呀 我捡这么大个儿子 霍真山这才站起来 上了马 爹 您跟我走吧 哎 好了 他把胡大海 带回霍山县 到了县里 直接奔态的王府 把文武官员都叫来了 给大家介绍 啊 这是我爹 我爹就是你们爹 你们爷爷 好好给我伺候着 给安排个住处 给胡大海 弄了个修身功 活真山呢 又派公俄才女去服侍 胡大海一看 把眼睛逗留远 干什么 啊 哎 派几个漂亮的公俄才女 伺候您多好啊 去去去去 再漂亮 有我老婆漂亮吗 嗯 胡大海说的还是真话 胡大海的老婆再漂亮呢 别看那么漂亮 那么美 他不敢回去见面 扔了这么多年 他都不管了 我说 震山呢 爹 不要女的 弄点女的 你不称心回我吗 派这么多女娃我干什么 全给我撤走 派个小书童就行了 哎 爹 您真好 从此之后 胡大海一日三餐 鸡鸭鱼肉 山珍海味 出入玩耍 车马相随 一连就好几个月 也没教侯振山一点能力 他也不会呀 侯振山还不敢张嘴问 因为胡大海的脾气反复无常 性情暴躁 只要他看着不顺眼 张口就骂 举手就打 文武官员私下一论呢 侯振山请了一位活祖宗 单说这一天 侯振山实在憋不住了 乍着胆子跟胡大海说 爹 还是想从明天起 跟您学点法术 不知您意下如何 胡大海一听 走喽 他要跟我学法术 这不成心要我的好看吗 我就会煮牛头肉 煮牛头肉 还是跟我小时候的朋友 丁德兴学的 我还煮不好 哪会什么法术 我要说我不会 白吃的好几个月 他干嘛 非得把我剐了不可 我还得装着点 老胡把眼睛一瞪 嗯 你还真张嘴了 我都来了这么些日子 好几个月呢 你一个字都不提学什么 还想强国呀 强个屁吧 你早干什么的 啊 是是是 爹 不是孩儿不用工 我是怕您累着 才一直没敢张着着学 呃 您既然要是不累呢 您看 怎么教合适呢 您教吧 我学 胡大海一想 我还没找着吃饭的地方呢 还得吃些日子 要不然 我到哪儿去啊 教他什么呢 嗯 我再待些日子 我说 真山呢 这么着吧 我给你 想个省事的法子 先把三军天书给你写下来 好不好 写成之后 你把它烧成灰 吞进肚子里 什么居神浅将啊 呼风唤雨的法术 你就都会了 哎呦 侯震山一听啊 都乐得找不着北了 那感情好了 这么省事 不知爹爹您 这天书是怎么个写法 哎 不费事不费事 不过必须得清静 要写天书嘛 得聚齐 三十六天纲 七十二对煞 和周天 三百六十五位正神 啊 帮我写 在写书的时候 不管是谁 一律 不许进我的屋子 每天只叫书童 给我送三吨饭 两次水 送饭的时候 不许进我屋里 要定时送到 我在外边吃 如果叫他们进去 怕的是冲走了天神 天书就写不成了 啊 你可千万告诉上下人等 谁也不许到修身宫里去 一百天之内 若有人冲饭 天书可就写不成了 听见没有 哎 侯震山一听 心里特别高兴 这太省事了 爹 您就放心吧 我一定照办 您还用什么东西 把笔墨职业预备好了就行了 我从明镜开始就给你写天书 侯震山赶紧派人把应用东西送到修身宫里去 并小雨上下人等 谁也不许到修身宫去 还把修身宫外的宁静亭腾腾出来 给胡大海做临时膳房 一切准备齐备 第二天 胡大海就要写天书了 这下他可为难了 甭说写天书啊 他连他那个胡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 要不他怎么谁也不让进来 他怕人家看漏了线 他手里攥着两滚笔 占饱了墨 在纸上瞎滑了 左一圈右一道的滑了累了就睡觉 醒了再接着滑了 把纸啊弄了一大堆 扔了一地 简短接说 啥眼已经97天过去了 再有三天日子就满了 胡大海可着急了 头几天能吃能睡 这两天睡不着了 坏了 再有三天就到日子 跟我要天书 我哪有天书 没有天书他不能完呢 我得想办法逃跑 再带下去 他要知道 我是个无能之辈 总会要我的命啊 走着我带点什么呢 他正琢磨着 呼听窗外 有人走到 稀里了 急忙把门开个小缝一看 原来有两个女子趴在窗户那儿 正往里边偷看呢 这两个女子啊 是侯震山新晋 偷偷选进宫里来的两个偏非 一个叫随心 一个叫如意 这两个女子都十六岁 按说十六岁的女孩还是个孩子 好奇 他俩入宫不几天就听说 侯震山有个干爹 长得好威风了 住在修身宫写天书 而且人们呢 经常谈论 这个胡二法官多大本事 长得多威风 他们很想看看这位太上皇 究竟是什么貌相 今天呢 偷偷就来了 哪知他们俩刚到窗户这儿 还没等啊 往里看呢 就被胡大海发现了 老胡一看是俩女的 正好借梯发挥 当时跑进屋里 把纸划了划了全撕碎了 头发也披散开了 咚一开门 好啊 两个腻张 竟敢到我这偷看 我要那性命 喳喳喳喳 哇呀呀呀呀呀 这俩女的没吓死啊 我得买扭头就跑 爹一声妈一声的乱喊呢 哎呦 这太上皇怎么长得这么丑啊 俩吓得玩命的跑 胡大海就事把靴子一扔 光着两只大脚丫子 撒嘴追出修身宫 刚一出宫门 正碰上侯震山来接这两个女孩 一看两个妃子在前边跑 胡大海劈头三发在后边追 侯震山不知怎么回事 把那俩女的放过去 赶紧拦住胡大海 老爹爹 您这是怎么了 爹爹 您止步 胡大海一看侯震山 二话没说 轮圆了巴掌 啪啪 就给侯震山两个大嘴巴呀 打得他满眼冒金星啊 侯震山急得真想一刀 把胡大海给捅了 又一想 现在不行 我还什么也没学会呢 等他把法术全都给我 我再杀他不完 只好忍了这口气 捂着脸说 爹爹 有什么话 您跟我说 您怎么了 别跟那两个人置气 你这丝真爱混账 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今后不许纳飞 这是哪来的 两个女子 爹 这不是新选来的 您来以前呢 他们就到宫里来了 您不要生气 那我是怎么告诉你的 在我写天书的时候 不许任何人进我的修身宫来 你为什么不听 竟叫两个身体不洁净女子 闯到此地 冲走了天神 毁了我的天书 哎呀 我这九十多天的心血算排废了 我不狠狠的揍你 我揍谁 说说把拳头举起来 又要动手 侯震山这次真忍不住了 可是他惧怕胡大海的法术 又不敢还手 只好先稳住 爹爹 您别生气 全怪我一时大意 没对他们两个说清楚 坏了大事 惹您生这么大的气 哎 事已至此 你也把他们骂了 还不消气吗 得了得了 我不学了还不行吗 胡大海一听 傻了 心说你不学了行吗 我吃谁去 你还得学呀 我还得在你这对付些日子呢 他赶紧说 嗯 真善哪 来进来进来 我问你说 哎 领到了屋里 把头发又 网上了 把靴子也登上 哎 我是恨铁不成钢啊 你要是我的徒弟 我抖手就走了 绝不再教你了 就因为你是我儿子 我要不把你教会 让别人笑我呀 这么办吧 咱们再想一个 最快的办法 叫你成仙得道 啊 爹 那这天书不写了 还有别的方吗 有啊 你怎么能够 叫我很快学成大书 哎 我可以叫你一页成仙 哎呦 我的爹 祖宗啊 太好了 那您说吧 您出招吧 老胡在这眨巴眨巴眼睛 心里琢磨 忽然他有了 这么办吧 你派人去找一个姑女坟 要九月九日生人的 十九岁姑娘 还得是九月九日死的 找着这个姑女坟 我一夜就把你教会 刚快把你教会了 哎 我还等着走呢 在这住的 我真着急呀 侯正山一听 这倒是好办法 任凭多受罪 多难过 我一夜就能学会全身本领 他赶紧坐一遍 你先回宫休息 我马上派人去找 胡大海心的话 你找去吧 一辈子你找不着啊 我呢 嘿嘿 还可以在你这踏踏实实的 想几天轻浮 侯正山 也是啊 鬼迷心窍了 胡大海说什么 他听什么 吩咐他手下人 分头去找姑女坟 派出人啊 八方巡查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找着姑女坟了 姑娘不是十九岁死的 找着十九岁死的姑娘了 人家又不是九月九日生的 就这样 又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着 最后侯正山急了 给当差的每人限十天 再要找不着就杀头 侯正山吩咐他手下人 分头去找姑女坟 派出人啊 八方巡查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找着姑女坟了 姑娘不是十九岁死的 找着十九岁死的 姑娘了 人家又不是九月九日生的 就这样 又找了好几个月也没找着 最后侯正山急了 给当差的每人限十天 再要找不着就杀头 这当差的非常为难啊 一天一天矮 仰看着日期就到了 连点影子也没有啊 其中有一个人呢 叫李老厚 他是个实心眼的人 一琢磨 今儿个再找不着回去就得掉脑袋呀 干脆 不如我上吊一死 倒还能留一个全尸啊 得了 我死吧 他拿着一根绳在那树上 刷了个套 就想上吊 忽然身后有人喊他 哎哎哎 干嘛呀你啊 干什么 哎哎哎 他回头一瞧 来了一个老头五十多岁 穿一身粗布衣裳 老头看了看笑了 哎 冲你这身衣裳 你是拆官老爷 你干嘛 来这上吊啊 这是我们家树林子 你要死在这儿 我们不得吃官司吗 再来说了 你一个荒崩乱跳的大活人 为啥要寻死啊 李老厚说别提了 我是放了我家千岁之命 寻找一个九月九日生 九月九日死的 十九岁姑娘的孤女坟 找不着就得杀头 你说我上哪找啊 眼看明天呢 该到日子了 再要找不着就得掉脑袋 我想啊 还不如上吊呢 倒落个胡顿尸首啊 老头也听笑了 哎呀 你这人呢 是个死心人 前边不就是孤女坟吗 他就是九月九日生人 十九岁死的 李老厚说不对啊 我都打听了 说他生人算数都对 就不是九月九日死的 回去也不好交差呀 哎呀 那个姑女坟就是我家的 姑娘虽不是九月九日死的 我可以替你瞒着点 有人问 我就一口咬地还不行吗 哎那感情好了 你可千万瞒住 你放心吧 李老厚回去一报信 侯震山派人一调查 半点不错 他高高兴兴来找胡大海 爹啊 那姑女坟找着了 胡大海一听心里是个别扭 嘿 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 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 这回这饭碗子 算砸到家了 我得走啊 他勉强震惊地说 那好 咱们爷俩明天晚上就去 你叫人给我烙他二十张饼 预备二十斤牛腱子肉 五十两银子 侯震山说 爹爹 你要这东干什么 老胡心想 得如我逃跑半道上吃的呗 嘴里可不敢这么说 屁你懂什么呢 我跟普化天尊雷不正神相好 多年不见面了 还不得吃点吗 哦 对对对 那五十两银子干什么事的 那你就别问了 反正有用 我不能把它扔了就是了 好 准备 哎 侯震山 把这几样东西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天一黑 胡大海 把盔甲包也带着 自己东西包好了 领着侯震山就来到了姑女坟城 这个地方啊 是杂草丛生 大树参天哪 熙熙隆隆的有几座坟营 而且呢 也没个毛毛道 天上有个月眼 到处是黑乎乎 什么也看不清 风这么一吹也傻 令人毛骨悚然 胡大海不在乎 侯震山竟办亏心事了 他的眼睛倒着就不够实 生怕被鬼把他抓走了 别 跪下人 怕什么 有我呢 下马下马 来来来 哎 好 下了马 把马的缰绳拴在小树上 过来过来过来 哪是姑女坟 这不吗 这不写着呢 好了 你给我跪下 啊 我给他跪啊 跪下 不但跪下 啊 不管听见什么动静 不许你睁眼睛 可别像上次似的 冲转了天神 啊 哎 爹 那你呢 我就在这等着 有我 你什么都崩怕 有太公在此 诸神退位 好了 侯震山点头答应 胡大海靠着一棵树 坐下 他想歇会就跑 他为什么不让侯震山 睁眼睛呢 怕的是跪会 他跑的时候 马蹄响 让侯震山看见 他就走不了了 老胡的心眼可多了 他没想靠在树歇会 哪知道刚靠在那 他睡着了 要不是没心没肺呢 你说你办这事 你怎么在那睡觉啊 光剩下倒霉的侯震山 撑着脖子 给人家姑女 在那下跪呢 功夫不大 胡大海在旁边 打上呼噜了 这个时候 梁峰刮的树叶 啥啥之响 到了深耕时候 侯震山 有点发毛了 哎呀 这不是个好地方 那个老家伙 一叫不行 还不让我睁眼 我这能耐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他正在琢磨 忽然听见一阵 唧唧唧唧唧唧的声音 由远而近 侯震山再也顶不住了 只觉得鸡娘沟 冒凉气 浑身直起 鸡皮疙瘩 心腾腾直跳 忍不住 把眼睛睁开了 这一睁开 可了不得了 有一座坟头啊 直奔他面前 一动过来 向他魂飞天外 魄散九霄 哎呀 一声都没人味了 这一下 把胡大海给惊醒了 哎 你嚷什么 爹你不知道 坟头成惊了 满地只跑 可把我吓坏了 你看你看 什么 胡大海揉揉眼睛 看了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挖坟绝部的人 造的假坟头 形状跟雨伞差不多 人在下边举着 走到了要到的坟前 把那个假坟往旁边一戳 老远看也跟坟头一样 不容易被人发脚 侯震山哪知道是这么回事 吓得光盛哆嗦了 这一来 胡大海又有说的了 我说你算个神马东西 净坏我的大事 我刚把各路神仙拘来 正要教你法术 你一睁眼 又把他们冲走了 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肉眼反派吗 啊 侯震山忍着气说 爹啊 刚才我听你打呼噜睡着了 我才害怕的 我那是睡觉吗 嗯 我是正在和他们交谈 怎么教你省事呢 混蛋的东西 要让你给我嚼了 得了得了 爹啊 你也别操心了 我认可这辈子不长能力 我也不学了 那还不行吗 哎 震山啊 你既然不想学 我也不忍心在你这久住啊 干脆我也走人吧 胡震山心想 我不学 也不能让你走 还得借你的名气 震护别人呢 得想法把他留住 再者说 你在我这住的快一年了 我这的事全在你肚子里 你要是被别人请去 我玩得更快了 主意拿定就说 爹啊 你要实在不忍心待着的话呢 我给你找事干行不行 嗯 什么事 你打算给我找什么事 爹 眼下封县的没有支县 你让人家可以先去做一任县太爷 虽然名义上你是支县 实际上 您就是护国太上皇啊 建官大三级 不管他是多大的官 也得扶你管 只要有您在我这 别的反王就不敢来欺负我 官军也不敢来剿灭我 你看怎么样 胡大还一听 嗯 这倒是好事 我就等于独立为王一样 还省得在这时间一长 露了马脚 他点了点头说 行了 就那么办吧 只要有你爹我在这住 不管他是谁 也不敢来侵犯咱们 我明天就上任 就这样 两个人上了马 又回到了宫中 第二天 侯震山亲自践行 把胡大海送到了丰县 来坐支县 丰县的衙衣们 听说太上皇到这坐支县 都高兴啊 哎呀 远远就接他 把他接到县衙 前任的支县 一交着大印告辞走了 胡大海安排了住处 派人伺候着 过了两天 胡大海开始升堂问案 他往大堂一坐 哎 我来呢 把牢房里犯人 一个一个的 都给我提出来 升堂的时候 下边站着三班牙役 全堂人都看过 这位新知县的本事 一个个吹手 势力 谁也不敢拿啥啊 胡大海虽然做了支县 是个文管 可他还是武将打扮 他把大斧子 往桌底下一撂 哎呀 带罪犯 啪 一排金堂木 哎呦 挺吓人呐 带罪犯 带罪犯 有人传下去 时间不大 带上一个人 这个人 跪在公案前边 旁边有师爷 递过了案例 打开了叫他看 胡大海撇着嘴 瞧了瞧 他不认字啊 也不看案例 一拍桌子 哎 你叫什么名字 啊 我叫周武 犯的什么罪 前任老爷 怎么给你判呢 欺贫大人 我是盗窃案 盗窃 盗窃什么 我偷东西了 你偷了人家 什么东西 我偷牛来着 偷牛 嗯 胡大海想 嘿嘿 咱俩一孩啊 为什么偷牛 因为我娘有病 没前置 家里又穷 结不上队了 没办法 我才去偷人家牛 哦 你是白天去偷的 你还是晚上去偷的 我是晚上去的 不但牛没偷出来 还叫人家把我抓到了当官 前任大人还没判你 好啊 那我就判了你了 来啊 呦 给他拿十两个盐子 放回家 哎 周武啊 我告诉你 下回偷牛 别黑天去 听到没有 啊 那他周武也傻眼了 不相信这是真事 当差的也莫名其妙 人家牛主还盯着呢 怎么能放他呢 再者说更不能给他银子 师爷过来了 老爷 这么办 不行啊 怎么不行 胡大海把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 我就这么办 我是相关 还是你是相关 当然你是相关了 哎 那就我说了算 嘿嘿 谁让他跟我同孩呢 我就要赏钱放他 你们滚得着吗 师爷一听 皱皱眉退到一旁 差人们心想 主是这位县太爷也偷过人家牛 怨不得周武这么走石器呢 感情碰上他一家子了 只好取银子 交给了周武 周武千恩万谢的下堂去了 再来一个 一会儿带上一个 哎 你姓什么 啊 我姓胡 嘿嘿 跟我一个姓 你什么案子 花二 胡大喊一皱眉 什么叫花二 花二什么 哎 冰老爷 我有个磕头的大哥 跟我不错 因为我嗓子长得挺俊 我就尝到他家去 一来二去的 我和我那嫂子 哎 就勾搭成奸 嗯 怎么能做个长久夫妻呢 就在饭里下了毒药 想把我那大哥给毒死 不料被他识破 就把我们俩送到当官的了 前任老爷判了我 尖压六年 胡大海把脸一沉 嗯 这样的罪能判六年吗 你过来 我有句话告诉你 哎 是 犯人往前凑了凑 脖子望起一身 胡大海从桌子底下 悄悄把斧子拿起来了 上去扑齿一下子 砍掉了这小子脑袋 把尸体拉出去 啊 尸业和大汤 所有人都吓坏了 哎 老爷 他杀人未成 不够死罪 你怎么能把他宰了呢 他家要有人上告 怎么办 嘿嘿 他家上告 有我盯着 又不能操心 把他赖去 这小子不是人 嗯 调戏他嫂子 还想害死人哥哥 该杀 啊 师爷只好退下 差人没有办法 把尸体拉出去 把血迹胆扫干净 就这样 胡大海仅用了一天的功夫 就把监狱里所有的犯人 都给处理完了 有的不该杀的 杀了 有的该判的 让他给放了 闹得一塌糊涂 乱七八糟啊 这一来 县衙的人谁也摸不清 这位县太爷的脾气啊 他也用不着师爷 记贡词 也不按法律条文办 还用不着掌刑的身手 他自己全办了 说杀 大幅立百 就杀了 说放 不管多大罪 他也放了 这件事很快 就得全线传开了 谁还敢去打官司 从此之后 大堂之上 冷冷清清 门前罗雀 无案可办 师爷告假回家了 当差的全瞪着眼等着 一年过去了 到了第二年年底了 当差可穷不起了 一点外财也没有 光指着官家想怎么行啊 有的就跟胡大海说 老爷 太上皇 咱们这连一个打官司也没有 也没有别的事可干 您要我们还有什么用呢 干脆把我们也放了得了 胡大海明白 他们是穷的 你们不要为难 也别走 没记性不要紧 把仓库打开 给我留点吃的 其余的 你们就都分了吧 拆人们打开仓库 把粮食分光了 过了几天 又有人要走 胡大海说 怎么着 又没钱花了 可不是吗 那就再拆大堂 卖砖网木料 给我留个屋住就行了 当差说那哪行啊 县衙大堂是咱们门面 拆了大堂 您这父母官还怎么当啊 对 那你们得想个法啊 张头跟里头商量 那怎么办呢 这么太穷了 老哥哥 这么办吧 不是一打官司 咱们就有钱花嘛 干脆咱俩装打官司的 叫老爷省案 把人引来 不就开张了吗 咱们一打官司 下边有冤的 生冤有屈的 告状不就好了吗 里头说好 那咱们找老爷去商量商量 俩见着胡大海如此 这般这么一说 胡大海说好啊 那你们几个仗好了 跟往日升堂一样 你们俩喊约上堂 我在当中问案 咱们这么一来 就许能引来真打官司的 我也就能有点事干 对不对 大人对对对对 那么您就升堂吧 好了明年 第二天早上起来 咚咚咚咚咚 鼓声一响 大人升堂喽 喂 喊堂一喊 胡大海当中一坐 再看那两个当差的 假扮成老百姓 互相纠扯着 口里喊 冤枉 来打官司了 堂上一诈唬 真像那么回事似的 这是老百姓中间传开了 呦 现在也要省案了 咱们快看过去 走走走走 不一会儿 看热闹人 就都围过来了 在堂口下边 拥挤不动 瞪着眼睛 要瞧胡大海问案 胡大海啪一拍桌子 把海员之人带上来 是 把这两个当差的推上 走走走走走 下跪这什么人 那个张头说 我叫胡角汉 里头说 我叫汉角胡 你们俩为什么拿官司 胡角汉说 我说早晨太阳离人静 他说中午太阳离人静 我们俩各执己见 真个不休 才来找大人便离 胡大海假装迷宫 眯眯的眼睛 胡角汉 你为什么说早晨太阳离人静呢 大人你想啊 不管什么东西 离着您越近 他就越大 离着您远 看着就小 太阳也是这个理啊 早晨刚出的时候特别大 这就是说他离着人静 对不对 胡大海点点头 有理 汉角胡 你为什么说太阳中午离人静呢 汉角胡说 大人 比如说升个炭火炉 是离着炉子近暖和 还是离着炉子远暖和 当然是近暖和了 对呀 他说早晨太阳离着人静 那为什么不热呢 最热还得说是中午 所以说中午太阳离着人最近 胡大海说 嗯 也有道理 既然如此 把他们两个拉出去 胡叫汉打二十大板 汉叫胡 打双十大板 这两个人一人轻轻挨顿板子 站在旁边 胡大海说 你们谁还打官子 啊 堂下众人哄堂大笑 直咬脑袋呀 我们谁也不敢打官子了 合着有理也挨揍 没理也挨打 谁找这个倒霉呀 还是没人打官子 胡大海至好要退堂 就在这阵 就听人群外边 有一女子高喊 仙太爷 民女冤枉啊 大伙一听 得 这回真来买卖了 还真有不怕死的 躺下人望两旁一闪 直接下边 来这个女子 二十多岁 苗条身材 俊秀的脸庞 哪都长得不错 就是一只眼睛 那只眼睛坏了 手里拉着三四岁的小男孩 这男孩长得像块黑 没那么黑 钻着小拳头 两只黑乎乎大眼睛 上堂死盯着胡大海 胡大海一看这小孩 哎哟 挨得不得了啊 心里高兴 顺嘴就说出去了 嘿嘿 这小孩好 嘿嘿 长得像我儿子 当差的一听 嘿 真不像话 这位仙太爷说话 嘴里一点把门都没有 人家孩子怎么会像你的儿子呢 这不找挨骂吗 哎 跟着他当差 真叫丢人呢 老胡满不在乎 还看着孩子呢 嘿嘿 好 你过来 你过来 那孩子冲他笑了笑 这是那个女人 跪倒磕头 仙太爷在上 给小女子做主 哦哦哦 对 这一夫人 你家住哪里性子名水 有何冤枉 至管说来 呃 我给你做主 胡大海至好要退堂 就在这这儿 就听人群外边 有一女子高喊 仙太爷 您你冤枉啊 直接下边 来这个女子 二十多岁 手里拉着三四岁一个小男孩 这男孩长得 像块黑 没那么黑 钻着小拳头 两只黑乎乎大眼睛 上堂死盯着胡大海 胡大海一看见小孩 哎呦 爱得不得了啊 心里高兴 顺嘴就说出去了 嘿嘿 这家伙好呗 嘿嘿 长得像我儿子 当差立听 嘿 真不像话 这位仙太爷说话 嘴里一点打门都没有 人家孩子怎么会像你的儿子呢 这不找挨骂吗 哎 跟着他当差 真就丢人呢 老胡满不在乎 还看着孩子呢 嘿嘿 好 你过来 你过来 那孩子冲他笑了笑 这是那个女人 跪倒磕头 仙太爷在上 这小女子做主 哦哦哦对 这位夫人 你家住哪里 姓子名水 有何冤枉 至管说来 呃 我给你做主 小夫人 娘家姓李 我叫李月娥 自幼佩夫 叫李相成 我的丈夫 在霍山王 侯震山的架下 当了一名小小官吏 有一日 我夫妻上分祭祖 在荒郊野外 遇见了侯震山的长子侯奎 她见小夫人 有几分姿色 当天晚上 就将我丈夫 请去赴宴 在酒席宴前 说了些 不三不色的言辞 我丈夫一怒 大骂贼子 那侯奎 仗着她是 侯震山的儿子 不顾王法 竟将我丈夫 一脚踢死 随后派人 前去接我 说我丈夫 饮酒过量 昏迷过去 让我去照料 我是个无知的福道 一听说丈夫昏过去了 不知怎么办好 也不知道是他们的诡计 我急忙 来到侯府一看 我丈夫已经弃绝身亡 当时我痛不欲生 那胡魁 不许我为夫收尸 却强迫我当场跟她成亲 我恨不能吃她的肉 喝她的血 真想随着王府 一去了事 但因为我身怀陆甲 不几个月就要分娩 我想给冤死的丈夫 留个后代 为此我才答应了婚事 不过 要她依我两件事 第一就是 要将我丈夫 后葬入土 第二 得允许我为丈夫 守宵一百天 百日之后 才能与她结亲 她答应了 我就这么办 不答应 我是至死不从 那侯魁无奈 才应允了我的要求 将我丈夫埋葬 让我在家中守孝 我在娘家 生下此子 起名叫李强 为了少给娘家添麻烦 我将她托付给了 她舅父母抚养 我亲身去找侯魁 她一看我 未满百日 就去找她 满心欢喜 请了群臣 为她喝喜 就在花堂上 我当面只问侯魁 你为什么 踢死了我的丈夫 她说 是因为你长得俊 我才下了毒手 我一问她 你看我哪长得美 她说 你的两只眼睛最美 已经勾走了我的魂领 我说 闹了半天 你是开伤了我的眼睛 我早就这样 就把眼睛毁掉了 也不能断送我的丈夫啊 我就当着群臣的面 将自己的左眼 抠了出来 那贼人恼羞成怒 吩咐打手 将我乱棍打死 扔在了荒郊野外 也是苍天有眼 不该小夫人丧命 他们走后不多时 我就苏醒过来 逃回了娘家 养好了伤 带孤儿李强 到处伸冤 可是三年多时间 就是没有敢管这事的官 昨天我才听说 封县大老爷乃是太上皇 建官大三级 小夫人才冒死前来告状 替夫名冤 望大人给我死去的丈夫 报仇血恨 胡大海这人 瞎干一胆 听了这番话 只气得虚法结诈 哇哇爆酒 好啊 猴正山 猴魁 你们竟敢草菅人命 我今天要的命 给死者报仇 这女子不要伤心 我定给你血恨就是 就在这么功夫 你说怎么那么巧 怎么那么寸 差人来报 说大太子胡魁来了 呀哈 胡大海一想 来早了不如来巧了 我正找他 他来了 好 叫他报蒙而入 随后派人 把李月娥和孩子 领到后边先休息 胡魁不知道啊 乐乐呵呵的 站在门口 报 皇爷在上 孙儿胡魁照进 还抱孙儿子的 他来到了坛口之上 跪倒磕头 胡大海 啪一啪桌子 胆大胡魁 你因何提死李香城 还不从时招来 嗯 胡魁了 心想我办这事 也好几年了 他怎么知道 这么清楚呢 哦 怨不得我爹说 他神通广大 法术 无边 今日看来 他是高人呢 我不能瞒他 瞒也瞒不住 还是实话实说吧 甭管怎么的 我管他叫爷爷 我父亲管他叫爹 咱是一家人呢 想着这儿 满不在乎的说 老黄爷爷 您别生气 那是因为 他媳妇李月娥 长得太漂亮了 一见面就叫我 坐立不安 我把他请进府里 好话说多了 叫他把李月娥 让给我 我再给他取几个 可是说什么 也不答应 我一怒之下 才把他踢死了 哦 胡大海一笑 好小子 你挺行啊 你扶尔过来 我又要不紧话 告诉你 哎 侯奎站起来 来到公案桌前 望前一探身 胡大海一猫腰 从桌子底下 拿出大斧子 照顶侯奎的脖子 咔嚓就一斧子 也是胡大海的斧子 快点 侯奎的脖子糟了点 当时伸手分离 侯奎干嘛来了 侯奎是到各县视察来了 到这之后 想到里边讨好 看看胡大海 没想到送死来了 侯奎一被杀 可把当差的吓坏了 哎呦 我说仙太爷 你怎么把太子给批了 这回可麻烦咯 你惹祸了 胡大海一乐 哎 这做什么呢 我这是掌顿家规 你们不用大金小怪的 我不但这样 还要我找我的儿子 侯震山算账 我问他 他怎么教育的孩子 我教训教训他 哎哎哎 好吧 你等着吧 有人把尸体 果巴果巴 弄到一边 胆扫血迹 胡大海说 去 把那女的 带那孩子 叫出来 再拿五十两银子 啊 拿银子干嘛 去 叫你拿就拿 哎 还好 这一阵 李月娥 来到了大堂 老胡说 哎 这女子 朝伟经给你报了 我把后盔杀了 哎 我听说了 这五十两银子 你拿回去 过日子去吧 谢老爷 我丈夫的仇报了 钱 我不要 我李月娥 纵死九泉 也难忘老人家的 大恩大德 这样 我也算对得起 我死去的丈夫 和孩子了 前儿 你过来 这女的 拉着墙来到胡大海 进前 双膝跪倒 大老爷 我有一事相托 不知老爷能否应允 胡大海也不知的什么事 不过从心里头 挺佩服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太刚强了 挖掉一只眼睛 为了替丈夫报仇 抛头露面 在大堂上告状 了不得 有话 好说 你快快起来 李月娥站起来 小夫人 想讲此子 托付给老爷 你若喜欢 就想他收为义子 等他长大了 教他点本事 使他成为 有用之人 胡大海 早就爱上这个孩子了 他长得跟他一样黑 听李月娥这么一说 哪有不高兴的 随口答应了 那可感情好 李月娥推了一把小强 强儿快给爹爹磕头 这个小强也真乖 马上跪倒 甜甜的叫了一声 爹爹 这一声 美得胡大海不知道怎么好了 都找不着北了 伸手把孩子抱起来了 好好好儿子 好儿子 他光顾乐了 就这么功夫 就听到啪的一声 众人回头一看 李月娥一头撞在柱子上 绝气身亡 哎哟 哎哟 胡大海这才明白 怪不得他把孩子托付给我 就没想活 我要早想到这 把这女的找人看起来 他把孩子搂在怀里 忍不住的掉了几滴眼泪 哎好个杰烈贤德的妇人哪 当差的准备口棺材 把她埋了吧 给立个石碑 留个名 标个记 等着孩子长大了 也好找个坟地 春秋扫记 进去笑心去吧 差人们也佩服这个女子 这边把李月娥安排好之后 胡大海回到自己后屋 嬉想 我把侯镇山的儿子给宰了 这风险也待不了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得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上哪去呢 没地方 没地方得走啊 还有这个小墙子 这回这孩子是我的了 就叫胡墙了 好啊 吃 饱餐一顿之后 穿戴整齐 应用之物都带好了 抱着墙儿往外就走 当山追 老爷 您上哪去啊 呃 你甭管了 你们好好看这衙门 我到霍山 找侯镇山算账去 呦 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哎 没准 你甭管了啊 呃 我告诉侯镇山 来给他儿子收尸 说完认登上马 带着盔甲包和那把大斧子 扬长耳去 一口气就跑出一百多里 离开了霍山县地界 他才放了心 战马 私留部 揽翻蹄 一边走 胡大海琢磨 上哪去啊 整天这么拽悠 也不像花 干脆 到襄阳城去 那个地方大 既好谋生 又容易探听消息 实在找不着我的兄弟们 我还干本行 卖牛头肉 对 就这个主意 他这才一路打听 奔襄阳而来 出来的时候 胡大海带了些散碎银子 饿了爷俩就找个饭馆吃顿 累了找地住去 孩子 常问 嗯 爸爸 你叫什么 我叫胡大海 我姓胡 叫大海 嗯 知道了 这一天呢 正走的前不招村 后不招地 小强对胡大海说 大海 我渴了 别叫大海 叫爸爸 要不人家笑话你 记住了 你以后叫胡强 嗯 那我娘哪去了 胡大海一听心里难过了 哦 你娘去你姥姥家了 过几天就回来 咱们找水喝 好不好 好 爷俩又往前走了一段 前面是个大菜园子 地里的油菜啊 都开花了 他把马拴在路旁的树上 抱着小强 走进了菜园子 找了一圈 才找到一眼枯井 园子里有一个窝盆 是看园子人搭的 他领着小强 钻进去一看 里边没人 在墙角呢 放着半潭的水 还有个粗瓷大碗 胡大海给咬了点 瞧 喝两口吧 啊 这是人家 开园子人的水 不要给人家都喝了 哎 墙儿真听话 喝了两口就放下 爷俩出了菜园子 上了马 又往前走 前面是一座高山 山连山 岭连岭 山上野花芳香 蝴蝶好看极了 小胡强住在县城里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山 这么好的景 闹着下来玩玩 胡大海抬头看看天色 太阳偏西了 就对胡强说 瞧 咱们还得快走 天一黑 找不着村子 往哪住啊 小胡强一听 不让他下马玩 就咧着嘴要哭 胡大海就怕这个 他想孩子没爹没娘 怪可怜的 我可不能委屈了他 一路上总唬着小强 这会儿见小强要哭 他带着战马 小马别哭别哭 咱们下马玩玩 就这样 把小强抱下马 小胡强在山坡上 哎呀 又是跳又是打滚 胡大海蹲在一旁 看着高兴 打心眼里 喜欢小胡强 这孩子长得 优优优优 高高悲凉 眼睛有点口罗着 显得眼睛特别大 好看 这孩子长得 是像我 强啊 这回你跟爹爹 到襄阳去 要找不着你四处 咱们爷俩 还拾起老行的 煮牛头肉呗 你在前面腰火 牛头肉 我在后边 背着肉箱子跟着 那才带劲呢 好不好 好 好 牛头肉 嗯 就这么功夫啊 小胡强用手一指 爹 你就马上那边去了 胡大海一扭头 可不是吗 那批大肚子锅锅锅啊 已经走出老远了 他赶紧跑过去追马 等他牵着马 再回到山坡前一看呢 呦 孩子没了 他还以为是小胡强 跟他闹着玩藏起来 赶紧喊 胡强 别闹 天又黑了 快走吧 胡强 连喊树生 无人答应 这回他可真有点着急了 强啊 你上哪去了 正喊呢 猛然瞧见对面山上一只猛虎 叼入胡墙正跑呢 哎呀 畜生 把孩子给我留下 胡大海急忙上马 随后就追 这匹马 老虎一看有人追来 就一踪一跳的 夹挂着脚步 三蹿两蹦 三绕两绕 把老虎啊 绕懵了 他站住一看 哪有什么老虎影子 胡强 也踪迹皆无 哎呀 胡强啊 你上哪去了 你可把我害苦了 我把你坑咯 胡大海心情 刀弯的一样 眼泪 巴的巴的往下滚 咧着大嘴哭啊 咱也让一见面的投缘 只说从今往后 咱们相依为命 不了想我把你害了 让我怎么对得起 你死去的母亲呢 我可怎么活有强儿 胡大海哭得可怪可怜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要这么说 胡强是让老虎吃了 不行 我还得找着 胡大海哭着 翻过一座山岭 登上另一座山 找胡强 哪知道 他来到另一座山头 突然就听山脚下 叨 咚咚咚 叨 叨 炮声响 杀呀 哪呀 咕噜咕噜 嗯 杀声四起 鼓响如雷 老虎擦干眼泪 也顾不得哭小强 那催马到山顶上 居高列下一看 靠嘛 山下已经摆开战场 一边是 元朝的官兵 官兵官将 人山人海 一个个盔甲鲜明 另一方 却像过路之人 有几辆车马 有一帮老百姓 模样的人 护着车 车的前边 有两个人 正在大战 一个骑在马上 顶盔挂甲 手中擒刀 还是凶猛 另一个 扎筋剑袖 胯下无马 手擒宝剑 眼看着 吃了戴上 他仔细一看 哎 这人这么眼熟呢 哎呦 这不是我四弟 朱元章吗 不由得心中着急 想找个道 下去 静一阵 一瞧 他站在山呢 原来是一条 很长的岭子 对面也是一条山岭 足有五里地长 下边是大山沟 这个地方 离下边 倒不算太高 可是挺陡 老胡想怎么下去 正在着急 只听 唐唐一声 朱元章的宝剑 让人家磕飞了 胡大海 不由自主地 两腿腿 一夹这匹马 这匹大肚子 龟龟鞠 不知主人的意思 蹭了一下 往前一蹿 可坏了 再也受不住提了 胡的一声 就飞了下去 胡大海一想 得 这回算完了 非摔死不可用 不管怎么样 在离死之前 也得助我兄弟一阵 他这才大喊一声 压 呆 四弟 不要担惊 少要害怕 毛家 来 就这一嗓子 把陈士德吓得 把刀收回来了 连连后退 只见空中这位英雄 威风凛凛 杀气腾腾 战马腾空而降 不过 他并没有落到 陈士德的马前 而是落在了 官军的队伍中间 官兵们呢 排列的又挺密 这一下当兵的 被踩死的 被砸倒了好几个 因为有人在地鞋垫着 所以老胡连人带马 都安然无事 这一批大肚子锅锅鞠 打了个前抢 胡大海这阵反应挺快 用辅佐一点地 没份劲 抖 这匹马站起来了 把仨马冲向敌群 直奔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二哥来了 非常高兴啊 二哥也可想死小弟了 你怎么来的 一言难尽 四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哥呀 小弟打了 踢死了陈也仙的四儿子 陈世仓 现在他们兵为真无顶 没办法我跑出来了 我们烦了 好啊 就应该怎么干 一会儿我到前边 拿陈世德打散官军 咱们就问约桥镇 说着一颗凳 催马来会陈世德 你得看胡大海 能耐不怎么样 可是长得挺唬人的 要是从天内降 真把陈世德给吓住 吩咐三军撤出山口 几路人马 都往飞虎域集中 捉拿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二哥来了 非常高兴啊 二哥呀 可想死小弟了 你怎么来的 嗨 一言难尽 四弟 这是怎么回事啊 二哥呀 小弟打了 踢死了陈也仙的四儿子 陈世仓 现在他们兵为真无顶 没办法我跑出来了 我们烦了 好啊 就应该怎么干 一会儿我到前边 拿陈世德打散官军 咱们就问约桥镇 说着一颗凳 催马来会陈世德 你得看胡大海 能耐不怎么样 可是长得挺唬人的 要是从天内降 真把陈世德给吓住 吩咐三军撤出山口 几路人马都往飞虎域集中 捉拿朱元璋 分拍以臂 自己勒马站在山口 后边给他闪出一条道路 实在不行呢 好能撤得出去 他勒马等着胡大海 胡大海早就看出 陈世德害怕 叫自己吓住了 越发端着架子 不慌不忙 来到陈世德面前 用辅佐一点 我说你小子叫什么名啊 为什么逆挑而行 你不知道 朱元璋乃是上方天神临凡 如今他推翻元朝 拯救百姓 你还不赶快下马投降 等待何时 陈世德一听 这人口气还真大 张嘴叫我投降 就算你有能耐 可我也得领教领教啊 问安 我乃三江大帅之子 车齐将军 陈世德是也 你是何人 胡大海一阵狂笑 这是谣言不是泰山 连我你都不认识 你活个什么劲啊 我要报了名 吓不死你就算你活得结实 想当年 在武科厂 百神牛阵 枪条老太师 一阵下跑竹梁族 我乃赛造王水龙神 胡大海 师爷 陈世德一听 机灵打个冷战 虽然没见过胡大海这个人 可是早有耳闻 听说 他乃是一个义人 能居身浅将 洒斗成兵 就看今天 他从天而降 本领就不在我以下 我得多加谨慎 姓胡大 咱们是井水不放河水 我拿的是朱元璋 与你无关 你又何必替他交战 你知道吗 我与朱元璋 是八败之交 如同手足一般 昨日我在封县 觉得耳鸣眼票 心事不安 我取之一算 才知道 我磕头的败地 受你包围 必有一场敖战 过而 我在驾云而至前来打救我 顺便劝你们父子 放下秃刀 改些归正 我在四个面前 给你讲个情 他能不计前仇 将你等收留 你若不听卯之 梁言相劝 那你是死气 将之啊 也不是胡毛 大话其人 我略是小计 惯叫你全军禁末 降与不降 你自拿朱章吧 胡大还真能吹啊 说这个陈士德 还真有点心虚 姓胡的 那朱元璋 因为我有杀地之仇 我怎么能降他 嗯 若不降 就请你撒麻过来 说吧 他把大幅子举起来 陈士德一看 人家要打 只可打吧 两个人马打冲锋 来刀切尽 陈士德一举三斤两刃刀 还没等动手呢 胡大海喊上 用浮钻往上一弹 嗨 烧香啊 烧香 这一下 闹着陈士德 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打仗 还喊烧香 这股香往哪烧呢 正在琢磨 胡大海已经来到谢进 浮钻 奔他的马头出来 胡大海的烧香啊 不是戳人的眼睛 就是马眼睛 陈士德一想 要把马脑袋戳坏了 我骑什么呢 急忙去驾辅转 胡大海的斧头 就是刷啊 过来了 磕头 大斧头 奔陈士德头顶劈来 陈士德吓一跳 哟 这家斧子这么快 急忙举刀去拖 刚一拖 拿着斧子 正躲在刀杆上 就是一扁斧子 左右一摆 嗨 杠斧子 啊 陈士德吓坏了 赶紧撤刀 要不然 他八个手指的就得砍掉啊 刚撤回来 二马一蹴蹈 胡大海来个斜肩带背 砍过来 嘴里喊 韬耳朵呀 陈士德一时慌的手脚 急忙一低头 耳听咔嚓一声 把护背骑杆给砍掉了两根 当时吓得毛骨悚然 还没等他撞过来呢 胡大海 驳马又回了 嗨 烧香啊 烧香 陈士德心里害怕 怎么又烧香 这回的香往哪烧呢 嗯 胡大海的福子又把他码头来了 仍然是那几项 二马一挫凳 嗨 烧香 这回陈士德心里有底了 我说姓胡的 你就这么几下的是怎么的 嗯 你怎么知道的 嘿 差点没把陈士德气死 我以为你姓胡的多大本领 原来是无能之辈 只靠谎言骗人 我焉能饶你 说了大刀一举 丽皮花山 奔胡大海 跺下来 胡大海赶紧招架 陈士德紧接着 刷刷刷又是几刀 忙活的老胡眼花缭乱 一看不行他仨马就跑 胡大海啊 一马四斧子 赢了就算赢了 赢不了是拨马就走 陈士德恨死胡大海 不要命的追 眼看就追上了 胡大海突然把马带住 起来呢 干住 干什么 别给你脸不要脸 怎么追起来没完了 你以为我真怕你呢 既然不怕 你跑什么 好 你一定赶尽杀绝 可别怪老胡不客气了 我琢磨你兄弟刚死 你再死了 你爹能活得了吗 我呀 饶你不死 既然是 你非追不可 我就要你命了 我可要居神潜将了 呸 姓胡弟 你真不懂得什么叫害臊 你休要再用假话骗我 怎么 假话 别等了 我可要居神了 他嘴这么说着 眼睛往周围看着 心想 我这说呀 我帮我四弟一把 没成想不知两下子不行 不行怎么办呢 还得居 他故意眯封眼睛 把手举起来 天零零地零零 太上老君 集结如律令 皆有胡二法官 遇难 素派人九家 哎呀 他这一嗓子 就听 玉口树林内 有人当一声 胡二法官 不要担惊 少又 害怕 小神 来了 话音刚落 一技战马 飞奔而来 可把陈士德吓坏了 听声音 抬头一看 只见树林内 窜出两匹马 头前是一匹白马 马上端走一员大将 身高八尺 只生得细腰炸壁 扇着面身材 双肩暴龙 拧死阴盆 天庭毛满 地个方圆 没分八彩 目如朗星 准头端正 四字海口 头戴素白钝子 扎进 迎门 安科美誉 脑后双飘带 身穿素白钝的短铐 大红中央 足灯 薄底靴子 背背弯弓 走兽弧 插着凋零剑 雷下悬跨宝剑 掌出一杆亮音枪 这员将 美如罗成 恰似吕布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郭英 郭世俊 那位问了 郭英怎么来的这么巧呢 胡大海居谁先 郭英就到了呢 这叫无巧不成书 他是来找朱元璋的 当年郭英等弟兄七人 从武科厂杀出来 在梁兴县一场大雨 弟兄十散 郭英走单了 他在外边转悠了不少日子 都两个来月 没地方去 那耳朵一打听啊 京城搜查不严了 一切恢复正常 他又返回了京城 来到大都 干什么呢 他想去找盖天都督 三叔 朱亮祖 请朱亮祖帮忙 成全他和薛景云 夫妻团阅 也想在三叔家里 学点能力 等他来到盖天都督 家门口一看 哎呦 吓了一跳 直接门上 有大风条 门前罗雀 一个人也没有 他情之不妙 赶紧退出来 一看胡同口 有个茶棚卖水的老头 忙问 老人家 盖天都督 朱亮祖家 怎么了 怎么被封了 老头说 还别提了 八月十四那天 七星驸马 耶律本部 寿丹之日 在万花楼 正在祝寿 来了太行山 一百丹八个响马 把七星驸马给杀了 那天正是 朱都督执勤 他没有抓住凶手 皇帝大怒 被贬 离开京城 上哪去呢 这可不知道 郭英又不便多问 没办法 只好一跺脚 离开了京城 又到处游荡 你想啊 郭英啊 是官换家 独生子 没遭过罪呀 因为弟兄们 在陆家庄结拜 闹得家破人亡 父亲死了 万贯家产 一把火烧尽了 山上带点银子 哪够塌滑呀 不久 钱花完了 没辙了 哎呀 吃饭丢没有 睡觉丢没有 有那么句话 一文钱憋倒英雄汉 我怎么办呢 他愁啊 站马 顺着山路往前走 前边啊 有片树林 突然 唐朗朗朗 一棒罗响 紧跟着呼啦一声 大树林里头 窜出能有一百来号人 为首有一人高喊 他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打死过 留下买乳财 郭露的 把马匹兵人钱财留下 饶你不死 郭英一看 倒乐了 心想 现在我上屋 片瓦折身 下屋 立椎之地 腰里分文没有 肚子饿的 咕咕之叫 哪有钱给你们呢 再看这会儿 捷到的 这衣服穿的 可够热闹的 老百姓的衣服 有的拿着 铁片刀 有的拿着铁齿 拿着大锹 干什么呢 我诸位 我呀 是个穷人 你别看有马匹兵人 就趁着点东西 身上没有钱 你们劫我 没什么给的 我不是不给 你们要有钱 给你们点 能不能借条道 让我过去 这伙人就是不听 非劫不可 郭英万白无奈 就和他们打起来 郭英啊 跟大爷五福五殿章 学了一身的好本事 枪法绝妙 这伙强盗哪行啊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叫郭英 给打得满地乱滚 后来这些强盗们 明白了 眼前这个小伙子 那比我们能耐 大的不是一点半点 花都跪下了 这位大英雄啊 您的本事太大了 我们情愿 请您到山上 做头把金交椅 郭英问 你们这些人 既没有能耐 为什么要占山呢 哎 别提了 我们是金基岭的老百姓 这是被朝廷挤得没路了 才来这占山 官兵太欺负人了 不管谁家的女儿媳妇 有点姿色 他们随便糟的 我们实在忍无可忍 才杀了支县 把全村人 拉出来占山 没吃的 就到外边 抢劫 偷盗 要不怎么办呢 我们中间又没有能人 至好 暂时维持生活 我们看您武艺高强 精明强干 都愿意 立您为王 听您的吩咐 郭英一想 哎 这也不错 我正没这么去呢 能在这儿 存身以后 慢慢打听 众弟兄的下落 想到这儿说 既然如此 我就恨你们上山 我如今也是云游四海 单身一人 从今后 咱们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行啊 没说的呀 大家高高兴兴 把郭英带到山上 郭英到山上一看 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周围环山叠翠 泉水叮咚 一守南宫是个好地方 这些人 也都是正经庄家人 没说没道 挺好交 其也只好 在此处存身 把这座山 改为新英岭 郭英指挥大伙 砍伐树木 建造房屋 修寨墙 挖壕沟 修工室 平山道 又挑起 替天行道 除霸安良的大旗 并立下规矩 不许抢劫老百姓 专洁 观银军饷 拍探马私下打探 哪里有恶霸豪身 就给他连锅端 得来的良才等物 一部分分给穷苦百姓 一部分村山留用 平时呢 就带楼兵们操练人马 打拳压腿 拉弓射箭 一会儿到山上一个来月 这天呢 郭英啊 思念凶着 晚上没睡好觉 早早就起来了 站在山顶看日出 一轮红日 喷拨出 像个大火球子一样 哎呀 弟兄们都怎么样了 能不能有危险呢 他正在出神 就听半山坡上 有马蹄声 咔咔咔咔咔咔 咳咔咔咔 嗯 这么早啊 郭英低头一看 在山道上来匹马 马是一个大汉 正在哪 练枪呢 郭英一看 这匹马好眼熟 浑身的毛管啊 通红通红的 正亮正亮 马脑门 鼻梁子到嘴巴 是白毛 这匹马上马谱叫玉面紫花流 好马 我四哥朱元璋也有这么匹马 这个人也有 他再看看使的枪 这个枪不是亮眼盘龙枪吗 也像我四哥的 再看看人 骑马拿枪之人三十多岁 个子不高体个挺壮 眼睛不大挺精神 他顺着山路就下来了 离着不远 大声呼哨 那匹玉面紫花流 听见山路人的抬头 东张西望 然后奔着郭英走过来 来着郭英进前 打着响饼 好像说 我认识你 你帮我忙 帮我找我主人吧 郭英脑袋嗡地声 这是我四哥的吗 难道就危险了 骑马的人看见郭英 急忙甩一灯下马 上前失礼 参见大寨主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寻山大头目 我姓刘 叫刘四虎 您上山那几天我不在 到外边踩盘子去了 刚回了几天 所以您不认识我 刘四虎 这匹马谁的 我的 枪呢 我的 碰 郭英一把抓住一领子 说实话 不然我宰了你 枪马到底从哪弄的 大队主 这枪马是我捡的 不对 偷的 马的主人呢 你给杀了 主人不知道哪 但我指定没杀 书中交代 这个刘四虎 正是当年 偷朱元璋 枪马的人 几个月前 刘四虎 听说皇上 在京城 设下武科场 天下英雄 要进京夺状元 就想进京啊 看看热闹 谁知道 等他赶到大都的时候 正赶上大伙 冲出武科场 和官兵们 打了起来 他也进不了城了 只好往回返 走在一座山脚下 一眼就瞧见 那批紫花流 和鸟之环 得胜沟上 挂的一杆 亮银盘龙腔 不远有人 靠着大叔睡觉 他趁着主人没醒 就将枪马偷走了 偷到山上之后啊 就放在自己驻地 没事呢 上马轻枪 比划两趟 可是这杆枪 他使不了 分量重 今天 叫郭英看见了 郭英认识啊 这是我四哥的兵器啊 哎 刘四虎 你把我四哥杀了 没杀 我要是撒谎 叫我死在乱刀之下 那个人确实睡觉了 我不知道是谁 要知道你四哥 我也不能偷啊 郭英放心了 我四哥没危险就好 刘四虎 马匹兵刃是我哥哥的 你不准用 这匹马你牵去 派专人饲养刷位印瘤 大枪送到我的住处 将来物归原住 哎 行 您怎么说 我怎么办 刘四虎挺敬佩郭英 两人呢 处得挺近 由于郭英治理山寨友方 几年的光景 把个兴英岭给治理的 兵精良族 八方百姓来头 人马兴旺 连本地面的官府都不敢惹 你别看 郭英身在兴英岭 可一直没有断了 打听自己的哥们的消息 最近听人说 襄阳城来个卖乌梅的珠寺 用他的乌梅 治好了襄阳地面的瘟疫 轰动了整个京香酒郡 郭英就赶紧派大头目刘四虎 到襄阳去打探打探 看看朱寺是什么模样 刘四虎去了半个月 回来对郭英说 郭首领啊 您猜那卖乌梅的朱寺是谁啊 就是三年前 我把他的枪马给偷来的那个人 这回您叫我去看看他的长相 我到了襄阳城 正赶上九月九日重阳节 襄阳满城扎彩 净水泼街 大人孩子来到街上 说襄阳王百居花会 要为一个卖乌梅的商人诸四庆功 人们都在街上看诸四客商 我几道人群一看就认出来了 正是丢枪马那个人 哦 那你长什么模样 这人长挺威风 就是下巴大点 有点望上翘 下嘴唇 往上兜的着 得 正是我四哥朱元璋 刘四虎去了半个月 回来对郭英说 郭首领啊 您猜那卖乌梅的朱寺是谁啊 正是丢枪马那个人 哦 您长得什么模样 哎 这人长挺威风 呃 就是下巴大点 有点望上翘 下嘴唇 往上兜的着 郭英听得正是我四哥朱元璋 稀里甭提多高兴了 四虎兄啊 现在要物归原主 你去把马背好 我得去襄阳找他一趟 我们弟兄当初结拜的时候 就发现了誓愿 不推翻援朝 死不瞑目 我们都愿意拥立我四哥为王 之音总也没有个立足之地 这回我到襄阳去看看 如果那里有好地势 我再回来叫你们 咱们一同把我四哥共图大业 如果襄阳也没有立足之地 我就把我四哥请到咱们山上来 咱们大家立他为王 你看怎么样 行啊 太好了 我们都听您的 郭英说好 既然如此 我可走了 我走之后 你们把放出去采盘的人 全叫回来 严守山寨 我不回来 不许你们下山做买卖 不要惹出事来 大家点头答应 郭首领 我们等你啊 好 郭英这才穿戴整齐 戴好了盔甲包 带着朱元璋的马匹兵刃 日夜兼程 直奔襄阳而来 路上飞止一天 这一日来到武当山下 突然 发现山顶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元朝兵将不住地往山上冲杀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想躲到树林里 探听探听消息再走 他进了树林 就听见北边战鼓轰鸣 杀声扔耳 远远瞧见两个人 两匹马 一个在前边跑 一个后边追 他仔细一看 前边这个被追的 正是他二哥 胡大海 眼看就追上 胡大海 又居于神浅将 郭英一想 得了 我呀 叫他露回脸吧 这才断喝一声 胡二法官 小神 到了 胡大海听见 抬头一看 是郭英 哎呀 乐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快过来 说快过来 距离很远 此时 陈士德就是一愣 胡大海 真的能居神浅将吗 要不然 他怎么真赖人了呢 那学马扭头一看 正瞧见郭英 他看着郭英 正在发愣 郭英想 从这儿冲到那儿去 这还挺远的一段路呢 行了 速战速决吧 他急忙取下汪工 走手胡 抽出三只凋零剑 敏敏诸红 搭上扣 认扣天弦 嘎吱吱 把弓 拉开了 噔噔 搜 奔着陈士德的 耿嗓咽喉 就是一剑 陈士德一看 对方射剑 啊往旁被闪 烟头躲过去了 砰 正中在 左肩窝 哎呀一声 刚一愣神 又听弓弦一响 搜 第二只剑 向他射来 没来得及躲闪 正给射在了 右肩窝上 哎呀 腾弟 马上一仰脸 第三只剑 发出去了 国英外号人称 神剑小霸王 这部书里要说射剑 谁也压不过去他 这第三只剑 骚 砰 正射在陈士德的 耿嗓咽喉 陈士德 应声而倒 三军一看 主将阵亡 哎呦 不好 陈将军阵亡了 各自扭头逃跑 一哄而散 那国英 撒马来到胡大海进前 挂好了弯弓 马上抱拳拱手 二哥 小弟有礼了 二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胡大海乐得 眼中含泪 兄弟呀 可算见到你了 我是来找你四哥的 我也是来找他的 他在哪呢 我四哥呢 你知道吗 哎 就在山口里的呢 你跟我走吧 我们救他去 哎 哥俩顾不多 说闲话 圈马回去 去迎接四爷朱元璋 这是朱元璋等人 走出了山口 弟兄们见面 悲喜交加 各速中长 郭英将马匹兵刃和盔甲 交给了朱元璋 四哥 完毕归照 你看看 啊 朱元璋一看自己的马 盔甲 枪 时而福德 完好无损 心中万分高兴 特别那匹马 玉面紫花流 与主人久别冲锋 高兴的 哎 用舌头填主人的手啊 朱元璋拍拍码头 伙计啊 这回咱们又相依为命了 兄弟啊 你从哪来呀 我的马匹兵人 怎么到你那呢 郭英说 一言难尽 我现在当了山带望了 兴英领的两千楼楼兵 山是险要 粮草充足 一手难攻 我们可以到那安身 哥哥 跟我们走吧 朱元璋说 不行啊 刘伯温先生约我到于乔镇 想必他早在那等候 我们还是先问于乔镇吧 这块离那也近 弟兄们正在说话 可了不得了 左右两山 有两只人马 向他们包围过来 原来是陈也仙的两个儿子 陈世宽 陈世佩 带兵前来接应陈世德 他们走到半道上 就听陈世德 死在一个小将之手 两个人是又急又恨 收拾了兄弟的残兵 带着自己队伍 杀笨 非虎欲 这两个人非常奸诈 一边走一边商量 陈世宽说 兄弟 咱们这回干脆用兵电吧 刚才有军族报告 这个朱四 虽然是个卖乌煤的商人 他手下倒有几位高人 头一个就是金枪教师 梅氏族 还有华云 何尔漏 听说半道上 他又收了两名上将 我们可得谨慎 小心 陈世辈说 哥哥言之有理 小弟想 一让咱们单打独斗是不行 只好是以多胜少 哥两个商量以弊 来到山口指挥三军一拥而上 兵丁们各摆刀枪冲了上来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朱元璋这伙人里能打的只有胡大海 华云 郭英几个人 其余的早已人困马伐 还一帮老百姓呢 又没有兵人 又没见过这么大政事 只是勉强挣扎 咬着牙顶着 两千大军一块围上 那真像人山人海一样 陈世辈首先上阵 大喊一声 反叛 朱元璋 你还不下马临死 等待何时 这是郭英 在马上闪目光看 一看这个将军 头戴亮银盔 亮银甲 外招四五罗袍 坐下白马掌中银枪 郭英说 四哥 你给我关机廖阵 小弟去回答 先弟 多加小心 廖油王 说着 拍马凝枪 冲了过去 两个人见面也不答应 便站在一起 只见陈世辈一抖枪 扑登 直奔郭英的前凶次来 郭英一看 也和 陈世辈枪还挺快 跟我比 你差远了 他把自个大枪 向上一提 用力 往下一砸 照定陈世辈的枪 叹 就这一声 将陈世辈的枪 给砸出圈外 郭英 将枪往后一撤 前后一和 把照定陈世辈的耿嗓 咽咕就刺 嗨 达 陈世辈想要躲闪 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 啪 扑吱一声 郑重陈世辈的 耿嗓咽喉 随后郭英 一样把一盒 搜的一声 把陈世辈 挑在马下 弃绝身亡 胡大喊一看 哎呦 这可便宜 哎呀 都说打仗啊 论功新闪 得拿敌将的人头 这人头归我了 他下了马 把陈世辈的人头搁起来 把头发捋了捋 把人头就挂了自己 马的威武灵下了 二次上马 他的哥哥陈世辈一看 兄弟被郭英 刺死了 当时急得 哇哇 爆叫 好啊 朱元璋 你竟敢背叛国家 连伤我两个兄弟 烟能龙你 说着拍马就过来了 朱元璋 等过去 胡大海着急了 四弟 七弟都躲开 看我斗 小子 报个名 胡爷爷府下不死 无名之鬼 问俺 乃三江大帅的大公子 陈世宽 是爷 你这少爷 刀下不死 无名之鬼 同上名来 啊 问我呀 哈哈 我姓胡 明大海 人称水龙神赛造王 小子 撒马过来 陈世宽 一踹马蹬 马抢上手 始祖屡律 将大刀向上一举 直奔胡大海头上 刷就堕下来 再看胡大海 毫无惧色 也不躲 也不闪 把自己扶转 往前一地 喊了一声 哎 蜿蜒煎熬 本来陈世宽的本事 比胡大海高的 不是一点半点 可是今天 陈世宽吃亏了 为什么呢 一是胡大海的名气太大了 神仙呢 胡二法官 二是 他的兄弟刚刚被郭英给扎死 这样一来呢 他乱了方寸 着急求胜心切 越求胜 赢不了 胡大海胜利军呢 还使他一马四斧子 蜿蜒 蜿蜒脑袋 杠斧子 抹脖子 说个抹脖子 没把陈世宽吓死 前三下都躲过去了 用刀杆往后一躺 哪知道二马也错凳 他来个脑后摘尖 刷的一下子就听咔嚓 咕噜 把陈世宽的脑袋给削掉了 官兵 汪郎一声 如退朝一样往下败 为什么呢 不那么句话吗 将是兵之胆 兵是将之威 将官一死 当兵的没胆了 指挥部灵了 谁不怕死 纷纷逃命 让出道路 朱元璋大喜 保护车辆 往前冲 又派人 把马聪荣的尸体收敛起来 赶紧用自己的蒸袍盖上派人抬着 等找个安静地方埋葬起来 他只说奔鱼桥镇去 哪知救灾这么功夫 就听着前边 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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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珠炮响 紧跟着 前边是灯秋火把 亮子幽松 照如白天一样 朱元璋定睛一看 来了一顿人马 像一条火龙一样 从南边往这 晕过来 朱元璋大惊实色 现在打得筋疲力尽 官兵的援军到了 我命休矣啊 何人都敢吓坏了 完喽 这回穿完喽 华元璋是怎么着 你看 又来人了 梅士祖 郭英 胡大海一看 就看对面 有杆大旗 空中漂白 后边有两千多人 全都是 青布照头 穿着青布砍尖 再往后去 后边这拨人呐 都是虎皮头巾 身穿着虎皮砍尖 虎皮战裙 虎皮靴子 左手拿着虎头牌 右手拿着勾连刀 当中一员大将 平顶身高 九尺开外 虎背胸腰 绑阔三亭 头戴青铜荷叶盔 身挂青铜 灵魂甲 内衬宝兰征袍 大红中衣 虎头寨学 往脸上探 面斯兰殿 法如猪杀 不露头 大下巴 两道猪杀 梅挟入天仓 鹅角 一对虎木 光滑硕硕 别指口方 看下满部红刚然 扎里扎撒的 坐下一匹青松兽 手倾九尾八环刀 威风凛凛 杀气冲天 大家看完都傻眼了 坏了 这谁啊 再往他左边一看 哟 一匹白马 遥远耳近 看得特别清楚 马上端坐一个老道 面如美玉 三流漠然 头戴九连道观 营门 安美玉 身穿 八卦仙衣 腰气水火丝掏 双锤灯座 下边是白袜 云鞋 手拿扶尘 背背宝剑 大家一看 认识 正是刘姬 刘伯温 朱元璋 看见刘伯温 就像看见了 救命星一样 当时精神倍增 哎呀 这是苍天油眼 我的救命之人 到了 边上之人 哦 想谁了 那长个蓝蛙蛙 这张脸的人 这不是鱼金镖吗 在武科厂见过呀 是他 哎呀 前面来的可是刘先生 刘伯温 高松道号 无良否 袁张啊 不用担惊 少要害怕 袁军到了 这阵 于金镖 大喊一声 众家弟兄 随我杀上前去 解救朱将军和众位乡民 杀呀 一马当先杀入重围 摇动大刀 好像削瓜切菜一样 怎么得开条道 众乡涌才能冲过去 就这样 很快杀进重围 来到了官军的队伍里 如同虎入羊群一般 袁军纷纷后退 弃甲丢割 全都跑散了 于金镖来到朱元璋面前 甩凳下了马 上前十里 朱将军 于金镖迎接来迟 望其宽恕 哎呀 于将军快快请起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我们弟兄和众百姓 早丧援军之首 将军功高如山 何必过谦 刘伯伟也过来和大家 一一见礼 于金镖说 此地不是讲话之处 现在我们在庄内 准备了酒宴 给朱将军和众位英雄押金 走吧 咱们到庄里再说吧 好啊 就这样前呼后拥的直奔于乔镇 书要简断 大家来到了于乔镇 于金镖安排众人休息 让乡民们分别到各户住下 为什么 一下来好几百人 也不容易安排 把家眷引入后宅 把马聪荣的尸体找光果成练起来 高达临棚 请僧道送经 等这边安排完了 再处理那边的事 随后众人洗漱以臂 换好了衣服 请到了义士厅 这个大厅可太大了 原来于金镖自从武科厂回来之后 对朝廷更加恨之入骨 骗我们到京城武科厂比武多状元 老太师妥妥定下十条绝弧计 要我们性命 要不是常玉春朱渊章 我就死在了武科厂 我这是两室为人 就冲元朝皇帝这么做 我于金镖也喝他没完 烦了 回家之后 他把自己的家财全拿出来 招兵买马 集草屯粮 大兴土木 尽造围墙 又把家这个大厅发了 重新盖了个大殿 修护装盒 开挖地道 暗中买了不少的兵器和粮食 教乡勇们操练武功 让这些乡勇都懂得救国之道 名义上他有五百护装兵 实际上四乡八镇里 还藏着几千人 每个人都能一档时 这些事刘伯温都知道 因为刘伯温也帮着他操办 刘伯温 广交豪杰 知道于金镖这个人很豪爽 散尽家财 招兵买马 寄居返员力量 便几次倒着来 刘伯温来于乔镇 于金镖亲自接近来 两人只恨相见太晚 为什么呢 刘伯温大财呀 支天文小弟里对兵书战策无一不惊 那是好谋事 好军事 只有两天的功夫 于金镖对刘伯温佩服的五体投地 你说怎么办 咱们就怎么做 刘伯温说 贫到今日至此 有钥匙相伤 我知道 于将军兵经两足 有意返元 但没遇到真豪杰 不肯出头 现在有一位返元的豪杰 就有兴兵了 望你拔刀相助 于金镖说 先生 但不知你说的何人 这个人 你认识 他就是当年 在郭子星手下 统兵的副帅 在武科厂建设治政皇帝 指挥众人突围的朱元璋 这个人名扬四海 一贯九州 人后宽宏 受人尊重 将军若能福保他 大业可图啊 于君彪想了想点点头 嗯 我恨的朱元璋 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是他的为人 我早有耳闻 我有位老朋友叫李善长 常常提起朱元璋的才智 我也是万分钦佩 现在李善长就在我这 尤其是朱元璋的六弟 常玉春 在考场上对我的情谊 至今未报 他若兴兵 我于某愿尽全力报效 但不知那朱元璋 现在在何处 嗯 此人现在在除州经商 这是万不得已啊 我正想去找他商议 在襄阳动手 你于乔镇 离襄阳不远 正好能接应一阵 所以贫道特来请你帮忙 于金彪说好 刘先生 那我就保朱元璋了 我给他准备官袍带旅 哎 我这个议事大厅 现在盖的凯苗 就是金殿了 哎 说金殿为时太早 咱们呢 走一步 看一步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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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